欢迎听声音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劫直播之大头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189集 而在这南京市呢 一时之间啊 不少人是感到心酸了 这华夏如此的闹荡 作为华夏政府 自然是不能袖手旁观 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这同样是现场直播 对全国民众说道 对于岛国人民的苦难 我们表示深切的关注 另外 还请民众们 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 注意安全 小孩子身边呢 一定要有大人看管 另外 全国消防官兵已经就位 随时对 这噼里巴拉 噼里巴拉的 最后 因为全国人民呢 风向烟花爆竹 造成许多地方 无烟花爆竹可白 对此 我们向大家保证 对不起 嘴花了 保证 所有厂家已经全力赶制 在保证质量的同时 我们努力的保证 足量供应 若是不足的话 大家可以翘翘锣牙 打打鼓什么的 冒充一下爆竹声 这说完了 新闻发言人的冷峻的脸上 扑子一顺 笑了出来 一名岛国记者是立刻跳起来叫道 乖乖的行为 太让我们憨信了 我们的同胞瞬间被杀死了三百万人 这是一场大杂杀是反人类的罪行 而你竟然在这种庄严的场合笑 简直 简直是其有此理 发言人恭雷礼貌的说道 不好意思啊 虽然今天对于大多数来说 是一个哀伤的日子 但是对于我而言 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我老婆生了 想到即将下班 马上能看到孩子 最忍不住笑了一下 这绝对不是对于岛国人民 悲惨遭遇的幸灾乐祸 真的不是幸灾乐祸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家伙分明就是幸灾乐祸呀 这边上总是跟着也笑了 岛国记者顺怒道 你也笑了 道歉 我老婆也生孩子 你是女的 哪来的老婆 谁告诉你女的就不能有老婆 现在科技很发达 你说我这是 你们 你们这是无赖 这岛国记者是文言 气得快吐血了 结果新闻发布会结束了 根本就没给大家呢 提问更多的机会 一散场 那记者就被保安打在了外套 啥也闻不到了 与此同时 A是国的总统第一时间站出来喊话 这个 岛国的遭遇 我们表示同情 另外 我们声明一件事 经过我们的实地考察 以及查阅联合国的法律法规 发现 马尔金岛的卖卖是合法的 在此我们很真诚的祝贺 华卖的 王天先生 获得该岛的 所有选 这个 这个 作为真正的歉意 我们愿意寄予 马尔金岛 也就是现在的龙岛 最优惠国的 特殊待遇 龙岛虽然不是一个国家 却依然享受该待遇 这H国的民众 当场懵了 不明白 自家这政府 被奶家的驴给踢了 竟然蹦出来 这么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 但是 马上有人回过神来说道 哦 明白了 南都就是被天王给灭了 貌似我们跟天王的关系 并不好 然后呢 H国的网面 那开始疯狂的轰炸政府 强烈要求政府和王天建立 更深的友谊 这更有女子 甘愿当服务人员去龙岛 这H国 挥手之间灭了 南都的手段 让他们恐怖 但是这些棒子 他们可不怕 正一肚子怒火 没处发现 简直H国的人蹦出来了 那这自然是要发泄一番 于是各种怒火都清晰在 H国身上 这H国是不甘示弱 立刻反击 两方的口水仗打得十分的激烈 就啥说出兵干一架了 然而就在这时 异国也召开了发布会 队外发布 承认龙岛归天王所有 并且同样基于了了这个 了解龙岛 了解王天 龙岛最优惠国待遇 这岛国见词顿时为之气节 奈何不敢惹一国 只能是选择当瞎子 没看到 然后是把更多的这个怒火 发起在H国身上 然而 让岛国崩溃的是这边还在骂呢 M国也发事了 查韦斯看过了王天的手段之后 立刻又来决定 这做出了和异国同样的举动 并且声称M国将成为龙岛最好的朋友 这岛国眼见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 都倒下了王天 也开始发毛了 不太干嘛了 随后 华夏公开对外宣布 已经和王天取得联系 龙岛将并入华夏 但是不受华夏的管理 享受独立自主的自治原则 世界第三大国 倒了过去 这接着无数的国家 纷纷的表示 发表声明 祝贺王天得到龙岛的最后选 并且 给予各种优厚待遇 岛国这下彻底的闭了嘴了 这一天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世界的北方 这卡在两大超级帝国之间的位置 有一座岛 名叫龙岛 而这座岛屿的岛主 名叫王天 这座岛屿 没人敢惹 这成了隐形的大牢 而将整个世界都搅动的风云变幻的王天 回到龙岛之中 这正和东方派安静的 下棋呢 身后 清御是拿着棋盒 半跪在地上 这恭敬的给王天递着棋子 黑玉站在边上看热闹 王天对于这围棋是新手 不过他大脑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 一眼之间就可以算出千步 所以纵然王天是新手 也显得十分的强悍 这东方白线 要赢王天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东方白是说的 天王 你这一次算是出名了 从此以后呢 应该没人再敢招着你了 这世界的根基 稳定了 谢谢了 你准备做什么 王天是笑的 没考虑过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不过这一次能够成功 还真多回了你 送我的海洋爆雷 不会是繁中最强大的几种科技之一 那打起来跟神迹似的 东方白是笑的 这就是科技的可怕之处 科技在某些领域上 比武功呢 更加强大 但是武功练得生命 练到极致 这些的武器 对我们也没用了 高丝绿炮的雷霆 破不了的护体真气 同样 那些大面积的杀伤性武器 对我们来说 也没用 唯一让我们忌惮的 也是由粒子粉碎炮了 不过那东西发射一发 续发太久 等它开爆 我们早就躲开了 或者把它摧毁了 武道极致 天下无敌 因为我们可以不停的修炼 不停的超越 而科技的进步 需要许多方面的条件满足才行 这是一个漫程的过程 王天是点了点头说的 原来如此 不过 互补一下 也是不错的 的确 至少在生活上 科技 还是能够带来许多便利的 这个世界如果没追求的话 可以去外面旅行 虽然跨越繁中 进入繁盛的路 疯死了 但是呢 同等世界的旅行 还是相对容易的 相对容易 不是 难道不是随便邀请了吗 当然不是了 邀请者可以是主播 也可以是观众 但是他们必须拥有一张 邀请旅行卡 而这旅行卡也是有分等级的 红 黄 绿 三种卡 红卡只能停留一天 黄卡停留一周 绿卡停留一个月 而这种卡的出现率并不高 所以说 能够邀请你的人应该是不算多 但是我想啊 凭借你的大方劲 只要你想去的话 估计 没人会拒绝你 东方白是说的 王天是嘟了嘟嘴唇说的 你呢 我 东方白是恶然 随后是轻巧的 欢迎支持 行 那你准备一下 就去你的世界 我需要更多的对手 来磨练武功 那 可能事件让你失望了 我的世界呢 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你要真想磨练武功的话 轻语和黑语的世界 可以去看一看 里面有些厉害的家伙 你的战身屠戮 就出自他们的世界 另外 直播间里有个叫吴明的人 他虽然生命不鲜 但是我知道 这个人实力很强 你学的圣灵剑法 就出自他的世界 行 那就这么定了 等此件事了 先去轻语和黑语的世界 看一看 轻语黑语 你们有要请卡吗 会主供 我们都有 王天是满意的笑了 如此最好 王天也是想去看看 这繁中级别的世界 是怎么样的 这接下来的事 圆灵王天想的呢 要见他 高斯雷云炮的恐怖威力 吓到了所有的人 尤其是王天这种 来无影却踪 杀伤力范围大的恐怖家伙 更是没有人敢去招招 这更没有人 傻乎乎的想着 用摧毁龙岛的方式 来报复王天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有牵挂的王天 不是最可怕的 这真要是摧毁了龙岛 让他变得无牵无挂的话 那就是全世界 这些人灾难 再加上 王天的确是没有对世界 指手画脚的这个意思 所以说 更没有人去招着他了 于是 王天是成了无冕之王 三天之后 航空母舰改造完毕 这是一艘集合了 海调游泳 全息投影电影 各种奢华娱乐场所 于一体的超级的豪华巨伦 这同时呢 王天 也是接到了来自萧晴的电话 金儿 大大 笑我了 王天是躺在这个 沙踏上的摊衣上 晒着太阳 这无比的轻松愜意 有天气控制机在 这儿永远都是夏天 天哥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大家说的那个 龙头的盗主啊 这还用问吗 天底下像我这么厉害的 难道还有第二个呀 啊 这萧晴顿时沉默了 王天是说的 这么说了 这萧晴是苦兮兮的说的 天哥 你你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 陪不上你 你的脚步走得太快了 我本来说打算学好了东西 回去帮你照顾武馆的 结果发现 我学的东西呢 对你的帮助越来越小 我们的距离 越来越大了 这王天是恶然 随后这哈哈大笑的 啥丫头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有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 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可以和家族对立 和姐姐呢 找饭天 跟着我跑 这才是最难得的 更何况 我这个人吧 是个感情懒人 我喜欢美女 但是并不意味着 我喜欢和所有的美女上床 我喜欢女儿爱我 但是却并不代表 我会主动的去寻找爱 我这个人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主动 和我在一起的人 也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 实力啊 实力这些都不会成为 我们之间的距离 你只需要做 你想做的事就好 至于大天下什么的 一切我呢 我会为你撑起 变天空 天空想 任凭你熬想 王天是第一次和萧行说 这些 这是她的爱情选择的方法 她从来都不是一个主动 去选择感情的人 而是更喜欢 暗中被动的感觉 但是 随着她的实力 越来越强 她发现 和她产生关系的女人 虽然越来越多 但是 真正的说看中她这个人的 也只有萧情而已 至于说 蝴蝶和桃子 两个丫头 也没有说太多的 这个杂念 这至少到现在为止 三个人的关系呢 依然是师徒关系 给彼此的感情 更倾向于亲情 而不晒性 不会说在一起 就心跳加速 也不会面糊耳吃什么的 王天喜欢调戏他们 也只是当做是 一种乐趣而已 至少说到现在为止 依然是师徒关系 就好像大家爱 逗弄小孩 漂亮小女生 一样 东方白 黑玉和清玉 那则是 启约的约说 这种关系 更加的不靠谱 王天不可能说 因为外力的介绍 把这种捆绑式的关系 当做感情来对待 他对待清玉 还有黑玉 就是真的对待仆人一样 该用就用 绝对不喝气 这东方白的关系呢 略微的复杂一点 东方白的价值 比清玉和黑玉更高 而他对于凡尚的认识 让他有资格和王天去谈判 所以 两个人的关系 算是一仆一伙伴 在外人面前 东方白就是仆人 私底下两个人 还是可以商量一些事的 但是原则上 还是以王天为主 所以说 这算来算去啊 王天和萧晴的关系 还是很简单 最纯真的 这萧晴文言笑了 然后说道 天哥 我决定了 我去找你 这修我不上了 反正上了也帮不上你 我去你那看一看 安心的养养花啊 然后养养鸟 当一个简单小女生算了 那王天自然是欢迎之志 一拍即合 这好吧 什么时候来 说有时间 我来接你 等我收拾完行李 收拾完了就出发 行 一个小时之后 我给你个惊喜 一个小时 你不是在龙岛吗 我可以让人去坐吗 挂了电话 这萧晴是一脸的疑惑 还特意跑到大门口 转了一圈 确定王天真的不在之后 再回来寝室 收拾东西 王天这边则是接到了 来自方阁 还有陈嘉宜的电话 这方阁可谓是一气风发呀 本来就快垄断世界市场了 是吧 如今王天越来越牛逼 他自然是跟着水涨船高 就差说 吊成天了 对于王天自然是感恩戴德 陈嘉宜那边的情况 也差不多 盘旋了几句之后 王天是让陈嘉宜 从方阁那边退出来 准备做医药行列 至于说技术 赵飞翔那边可以提供全套的 各种视频配方有的是 根本就不说发展不起来 之所以说做医药 也算是王天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贡献吧 而其他的高科技行业 王天并不打算涉猎 这理由很简单 他未来的路呢 会很宽 近世道的世界会越来越绚烂多彩 但是甭管说多绚烂 多波澜壮阔 这儿才是家 这家就得有家的样子 家就得有熟悉的东西 如果王天出去溜达一圈的 回来之后地球科技大发展 变来变样 是吧 雾不是雾 人不是人了 那你想 那还有家的感觉可言吗 这算是王天的一点小自私吧 让地球继续这么缓慢的发展下去 留下了一片心灵净土 避风港湾 陈嘉宜自然是不会拒绝王天 在他那儿 王天就是天 立刻从方阁那儿呢 搬东西走人 弄得这方阁一脸蒙蔽 直呼只是砍了他一条手臂啊 而王天是从赵飞翔那儿啊 要了一套配方 这各种的什么影音资料啊 就发给陈嘉宜 以至于剩下的 王天就不管了 安心的当起了率手掌柜 一个小时之后 萧晴是拖着行李箱来到了大学门口 回头看着生活中的一段时间的大学 还有点舍不得 但是一想到 随即是要见到王天了 又笑开了话 一切的烦恼都忘记了 亲儿 你不是说你的天哥哥会来接你吗 怎么没有看到人啊 就是啊 你不会不来了吧 这还有一名老师呢 苦口婆心的对着情儿说道 那个小晴啊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知道 你有一个男朋友叫王天 但是此王天可不是比王天 你不能为他说事 你就信了 你还没出校园 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人 人心险恶 必须要小心 听我的 不要离开学校 安心上学 毕业之后呢 继承你家里的产业 前途一片光明 何必这样呢 你说完了吗 李老师 谢谢你这个学籍的照顾 不过我知道 我在做什么 这消情是有些不爽的 看着眼前的老师 不耐烦的说道 而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着各种的名牌 画着淡妆的女孩 一走而过 挥了挥手里头的LV包本 吉儿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来了 先走了 祝你快乐 这说完了 一辆宝马车是停了下来 然后 女孩是一华丽的转身 就要上车 隔着这身体 马上如同定格一样 愣在远地 这叮铃铃 一阵的铃铛声响起 最后 马蹄生进了 这门口的 学生们下意识的 看过去 只见一辆红金马车 缓缓的来到大门口 这久比神俊无比的俊马 配上着各种华丽的装饰 让人看得目眩神秘啊 驾车的 是一名帅气的男子 男子是古装打扮 头发扎起 颇为英俊 这让许多的少女 都是瞪大脸 一脸的花吃下 更是有人 当场的尖角出事 好了 本集本讲闻闭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进去视频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凉所主的 万杰驰波志大头 由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 一百 九十几 这说完了 一辆宝马车是停在了门口 这女子是华丽的一个转身 就要上车 可是这身体 如同是钉格了似的 钉的领镜 这李老师还要说什么 下一刻啥链了 钉铃铃铃铃铃铃 一阵铃铛的响声响起 最后马蹄声进了 这门口的学生们 下意识的看过去 只见一辆黄金马车 缓缓的来到门口 就这九匹啊 神俊无比的骏马 这配上各种华丽的装饰 那让人看到目眩神秘 驾车的是一名帅气的男子 男子是古装打扮 头发扎起 破为阴气 这许多少女都瞪大脸 一脸花痴想 更有人是当场的尖角出声啊 这马车是停在了消停面前 男子起事 跳下马车 恭敬的撩起了这车脸 说道 主公 到了 主公 这众人是在此懵逼了 这是什么年代了 还能用这种称呼啊 随后呢 一名男子从马车中走出来 而此人的目光一转 最终落在了萧晴的脸上 这萧晴是捂着小嘴 一脸不敢置信的看着王天 王天是笑的 过来了 没迟到吧 这萧晴是激动的 哇一声就哭了呀 他根本就没指望说 王天能来 他知道 王天现在的地位不一样 肯定很忙 这万万没想到 王天真的来了 这当着所有师生的面 驾驶着黄金马车来接他 这简直就 童话里头才该有的桥段啊 他想笑 隔着这眼泪 就跟不要钱似的说啊 就往下跳 王天是跳下了马车 将萧晴 搂入怀里头 提事说道 行 别哭了 变成小花猫的话 就不好看了 当心我再找一个漂亮的 你敢 这萧晴小辣椒的脾气爆发 瞪了王天眼 不知道是谁 忽然喊到 在一起亲一个 在一起亲一个 这甭管说是羡慕也好 嫉妒也罢 随着众人的呼喊声 其他人也跟着喊起来 一时间 王天和萧晴同时被闹了一个大红脸 那你 假的吧 王天还是老出男的 萧晴也是第一次 哪架得住这么多人起哄啊 对不对 然而王天终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脸皮的厚度也还行 这择日不如撞日 机会来了 你说不把握住 岂不是傻瓜 于是王天是深吸了一口气 学着某些无良电视剧里头的剧情 这跳起了萧晴的下巴 可是 让这王天呢 尴尬的是啊 这丫头竟然不配合 电视剧里的剧情 应该是女子啥 闭眼 等待亲吻着 才行 这丫头瞪大了眼睛 那眼睛里头 全是好奇 紧张 激动 愣是把王天给看毛了都 那他下不去嘴了都啊 这萧强见词 突然间是鼓起了勇气 垫起脚尖 这王天反应何其迅速 这事 岂能说让女人心动少 男人脸往哪放 对不对 于是搂住萧晴的小卖腰 亲了姐姐 这结果就是 通的一声 脸撞上了 这萧晴是捂着小嘴 王天是一脸尴尬 四周一片的笑声 这本来说是踏着彩云来的 黄金马车做伴的装逼戏码 这最终却是 王天把萧晴抱上马车 一溜腰的跑了 留下了一地的笑声 只是这宝马车里头的女人 一脸羡慕 他看得出来 这王天没碰过其他的女人 又这么成功 有钱 专一 这样的男人 世间简直是太少了 再看看自己的宝马男友 忽然间 有些异性阑珊的都 而之前劝萧晴的这个老师呢 更是一脸尴尬 这爬上爬爬爬打的有点疼啊 你想 黄金马车九匹白马 谁不知道 那是王天的标配 如价宝宽 离开了学校 这黄金马车是冲进一个没人的巷子 下一趟一道宫门在前面打开 马车冲进去消失在巷子里 没多久 一些人是追了过来 怎么也找不到这黄金马车的东西 一个根郁闷的散去了 而一阵海浪声传来 将这羞涩尴尬的消息给惊醒了 撩起来这窗帘 入眼的赫然是一片碧蓝的大海 这天上是蓝天白云 下面是蓝色的大海 雪白浪花 天空明亮 碧海透射 这美的都让人心醉 天啊 刚刚我们是不是在 这消息是震撼的说 你也说了 那是刚刚 现在吧 欢迎你回家 这是咱们的家 龙岛 这说完 王天下了马车了 将萧情接了下来 就看这四周美丽的景色 这萧情的小脑袋呢 终于是彻底当机了 反正接下来的几天 王天是带着萧情 在春夏秋冬四座岛屿 轮流段 在这春岛上看过花海 在夏岛上晒过太阳 系着海水 在这秋岛上摘着水果 在冬岛上堆着雪儿 打着雪仗 而在主岛的红金树之下 看着日出日落 这每一处都是留下了两个人的身影 这一晃一周过去了 萧情终于是对这座岛屿有了全新的认知 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男人是有多么的不凡 而这一周呢 他这小嘴就没合拢过 永远只是惊讶 然后惊讶 然后惊讶 而现在终于是有了这么些许的变化 那王天也紧张了你 看着身穿御衣的萧情 再看他乡间上的几滴水珠 那笔直的小腿 哎呀 王天只感觉这心跳是灯灯灯的越挑越快 王天的目光就仿佛十指一般的落在萧情的身上 这萧情则是羞红的脸全身都化成了一层粉红色 却一人倔强的仰着头和王天对视 不过这一次没外人了 王天可就不怕了 死无忌惮的和这丫头对视 然后嗷着一声 哭上去 我那预计不准看 哎呀 进了我的门还不给看 看你往哪跑 钻北窝 跟我站你出来 你猴气什么 不准过来 要捏 哪里跑 吃你猴哥一爆 就这屋子里头春意昂然 房顶上 一名女子是悄然的 站在这房顶上 然后 仰头望着天空中的明月 眉头是微微皱起来 然后是张开了这背后的双椅 腾空而起 冲醒了天空 坐在白云上 然后是笛声说的 这就是爱情 奇怪的感觉 这王天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直认为是无情绪的人行兵器 堕落天使 竟然是有自我情绪 并且有自我意识的 至于说为什么不搭理他 那就引自己知道了 第二天 王天是神清气爽的 那怎么不得神清气爽一下 是吧 从房间走出来了 眉着眼睛 看着天空中的太阳 惬意的说道 哎呀 第一次睡懒觉 感觉还真不错 师父 今儿呢 就在这儿 蝴蝶过来了 王天是干咳了一事 那个懒虫还想再睡会儿 别打扰他了 今儿是什么 这蝴蝶是狐疑的 看了看王天 王天是赶紧闪人 难道他要说 早上又一场大战吗 将本来要起床的 萧晴给弄得起不来了 那这 多羞涩呀 这早饭过后呢 王天是再次以闭关为理由 闭关去了 虽然说王天很享受说 和萧晴在一起的感觉 尤其是 那种激情 但他还是有一定的 劫持能力的 安顿好了众女 王天是留下了轻语 保护众女的安全 同时呢 将老榕树 种在了自家的院子里 撒了一大把的 繁中的万劫笔灰烬之后 走进大山之中 王天是拿出手机 登陆万劫直播平台 扫链论坛 这繁中的世界 再次恢复平静 而正当王天准备让黑月 邀请去他的世界的时候 这王天是突然间收到 来自赵飞翔的邀请和私信 天王救命 我们的世界要被摧毁了 赵飞翔的信息很短 这王天却是看得心惊胆战 马上回复到 什么情况 外星人入侵 该死的 我发展科技速度太快了 队外发射了一枚超远距离的探测器 这结果 探测信号 被外星人劫持了 顺藤磨刮的找了过来 我们再被攻击 给我邀请 听话 你有把握吗 如果说没把握 那就别来了 外星人能够在宇宙旅行 其实力等级 怕是还在繁中之上了 这赵飞翔这事也冷静下来 没有第一时间发邀请 哪来这么多废话呀 不就是一群外星猴子吗 给我邀请 我带你去灭了他们 爷的朋友 也是他们能欺负的 王天是霸气的回应道 主播赵飞翔 对您发起了 未面履行邀请 持续时间 一个月 可以随时回归 是否前往 是 定 尊贵的天下第一副 作为尊贵的会员 您将享有不死之身 定 尊贵的会员 在异世间 您将可以开启系统商商 购买商品 您购买的商品 无法提升自身实力 只能购买提升自身实力之外的东西 无法购买超越当前世界实力水平 太多的装备 无法购买不通文明的装备 定 尊贵的会员 经系统扫描 确认 该世界正在遭遇劫难 该世界为会员世界 您是否选择救助 这王天听到这儿 顿时一愣神 前面两顺提示吧 这都在他预料之中 毕竟 他以前去过杨露禅的世界史 也是有过这些特权 只是后面这一条 什么鬼啊 等会儿呢 这救助不救助 有什么区别吗 若是选择不救助 这对您来说 将是一次简单的未面旅行 一个月之后 或者您自己要求返回 又或者该世界被摧毁之后 您将自行回归 若是选择救助 您将作为系统救世主 降临该世界 您依然享有不死之身 同时 您可以打开系统商城 购买一切 你想购买的东西 价格按照市场的价格 无翻倍加成 并且 凡上以下的力量 将允许保留 凡上以上的力量 结束后 系统将收回 如果成功收获该世界 您将随机获得系统奖励 该奖励 可能是一个万戒笔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顶级物品 该奖励不限制为 某个实力等级 囊括整个凡世界的所有物品 这王天是一听 我眼睛都亮了 他对于后面的奖励 几乎不报希望 毕竟 一个凡下就有无数的物品 再加上凡中 凡上的物品 鬼知道会有多少 啊 这大海逃杀一般的随机 能随到什么好东西啊 但是 里面这一个特权 让王天心动了 那就是可以打开系统商城 和主播一样 随意的购买商品 并且使用在自己的身上 发生特效 这凡上以下的力量 都可以提升保留 这对一般人来说 效果不怎么样 但是对于王天来说 这比任何的作弊器 都牛逼啊 而此时呢 甭管说系统给不给奖励 王天都要选择去救赵飞翔 免费的福利 不要白不要 于是王天是毫不犹豫的选择 救助 盯 身份转换中 转换成功 所有特权 修改完毕 未免转移 这王天看到 四周景色 如同是玻璃一般的破碎 眼前一片黑暗 他不知道他是否在移动 直到前方出现了一点光明 然后这点光明越来越亮 越来越大 然后是砰的一声 四周的黑暗被光明粉碎 当这王天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啊 已经是出现在了一座摩天大楼之中 面前 一名男子是来回夺着步 脸上一脸的交结 此人正是赵飞翔 赵飞翔是一看到王天 立刻上前说道 天王 我 说到这 赵飞翔是语音有些停顿 然后苦笑了一声 感激着说道 谢谢 千言万语 最终只说出这两个字 甭这么客气 让我看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这王天是来到窗口 只见远处 一个巨大的圆盘一样的飞船 停在空中 就这巨大的飞船 如同是一座城市一般 遮盖了半个京都城 不过这巨兽呢 并没有动弹的意思 这仿佛是陷入了沉睡当中似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赵飞翔是来到王天的身边说道 这东西是三天前出现的 当时我们的卫星拍到了它的影子 结果今天就出现在这了 就这一个 王天是指着飞船问道 不止一个 总共十二个 遍布全球各大招 不过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给赵飞翔说完 拿过了一个平板电脑 打开电脑 上面出现了一张图片 这无银的星空之中 还有一艘更加庞大的战舰 这战舰呢 不是圆盘形状 而是一个巨大的长条 有点类似于星球大战里面的战舰 这战舰上 有几个圆形的凹槽 似乎是有些东西从上面掉下来了 这才留下来的 我测量过大小 我们上面的这些家伙 就是从这个大脚上面下来的 那些凹槽 就是他们原本挂在大脚上的位置 这家伙太大了 如此庞特的飞船 在他们身上 就跟一个人身上的扭扣一般不起眼 而他身上目测 至少还有数百个这样的圆形飞船 天王 说实话 我完全看不到我们的胜算在那 就算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这对于说天空的危险 也微乎其微 对方只要停留在外太空 对我们发起攻击 我们连换手的机会都没有 那商城里最强大的武器 只有这些吗 我们是繁中的人 只能购买繁中级别对应的物品 如果系统给开启繁上的商城 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窘迫了 你给我的钱 怎么着也能砸两件装摆 出来应用机吧 这王天真立刻的打开自己商城 然后笑了 因为他是清晰的看到 他这商城里竟然是多了一个繁上的选项 不过让王天郁闷的是 这上面的物品标注都有一个特点 该物品为短期性物品 使用之后 一个月内所有的效果消失 所有的武器装备自动销毁 我日啊 王天是提神骂了一句 这系统果然是够狠 虽然说给他开了后门了 但是根本没打算说 王天趁机购买繁上的物品 然后一飞冲天 还给了这种要了命的限制 这也就是王天啊 换了其他人 鬼才来给他当打手 狗屁的救世主 分明就是费力不讨好嘛 怎么了 这赵飞翔事件 王天如此反应 也吓了一跳 他是真怕说 王天那边呢 也没办法帮他了 王天是微微摇头说道 没事 这个危机能度过去 就是要花点钱了 这赵飞翔顿时有点不好意思了 花钱花什么钱 只有万劫币才能救命呗 这王天虽然是有钱 但是这钱花的 连赵飞翔自己都觉得有些亏 他却不知道 普通的外面旅行 能够打开商城 不能提升自己实力 但是这一次呢 王天却可以通过 商城在繁中的范围之内 提升实力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 那都是天大的赏赐了 尤其是对于王天这种 不缺粉丝 不缺钱 就缺实力的人 王天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甭想这么多 既然还没发动攻击呢 先看一看 我也得准备一下 研究一下这个仗 该怎么打 那个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王天是摸了摸下巴说的 别让别人打扰我就行了 另外 随时向我汇报外面的情况 还有啊 接下来的战斗 可能不会是一面倒的屠杀 这伤亡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 你最好将你认为重要的人 或者东西 保护下来 赵飞翔是连面的硬了下来 我有一个地下的秘密基地 可以作为您闭关的地方 那不用 这座高楼不错 站得高 看得远 就这吧 记住 别让外人来打扰我 这说完 王天是扯过了一把椅子 放在落地窗前 坐了上去 同时提醒着赵飞翔说的 对了 这外星人入侵 多好的直播题材 别浪费了 好了 本集被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视频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主的 万节直播之大头号 有 喜马拉雅F 独家出品 第191集 这赵飞翔是一拍脑门 之前吓坏了 这才回过神的 对呀 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于是 赶紧是拿出手机 编辑房间内容 让我刷喇叭去了 很快 这赵飞翔的房间里 开始涌入大量的观众 听说了吗 这听说赵飞翔的世界 被人入侵了 那个只是樊下的世界吧 听说 被赵飞翔 愣是用钱堆的 快要达到樊中的水准了 这至少是有他在 樊中的各种武器装备 不会学了 就是可惜了 他倒霉 竟然被外星人惦记这了 这样外星人能够跨宇宙而来 应该是樊上的水准了 这赵飞翔惨了 估计 这他最后一次做直播了吧 不 外星人咋了 牛逼个傻呀 赵飞翔不是说了吗 天王却支援他了 天王 是 天王是 是牛逼 是 咱不说别的 是吧 可惜他是樊中的牛人 面对樊上他也无能为力吧 就算说他能够接触商场 那系统的最新规定 貌似也只能是接触繁中级别的商场物品 这繁上的应该是不让捧吧 的确 之前不少人花大价钱 跨越等级购买战争物品 将不少世界给打得满目疮痍 估计这系统是看不过去了都 才加了这么点规定 这就是了 这样王天再牛逼 也不能用万劫币砸死对方吧 对不对 我看哪 这赵飞翔的世界 灰天乏力了 那就当做一场 怎么说 毁灭盛宴来看 不就行了 绝是大片 必须是大片 没法 这一刻 没人看好赵飞翔和天王的组合 没有 不是说不看好他们两个人 而是绝对的差距在这摆着呢 实在让他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啊 而此时此刻呢 王天却是默默的打开了商场 然后 疯狂的购买这个 内力弹 就跟不要钱似的 疯狂的吃起了弹药 而看到这一幕众人是更加无语了 是 这武功虽然厉害 但是终究不能飞天顿地 是吧 人家在宇宙里吃弹药 能解决啥问题 众人是集体无惧了 王天却是根本不在意大家想什么 而是继续的 在吃弹药 内力从500年开始一路飙升 东方白说过 理论上 内力可以无限制的积累 但实际上 却又是平静的 999年 364天就是极致 这一旦说突破上去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 突破了 化碱为碱 然而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难 这光瓶弹药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这事就需要这么一种叫做破解丹的丹药辅助才行 而这丹药唯一的效果就是突破一切一切的屏障 不过这个价格也是让人折舍 一个亿的完结比 所以说 这价格呢 对于王天来说是不贵了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天价 就算是一般的主播也吃不起 所以 很多主播都选择了自己领悟突破 而不是说购买这种奢侈品 天黑的时候 王天的内力终于是达到了999年364天的极致 然后 毫不犹豫的选择购买了破解丹 这破解丹就是一个乌黑的跟煤球似的东西 味道 也不怎么样 不过吞入腹中之后呢 王天只感觉这全身的经脉瞬间膨胀起来 整个人身不由己的发出一声低沉的门吼 接着 这所有的内力开始暴走 真戒疯狂运转的同时 经脉竟然开始压缩 然后是不断的闭合 硬生生的将这经脉之内的真戒 全部是推进了丹田之中 然后 这丹田之内呢 是出现了一道道经碑 堵住了所有所有的经脉出入口 使得真戒没法离开丹田 这蹦的一声 王天丹田之内出现了一声巨响 这真戒 仿佛是被点燃了似的 膨胀 王天是两口一黑 差点晕死过去 这本以为突破很简单 现在看来 他想多了 晕死之前 王天是把尹和东方白召唤出来 尹 依然是隐藏在暗中保护的 东方白则是站在一边默默的 看着听了 眼神清晨 显然他知道王天做了什么事 这种事当年他也做过 就在这事轰了一声巨响 远处的外星飞船 终于是有了动静 一道道剑刺波 从飞船之内传来 随后在空中爆炸 这冲击波是扩散开来 瞬间将整个城市覆盖 并且向这远处传递过去 这东方白是看得清楚啊 冲击波所过之处呢 做的灯光全部是毁灭 这呼隆轰隆 一阵刺耳的声音从天空中落下 这东方白是抬着看去 只见一架飞机突然间是从空中坠了下来 然后一声巨响撞在一栋大楼上 火光冲天 这大楼是轰然间倒塌 火光熊熊 碰碰碰的 下方的汽车疯狂的撞成了一团 这随后轰的一声巨响 一出地铁口扎碎 就这么一只地铁头撞出来 很显然 地铁的地铁也受到了干扰 所有电子产品都被这电子波摧毁了吗 还真是一种可怕的技术啊 这东方白是感叹的说道 却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正在楼顶 可以清晰的看到 这城市的变化 到处都是车祸 到处都是爆炸 惨叫声 哭喊声 不绝于耳 这宛如是世界末日似的 不少人是跑了出来 却发现这根本就不知道 该往哪跑 通信设备也全部都失灵了 报警都不知道该如何报 而这军队的机械武器 全部失败 想要赶进城里头维护治安 做不到 混乱 混乱 还是混乱 就这混乱中 人性黑暗的一面 和光明的一面 这同时是在上演 杀人 强奸 强奸 到处都在发生 同时也是有许多的英雄挑出来 用自己的力量维护着治安 众生像在这一刻 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东方白却是看得无比的冷漠 坐在椅子上安静的品着茶 不过呢 让所有人担忧的外星人攻击并没有到来 一夜就在混乱和不安 惶恐之中度过了 第二天 王天是揉了揉头 从地上爬下来 然后是惊喜的发现啊 他的经脉再次恢复正常 而且是比以前更加的宽阔 以前的经脉如果说是阳长小道的话 那现在就是宽阔的大碗路 然而让他震惊的是 他的真气变了 不是说原本熟悉的人气 而是一种淡雾一般的气体 这种气体更加的纯净 这同时呢 带来力量也更加可怕 一举一动之间 仿佛当成是把天地烘碎了似的 威力无穷 这只是错觉 不过王天知道 这力量比真气强悍了百倍不止 别发呆了 你现在拥有的不是真气 而是元气 天地元气又称之为真元 这种力量比真气强悍太多 就好比电能和核能的区别 同样单位的力量 产生的破坏力 也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 我们都只是掌握着运转真气的武功 并不会运转真元的反门 所以说 空有庞大的力量却施展不开 就好比小孩耍的刀 这刀挺吓人的 威力嘛 比用木棍想 但是达不到质变的层次 东方白是解释的 王天是柔柔眉心 原来如此啊 不过之前是不明白怎么用 现在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这东方白是 不解的问道 什么意思啊 这王天是笑而不语 然后拿出手机 结果呢 手机黑屏 这根本就打不开任何的东西 看着手上系统给的这个万表 果然系统出品 必属精品 轻松运转 打开了万界直播平台 对着观众们挥了挥手说道 大家好啊 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 你们这群混蛋 是来奔丧的 这众人文言顿时笑了 有人是叫道 对吧 我们可不是故意黑你啊 只是你敌人太猛了 跨平台等级的战斗 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是啊 天王 我们依然挺你 但是这一仗太悬殊了 对吧 注意安全 这实在不行就先躲躲 赫飞翔不行 也躲进万界直播平台 我不信 那些外星人还能追进来不成 就是啊 王天是挥了挥手 打断了所有人的话说道 滚多了 说是什么没窒息的话呢 不就是一群外星猴子吗 啊 等我准备躲当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无敌之字 这结果中人集体来了个白眼 显然没人心疼 和这些人扯了扯皮 王天的心情好了不少 说道 行了 不跟你们扯淡了 这大岛上的阳光明 哎呦操 这是黑云压顶啊 火灾 爆炸车祸 好假货 这睡了一觉起来 世界末日了吗 香烈血是马上叫的 听话老大 不是世界末日 而是外星人用了某种技术 将地球所有的科技产品都摧毁了 估计所有的电子产品 动力系统都完蛋了 一夜回到了原始人的状态 很多东西因为失去了动力 电子操控能力 发生了各种故障 然后世界就这样了 明白 王天是点了点头 理解 回答得很好 上 钉子一时 人间第一天房 散在一千万万级笔 普天同庆 这下一个 一个大红包在天上出现 然后啪一时 炸成了无数的小红包 人手一个 这种人是立刻美滋滋的收了红包 各种叫好声不断 钱虽然没有之前那几亿 几亿的 是吧 百一千亿的 达成的多 但是一千万的万级笔 也不少了 而且还是随手这么一赏 等于是百捡钱 这事有人想起来了 莫子王天就有这种爱好 早上起床 随手赏 只不过之前都是百万 现在是千万而已 这个习惯很快就闯开了 于是更多的人跑进来 蹲手 不为别的 就为了钱 如今整个直播间 那都是天王的粉丝 几千万人黑压压的 蹲在那儿 手红包的场景 颇为震撼 只不过时间长了 大家也就习惯了 而王天更是早就习惯了 和粉丝扯了两句 他是搬了一把椅子 来到了东方白的边上坐下来 昨天晚上 有没有其他的攻击了 没有 看来对方也得试探 这里的人的底细 一步步的试探 一步步来 还真是一群没担子的家伙 地球人要是能走出去 早就跟他们开干了 还会跟他们默契 王天是摇六头 对着天空中的飞船 竖起了根终止 我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等他们下来了 他们不下来 我们也飞不上去 飞上去了 未必说能够打破 人家的防护盾 安心的看着吧 我去忙会下 对王天说完 走到一边 看系统上床下 这场灾难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或许是无解的 但是对于天王来说 也就那么回事 如果说想玩 他就慢慢提升实力就行了 如果不想玩 四亿堕落天使 也不是放在那好看的 神灵一般的四亿堕落天使 这绝对不会比天上的外星战舰弱 王天是打开了科技一面 直接翻看着 坟上里的科技武器 什么星球堡垒 小行星轨道炮 什么错刀战舰 就各种行星级别的战舰 不计其数 王天甚至看到了天上飞着的那种飞碟 以及宇宙当中漂浮着的巨箭 而这巨箭呢 名叫德勒托星级母舰 这飞碟则是叠云战机 这二者能力 类似于航空部母舰 只不过德勒托战舰 是典型的科研战舰 并不是说以侵略为主 这种战舰外出的目的 就是探索实践 探索宇宙 进行科技实验 看到这儿 王天是摸了摸 瞎巴嘀咕着 看来并不是单纯的试探 这些家伙啊 应该是拿地球 或者说 在拿地球人做实验的 猫捉老鼠的游戏啊 随后王天呢 是看了几个 可以粉碎对方的科技武器 不过这问题可就来了 这些武器 王天可以购买 但是谁来使用呢 要使用它们 还得购买智脑 然后还得雇佣系统士兵 以及购买各种能源 全下来 默默唧唧的 是每个一两周的时间 这些东西 根本是没法变成战斗力 而这些大家伙 一旦说亮出来 被外星人看到之后 这估摸着 第一时间就会将其摧毁 甚至一激动 连地球一起灭了 而那些买来 直接就可以横扫 这些敌人的科技武器 直接就被锁上了 显示说 未解锁状态 无法购买 王天当场就骂娘了 再一看这些东西的等级 王天是发飙 凡是三星三品以上的东西 全部被封锁 无法购买 王天是果断无语 低声骂的 日了狗了 目光是落在了武器那边 结果点击武器 再次点击烦上之后 这武 变了 变成了道 道 王天是恶然 随后这眼睛猛然间一亮了 他猜到一些东西了 点击里面的物品分别为 丹药 法宝 功法神通 天福血脉 阵法 以及神秘竞派 六部分 这帆上的所有物品呢 同样是由自己的等级划分 这分别是三星一品 二品 三品 一直到九品 而让王天无比郁闷的是 这帆上的商壮 只卖到三星三品 这再往上的好东西 一律显示 未解锁 我是啊 系统 你玩我呀 科技武器不让我买 这些只能用一会儿的功法 你不让我买 你到底是要干啥呀 王天是真的要疯了 这也太欺负人了 可惜呢 系统根本就不搭理他 无奈之下 王天也只能是在眼前 这些资源当中搜索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了 这科技武器 个头太大 操作麻烦 目标呢 也得容易暴露 所以说果断放弃 而得修道 只是修自身 隐蔽性高 破坏力的话 也不比这个科技产品差 再加上王天 本来就是走这条路的 所以毫不犹豫的 选择了五道修炼 点开功法这一点 王天 直接是拉到了 最后一个可操控的 这个功法上 反正他对这些功法 也不了解 买最贵的 肯定是没错 卧槽 果然呢 这三星三品的玩意 就是大路货 真他妈多 这说话前 王天是老老实实 点开了检索功能 进行搜索 现在他买的东西 只有两个追求 速成 威力大 反正买的所有的东西呢 最多持续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所以说 他要的功法 必须在几天之内 最迟不能超过三周 就要修成 否则他根本没时间 应对天上的外星人 这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的 那就更不用考虑 于是王天限制了 时间为三周以内 大成 威力 越大越好 没上线 然后再次点击搜索 于是 三本功法出现在 王天的面前 这分明是 三星三品的 血魔诀 鬼神经 以及吞天魔功 这三本 血魔诀 魔修功法 修炼需要把自己的皮 剥下来 我去你 麻了个蛋 不用哭了 这点我就玩不转 我吃来牛逼的 不是来自虐的 果断的下一本 目光落在了 第二本秘籍上 鬼神经 放弃肉身 修炼鬼魂之法 神通大成之后 可以在灵魂状态 和肉身状态 随意转换 操控敌人灵魂 聚散离合 毁灭 再生 杀伤力惊人 同时无视一切 物理性质的攻击 并且可以驾驭白鬼 万魂 本功法为邪门功法 修炼速度因人而已 吸收的鬼魂越多 实力提升的速度越快 十魂可以打开脉轮 百魂可以打开两个脉轮 千魂可以打开三个脉轮 万魂可以打开四个脉轮 十万魂可以打开五个脉轮 百万魂打开六个脉魂 千万魂 打开七个脉轮 一亿灵魂 打开八个 十亿灵魂打开九个 这后面更多的内容 被省略号给代替了 摆明了 想知道后续 买了再说 王天一看这价格 顿时乐了 三星三品的鬼神经 竟然只卖一千万万金币 这价格绝对是低成狗了的我 好了 本期不见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收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 莱斯 一某黄梁所著的 万劫直播之大陶 又 喜马拉雅 读家出品 第192集 不过 王天是没有下手 继续看第三本 吞天魔宫上卷 狠人大帝当年所炼绝的 爵士武功 可吞天下所有血脉体质 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可吞天下 一切有形无形之人 之物 之力 横行一个世代的绝世魔宫 附带多种的神通法术 这吞得越多呢 功法修理俗多 越会 王天见自顿时眼睛一亮 再看这价格 果然也是一千万的万劫币 毫不犹豫的买了 定 您是否消耗一千万 凡上万劫币 购买鬼神经 由于您的现金 全部为凡中万劫币 如果购买 将自动兑换成为 凡上万劫币购买 这网调是一听心里头 咯噔了一下 本以为很便宜了 但是一千万 凡上推换成凡中万劫币的话 那可就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足足是一千亿的凡中万劫币啊 这么一算的话 这个价格反而就是 不便宜了 定 因为您的特殊权限 您的万劫币 将以一比一的比例 兑换成凡上的万劫币 是否购买 买 这既然是一比一 王天犹豫什么 下一刻 一本黑漆漆的书 出现在王天的手中 阴森冰冷 这上面仿佛是有鬼行绕 而这一幕 王天并没有屏蔽 这所有万劫 直播平台的观众 都能够看到 一个个看着眼前 这一幕 全部都懵逼了 哇 这王天是真他妈有钱 一千亿就买这么个东西 虽然说这功法很牛逼了 但是 这只用一个月呀 花一千亿 它根本就不值得呀 就是 根本不知道的 这一千亿三彩的话 多爽啊 对不对 是啊 这不少人是跟着抱怨 就在设施 李小龙是怒斥的 想喊什么 天王花险 可不是为了图爽的 这也不是游戏 赵飞翔的世界正在被入侵 天王是在为他的粉丝而战斗 这一千个一呢 是他用来帮助粉丝度过难关的 他可以这么帮助赵飞翔 同样 也可以这么帮助我们 我就问你们一句 就算给你们一兆的万级别 你们肯为自己的粉丝这么做吗 就这块一出 全场恶然 这时候大家才回过神了 眼前这局面 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花钱 而是另有深意 这随后大家吧 就沉默了 仔细的思索着李小龙的话 正如李小龙所说 换了是他们 他们能做到吗 这答案是肯定的 这一种钱 没人会出 就算孙是一个主播粉丝 也不会出这笔钱的 一千亿 不过是个开始 后面的战争 根本就是一个无敌动 这打到最后 一招都可能撒进去 但是王天做到了 为了一个粉丝 怎么做了 这顿时 大家心头是一片火热 跟着这样的人走 还怕吃亏吗 我错了 我只想自己了 我 听吧 你好样的 我支持你 这最早喊着散赛的人 站起来喊道 是 知识天王 天王威我 这才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这样的人 才值得我们粉 妈的 这该死的系统 凭什么限制我们呢 不让我们成为他的信徒 我就日了 是 系统 你凭什么限制我们 就算你限制了我们 我们也诚心诚意的去粉他 虔诚的败他 没错 一时间 这整个直播间 都是为王天加油的声言 王天是瞥了眼直播间 微微一笑 一挥手 人间第一副天王 散赛一千万万级笔 普天同情 这众人是再次欢呼起来 虽然说一千万和一千亿 比起来差太多了 但是 没有人嫌弃少 因为这天王没来之前呢 想要一千万的散赛 一两周才能有一次 根本就没得挑 这甚至还有人喊道 天王 你现在是为粉色沾的 有钱你就留着 用在兜着上 这甭管说你散不散赛 我们都粉你 你是真的为我们粉丝好的人 没错天王 钱就留着吧 这无数人这么喊着 声音震天 那些曾经跟随过其他教主的粉丝们 看到眼前的场景 一个个儿 这心头是震撼不已 最后 更多的则是长探的 这如此的人品 如此的豪气 难怪说会一路高歌猛进 横扫繁中 当初的教主们和他比起来 差距太大 说的不愿 粉这样的人 的确比粉那些小气的叫拙 直 王天健在这心头也是一阵的温暖 被人关心的感觉真的很爽 于是王天是豪气的笑道 都别跟那喊了 不就是一千亿吗 要是帮粉丝花点钱 解决生死危机 都喊喊呼呼的 我凭什么让你们粉呢 放心吧 这点小钱我还不放在心里 不过 你们也别指望什么事啊 都让我帮你们搞定 不是生死攸关的 然后站在道义上的事 别找我 找我 我也不管 这种人哄堂一笑 对于王天的原则 没人觉得奇怪 人家出手呢是恩义 不出手是本分 更何况 这王天说了 生死已无关 这道义上的事 他会关 这已经是极其难得的了 有王天坐后盾 一个个顿时觉得心里头 踏实多了 自然是开心无比 这王天说完 将吞天魔宫收了下来 没有说立刻修炼 而是打开了丹药这一栏 依然是本着不懂的情况之下 就买贵的原则 王天是翻到了三星三品丹药的最后一页 果然 跟王天所料一样 这三星三品的丹药 同样是大露火 种类呢 非常多 足足 千万种开外 王天可是没那个时间 说一样一样的去翻 直接点开了检索功能 得搜索着 对修炼吞天魔宫有帮助的弹药 下一个密密麻麻的弹药消失了 这只留下了两种弹药 雾道鼓出的叶子 泡水后服用 可看穿天地大道 融入道中 雾道速度倍增 价格一百万万节笔一片 魔灵丹 盖世魔尊九幽黄神 当年炼制的翠体神丹 服用之后 身体素质契合天地魔气 修炼魔宫的速度提升十倍 价格一百万万节笔一枚 王天是果断的 买了一枚魔灵丹 这十片悟到古树的叶子 如今不是在游戏里 它随时可以打开系统商场 所以说不需要买太多啊 这鬼知道后期 用不用得上这些东西 然后继续的翻看着其他的叶面 这还剩下了天赋血脉 法宝 阵法 以及神秘的镜牌上 这王天是点击这些神秘镜牌 结果上面显示 无镜牌物品 暂时关闭 王天这无奈之下 只好是看到其他的叶子了 天赋血脉叶面 王天这次是学宗命了 果断的点击搜索 这适合修炼 吞天魔宫的天赋血脉 而这一次 却是密密码出现了无数的选项 这一看的王天当场就懵逼了都 他甚至还看到犯体也在里面 卧槽 这魔宫牛逼啊 什么体制都能练呢 这王天感叹的同时 按照自己 选对了 这虽然还没有修炼 不了解这功法 但是 这能够让所有人 甚至普通人 能够一飞冲天的功法 绝对是不凡 能够创造这功法的人 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存在 没办法了 王天只能是在这么多的体制当中 筛选最为适合自己的 神王体 出自东荒的神王体 修炼速度七快 肉体防御能力惊人 天生附带各种的神形神通 攻防一体 是荒谷圣体之后 东荒第一神体 听名字是不错 买了 王天是直接点击购买 下一个 这王天是看到 一团的七彩光雾 从腕表中飞出 然后是融入他的体内 接着 这王天只感觉 全身的血液 都在暴走 这真缘都跟着狂暴了 无穷的七彩物体 涌入了王天的尸海之中 这王天的灵魂 仿佛是吸了大麻似的 睁着嘴 疯狂的吞噬着 这些七彩物体 然后是以肉眼可见的 速度壮大 从一耳变成了人 然后从虚幻变得 一针一换 这同时 王天的肉身 开始急速的对变 这细胞破碎 终生 骨骼屁里啪啦的就 燃烧着就挽住 烧柴似的 他是清晰的感觉到 自己身体的力量 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 在提升着 这同时呢 一道的感悟在脑海中闪过 他仿佛是看到 有个人一纵身千万里 徒手拿日月 反手灭星河 又恍惚之间 这发现这一切 都是虚幻的 但那很清楚啊 他看到的并不是说假的 而是真实的 那是神王体大成之后的景象 和他现在无关 当王天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这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的清晰明了 所有的黑暗在他眼中 都彻底的消退了 而看了眼背对着他的东方白 王天竟然可以清晰的看穿 东方白的肉身 看到他体内的真远 这东方白的真远不算是少 但是和现在的王天比起来 就跟蝼蚁一般的脆弱 王天终于是明白了 这凡上和凡中的察觉 那就是天和地的差别 就好像说 这凡中的高手可以一根手指到 弹死凡下的高手似的 这凡上的高手比凡中的高手 强大的比例更多 简直就是人和神的察觉 一个念召 可以杀死许多人 抬头看着天空中飞的 外星飞船 王天发现 这五道意图的破坏力 并不比这些庞人大物低 甚至可以凌驾齐上 这二者是个要先揪 真的不能看个头论英雄 这东方白是突然间打了一个机灵 猛然间转过身 大贺里说谁 几乎是同时啊 王天看到东方白的灵魂四周 出现了一层壁垒 把他灵魂保护起来 不过这灵魂壁垒并不是说十分的坚固 王天随时就可以破掉 而顺着壁垒的力量往下看 王天知道了 这壁垒的根源 竟然是源自东方白的真源 真源运转 自然而然的会守护灵魂和肉身 不过东方白并不懂得运转之法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真源的本能行为 防御力也是因此脆弱不堪 没事 继续的看你的景色 这东方白是刚要发问问点什么 结果到了嘴边的话 说了回去 然后是默默的转身 看着床外 这仿佛刚刚的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王天见此 对自己这个能力十分的满意啊 同时对于凡圣这种鬼神一般的能力 更加渴望了 实力足够 粉丝值足够 金钱足够了 我随时可以晋升 但是其他人想要晋升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的确是一个麻烦 但是 王天眼中是闪孤立默坚定之色 我等不及了 这甭管说这烦上是什么龙滩虎穴 我都得去闯一闯 这再次看下法宝一篮 法宝的数量 同样是多的看不过来 继续筛选 过滤 和吞天魔宫最匹配的法宝 下一个 这页面里只剩下两件法宝 吞天魔罐的盖子 吞天魔罐 乃是狠人大敌 前世勇肉身 铸造而成 辅助吞天魔宫 威力无穷 可吞天下 此为 吞天魔罐的一部分 却也威力无穷 但是 由于其上有狠人大敌的一律残念 其他人不可用 价格 一千万万金兵 我是啊 其他人不可用 你拿出来干什么 逗玩呢 王天是有些无语了 再往下看 鬼脸面具 狠人大敌的哥哥 送给他的玩具 寄托着他对哥哥的思念之情 对狠人大敌很重要 价格 一千万万金兵 我 行 我都不知道该骂你什么好的 这也太坑了吧 完全没用的东西 你也卖这么贵 王天说到这 这猛人家是意识到了什么 灵气一动说道 两样全卖了 两千万的万金兵 立刻花了出去 这王天手里的 多了一个黑乎乎的罐子盖子 和一个有点破旧的鬼脸面具 这以后购买的 都是反尚的物品 消耗的 都是反尚的万金兵 一口劲 全部买下来之后 王天是仔细的打亮着眼前的吞天魔罐 这如同是帆乎一般 看不出有什么羽绒虫 和厉害的地方 这再看看鬼脸面具 同样如此 拿下来 戴在脸上 和这普通的面具 没什么区别呀 但是就在这时啊 手中的吞天魔罐的盖子 突然间是有了反应 这黑光一闪 王天仿佛是看到了一具 白色的深影出现 看不清楚那人的模样 只是回眸一眼 却让他如同是 如坠深渊 仿佛下一个叫死去似的 但是下一个 那如同敌仙一般的白衣女子 漂亮而去 一闪即逝 这仿佛是消失在永恒之中 同时呢 王天仿佛中是一轻 腰上一沉 一点感觉 那吞天魔罐的盖子 竟然主动的挂在了他的腰上 这同时 他对吞天魔罐的盖子 有了一些精神上的联系 仿佛是意念一动 就能催动吞天魔罐的盖子 冲出去 吞噬强敌似的 不过他也是清楚的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不足 真要这么做 没准是先把自己给吸死了 果然若所料 要是通天魔罐的盖子 离开这面具 否则买来 就是一个祸害 这王天仿佛了一事 心头再次是警觉下来 万界直播平台 虽然近乎于万能 但是他卖的东西 也并非全部都是 绝对安全的东西 很可能会带来大恐怖 甚至致命的危险 这王天仿在扫脸阵法 同样 根据屯天魔罐来搜索 结果 只出现了一块破布上面 写了几个 看不清楚古怪的文字 大帝振文 一脚残片 狠人大帝所布置的 一脚大帝 振文的残片 威力不足 价格 一千万万级兵 不可以 狠人大帝的振文的 一脚的残片 你奶奶的 还能再可怜一点吗 这王天嘴上虽然在骂 不过还是一挥手 把这残片卖了下来 这次 王天是买足了全部的宝贝 而正打算把东西呢 交易给东方白 让他一起修炼 这增强战斗力的时候 定 该物品 仅你可用 其他人 一律不可使用 哎呦 我失识了 王天是骂了一句 这道子的话 变成了 东方姑娘 我要开始修炼了 如果说发生什么事的话 你帮着你点赵飞翔 啊 东方白似乎并不知道 自己被王天影响了心强 这点来点头 硬了下来 同时呢 王天是通过直播间 联系赵飞翔 让他把家人什么的 都送入大楼之中 赵飞翔是回大道 天王 早就送过来了 我这思来想去 还是跟着你 最安全 这王天虽然是没有修炼 吞天魔攻 但是 他的天赋血脉 已经是激活了 这体内的真元 已经是颇具规模 一捏一动 操控着那一脚 大地震稳 飞出去 而那残片在空中破碎 几个古朴大气 散发着亘古意念的蚊子 飞出 印在大楼之上 随后是消失不见 从外面来看 这大楼上 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呢 如果说有人攻击大楼的话 大地的力量 就会闪现 王天对此是十分满意 拿出这吞天魔攻 看了看 然后 把魔灵丹 给吞了 雾到古茶树的树叶 放到水杯里 泡着咕咚咚的 牛引起来 这若是让懂孩的人看到 估计当场得被欺诈了 王天这是吃好了 喝好了 这才默默的选择修炼 吞天魔攻 吓一刻 王天是眼前一黑 随后 四周是传了一阵阵 鬼哭狼嚎的声音 王天是下意识的 往前走了一波 咔嚓 脚下传了脆响 低头看去 赫然是一根人的骨头 被他踩碎了 这是哪儿啊 王天是问道 可惜 没人回答王天的问题 这 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 王天是眯着眼睛 往远处看去 黑暗渐渐消散 王天是看清楚了 天边呢 一道烟尘滚滚而来 这烟尘是越来越紧 王天终于是看清楚了 那是无数的人马 天空中 还有无数人在飞舞 一人是驾着见光 瞬息而准 怒吼了一声 狠人 杀我族人 拿命来 好了 本期不见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姐直播之大头 由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193集 这恐怖的见光当场粉碎 驾驭见光的人瞬间是惨叫了一事 倒飞而回 然而是他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那只手对着那人一招手 那人是惊恐的大叫的事 胸膛炸碎 一团血光飞灼 落入王天的手中 然后是被他按住自己的体内 这王天只感觉自身的力量 似乎是有强大力量 同时 自身的血脉之力更强了 杀 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这随后无数的神通 漫天的光影 无穷的法宝 如同是暴雨一般的舍来 王天这回终于是看懂了 这儿的他 不是他 而是进入了一段记忆之中 这是吞天魔宫创造者 也就是狠人大地的一段记忆而已 一段使用了吞天魔宫的记忆 这狠人大地是再次动了 一挥手 吞天魔宫的盖子飞出来 随后双手飞速的解印 对着盖子上面 啪啪啪拍上去 就这吞天魔宫的盖子变大 化为一个巨大的黑洞 恐怖的吸力 从这黑洞当中产生 管你神通法宝 还是人 全部吸进去 当场交随 然后抽出本源 化为滚滚神力 注入狠人大地的体内 就那种力量直线飙升的感觉 让王天是有种飘飘欲仙 原来如此呀 这吞天魔宫和吞天魔宫配合之后 竟然是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这简直就是打架解舍必备的物品啊 王天是心中感慨 不过这战斗还远没有结束 敌人是越来越多 一波强过一波 这恨人大地呢 也开始移动起来 吞天魔宫的各种攻防 跟着施展 毁天灭地的力量 看到王天是如痴如醉 欲战欲勇的战斗力 看到王天 口舌发干 只想说立刻的冲出去 施展一番 体验一把 王天是在这看得如痴如醉 而外面终于也是有了动静 引不降临 随着机械的施灵 引起的各种灾难 已经是在平息了 人们终于是疲惫不堪地 找到了地方开始休息 然而就在这时 天空中的外星飞船 再次有了动作 一团蓝色的光 从飞船中飞出来 最后 冷光绽放 变得无比的悬烂 那是什么 这东方白是仰头 看着那一团团的蓝光 赵飞翔是来到 东方白的身边 老头说的 不知道 总之肯定不是好东西 快看 很多人在这看着蓝光 这下方 不少人是趴在窗户上 仰头看着天空 还有人从家里走出来 站在街道上仰头看 而就在这时 蓝光 突然间是爆炸了 小心 东方白是一座角 这真气外放 在外面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护盾 要通的一声 蓝光炸碎成了 漫天的蓝色光点 变得更加的绚丽 这世界上 比世界上最水灿的烟花 还要漂亮 这几乎是同时 赵飞翔和东方白 看到大楼之外 闪过一道金光 这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被挡在了外头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呀 这赵飞翔是一头雾水的温暖 东方白是一头说的 不知道 不过 肯定不是好事 俩人正说话呢 这远处的外星飞船 再次有了动作 一艘艘艘的小飞行器飞出来 这说是小飞行器 个头也跟航空母舰差不多了 就这些航空母舰的下方 有一个巨大的圆反空洞 不断的散发着蓝光 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而正当东方白和赵飞翔疑惑的时候 这第一艘飞船 有了动作 空洞处射出了一道蓝色的光芒 落在下方 然后两人是震撼的看到 凡是被这蓝光照射的人 全部是在瞬间失踪 飞上了空中 该死 他们是在抓人 赵飞翔是弄马道 东方白是说道 低血是在抓人 而且是有预谋的 利用蓝光当诱饵 利用人类的好奇心 把人们从家中引出来 然后利用飞船 把人直接抓走 这赵飞翔进次急得来回躲着步 却发现他根本是无能为力 那一场电子风暴 已经彻底的摧毁了地球 所有的科技物品 现在的地球人 就是任人鱼肉的鱼肉 连反抗都做不到 东方白是叹息着说道 赵飞翔 你现在急也没有 这是战争 死人是难免的 只要地球人没有死绝 就还有希望 如果死绝 王族灭中了 那就真的结束了 这赵飞翔 拉着这头发 双目赤红 他不是东方白 也不是魔教的教主 他就是一商人 虽然说商人中利益 但是他同样是爱自己 所在的这个世界 所以说他努力的改造这个世界 带着这个世界发展 努力的走得更远 结果万万没想到 他的好心 竟然是为地球 引来了灭顶之灾 而他的心在低血 在自责 可惜这些话 他根本不知道对谁说 爸爸 你别伤心 这不怪你的 你是好心的 就在这时 一个粉雕玉拙 穿着粉红色公主圈的小姑娘 跑了进来 这小单人一般的 拉着赵飞翔的手 安慰着 赵飞翔是苦涩的 抚摸着女儿的头 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而小丫头是看着赵飞翔 又看了看东方白 再看了看王天 乖巧的说道 阿姨好 哥哥好 这东方白 是没头一条 你叫阿姨 叫他哥哥 这东方白 是很不爽 小丫头是吓得 往后退了退 姐姐好 这东方白 是刚要说什么 就听见一个男生响起 叫你阿姨也没错啊 论年亮 你本来就是他阿姨 没准还是他奶奶呢 我可是标准的 二十郎当岁 当他叔叔呢 也可以 当哥哥也凑合 这东方白 是刚要回头 猛然间看到王天 缓缓的睁开脸 走了过来 这东方白 是刚要说什么 王天一挥手 一股磅礴的力量 走了过来 这东方白 到嘴边的话 直接是被压了回去 一脸震撼的 看着天王 你的实力 别紧张 我这实力 也就是刚入门而已 你去过凡上 应该是明白 那的力量 有多恐怖 废话 就不多说了 我得动手了 否则这小家伙的爸爸 可有机怀了 小美们 亲哥哥一个 哥哥呢 帮你打坏人 好不好 这王天说完 蹲下身子 和和一笑 小罗里 是看到了王天 然后 再看看赵飞翔 这赵飞翔 是看到王天醒了 也是有了主心骨了 不是 天王老大 你 瞎想什么呢 我就是喜欢可爱的小丫头而已 你以为我是变态老男人呢 来 亲一个 这王天厚着脸皮 把脸凑过去 小丫头一抬头 倒是不怕羞了 呗一声 亲了一口大的 王天是哈哈一笑说的 乖 看哥哥帮你打坏人去 这说完 王天抬起右脚 对着前方 猛人间这么一踏 就这大楼的落地放弹玻璃 炸成了漫天的碎斜 随后 王天是一个纵身跳出大楼 小丫头吓了一跳啊 这刚要转身 不禁赵飞翔怀的 不敢看了 结果却看到 王天没有掉下去摔散 而是嗖的一声 飞向了空中 小丫头是张了张小嘴 爸爸 哥哥飞了 飞得好高啊 他是超级英雄了 这赵飞翔也是一脸懵逼 他没去过樊上 接触最多的 不过是樊中的舞者 那些舞者虽然厉害 甚至号称 移动的超级大跑 不可防备的刺客 甚至 这友人呢 可以说一个纵身跳上百米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飞 而王天却飞了 这着实超出了他的预料 而东方白子 是一脸羡慕的 看着王天 这眼中满是稀奇之色呀 他同样是渴望着 变得更强 而小丫头呢 这则是兴奋无比的 看着王天的背影 显得十分高兴和新奇 而此时此刻 这第一批人 才被吸到了半空中 还没有被飞船收走 而没有被抓的人 一个个儿惊恐的 藏在房间之中 不敢出去了 最多的 只是偷偷的看着外面的动静 他们 早就已经绝望了 只想着说能躲一天是一天 那些被吸到空中 拼了命正着的人更加绝望 谁也不知道 他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 神呢 就求我们吧 有人是在大事的呼喊着 可是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 眼中都是多了几分绝望 而就在这时 啪一声巨响 从天空传来 这众人士抬头看去 只见头顶的飞船一角 突然间爆炸 这爆炸的地方 正是靠近吸引他们的地方 犀利顿时消失 这所有人先是狂血 随后是惊呼 然后是拉着长衣掉了下下 王天的大鹤里是 一 就咱们 下一刻 这大帝突然间变得一片黑暗 所有人掉在黑暗当中之后 瞬间就失众了 接着大帝恢复正常 这众人惊恐的发现 他们没死 没事 一点事也没有 王天是撇脸 这地球上的变化 这心头是感叹不已啊 引的力量太恐怖了 挥手之间把大帝变为虚空 神乎其神 至少 王天还做不到 而王天的举动 显然是激怒了外星人 这战舰上发出了红色的警报光芒 接着 一扇扇门户打开 一个个巨大的黑色巨人走出来 这巨人是怒吼了一声 张开双翼飞锁 右手抬起 一道道蓝色的光芒 从腹部升他而起 注入到右手之中 对着王天就是一炮 打 一道蓝色的光柱是射向王天 王天是没有说再让眼插手的意思 实力绝对不是靠修炼出来的 这唯有说实战才是增强实力的最好办法 王天拥有不死之身 眼前所有的外星人 在他眼中那就是个活靶子 所以说 王天向令引救下所有的地球人 保护地球不受到伤害之后 怒吼了一声 一步踏出 就这东荒神王体制 附带着天赋神通 王纵天步 一步画出 如同是流光闪电 这所有的蓝色光柱 全部是被王天给避开了 这王天是仿佛化为了虚无似的 在各种的缝隙当中穿梭 瞬间 冲到了一头黑色巨人面前 这抬起一拳 轰开 巨人是大嘴张开 浑然不去 这头部瞬间鼓动 化为坚硬的黑色盔甲 而这盔甲上呢 伸出了长长的尖角 撞击 竟然是以应碰影 来吧 让我看看你这渣渣 如何对抗老子的神王体 王天是怒吼中 拳头上蒙上了一层浓郁的黑光 而在外人看来 王天的个头还没有巨大的独角大 二者根本就不成比例 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就这一瞬间 东方白赵飞翔 小丫头都捏了一把冷汗 紧张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大一声巨响 这众人担忧的情况 没有发生 而让所有所有的观众震撼的一幕 就发生了 那么大的巨角 在王天的拳头面前 这如同是沙堆堆积而成的似的 一拳粉碎 这王天是势如破竹 拳头开露 直接把巨人的头颅 轰得粉碎 然后呢 五指张开 这硬生摔的 从巨人的体内 扯出了一条 八爪鱼一样的东西 外星人 这众人是一口同声的教导 这个 才是外星人的本体 外面的巨人 似乎类似于机甲 有人是猜测 赵飞翔是说的 就是机甲 这些外星人的科技 类似于生物科技 和钢铁科技的融合 王天才不管这些呢 给吞天魔攻运转 刚刚还在张牙舞爪的 八爪鱼 瞬间化为飞灰 这力量 还真是脆弱呀 王天是摇摇头 这八爪鱼的个体实力 估计也就是 普通人的层次 没有机甲 狗屁也不是 天王 小心 这 无数蓝色的光珠呢 同时说 这一次 竟然是完全完全没有死角 这王天毕竟是没有经历过 这种技术的战斗 惊眼缺缺 顿时被轰在了后背上 这瞬间 是被蓝光吞噬 这轰隆一声 直播间那里观众 瞬间扎了锅了 一个个是震惊的战机身 天王被击中了 那么多反上的攻击手段 同时轰中了剑王 这天王不会有危险吧 应该是不会吧 有可能凶多吉少了 快来 有一道蓝光射歪了 一人是突然间大喊 这种人看去 只见那道蓝光呢 设在了一座大山上 这山峰 撑一声 山尖是被轰碎了一半 而那恐怖的威力 看到所有人 到处里过良心 你说这么凶残的力量 天王 还能活命吗 这就在众人忧心忡忡的时候 一声怒吼 将所有人都唤醒了 只见这蓝色光柱 轰住的正中间 一道人眼显现 接着 轰轰两声巨响 这蓝光竟然是被对方 硬生转的用拳头红嘴了 接着大嘴一张 宛如黑洞 竟然是把所有的蓝光 全部给吞了进去 天王受伤了 赵飞向是紧张的叫道 然而让所有人 更加震惊的一幕 怕生了 王天的肉身安然无恙 只不过衣服 背了 变成了破补条 要不是他拼了命的 护住当部 估计将他风锥 屁屁屁凉了就 不少女观众对此表示 十分的可惜 虽然不知道 神王体的防御如何 但是 这系统的无敌护体 是真正牛逼啊 耍 王天是心中嘀咕着同事 猛然间抬头 大好了一事 该我了 一步踏出 神王纵天步 一步踏出 这如同是流光闪电 观众们根本就看不清楚 王天的动作 只能看到 一道流光射出 这随后呢 一个个巨人的头鹿 被流光轰碎 真漫天的碎肉 一条条的八爪怪我 化为飞灰 流光是来须自主 这同时 对所有攻击过来的能量光柱 不躲 不必 来多少 吞多少 一千多巨人 三分钟之后 全部是被王天 给哄成了渣子 对同时 王天是再次发出一声怒吼 苦海当中 轰隆作响 三个全眼 同时喷出了金色的液体 轮海境第二个小境界 命悬境 并且 一次出现三个命悬 品字形的摆开 暗合三材之相 你们就这点本事啊 还不够 王天是猛然间转身 冲向那艘巨大的战舰 这战舰是嗡的一声响动 几个粗大的炮罐出现 对着王天的方向 啪一声 射出了一道更加恐怖的蓝光 这王天剑子是不惊烦喜 拿出了吞天魔罐 对着蓝光就砸了过去 王天现在的势力 可没有能够有能力 施展吞天魔罐 但是吞天魔罐 本来就有气灵 这么扔过去被攻击了 王天不信 他会毫无反应 然而 王天失策了 吞天魔罐 竟然是被蓝光炸飞了出去 就宛如是废物似的 王天终于明白了 这玩意儿 为什么只给三星三品 那附带的封印 不是闹着玩的 根本就用不了 完全是一白事 王天是怪叫了一声 神王纵天 不是搜一声 消失在原地 这收了吞天魔罐 猛然间转身 双手瞬间解印 大合力士给我收 就那一瞬间 天地仿佛都在共鸣 同时王天是感觉 体内力量飞速的消耗 速度之快 简直吓人 这王天是心头叫糟啊 他施展的乃是 吞天魔宫当中的顶级神通 万万没想到 这玩意儿 对真元的消耗这么恐怖 他承受不及 几乎是同时 王天是打开了系统商城 单药一栏 搜索着补充真元的单药 元气单 三星二品 服用之后 立刻恢复大量的真元 无法提升真元存储量 售件 一万万件笔一颗 好了 本集不讲门闭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听视频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宁梦黄梁所书的 万解直播之大土豪 由喜马来FM独家出品 第194集 王天是果断买了一半颗 然后意念操控着单药塞进口中 这跟吃豆子一样的 往嘴里塞 这大量的元气单进入体内 终于稳住了疯狂消耗的真元 这同时呢 王天是继续推动手中的印卷 一道道的黑色气体飞住 往王天的头顶上交织在一起 然后是化为一个巨大的大道宝片 这正是吞天魔宫当中的大道宝瓶印 这大道宝瓶印凝聚之后 随着王天一个倒转 平口是对着追击扫之类的蓝色光柱 这么一划 蓝色光柱是轰的一时 就进了这大道宝瓶之中 可惜 大道宝瓶一点反应都没有 任凭你攻击 微然不动 不过王天确实小了 这大道宝瓶印吸收力量的同时 被他用吞天魔宫转入体内 在此吸收 就这金色的泉眼 喷出了万丈高的金色泉水 同时 一座神桥升级 贯穿了苦海 仿佛是要驾到彼岸去似的 神桥敬 这王天的力量是再次暴涨 凝结着大道宝瓶印竟然也容易了一点 不过这维持大道宝瓶印 依然是困难 就在这时 这巨大的战舰突然间是掉转了船头 竟然是准备要跑路 那王天哪肯同意啊 大叫力说哪走 速速的 滚到碗里的 这大道宝瓶印是对着战舰砸了过去 战舰的发动机疯狂的轰鸣 奈何 这面对大道宝瓶印的吸引力 却是显得无能为力 不断的倒退回来 这战舰开始瓦解崩溃 一片片的碎边飞出 被大道宝瓶印吞噬了 一分钟之后 这战舰彻底消失了 而王天则是再次的 扑进了一把 神桥更长更宽更加坚固 这边的洞结 这终于是引起了远处其他的战舰 以及 飞舰飞船的注意力 这四周的飞船纷纷是掉头 对准了王天 主炮伸出来 对着王天就是一炮啊 这王天是不惊烦喜 狂笑之中 大道宝瓶印转身 对着四周的光束开吞 一连十道光芒被大道宝瓶印吞噬着 这王天是只感觉体内真元暴涨 肉身也是变得越来越强的 但是随着更多的蓝色光柱涌入之后 王天是惊恐的发现 力量太多 以他这个层次施展的大道宝瓶印 快要维持不住了 妈的 反正老子是不死不灭之神 怕个屁啊 不就是干吗 王天是咬牙挺着 这体内吞天魔宫 疯狂的运转 不断的转化着更多的能量 他这势力跟着一路高歌猛进 同时 体内堆积了无数的能量 能量从一开始的光变成气态 然后变成了固态 然后是一个根金色的珠子在体内 疯狂乱窜 这疼得王天眼泪都快出来了 如果说换成一般人 早就炸死千百遍了都 这奈何 王天是不死之神 根本就不会死 所以说王天 很快就放开了手脚随便玩 这王天是忍着巨疼 不断的运转的吞天魔宫 神调是快速的延伸着 很快架在了彼岸之上 王天甚至看到了彼岸花 彼岸花 彼岸镜城 这王天的轮海是更加的广阔 可以承受更多的力量 而那些金色的珠子进入轮海 花开 无穷的力量升他而起 冲进了王天的心脏之中 这心脏是隆隆巨响之中 一座道宫出现了 依稀可以听到神灵在地语 王天终于是突破了 第一个大境界 达到了第二个境界 道宫境 这心脏的神功完成之后 那些力量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而那些战舰则是明显有些蒙低 主炮集体的一炮 这对方竟然是生龙活虎 谋事没有 这什么情况 这观众们也是有点蒙了 这别人不了解 王天他们了解啊 这 牛逼了吧 啊 这王天修炼的究竟是什么神功啊 竟然可以吞噬所有的攻击 是啊 这吞噬也就算了 他的力量似乎是在土飞猛剑 似乎吞得越多 提升得越快 这就是反尚的手段吗 果然恐怖 武功和这些神通比起来 差距太大 反尚 我一定要去看看 不少人是在心中闪过同样的念头 王天可是不管大家怎么想 实力提升 他只有一个念头 这道工竟成了 王天的实力暴涨了 不知道多少倍 这轮起来 船头一个动身 瞬间出现在一座战舰之上 一拳风拙 无穷的神力汇聚在船头上 宛如是天神之怒 这战舰的主炮还在攻击呢 被王天一拳迎面砸住 这所有的炮火 全部是被堵在了炮管之中 通的一势 炮管炸碎 借着主炮的暴动 引起了战舰整体的爆炸 一截截的炸过去 然后飞快的分解成了漫天的残海 这王天是一拳得手 立刻的调转目标 神王纵天部也是跟着水掌船高 速度更快 王天是怒吼中 全身上下披挂着黑色和红色的光芒 这黑色呢 是吞天魔宫所化的气 红色则是杀鸡所化 黑红而起 空中交织 在王天急速的穿行中拉长 这如同是一条黑红色的巨笼 横化而去 来去纵行 大海大河 神威盖世 一拳一掌 都是有无上的威能 毁灭一线 而一艘船的战舰 如同是褶糊的似的 被王天一拳拳的洪嘴 这爆炸所产生的能量 全部是被王天强势吞噬 实力也是跟着高歌猛进 道宫秘境 一共是五个小境界 心脏脾肥神 五大内脏 这对应着五大神脏 开启五座道宫 唤醒五大神体 王天是横扫了漫天的战舰之后 这真缘突飞猛进 五大神脏全开 道宫秘境大成 一声怒吼 这背后仿佛是有五个神体 虚拥闪现 一念之间 仿佛是能定人生死 看到这一幕 这繁重的观众 再次是砸了窝了 卧槽 这简直就是神啊 是啊 飞天遁敌 举手投足之间 摧毁那么大的战舰 这根本就不是人力 所能达到的 这 这是神吗 肯定不是神 系统将其纳入凡上的层次 肯定是有系统的道理 既然是有一个凡字 就依然不是神 还是人 可是这人 能有这么强大吗 太可怕了 他太人汉了 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其余的 什么狮子 阁府 琴棋入华 厨艺什么的 都落了下城了 人若是能成神 我要成神 没错 成神 所有人自在呐喊着 这东方白是握紧了拳头 眼中 尽是感激之色 激动之色 这王天的伟案已经是 落入他的眼中 扎根了 一人战天下 横扫住天 唯我独尊 而这 也是他所追求的 也是他喜欢的 这赵飞翔是抱紧了丫头 一脸的震撼 随后则是无限的袭击 没有人可以抵挡力量的诱惑 尤其是这力量触手可及 一脸的震撼 而且是能够期盼的时候 他就有点迫不及待了 王天可这不管说 大家在想什么 也没时间去想了 因为飞碟一样的大飞船 有了动作 红色的光芒在飞船上 不断的闪烁 接着 飞船上 一个个口径 无比巨大的爆管 伸了出来 同时 飞碟上方裂开 这仿佛是盛开的花苞 一头无比巨大 如同是小山一般的巨兽 从这花苞里抬起头来 对着王天发出一声怒吼 双蚁呼的一声 拍打了一下 疼呼而起 这巨兽长长的脖子 头部如同蚌蛇 尾部尖锐 仿佛是刺枪 后面有道高 这显然不是白色 有四个爪子 锋利的爪牙闪烁着凛冽的寒光 仿佛只可以摧毁一切 撕毁一切 这双一展开 巨兽显得更加庞大了 王天是站在巨兽面前 就好像是蚂蚁仰望着大象 人类光看着高山一般 差距太大 这巨兽 对着王天就是一声咆哮 这声波是化为了冲击波 轰的一声 轰在王天的身上 王天是下意识的护住了裤裆 没办法 这一路站过来 这只衣服都快碎了 打死他又不想光流屁股 大阵小怪兽啊 这王天才护住自己 就被冲击波冲的 倒飞而出 如同这炮弹一般的 飞向远方 打 王天直接是被砸进了 一座小山之中 阴沉漫天 也看不到王天具体怎么样了 一时间 不少人的心 都是跟着提了起来 死了吗 这不少人心里都在发问 东方白更是跳出大楼 直奔小山去 然而这有人比东方白更快 巨兽 煽动着翅膀 呼啸而响 这尾巴如同是长毛一样 甩起来 猛人间刺响 小山 如同是豆腐似的 被这巨兽的尾巴插了进去 所有的人 下意识的站起来 更加的紧张了 天王 赵飞翔是惊叫了一声 这放下女儿跑出去 仿佛是听到天王的惊叫声一般 山体之内传了一声巨响 这赵飞翔的声音 戛然而止 这所有人都是伸长了脖子看 希望说看得更清楚似的 可惜 这依然什么都没看到 这咚的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这回大家是看清楚了 那声音是从山里传来的 同时整座大神都在晃动 这怎么回事 有人是问道 大家摇头 这巨兽却是有了反应 尾巴猛然的抽出来 人或者对着这山体当中的 被往前砸出这黑洞 又被他刺得扩大了的黑洞 刺了一下 这家进进出出的 这家来来回回的 这家伙磨磨擦擦的 虽然说凶狠暴躁无比 但是愣是把不少观众看的 脸都红了 这玩意儿 真他们流氓 有女人是低声骂的 这玩意儿 不会是发情了吧 那发情也不能日山吧 鬼知道 也许外星人有特殊爱好呢 我就想问一下 他就不怕这铁柱磨成针吗 我只想知道 天王在里面是个什么姿势 你们说 这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咚的一声 这如同是有人来雷鼓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东升过后 传了一声被什么东西砸碎的声音 这巨响 如同是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声 全身闪出的蓝光 这尾巴 更是被一片蓝色光芒包裹 紧接着 这小山都在震动 一道道裂痕在山地上出现了 一道道蓝光呢 从这裂缝中 透光而出 小山是不断的颤抖 这算死你是忍不住来的一句 这家伙 高潮了 是啊 不会真把大山干怀孕了吧 这史蒂芬周是跟着说道 这咚咚一声 玛丽罗斯是给两个不要脸的 一人一选 怒斥着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瞎说什么呢 你们就不担心天王的安慰吗 担心个屁 你看看杨露珊 这小子从头到尾就没说过话 也没担心过 想想天王第一次 未面旅行的时候的样子 那家伙 这根本就是 不死之身 既然是不死之身 你怕啥 算死你是说的 这系统保护 这玛丽罗斯的权头 当然是伤不到他们 马丽罗斯是立刻看下了 杨露珊 杨露珊是说道 看我干什么 你们没问过 我当然不说了 那到底是 是呢 还是不是呢 马丽罗斯是卖了一个萌 问道 如果系统规则没变的话 天王应该是无敌的 看之前的战斗 八车是真无敌了 否则 那么多光线之下 天王早死了 就在热视 大山炸了 漫天的石头 炸上高空 这如同是 暴雨一般的落在地上 毁了不知道多少的房屋 砸了不知道多少的林子 不过呢 这每次要砸到人的时候 石头 这都会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挡在一边 这一幕 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大家的注意力 也都是在爆炸的中心 因为那儿 有他们最关心的人 爆炸中 巨烧是突然间 发出了一声怒吼 给拍打着翅膀冲天起 这烟尘是散开 众人发现 山体当中 根本就没有人 那么天王呢 天王不会是死了吧 应该不能吧 那巨烧干什么去了 你说这干也干了 涉也涉了呢 估计得准备回家睡觉去吧 不是 临走前的 那不得点根烟呢 就在这事啊 有人是勾护着说道 快看 巨烧的尾巴 这众人仔细看去 同时放大了画面 一个个是震惊的看到 这巨烧的尾巴 竟然是被红碎了一段 锋锐的尖端没了 裂了一个大口子 这不断的 有蓝色的火光 乱蹦着 我知道了 刚刚天王在里面 轰这巨烧的尾巴 结果 巨烧的尾巴 炸了 然后他发火了 然后呢 不知道 看看吧 算死你是嘀咕着 没准天王把巨烧给干怀孕了 快看 巨烧生了 生了 屁股上有个东西出来了 这玛丽罗斯是兴奋的 指着巨烧尾巴 叫着 大家是聚精会神的 这么一看 甚至呢 还有人不断的放大 只见 巨烧的肚子不断的膨胀 最后 蹬的一声 这肚子下部 炸开了 一道鹦鹉 鼻的神影 出现在空中 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家伙一只手捂着裤裆 严重的破坏了风景 而死人呢 正是从巨烧尾巴之内 冲进巨烧体内 大肆破坏之后 从小腹跑出来的 王天 王天是下意识的扫链万表 这直播间内 一片惊艳的目光 同时投射过来 王天是老脸一红 对着走人 比了一个中指 转身 再次钻进巨烧肚子里 没办法 外面他是没法露脸了 太丢人了 你看现在王天只想骂你了 你说那些小说里碰到的高手啊 各种牛逼 各种打斗 就算没有作者说他们的衣服怎么样了 试问 啥样的衣服碰到这种程度的攻击力 还能完好如初的 该死的小说作者 骗了我好多年了 王天是欲哭无泪的 不过 在这巨烧肚子里 有一点好处 巨烧 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反而是 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坚如色 王天是不在客截 一路上 往上飞 这所有党在前面的任何东西 一粒一粒的洪水 这同时双手呢 不断的变换 大道宝音瓶 开 一个大道宝瓶 在这巨烧肚子里出现 巨烧鼓起的肚子 瞬间是干瘪了下去 然后哀嚎了一声 从天空掉了下来 这如同是小山一般的巨烧 从数万米的高空坠落 那是什么效果 宛如是彗星状地球 走好 这玩意要是掉下来的话 产生的冲击波能量 可以横走了半个城市 有科学家是惊恐的教导 希望天王可以搞定这一切吧 阿弥陀佛 不过 这大姐的担心是要 显然是多余的 给王天吞噬技术 吸收的能量更多 道宫秘境瞬间突破 这神力冲向了右臂 一路上高歌猛进 这四级秘境开启 大道宝音瓶的威力 跟着水涨船高 这巨手是惨叫的事 肚子当场是化为废灰 这尾巴后腿全部是被大道宝瓶印 硬生转地给吸了回去 化为最原始的能量 被天王吞噬 吸收 好了 本节目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视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倪孟黄梁所著的 万节直播之大头号 由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195集 这王天是黑发飞舞 宛如魔神一般 上 王天几乎是在失去遮挡的瞬间 冲进了巨手的上半身 这让不少的女观众 发出了哀叹之声啊 这玛丽罗斯更是睁大了眼睛 鼓着腮帮的说道 看一下有灰色 好什么呀 这边上冲着 脑门上顿时挂满了黑线 果然 这个罗里 根本就不是罗里啊 王天是冲进这巨手上半身的时候 体内的真元贯穿了作品 神力更加的强横 这巨手全身鼓了 啪啪脆响 这如同是膨胀的气球一般 被抽空了体内的空气 瞬间萎缩 然后这化成一团血肉 然后这血肉吧 不断的被压缩 这姿里是 被大道宝瓶印彻底的吞噬了 王天一声怒吼 真元贯穿双腿 四级密经大肠 这同时 王天是打开了系统商场 买衣服 一口劲买了一百多套衣服 可以自动穿在身上的衣服 随便套了一件之后 一步踏出去 神王纵天步 这速度比之前快了 不知道多少倍 杀气腾腾的 杀像空中的巨大的原版战舰 蝶云战机 因为蝶云战机 已经是启动了引擎 准备跑路了 蝶云战机缓缓的升空 然而这王天的速度更快 冲伸空中 怒吼中 一脚落下 这背后的轰的一声 显化了一尊金甲战神 这是王天刚刚觉醒的 沦海一响 护法尊神 这护法尊神是跟着一脚落下 重重的踩在蝶云战机上 这蝶云战机是 蹬的一声 剑身倾斜 王天落下 护法尊神是跟着落下 双腿踩在虚空之中 这双手抓住了蝶云战机 高高的举在头顶 这 蝶云战机的反击开始了 这所有的炮管 同时放出了蓝色的光芒 企图摧毁着护法尊神 王天是哈哈一笑装 大刀宝兵悬在头顶 瓶口朝上 这所有的蓝光 全部是被大刀宝兵吞噬着 王天的势力更加的稳过 顺利的冲上了四级密警颠覆 这几柱是啪啪坐下 这是即将开解画龙密警的征兆 给我死吧你 王天是一念一动 护法尊神双手发力 用力这么一撕 咔嚓一声 这巨大的敌人战机 宛如是月饼一般的 被一丝两半 无数的小飞行器 从母体当中呢 飞说 企图逃走 奈何说 这大刀宝瓶印早就挡着呢 一个都跑不掉 全部是被吸入其中 化为王天力量的一部分 爽 王天是哈哈大笑之中 开始加速 总共是一百多个 这种大飞转 他又全蹲了 而以王天现在的速度 地球虽然不小 但是却才也困不住他了 全速前进 如同是流光一般的 冲到了第二个 圆盘飞转面前 这不等说 对方反应过来 凌空一旋轰出 护法尊神显化 跟着一旋 就这巨大的战舰 如同是纸糊的似的 围权打碎了半边 里面的巨兽是刚咬出来呢 就被护法尊神 捏住了脖子 提了出来 一把是扭断脑袋 扔进了大盗宝瓶之中吞噬 这剩下的半个战舰 直接是被大盗宝瓶印一扫 吞了一根一看二净 至于说 里面有没有什么活人 王天根本就不担心 既然是王天出手了 这些外星人 毛都不抓走一根 果然 随着战舰被粉碎 下面跑出了无数的人 对着天空 欢呼不已 甚至有人是跪地膜拜 真的是把王天当作神了 王天是满意的笑了笑 没有想到 他还有人被人当作神的一天 这感觉很不错呀 一年一度 王天已经是冲向了下一个目标 连续轰碎了一百多个战舰 这王天的实力 终于是踏入了画龙秘境的第一重点 几株大龙发出盈盈之光 全身的神力开始顺着几株大龙 往上涌动 大有开天之势 而这王天的力量 也是变得越来越强横 不过实力突飞猛进的弊端 也开始显现了 那就是力量 时不时的在体内暴走 好在 这王天是不死之神 随便他们怎么暴走 也能安然无恙 不过这王天心中 也是有了些许的警觉 力量 果然不能这么提升 如果说 不是有不死之神护着 不用敌人乱动 我先死了个屁的 看来日后修炼 一定说是要打好 基础再进击 否则隐患无穷啊 这同时呢 王天是不断地感受着 地内暴走的力量 总结暴走的原因和经验 这竟然是让他受益良多 地球上的飞转全部的被粉碎 宇宙当中的超级战舰 德勒托星 星际母舰 也终于是有了动作 星际母舰前方开始发光 王天是抬头看去 这虽然说是白天吧 但是依然能够看到 天空中那一道 越来越亮的光点 该死的 那是德勒托星际母舰的主炮 这家伙要摧毁地球 王天是骂了一句之后 一飞重点 可惜以他的势力 还没法星际旅行 不过这并不重要 银 帮我一把 保送我这战舰 这 王天是好励事 银也是没有要现身的意思 只不过 王天的速度瞬间是达到了极势 这蹬的一声 突破临着 这也出现在了宇宙之中 正面呢 正是德勒托星 星际母舰的主炮 这王天舰 在是吓了一跳 随后是苦笑的 不是你 这还真是你 好吧 既然要玩 那就玩一把大的 王天也是进去了 直接在德勒托星际母舰前方 双手解烟 召唤出了大道保兵 这王天是然后死死的盯着 这星际母舰 冷笑着说道 来吧 送我到更高的层次去看一看 这我去看的高了 看的多了 怎能利益最大化 等我去了樊上 再重新修炼的事 也是带着一个小bug呢 这算不算是重生重修啊 经验值是满的 速度会慢了吗 根本不可能 这才是王天一路直上 要自己出手的根本原因 他没去过樊上 对樊上的力量体系 一无所知 所以说他去之前 如果说能够对樊上的力量 有所认知的话 甚至精通的话 将会给他带来 无穷的好处 就好比说 一个爵士高手 重生之后再修炼 那样的速度 肯定不是一般人 可以逼着 所以说 他要趁着这个机会 尽可能的去体验 樊上的力量 越强大越好 而这德勒托 星际目间的眼 见王天组队炮好 似乎也是被激怒了 火力瞬间 是提升到了巅峰 这耀眼的蓝色光芒当中 竟然是出现了 丝丝缕缕的 线在跳跃 红色的线 将这冰冷奇黑的宇宙 照亮的片刻 宛如是一个小太阳 这感受着 前方恐怖的力量 王天是不惊反省 眼中全是期待之色 就这一套下来 他得强到什么层次呀 直播间之中 同样也是一片 狼嚎之声讲 这史蒂芬周呢 狗声的呼喊着 卧槽 这么大的家伙 作为巫妖王 二人组之一的算字你 跟着教导 天王要被射了 肯定是要注入 天王都准备好了 就是不知道 这次天王 会不会变得更强 后来 小巫女 玛丽罗斯 也是跟着教导 结果这一句话 就把两个巫妖王 镇压了 这竟然是无言以对 这通的一声 虚空中 一声巨响 一道肉眼隔剑的冲击波 从这星际母舰的窗口上 捉炮上轰出 如同是一座小城 一般宽阔的巨炮 这轰出的力量 会有多恐怖 别人不清楚 王天却很清楚 这巨炮 是用来摧毁一些小行星的 虽然说摧毁不了地球 但是给地球打出一个大缸 摧毁一个澳洲那样的大罗 还是没问题 这如果说多来几炮 地球很可能就真的被摧毁了 不过 王天可是不打算给的机会 这些力量都是他的 大道宝瓶 翻转 吞 无穷的力量涌入到了 大道宝瓶之中 这王天只感觉 全身是被无穷的力量注满 丹田之内疯狂的压缩 这经脉中 更是如同小水管灌入了长江大河一般 偏偏他这个小水管 坚硬无比 硬生摔着将长江大河的水给压缩 再压缩 从液体变成固体 甚至还在压缩 同时 王天是闭着眼睛 这疯狂的运转着吞天魔攻 真源随着魔攻的运转 涌向了脊柱大龙 随后 王天是清晰的感觉到 脊柱大龙传来啪啪啪的响声 但这脊柱正在被一截截的观传 实力 跟着在爆炸时的提声 经脉是从小水管变成了大水管 又变成了小溪 小河大河 就听着那啪啪啪的声音 算死你和史蒂芬州是对望脸 刚要开口 就听见边上的小洛莉 玛丽罗斯来了一句 王 注入了 啪啪作响 这是在干什么 这算死你和史蒂芬州 同时举白鞋 乌妖王再次让位了 四周不少人是直接喷了 对于这个恶魔 是从小洛莉 算是彻底的服了 更服气的是 这么污力十足的小洛莉 说着这种话的时候 还是一点天真无邪的表情 着实让大家集体的无奈了 王天可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污成狗了 都 现在他是正爽着呢 力量直下攀升 画龙九重天 直接直突破到了第七重天 这结构再往后都突破 力量供应明显是不足了 你大爷的 这就伪了 王天是怒骂了一事 抬起手来 一道道鲜光在手中凝聚 屈指这么一甩 鲜光斩破了虚空 这崩碎主抱的冲击波 轰的一声 将这星际木舰的头部 削掉了一大片 火光乱箭 不少八爪鱼羊的外星人 从里面跳了出来 还有没有更强大的攻击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不陪你们玩了 王天是大吼了一声 可惜对方的回应却是 德勒托战舰努力的调转方向 引擎开始发动 这是要跑路 甚至不少小飞船 逃了出来 四散奔逃 奶的 这群胆小的人 抵动我 既然如此 那去死吧 王天背后是再次显化出了护法尊神 这一次的护法尊神更加庞大 身上还缠着一条黄金巨龙 护法尊神是一挥手 黄金巨龙飞出 一头撞在德勒托星际木舰上 而德勒托星际木舰 蹚的一声 被撞得在空中翻滚 这巨龙是一头扎进了星际木舰之中 爆炸之声不断的传来 星际木舰不断的爆炸 而王天则是扛着大刀宝柄 从前而降 将所有爆炸产生的力量 跑出来的生物 全部收进去 碾碎化为力量 补充自身 可惜呀 这诺大的一个战舰全部都粉碎了 也只是把王天推到了化龙第八重天 几株大龙还有一重天才能大圆满 连通仙台秘境 这对此王天也是无了耐了 可惜了 王天是提水嘀咕了一句 丁 就是主任务完成 完成度满星 恭喜您随机获得一件礼物 礼物已经发到您的空间之中 请自行查出 这丁的一声 这是否说现在离开本世界 反悔 王天是立刻选择了否 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次 哪能就这么轻易离开呀 对吧 最起码得转转呢 让尹帮忙从宇宙当中重新的返回了地面 结果这迎接王天的那是无数的欢呼声 这些欢呼声之中 也不知道是谁啊 在那喊了一句 拜见苍穹大帝 随后大家竟然是跟着这么喊起来 王天顿时懵了 苍穹大帝这什么鬼 而下方有更多的人从这房屋当中跑出来 当街跪拜 起声呐喊 这山呼海啸一般的呐喊上 让王天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这赵飞翔见词 赶紧是给王天发了一条信息 原来这个世界上吧 有一个传说 苍穹之下有一尊神灵 守护着世人 名叫苍穹大帝 而且这个世界的华下 所有的神话故事 都是围绕着苍穹大帝传的 就好比说王天所在的世界 所有的神话故事 那都是围绕着洪荒时期的诸多圣人 漫天神佛转悠的一般 苍穹大帝在这相当于红军一般的存在 王天是苦笑了一声 他还是第一次呢 被人强行安了个名头 对此 王天是挥了回手说的 我可不是什么苍穹大帝 我 王天是刚要自我介绍的时候 又收到了东方白的死心 天王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吧 想办法 把他们的信仰之力接收下来 信仰之力 不仅仅是万级直播平台里的人 能够提供 普通人也可以 到了凡上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这王天在看下方 果然 在他说出不是苍穹大帝的时候 下面集体人傻眼了 原本的热情也是变得尴尬下来 王天是灵机一动说的 因为我不仅仅是苍穹大帝 我守护着更多的星球 更多的宇宙 更多的次元世界 你们在这里叫我苍穹大帝 在其他的世界 有人叫我环宇大帝 还有人叫我无上大帝等等 如果你们真的要给我一个称呼的话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 诸天万劫 唯我独尊 至高无上 玄天无几 至尊 穹高大帝 是也 这会儿一出 下面人有点懵了 不过大家明白了一点 这个人的确是苍穹大帝 只不过就是身份多点 于是大家拜吧 只不过王天这名字也推上了 下面人有的时候 一口气都喊不完 中间还要换气 这着实把人折磨一口枪 王天自己倒是听得洋洋得意了 而这万劫直播平台里的观众 集体骂娘 喂 第一次知道 天王这么无耻 太无耻了 那这简直是无耻到头顶 没有牙齿了都 连片多当步都不用 太漂亮了 完了 天王在我心中的形象 瞬间崩塌了都 这可是真够不要脸的 可是 为啥我更喜欢这样的他了呢 估计是因为人之间则无敌呗 玛丽罗斯 扎克 这史蒂文周 李小龙 财东大方等人 笑愁了都 而某处高楼之上 东方白也是民嘴一笑 这赵飞翔是干笑了两事之后 爸爸开始应付 他怀里头的问题宝宝了 小丫头鼠比兴奋的拉着自己的一脚 歪着脑袋 拿大眼睛忽山忽山的闪烁着星光 望着王天 问着赵飞翔说道 爸爸 那个真是啥啥啥啥啥啥啥大帝吧 爸爸他好厉害 你认识他吗 爸爸 而王天则是将那句 自我介绍传遍全世界之后 他就愣住了 听 恭喜您 获得该星九百分之八十人的信仰之力 由于说 您没有晋升反尚 这些信仰之力将暂时封存 晋升后解封 王天听了之后顿时大喜 这东方白说的果然是没错 狂笑过后 王天就开始琢磨了 自己的世界是不是也应该弄一笔大的 不过王天很快就放弃了 那个世界是他的故土 也是最熟悉的故乡 这故乡嘛 还是原汁原味的好 真要是改变了的话 也就没有了原本的那个味道 没意思了 更何况 王天原本的世界科技 已经是成了主导力量 科技观念镇压了所有的鬼神观念 他相当是很难 当个超级英雄的可还行 可惜 他的世界超级英雄是一类活 还是个费力 不一定搞好的活 不像说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虽然科技是主导力量 但是并不排斥鬼神 甚至教派伶俐 信仰文化非常浓郁 所以说才能一举建功 让大家回去呢 好好休息之后 王天是一个加速 消失在了空间之中 然后出现在了赵飞翔的面前 不负所托 王天是笑道 这赵飞翔是感激无比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王天是拍来拍他的肩膀说的 行 不知道说什么 就别说了 你是我的信托 我当然是要照着你了 天皇上帝 我也是你的信托 你要照着我吗 接着 王天是裤腿一紧 低头看去 只见赵飞翔的女儿 正双眼冒着星光上呢 看着他 这大眼睛之中 散发着熄悸之光 赵飞翔见子 赶紧去拉着小丫头说道 休休 不准拉别人出操 好了 本期不讲门笔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视频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望黄梁所主的 万节直播之大涛 哟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196节 这王天是说完 在小丫头脸蛋上亲了一号 结果这小丫头羞红了脸 我这小脸不敢见人了 王天是调戏了 哎哟 小丫头这么点就知道害羞了 啊 然后这小丫头是一头趴在王天的怀里头 不带头了 这众人见字 哄堂一笑 这直播间里头的人 也全是笑声 他们发现 王天和其他人真的不一样 他虽然说是等于统治了整个繁中吧 但是任何人和他相处都不会说有压力 他总是那么简单随和 只要是不触动他的底线 他就仿佛是林家大哥一样 阳光灿烂 亲和无比 而对于这样一个人 通知了繁中 大家是越来越放心 不知不觉间 王天的粉丝只是又大涨了一大截 可惜呢 由于系统的限制 他的信徒数量始终是没法增加 到了一会儿小丫头 这王天是在小丫头哭哭啼啼的哭声中 离开了赵飞翔的世界 虽然说王天有心思在这个世界转一转啊 但是他对于这个繁上更是充满了期待 那儿才是他的天地 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 他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回到直播间 这些现场立刻是响起了雷鸣一般的掌声 这几千万人同事鼓掌 何等为臣汗 对吧 好样的 给粉丝散财 我们可以看的是说买人心 为粉丝冒险 花钱救人 这才是真爱啊 粉你没错 天王 粉你一辈子 天王 加油 天王 我要给你生猴子 天王 我给你看看 我给我们家娃准备的晚分 可好看了 这王天顿时被这些人给打击得泪泪满面的 举起白旗投降 赶紧跑 这县长是再次一片哄响声 离开了赵飞翔的指不尖 王天是开了一个私人房间 将算死你赵飞翔李小龙等人 全部教的力气 行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这次我找大家来呢 就想问一问 你们现在都有谁 满足禁忌的要求了 这王天一问 现场一脸茫然 算死你是苦笑的 听完了 钱你给的很充足 粉丝这个我们也在快速凝聚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专业技能提升的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说一夜之间就达到炉火纯青的经济吗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的 这王天是看着其他人 大家状况基本上都差不多 王天对于粉丝的要求 也就是粉他就行了 而每一个粉丝可以粉两个人 所以说必然可以把一批人送上去 但是眼下 专业技能范儿是成了一个坎儿 这个就是从凡夏晋级的弊端 这如果说是樊中的顶级主播 他们本身的专业技能就是满志了 只要说钱和粉丝到位 立刻就能进击 可惜 这王天本土的铁杆都是观众 主播却是一个都没有 天哥 你是不是想进击了 这玛丽罗斯是好奇的问道 的确是想进击了 你们是没体验过樊上的力量 真的特别爽 力量重新回到樊中之后 说实话 有种被抽空了身体的感觉 就想补一搏了都 各种不是一样 我想上去看一看 这财通八方式说道 你说过 樊上很危险 所以东方白他们才会留在樊中 迟迟不肯上去 你之前的力量 我们也看到了 那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你可想好了 这个时候上去 你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我们帮不上你任何事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要上去看一看 我还就真不信了 不就是一个樊上吗 凭我的势力还杀不上去 我弄目标 可不可以止步在樊上 天哥 别的我不担心 我只是担心樊上的危险 危险 没有危险才没意思呢 我留在樊中 已经是没有多的意义了 这如果说换作以前的我 还真能等一等 但是现在有点等不及了 说实话 留下来我完全找不到 可以追求的东西 唱歌 跳舞 做饭 琴棋出话 这玛丽螺丝是 摁着手指头念叨 王天是两眼一翻 你觉得我有那个心情 学这些东西吗 至少 你得吃得上心吧 有钱 还愁没好吃的 这玛丽螺丝是 连了嘴儿 无话可说 看来天王老大是铁的 现在要紧接了 行 天王老大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进击啊 王天是摸了摸下巴说的 我在现实当中 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 处理妥当了 就进击 我先去拼一把 打拼出一片基业来 你们进击了之后呢 也能有落脚之地 天王老大 多有一会儿 我就不都说了 你要是真这么想 那手脚可得快点 今儿开始我就闭关 疯狂的修炼专业 务必是尽快追上老大的脚步 我可不想进击之后 对老大一点专业用处都没有 当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是 为了老大的胃 我也得加油了 那就一起努力 听话老大 咱们反省见 大家是急声说的 王天是点了点头 然后离开了万节直播平台 这再次回到自己的岛屿上 王天是揉了眉心 然后这看脸四周的树梁之后 一个纵身上了树梢 一路上狂奔而去 虽然说他已经是把这速度 提升到了最快 达到了不同人肉眼都看不清楚的速度 但是 在王天眼里 依然不够快 感受过神王纵天部的速度 现在这种速度 根本就不够看 这大老远的 王天就看到山点上有人 一路飞奔过去 果然看到 五个女子在那耍呢 这陶晶晶是坐在大树下 看着树一连天惊 和这往日的峭壁一点都不一样 蝴蝶则是在一边弄着烤架 这几个丫头 似乎是要在山点上弄着烧烤 而这烤架边上呢 放着一水桶 里面是有不少的生蒙海鲜 这萧晶在边上呢 帮忙咕噪着 不过这怎么看都像是捣乱居多 最后被蝴蝶赶到一边去 捡这个金花树落的树枝去了 黑衣是站在这树梢上 一身黑衣随风飘荡 倒是颇有几分 凌波仙子的范 只是那张始终带着几分邪魅的脸 立刻把仙子变成了魔女 清语 依然是一身青衫 从远处飞奔而来 手里头提着一只野兔和一只野鸡 五个女子 五个性格 不同的育人 却只有这相同点那就是 都是美女 美女配美景 蓝天白云 黄金树 绿草地 蔚蓝的大海 好一幅风景画卷啊 黄天见自顿失乐了 这哈哈一笑 从天而降 哎哟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看来今天是有口福了 黄天的声音传来 众女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随后 陶晶晶是扔掉手里书 跳起来叫道 师父 你可是回来了 我想吃你的菜了 破了额子 让开吧 今天我要吃师父的手艺 这蝴蝶是瞪脸 陶晶晶 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以后 别想吃我做的饭菜 陶晶晶是立刻跑过去 抱着蝴蝶撒娇卖萌 脱口去了 而萧行则是扔了手里头的树枝 跑了过来 一把扑进王天怀里笑道 我还以为 你要闭关十天半个月呢 两天就回来了 太棒了 这王天是裸着萧行的小蛮腰 原地转了一圈 丝毫不避嫌地 亲了一口他的额头之后 说道 没办法 这闭关的地方 没有美女 嘴馋了 就回来了呗 一语双关 萧行这脸顿时红成大苹果 这黑羽和轻羽赶过来 恭敬地拜见王天 王天是挥了挥手说道 虽然咱们是主婆的关系 但是你们既然生活在这个岛上 除了一些你们该做的事 其余的事 没人会把你们当成仆人看待 起来吧 该吃吃 该喝喝就是 这两女是对望里 眼中都是有喜色 他们还真怕 王天继续把他们当成奴仆使唤 那以后他们这日子惨了 两个人可都是天之娇女 哪能受得了这和呀 王天是灵体一动说道 静岳 非语 你们若是没事的话 以后就安心的留下来 教轻儿学武功吧 虽然说慢了一点 不过我们不差钱 你们懂得 这王天是想起来 自己即将进入返上 而返上的规矩 观众也是有资格打开 信用商城的 到时候 这大批的丹药都能带回来 这样一来的话 萧情练武也就不成问题了 梁女士连忙领命 而萧情则是惊讶的 看着王天说道 我也能练武 你当然是能练武了 只要你想 这萧情的眼睛 顿时笑成了月眼 然后是黑黑哈哈的 比了几个造型 怎么样 有没有女侠的风范啊 这换来的 这王天是对着 她的翘腿一扒着 打的这丫头是赶紧抛开了 陶晶晶和蝴蝶对望脸 赶紧跑过来 这大眼睛里头 放着星星一样的 看着天王 师傅 那个 我们能练武吗 行啊 王天是没门一条说的 你们要练武 不 如果说没记错的话 你最讨厌吃苦了吧 陶晶晶是赶紧举手 我才不是怕吃苦 我是觉得 之前你练那些武功 就跟两个大狗熊似的 练呢 练一会就撞啊撞 实在太无聊了 没兴趣嘛 不过现在不同了 看着黑鱼和青鱼 哇塞 一跳就上树了 一跳又下来了 来回纵号 跟个仙子似的 不行啊 太美了 我太喜欢了 我要去啊 是啊 以前那些我又没兴趣 但是 你们现在的武功 真的很惊艳 说不喜欢的是假的 这王天是摸了摸下巴 故作忧郁的 看着两女 而两女的神经 顿时紧绷起来 紧张兮兮的 看着王天 就在这儿 萧琴是回来了 一手一个搂着 胡椒和桃子 天哥 一个人也是交 两个人也是交 就一起交了呗 这王天是摆了 萧琴一眼 真是的 就不能给我一个 吓唬他们两个的机会 这两个丫头 越来越野 师父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 这晴儿 这么一说完 桃子是调皮的 调调眉毛 一副我懂的 贼兮兮的样子 王天是一个暴力过去 这丫头 立刻捂着刀 蹲下去了 然后王天就在说道 既然晴儿都开口了 你们两个就跟着去 不过你们记住了 我交给你们的东西 不准外传 否则 别怪我把你们 逐出师门 Yes 陶晴晴是跳起来 和蝴蝶 异口同声的调皮 王天是白了两语言说的 行了 赶紧做饭去吧 我也想尝尝蝴蝶的手艺了 看看有没有进步 这蝴蝶马上是拍着高耸的胸脯啊 放心吧师父 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的厨艺 每天都在进步 这王天是下意识的 用余光看了眼蝴蝶 那乱颤的胸脯 点点头说道 行 然后赶紧闪人 这心头是感慨不已 我的天啊 不是说女孩二十岁就不发育了吗 怎么感觉这丫头还在发育啊 哎呀 这果然漂亮的徒弟虽然好 但是太诱人了 也真考验人的意志 好 我的意志 如钢字典 今儿晚上得和晴儿 好好沟通一下才行 这一顿饭 最终还是落在了王天的手上 这蝴蝶是苦兮兮的呢 跟在后面处理食材 吃完了饭 王天是陪着众女搭搭球 聊聊天 到海边游游游 然后王天是再次郁闷了 海边没有美女呢 自然是不成风景 但是美女多了吧 一个个 这穿着泳衣在你面前晃腾的事 大多数男人只能趴在那 或者说蹲着不动 防止尴尬 如也 王天是点燃了一堆篝火 这篝火晚宴开始 几个人是闹腾到了晚宴 这才散场 组团回家 一进门 王天是猛力巴巴削警 懒腰抱歉 冲进了小家 你干嘛急什么 先洗澡嘛 好好好 你急洗 不准乱来 没问题 混蛋 说话不算数 必须的嘛 第二天 王天是接到了胡万德的电话 告诉王天 这龙岛改名的事解决了 不用他过去签名了 这同时呢 王天的岛屿划入了华夏区域 但是不受任何国家的管辖 这胡万德还表示 找时间要来龙岛看一看 看看究竟是什么风景 让胡天天天跟他那么吹雪 这王天自然是表示欢迎 又聊了一会儿 夸了那会儿 这胡万德说的不多 但是 总体来说也是什么都说了 这总体而言 王天这次龙岛彻底的成了一国之地 再没有人 干得他这炸炸糊糊闹车了 他也终于可以过点太平日子了 王天是又给方阁和陈建仪 孙胖子 打了一个电话 确定他们那边都没问题之后 彻底放心了 这如今岛上有黑玉和青玉在 再加上 智能电脑以及那些战争机器的守护 可以说固若金汤 王天就不用再担心岛屿的安全 公司也是全部进入正轨 王天也开始谋划自己 未来的路 你看啊 这樊上是一定要去的 至于说地球依然本着不干涉的原则 让它自行发展 但是赵飞翔那边的情况呢 给王天也提了个心 地球并不是绝对安全 外星人依然是个威胁 这晋级之后 首先就是购买星际防御系统 不行 科技物品变数太大 而且个头大 容易引起地球人的注意 很容易带偏了地球的发展轨迹 看来 还是得从工法入手 大地震稳 各种震法什么的 到这可以弄过了一些 这威力和安全性 都比其他的 更让人放心 好 就这么定了 王天想好之后 得再次招呼众女 游泳 冲浪 这接下来的三点 王天都是在陪着众女玩 第四点 王天才和众女告别 再次准备闭关 这对于王天的行为 众女早就见怪不怪了 虽然说是有些舍不得 但还是表示知识 再次说来的大神之中 拿出手机 登陆了万解直播平台 打开自己的后台包裹 敌事说道 好吧 首先得看看我得了什么东西 真是的 这系统太不给力了 就不能给我一个大里边 让我自己开吗 我也能趁着运气好的时候下手 现在好了 一切都给我弄好了 只能看结果 哎 就这嘀嘀咕咕当中 王天是打开了系统包裹 然后 王天愣住了 叮 恭喜您 获得三星八品神通 九密之形自觉 九密之形自觉 代表天机之间 速度的极致 可以穿梭战法 到了一定的境界 还可以暂停时间 系统兄 你这是生怕我打不过人 跑不掉啊 特意给了我这么一门神通 是吧 王天是笑骂的 不过 对于这个奖品 还是十分满意的 三星八品神通 绝对够得用一阵了 至于说 三星九品神通 什么样 王天也没有概念 暂情不想 点击修炼 结果系统提示 这反重 无法获得反商系统的 辅助修炼功能 如果说强行修炼 只能使自己慢慢领悟 王天果断放弃 现在学习 等进击好了之后 再学好了 抽奖结束 王天是找到了进击选项 然后 默默的点击了进击按钮 至于说 他的粉丝能不能进击 王天根本就不担心 都有钱了 剩下的就是时间 那进击是迟早的事 所以说 他当初说的话 也算是说到做到了 进击 王天眼前是再次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界面全部崩碎 虚空中不断的变化着 不同的线条 这仿佛是在演化着什么 这时间过去了 不知道多久 也许是一瞬间 也许是一千年 反正 王天对时间 已经是没有了什么概念 只听到 叮的一声响 把他从茫然中唤醒 叮 恭喜您 进击成功 你将登陆万劫大陆 万劫大陆 作为诸天万劫的交界点 乃是凡劫最大的大陆 这里 汇聚着天地之间所有的种族 妖 魔 鬼 神 人 乙族 龙族 凤凰族 等等 该大陆为开放大陆 不是安全区 所有种族可互相征伐杀戮 好了 本集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视频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劫直播之大图豪 哟 喜马拉雅FM 独家书品 第197集 定 由于您为观众身份 将不享有开启直播间功能 只有进入已经开启的直播间 进行观看的功能 定 直播间是本世界唯一的绝对安全区 直播间为安全领域 一旦开启 方圆千里之内 进五区 所有神通法术 全部消失 定 万劫大陆凡 已经开启天降宝箱活动 宝箱开启的条件只有一个 万劫比 不同等级的宝箱开启的万劫比 数量也不同 详细情况自行查看 如果多人发现一个宝箱 将自动开启静拍功能 架高者得 必须 宝箱附近千里之内 为安全区 宝箱开启之后 安全区小时 定 警告 所有宝箱一旦出现 必有凶手文讯而来 守护宝箱 切记 定 通告结束 随机传送开启 这王天脑子还没回过味来呢 眼前这黑暗突然间破碎 然后是一阵的风势电射中 下一刻 四周的景象变得清晰起来 这下面似乎是一个森林 还有不少人 有人在飞 有人是站在树底之上 还有人 站在一边 这总之很多人 这些人是围成了一个圈 正中间赫然是有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 万劫大陆 云路 苦心树海东方三千里 主位 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再争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宝箱 而是白银宝箱 这白银宝箱的稀缺性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现在这的人 说句不好听的 都是小门小户之人 我们也不过是这三千岭的散人而已 如果说再拖延下去 云路的那些大家族 大宗门来了 你们觉得 这宝箱 还能有我们的份吗 废话不多说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选出一个人来 先开了这宝箱再说 开出来的东西 谁如果想要 那就按照系统的价格 将钱评分给在座的各位就是 一名摇着折射的男子 侃侃而谈 风铃公子 你说的是十分有道理 但是问题来了 谁来开这个宝箱 这在场所有的人谁去开 估计都难以服众吧 更何况 你风铃公子出了名的 长腿跑得快 这真要你去开 怕是卷了东西就跑 我们也追不上 一名独眼怪人 一脸怪气的说道 而这风铃公子 不以为然的说道 毒龙 你这话说的我 就不爱听了 既然你怕我卷了东西 跑路 那好 我就往后退一退 爱谁开谁开 我不开总性了吧 这毒龙是立刻没说话了 对着其他人说道 大家怎么看 这风铃公子说的有道理 如果说等那些大门大户的来了 咱们连汤都喝不到 弄不好 还得丢了性命 要看呢 先开了再说 一碰的是说道 开 你说 拿什么开 这开青铜宝箱 要十万的万戒笔 这白银宝箱 你想去吧 起码 这一百万的万戒笔吧 这个价格 谁出得起啊 这众人顿时余色了 这会儿没毛病 摸摸自己的口袋 真没有人出得起 这碰的是说道 这不行的话 大家凑凑 凑 大家先凑到一起了 给谁啊 毒龙是问道 说的 也是 给谁呀 这众人再次沉默了 没毛病这话说的 这万一对方收了钱 跑了更半 那个 拽 在下刚刚的 有一百万 可以试一试 这 这风铃公子 是忽然开口说的 众人是立刻 警惕的看着 风铃公子 这风铃公子 是摊了摊手说的 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如果我不出手的话 你们觉得 你们凑得出 那么多的钱吗 再等等 那些家伙来了 你们连想想 都成奢侈了 这正当大家 迟疑的事 远处 突然间传了一声 大贺 我看谁敢动我 云露黄族的东西 这会儿一出 在场众人也 顿时变了脸色了 这风铃公子的脸色 也是随之变 眼珠的一转 台团冲向这白银宝箱 而几乎这同时 王天也是 从天上掉了下来 第一套一看 顿时大喜 窝槽宝箱呀 第一 发现白银宝箱 是否开启 由于发现的人较多 无相让的念头 自动切换为 竞拍模式 竞拍 那就拍呀 王天是黑黑笑道 这没想到 才来就有好处 不拿白不拿 定 泰尔真人 出价一百万文件币 竞拍白银宝箱 泰尔真人 什么鬼 这种名字也有点写 靠的 王天是一挥手 这封灵公子 靠近了白银宝箱之后 立刻出价 直接是把全部的家等 都砸了进去 他很清楚 在场的人 没有人能够扔出 一百万以上的万级笔 这白银宝箱 他是在必得 而正当这封灵公子 得意的时候 天王 出价一千万万级笔 竞拍白银宝箱 什么情况 这封灵公子 眼珠子突然凳子 低楼远怒吼着 听 十秒钟之内 无人警派 白银宝箱 归天王所有 这怎么回事 这封灵公子是快疯了 几乎是同时 一到人眼从天而降 凌空是一个转身 飘然落地 这封灵公子 是看见王天 怒吼了一声 好胆 竟敢抢我的东西 王天是刚要开口 就听见 一声更大的怒吼声传来 这声音震天汗地 让人灵魂发展 好胆 我云露皇族的东西 也有人敢动 找死 一到到雷霆滚滚而来 这痛的一声 一名身穿着黄金短褐男子 出现在大地之上 下面 聊倒霉滚 还没说什么 这当场就被雷霆粉碎了 王天见子是心头一惊了 这才意识到 这是凡上的世界 不是凡下凡中的世界 这是会死人的 而且看对方的杀人手法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就宛如是 碾死一只蝼蚁一般的倾诉 显然 在这个世界 杀人不犯法 也没人管 就算说有人管 也管不到这一货的身上 原来是云露皇族 执事大人到了 在下 封家封灵 百姓大人 这封灵公子 是立刻上前行礼 云露皇族的执事 微微的点头说道 我皇族的东西 谁拿下了 这王天是一听话 心里头咯噔了一声 这心头要说 糟了 这宝星刚刚被擦手了 不过王天心中是十分的不爽 系统说得清楚 天降宝箱凭本事拿 王天凭本事拿的宝箱 怎么就成了云露皇族执事的了 他何时受过如此的欺负 这心头一股火气在生腾 不过王天也明白 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对方的实力太想惹不起 还是先想办法脱身为妙 封灵公子是马上指着王天说道 被这人拿起来 知识大人 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我本来是说想拿了宝箱 献给云露皇族的 结果此人仗着财力 硬抢了宝箱 还好知识大人来得快 这知识是点了点头 然后呢 看见王天 扬起头说道 宝箱在你那儿啊 王天瞇了眯眼睛 隐约看到 这知识大人鼻孔里头的鼻毛 心头大嘛 鼻孔里看人是吗 你压得以为你是耳康的你啊 鼻子里头装宇宙啊 王天嘴上却说道 大人 您觉得我买得起宝箱吗 我就这点实力 能有几个钱啊 不过 我刚刚掉下来的时候 看到了宝箱 真的是像竞拍来的 然后发现吧 有人竞拍了 那个人叫 你这点实力 你这点实力 跳个十几米是没问题的 还从天上跳下来 争夺宝箱 有什么奇怪的 风铃公子是忽然开手说的 这王天是眉头一条 但是刚要说出 泰尔真人的名字 这风铃公子就急了 看来这里面 真有猫腻了 这风铃公子八十是假的 直是眉头一轴说的 让他说完 是大人 这风铃公子 恭敬的站在那边 那个人叫 你个王八蛋 果然在这 你还我的衣服 就在这儿 这远处 传了一声悲呼 众人是闻声看剧 只见 一脸鼻青脸肿 光着屁股的一男子 狂奔过来 拿鼻涕一把肋的 看得让人心酸了都 只不过 还是有人认出了他的身份 风铃公子 那这个是 咚的一声 一声巨响 突然间响起 一团金光炸开 这光芒中云露黄座的指示 怒吼装被炸飞出去 人在半空 这金甲发出了耀眼的金光 将面前的一张灵符抵住 这同时呢 原本站在他身边的风铃公子 一个纵身来到了网天面前 阴瑟瑟的说道 臭小子 敢拿我的东西 等会儿要你好看 跟我走吧 这说完 一把抓着王天的腰裤 纵身而去 王天是也不反抗 这任凭风铃公子这么待着 只见风银电车当中急速远去 没会儿 就听到云露黄族指示人怒吼声传来 一道金光远远的追来 这风铃公子竟然甩不了 我该叫你泰尔真人 还是风铃公子呀 这王天一点也不害怕 眼前这个人实力不错 他想要的是宝箱里的东西 只要王天没交出宝箱 他是安全的 至于说 后面追上来的家伙 王天估摸着是追不上了 臭小子 胆挺大呀 还不知道个怕 不错 道爷我看好你了 听好了 道爷我乃是天下敌人 泰尔真人誓言 哎呦不对 光吹牛逼了 这家伙竟然追近了 先甩开这个狗屁膏药再说 这说 泰尔真人拿出了一张灵符 打贺里顺 急急如理令 封神助我 下一阵 空风大几 卷着两人消失的圆劲 王天是听着后面 这云露黄族指示 无奈的怒吼 他知道这次真的是被甩害了 然而呢 泰尔真人 你敢打我孙儿 就在这时 一个威严的怒吼声 从远处传来 这王天只感觉被脊发凉叫道 这又是什么鬼 风铃老白了 小子 这回又麻烦了 你赶紧的 把保险里东西交给道爷 道爷看看有没有用 若是有用的话 你我就能逃出圣殿 否则今天就得死在这了 泰尔真人是叫道 这王天是看着他一脸惊恐的面容 然后 淡淡的叹了一口气 你什么 风铃大神 救命啊 泰尔真人说了 又割掉你孙儿的小鸡鸡 你 你 这泰尔真人是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愤怒的说道 瞎他妈说什么呢你 泰尔 你好大的胆子 今天看我斩你 风铃王的声音传来 这怒吼中夹大着一股的火气 这仿佛是要化为实质的火焰似的 王天是贪了贪手 没事 我就是看看你说的风铃老鬼 厉不厉害而已 现在看来挺厉害的 这我就放心了 等你被拍死了 我帮你 多烧两炷香 不是 你个傻子 我死了 你以为你还能活呀 就这个风铃王 出了名的暴脾气 你跟我在一起 那必死无疑 这泰尔真是怒斥道 王天是无所谓的 擦了他鼻头说道 我就是一小菜鸡 有你这么厉害的高手 给我陪葬 直了 是你妈蛋哪 走了 这泰尔真人 被王天气了一半死 本打算是炸王天一下 将这宝箱里东西能弄到手 结果这混蛋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还能鬼精的看破了一切 这竟然是油眼不见 眼看着身后滚滚的狂风吹来 这沙气越来越近 这泰尔真人真不敢在 拖他了 拿出一个罗盘 打和李舌走 罗盘转动 这脚下太极八卦闲话着 八卦八个卦响 不断的转动 最后落在了西方队上 这王天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是王天却看到泰尔真人 打骂了一声 我是你大爷 然后这八卦金光喷涂 两人消失的原地 几乎是同时啊 一只青色的大手从天而降 这蹬的一声 将下方的一座小小的山头 给削了半边 然后天空只出现了一名轻衣老长 面容不怒自威 冷冷的看着西方说道 苦心树海 还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早 地狱无门 你闯起来 见如此 也省了本王许多的功夫 这时候啊 风凌王转身离去 没多久 这边的消息传递开来 许多人都在讨论着白银宝箱的事 以及云露黄族吃了大灰 丢了宝箱 还被人偷袭了自家执事的事 当然了 这风凌王的孙子被人吊在树筹上 扒光了衣服 屁股上插了树枝 这打成猪头的事也传开了 一时间制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不过 这很快 云露黄族和风凌王同时的传出消息 这偷拿宝箱 吊打风凌公子的是泰尔真人 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这众人对于王天呢 没有兴趣 一听是泰尔真人干的 一个个恍然大悟啊 我就说嘛 这么奇葩的事 也就那死老道能干得出来 那个无良的死道事 这回提铁板上了吧 希望他早死早受生 狗日的 他借了我的钱还没还呢 不知道死没死 这总之 听闻这个消息 从上到下 这没几个人说泰尔真人好话的 当这云露黄族和风凌王传出 泰尔真人已经是击毙了这个 被击毙的消息之后 天下再次战斗 那泰尔真人虽然说人品不咋地 但是跑路的功夫 可是一等一的厉害 这竟然是被干掉了 不行了 这我必须得弄一挂鞭炮去啊 我得放一放 铺天同庆啊 从此这世间就少了一个祸害 这个家伙 终于是死了 怎么就死了 那个老家伙 骗了我不少的宝贝 我还没要回来呢 我 这该死的 骗的竟然死了 日了 何须聊了 泰尔真人这混蛋 可是骗了许多人 财富肯定是不少 竟然就这么死了 也不知道他这财富 落在了谁的手里头了 是啊 可惜了 谁知道 跟着泰尔真人去死的 那个小子 是谁啊 我也知道 估计是个倒霉鬼吧 死就死了 管我们什么事啊 这王天自然不知道 他已经是被死了 就算知道 估计他也没够去理会 因为这 咕咚的事 王天是一阵的水流声传来 他愕然的发现 他竟然是被传送到了 一个深潭之中 我日 王天是在心里骂了一句之后啊 安自庆幸 自己是没有被传送到地底 或者说 某个怪物的肚子里 否则那就惨了 王天是赶紧的往上游 这水潭呢 很深 王天估计 在白米左右的位置 而这个深度 以王天的身体来说 这应该是毫无问题才是 但是让王天震惊的是 他竟然有种 要被压得窒息的感觉 这水 远远是比地球的水更重 时间久了 他绝对扛不住 王天是拼了命的游泳 却发现体力竟然在飞速下降 这个不是他想要的 妈的 我可不想死呀 冲 王天是真气拼了命的运转 这速度发挥到极致 终于是快要冲出去了 但是下一刻 王天就不敢动他了 这件天空中 一只数十米大小的红色大鸟 呼啸而过 这带起的钢房 吹得潭水哗啦啦的响 随后 这大鸟是一个转身 呼啸而下 轰的一声 如同是炮弹一般的 冲进了潭水之中 然后一声咆哮 从这潭水里传出来 好了 本集本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视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直播制大头 哟 喜马拉雅 读家出品 第 一百 九十八截 这王天是赶紧的 往上游 这水潭很深 王天估计是在 百米左右的位置 而这个深度呢 以王天的身体强度 应该是毫无问题才是 但是让王天震惊的是 他竟然有种被压得窒息的感觉 这水远远比地球的水更重 时间久了 他绝对扛不住 王天是拼了命的游泳 却发现体力竟然在飞速下降 这可不是他想要的 妈的 我可不想死呀 冲啊 王天真其实拼了命的运转 这速度发挥到极致 这终于是快要冲出去了 但是下一刻 王天就不敢动他了 这间天空中 一只数十米大小的红色大鸟 无所而过 这带起的刚风呢 吹的潭水是哗啦啦的响 随后 大鸟一个转身 呼啸而下 这蹬的一声 如同是炮弹一般的冲进了潭水之中 然后是一声咆哮 从潭水中传出来 呜 潭水爆炸 这大鸟率飞了十几根的羽毛 狼狈的飞起 同时呢 一条青铜蛇从这潭水里窜出 对着天空咆哮不已 王天看得很清楚 这蛇的七寸已经是没那鸟 给抓伤了 鲜血流出 这骨结也活不了多久 这蛇都这德性了 这鸟应该还会回来吧 王天正琢磨着呢 果然 这大鸟一个转身又飞回来了 对着下风是扑击而下 这速度快的 王天都看不清楚 好快呀 王天是念头采洗心头 井中狂明 就有一种大恐怖的感觉 从下方传来 仿佛只有死神 向他伸出了死亡之手 王天 根本就不敢低头去看 全力的冲出水面 这头也不回的 狂奔而去 冲向河岸 同时大呼了一声 你 速速护驾 然而 定 由于您刚刚进入繁盛时间 召唤生物 还在传出之中 预计 三天之后可以召唤 我居你骂了个蛋的 西总 你他妈玩我你 你构成的这么危险的地方 还他妈把我保镖给扣了 这王天是大妈不已 没办法 撒开脚丫子 啪啪啪 这几乎是同时 身后传了一声巨响 王天没敢回头 但是 依然是能够感觉到 身后的恐怖气息 就那排山倒海一般的力量 极其恐怖 啪 王天是凌空跳起 这抽出成影剑 在背后 挥舞出了一刀剑气 组成了一刀剑气墙 同时 他的腕表 放出了护盾 抵挡在身后 然而这 砰砰 两声脆响中 这剑气响 跟褶糊的一般 当场粉碎 护盾跟着炸碎 王天只感觉 后背一阵的剧痛 这身不由己的 化为一颗跑弹飞出去 半空中 王天是不停的翻滚着 这终于 看到了身后的东西 这嘴巴张的老大 一脸的不敢置信 这看不清大多东西 只看到滔天巨狼 这巨狼的后面呢 一个硕大无比的头颅 冲出来这身弹 一口 将这大鸟和青铜蛇 全部吞入腹中 而在那旁大的头颅面前 几十米的鸟 也变成了小麻雀 这骨鲸 也够对方塞个牙缝的 穿过巨狼 王天看到一个 巨大的眼球 冰冷无比 寒气三寒 这王天是一个 努力的翻身 落在地上 然后头也不回 他就跑了 好在呢 那巨狮对于他这个 连麻雀都不算上的 蝼蚁 并不感兴趣 很快缩了回去 而这身弹 重新的恢复了 平静下来 大骂装 王天是找了一个 相对安全的地方坐下 赶紧是拿出 这疗伤药吞了 运转内地止住伤痛 半个小时之后 王天这才 长长的出了有情 哎呦我的妈 睁开双眼 第一次 仔细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他现在呢 在一片原始森林当中 这儿的树 随便一棵都得十几个人 核爆才行 这百米高的大树 到处都是 不过这大树并不密集 二十多米才有一棵 这些树的树管 很大 挡住亮光 使得森林当中始终是阴气森森的 并且有淡淡的雾气缭绕着 由于阳光落不下来 这大树下方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杂树 反倒是这翠绿的小树不少 王天估摸着 这儿随便拍一张 那都能拍出魔幻大片的效果来 这跳上一颗大树的树梢 王天这看得更远了 北方 有一座小山 不算高 却可以俯瞰这片森林 西边就是他逃出来的那个深潭 这说是深潭 其实就是一湖 很大的湖泊 王天之前看到的 也不过是湖泊的一个拐角而已 湖面平静的如同是一边镜子 这清晰的倒映着天空和白云 还有那三轮太阳 没错 万界大陆拥有三个太阳 而不是一个 除了这个湖泊和那座小山 四周都是森林 而在森林的尽头 依稀当中可以看到一片群山的影子 高踪入云 隐隐绰绰宛如是躲在天际尽头 而这黑暗中的魔神呢 让人看了就有些心迹 好家伙呀 这看了一圈 竟然完全看不到 人的影子 难道又在这儿 当一个荒野猎人不像 王天只说完 脑海中闪过那巨兽的影子 立刻说呼啸道 得了 当着荒野猎人 估计是不行了 当一个荒野猎物还凑合 然后是又想到那巨兽的眼神 再次苦兮兮的说道 我去 不对呀 貌似当一个荒野猎物 人家都看不上 真是日了狗了 这一刻 王天竟然是有点想念 那个混蛋胎儿真人 既然是找不到人的踪迹 王天是索性住了下来 找了一个山洞 堵住洞口之后 王天是拿出手机 结果这手机 醉了 日了 王天是再次骂了一声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定 万界直播平台 已经连接您的灵魂 无需任何的外物 都可以打开 王天这才松里口气 这如果说落在这种地方的话 那再不打开万界直播平台 那他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较低地不了 登陆着万界直播平台 王天发现 这万界直播平台的界面 再次发生变化 这一次的界面呢 更加的简洁 主界面 右上角是个人信息 这中间是一张地图 地图上 烟雾聊着 只有一小部分是没有云雾的 放大之后 王天是发现 这一片区域 刚好是他去过的 或者说 看到过的地方 湖泊 小山 森林 以及他现在居住的洞穴 这湖泊名叫苦心湖 小山名叫龟心山 这片森林名叫苦心树海 而他住的小洞名叫 狗洞 你妈蛋 王天是忍不住的骂了一句 这随后这猛人间意识到了什么 既然这个洞穴叫狗洞 是不是意味着 这儿会有狗 不过转念一想 他好歹是一代的建筑大师 难道还能派一条狗 得了 你压的要是不来 我就住着 你要是过来跟我汪汪 爷我今天晚上就吃狗肉了 王天是嘀咕了一句之后 把目光放在了右边的公共聊天频道上 结果该区显示为苦心树海聊天区 然后一个鸟人都没有 这王天是在上面喊了好几句话 愣是没有搭理 对 看来我真的是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 这王天是叹息了一声 看向左上角 结果左上角并没有任何的网单 这原本的财富 排行榜什么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个论坛直通车 点击之后呢 直接进入论坛的页面 然而吧 这依然让王天无奈的是 这论坛也是说分区画片的 他现在能够打开的 只有说苦心树海论坛 不过 让这王天欣喜的事 这儿竟然是有帖子 也就是说 他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王天是赶紧查看 然后这 脸都绿了 生命走向尽头 最后一波还是失败了 切勿 切勿说靠近苦心海 里面有大恐怖 天有人作 勇士昌盛 苦心海里有黄金宝像 若能开启 必有大富贵 我还不想死 我将我的位置 发在论坛里 希望有人能力救我 我真的不想死呀 这然后呢 下面 果然是附带了一张地图 这王天是看了看 距离它还不是一般的远 我乃是云露黄族长老 蜿蜒红康 苦心湖里头有黄金宝像 但是千万别过来 里面有恐怖的东西守护 森林中入夜后 危机将会降临 切记 入夜之前 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千万不要外出 如果有机会 趁早离开苦心树海 如果能的话 这只有四条帖子 但是这些帖子 仿佛就是商量好的一般 这说的话呢 都让王天下意识的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你嘛 这简直就是 组团吓唬人的好吧 王天是一条条 打开查看之后 这终于的 对苦心树海这 有了一个大概的人士 首先 苦心湖是这最为恐怖的地方 能不去的话 尽量远离 这苦心树海入野 会有恐怖的东西出现 所以说 也不要轻易的外出 而这山外呢 龟心山上似乎是有人出现过的痕迹 第一个流言的人就到了龟心山 不过最终是死在了龟心山的山脚下 而他遇到的怪物 就来自 苦心海 这第二个人 名叫说 鬼真 什么实力 王天也不清楚啊 不过按照对方所言 他这一路杀到这个苦心湖的 并且 发现了苦心湖当中的黄金宝箱 这对方说只有宝箱 却没说开没开 也没说他是否死了 不过看这样子 估计是死了 否则还有下味 这第三个人 和王天一样 都是新来的倒霉鬼 被传送到这 但是他和王天又不同 王天有钱 他没闲 于是他被活活的困死了 这第四个人完颜红康 也是生死为之 也看到了宝箱 至于说后续呢 对方没说 王天也不清楚 同时王天是发现 这樊上的论坛 也不是说 随随便便的 就能随便发帖子的 一个帖子 一个万戒币 虽然不多 但是也不少 这就算说换成樊中的万戒币 也得一万了 换成樊下的 直接上亿了都 一个亿发一个帖子 这要是跟樊下的小伙伴们 说一说 估计不少人都觉得 进入樊上的念头 这王天也终于明白 这为什么说东方白 迟迟不进击 甚至想办法的 作刮钱财 和粉丝之了 这想在樊上生存 没钱 绝对是万万不能的 这再打开 樊上的系统上场 王天的脸 瞬间是一片乌黑 这王天本以为 樊上的商城 会应有尽有 无所不有 结果 这樊上的商城 竟然是一片的漆黑 东西不少 但是一大部分都上锁了 王天是随便点击了 一个上锁的物品 查看 这内容确实 该等级物品 尚未从宝箱里开出 该等级所有的物品 无法购买 我日啊 系统贩卖的东西 都得先从宝箱里 开出来就行 没开出来的一律 无法购买 王天是两眼一番 有种骂娘的冲动 你这 他是本打算说 直接购买最牛逼的 这个工法 吃着最牛逼的丹药 拿着最牛逼的法宝 横扫天下 称王称霸 这现在敢来 好吧 不能一步冲天 至少也不能落了他人之后 让我看看 现在最好的工法是什么 这王天是开启了 节奏功能 看这上面 最高三星三品的 一堆的神通秘籍之后 王天是笑了 果断 其他的神通工法 统统的扔到一边 直接选中了 吞天魔宫上卷 购买 定 您将花费 一千万的万级笔 购买 吞天魔宫上卷 是否购买 是 王天是马上说的 这其他的工法 效果什么 王天不知道 但是体验过 吞天魔宫的威力 以及 那近乎于 无限可能的未来之后 他已经是不打算 再去看其他的工法了 这打开了天赋血脉一栏 王天是游戏失望 天赋血脉 这一栏 只是开到了三星一品 也就是说 只是最基础的天赋血脉而已 这东荒神王体制类的体制 还没开出来 王天是摇摇头 从这矮子堆里选到个儿呗 挑了一个价值 十万万级币的物神体 物神体 对于天地之间所有五道的领悟速度 提升一倍 这三星三品以下的工法修行装 所有的瓶颈难度降低一个等级 自身真源运转速度提升一倍 筋骨 血脉 坚韧度 提升一倍 体质侧重于物性体上 中庸的体质 可以向任何的方向发展 给予属性均衡 价格 十万万级币 点击购买 王天只感觉这全身的血脉 微微震动 这随后 十海之内一股力量凭空出现 整个人都是清明了不少 果然呢 这三星一品就是三星一品 远远比不了三品的神王体 先对付用吧 希望以后能够开出好东西来 这甭管说谁开出的东西都好 也我花钱买就是了 王天黑黑的一笑 有一点他现在十分的确定 甭管说跟谁比 他永远不会落后于任何人 再看这法宝栏 法宝栏 只是开到了三星二品 这三星二品永远是比不了 三品的神王体 先对付用吧 这希望说以后能够开出好东西来 这甭管说谁开出来的都好 也花钱买就是了 王天是黑黑的笑了下来 这有一点他现在十分的确定 甭管说跟谁比 他永远不会落后于任何人 这再看这法宝栏 法宝栏也只是开套三星二品 三星二品当中法宝众多 却偏偏没有类似于吞天魔灌领的东西 这无奈之下 王天是选了一个最贵的 太乙五颜罗 太乙五颜罗 出自鼠山师姐 三星二品 实用时 化作五道彩色云烟 可以说防身玉地 网络法宝 困陷原神 价格 一百万万件币 这如今王天对这一点也不熟悉 所以说还是先防守 以护住自身为主 这其他的法宝王天呢 又买了两件 一把日月五星轮 一件九天十地 屁磨缩 这日月五星轮 出自鼠山师姐 三星二品 前古真迹 西海旁门散仙火龙胶灼 旁化成石船之宝 这初手 计划为大小三轮起光 一轮 其红如火 急转不休 这四边发射出了千万多火焰 猛射如雨 风雷之声 山地 摇动 而这第二轮呢 是一个大兵盘 横弓四射 这具备极大的吸力 最厉害的第三轮 尚有五色星光 迎空暴涨数十倍 这各射出了一股寒气 压力指 迥异寻常 而这九天十地 闭磨神缩 出自鼠山事件 三星二品 那周一采取海底千年精铁 用北极万载宣兵 磨制而成 这没有用过一点的纯阳之火 形如一根织布的缩 这不用的时候 仅是九十八根与柳叶相似 长才数寸 而这纸样薄的五色钢片 一旦使用 这些柳叶片便是长有三丈 自行合拢 把人包住 秘无缝隙 这任凭使用的人 驱使随意所致 上天下地 无所不能 好了 本期不见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姐直播之大头 悠 喜马拉雅 读下出品 第 一百九十九节 这如此一来的话 护体 攻击 逃跑 三件法宝都有了 王谦是在看下了丹药一览 这样王谦意外的事 丹药 竟然是已经解锁到了三星三品 这果断的 误到古查处的树叶 先来试评 再来一颗魔灵丹 这最后再买上一的堆的 提升真元的弹药 疗伤弹药 解毒弹药 这甚至 还买了十颗三星三品的 万物古毒丹 万物古毒丹 出自万级大陆 三星三品 从万物古虫中抽取剧毒 炼制而成的弹药 见血之后 古毒是带着古的卵 进入敌人体内 吸收敌人的精气神 这真元卵 孵化壮大 从内到外 将敌人啃食一空 说一下 一千万万节比一颗 好假货呀 这个够狠的呀 王天是满意的笑了笑 这收起来单药 又看了眼神秘警派 依然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这阵法也解锁到了三星三品 王天是直接购买了 大地震纹的一角三变 这东西用起来简单 威力还不小 正适合他用 将这大地震纹一角三变 布置在洞口 王天这才松了一口气 到这现在为止 他总算是有了一个相对于安全的落脚点了 这拿出魔灵丹 直接吞了 喝上了一道口 误到古出树叶 泡在茶之后 果断的 点击吞天魔宫修炼 这熟悉的场景 再次出现了 这虽然说是再次见到同样的场景 但是王天对于吞天魔宫的领悟 却不一样 他不再是当初吞天魔宫一无所知的白丁 他曾经修炼到了画龙秘境 走过的路 重新走 而且呢 在系统的辅助之下 这悟到古查处的辅助之下 武神体以及魔灵丹的辅助之下 这王天是看到了很多的东西 那一道白色的神眼 所施染的吞天魔宫的许多细节 被王天捕捉到了 然后是两边验证 这王天只感觉到豁然开朗 之前因为境界提升的太快 发现这许多弊端的源头都被他挖了出来 这王天的实力可以说是 提升速度一日千里突飞猛进 可惜 这系统辅助的时间是优先的 就那一段战斗影响消失之后 王天也是苏醒了过来 不过 让王天欣喜的是啊 他已经成功的踏入了轮海境 并且苦海重新开闭 这神力翻滚中 让他终于有了些许的安全感 很好 这仅仅是开始 这要时间做 这世界上没什么地方 是我去不了的 这王天是唯唯一笑后 拿出了一直没有修炼的形自秘 这个号称是天下速度极致的神通 王天很好奇 他到底是能够达到多快 点击学习 这下一个 王天是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未然的身影 背对着的 一步一步的缓缓的往前走 这速度一开始呢很慢 但是却越来越快 最后 这快着急风闪电 流光一般 这再到最后的话 完全就看不到对方了 只能是看到 地上瞬间出现了无数的脚印 好怪啊 王天的念头一刹二十 而对方的掩饰也结束了 这同时 王天清醒过来 脑海中是多了许多运用 形自秘的知识 这也太快了 从头到尾 我只是一个意念在闪烁之间 一念之间竟然走了这么多的波 真是恐怖哎 可惜 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不过 就算如此 我的速度在同级别之中 应该也是无敌的吧 这王天是心头嘀咕着 就在这时 外头传来一阵的脚步声 然后这脚步声呢 就变得凌乱起来 最后 渐渐的远去 王天是小心翼翼的 来了洞口 我没看去 这刚好看到 一道神影靠近了 那人的身体很僵硬 但是行动的速度呢 很快 一身的灰不袍子 看不清面状 然后这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这对方来到洞口不远处之后 就开始在原地打转 接着绕过洞穴远去了 看来是大地震的那角残片 起作用了 王天是心头 既然大地震文可以守护的安全 他也就放心了 这再次连接万界直播平台 他还有一个白银宝箱 可以看一看 这不能浪费 先看看是什么东西再说 西总兄 多有保佑 给点好东西吧 王天是默默的念着 然后打开了白银宝箱 发现血神血脉 血神血脉 杂 三星三品 相传来自于地狱当中 幽冥血核当中的血脉 神秘无比 修炼地狱一族的神通 功法 速度 提升一百倍 所有瓶颈 弱化一百倍 本体之侧重于速度 再生 吞噬 融合 四大属性 警告 血神体 会降低自身物性 三星三品的血脉 我去 王天是狂笑起来 这整个凡尚最多开出来凡尚一品的血脉 他这直接开了一个凡尚的三品 那绝对是赚大了呀 同样是三星三品的神王体 王天已经体验过了 威力十足 但这绝对不是三星一品的五神体 能够比拟的 这现在 有了三星三品的血神血脉 这配合着同样为吞噬而生的吞天魔宫 王天还真不信了 这天下还能不有他的容身之地吗 想到这 王天是把瓷片拿出来 吞了 这下一个 王天是全身血液沸腾 然后他是正经的看到 他的皮肤融化了 这鲜血流淌间 他的肉身呢 在重重 这同时 吞天魔宫是随之运转 然后王天是惊喜的看到 血神体 五神体 这竟然全部是缩了回去 化为两种体质的本源 然后 重新融合在一起 这再次融合到了王天的体内 王天的肉身 所有的属性大增 这仔细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这一力量 赫然是两种体质完美的融合 这悟性大幅度提升的同时 自身血肉筋骨的恢复速度 也在提升 这移动速度也在提升 同时呢 他的血肉本身竟然附带着吞噬的效果 爽 王天是忍不住的狂笑起来 这起初吧 他还真有点担心 血神体会覆盖了五神体 五神体别的 他没有多的感觉 但是物性提升 他也是十分在意的 物性越高 对于武功的领悟速度就越快 这绝对是好属性 这点 血神体刚好相反 这不仅是不增加物性 反而是降低物性 如今吞天魔宫二者重新融合 取其糟粕 取其精华之后 王天所有的担忧全没了 这最重要的是 王天看到了吞天魔宫的 真正可贵之处 吞天下体质 取优点而用之 无限融合 无限提升 无限可能 这如果把天下人的体质 都吞噬了的话 会衍生出什么样的体质呢 这王天在心中是歪歪不已 放下这个念头 王天这回总算是有了一些自保能力了 左右无事 干脆是把目光放在了 万界直播平台的直播频道当中 结果 直播频道一片空白 只有说在这铸造兵器的直播类别当中 有一个开启了直播频道 我去 难道这烦上都没人直播吗 王天是嘀咕着 这顺手点开了那个叫做 无头铁匠的直播频道 这下一个 王天是眼前一片黑暗 看着四周 他都有些懵逼了的 这竟然是一个坟场 同时 系统的提示音在坟场之内响了下来 叮 人间第一副 天网降临无头铁匠直播间 人间第一副 这几乎是同时 一个沙哑的声音 凭空响起 王天是猛然间转身 看向前方 只见一个巨大的墓碑之上 坐着一名衣衫褛褛的人 而此人呆着 兜帽 看不清楚面容 这手里头 贴着一个散发着昏黄灯光的油灯 怎么 有问题吗 进入直播间 王天是再次恢复了自信 而对于这阴森恐怖的场景 并没有恐惧 这反而是带着几分好奇之色 打量着这个人 没问题 只是这成果有点大了 你很有钱吗 对方是问道 提问题之前 难道不该自爆家门的吗 你不说我都快忘记了 让我想想 我叫什么来着 那人是伸出了一只手 挠了挠头 这王天是看得清楚 那只手分明就是个骷髅手 这一点血肉都没有 王天的瞳孔是下意识地缩了缩 我想起来了 你可以叫我 降邪 降邪 王天是搜索了一下脑袋里头的所有记忆 也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信息 那么 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很有钱吗 还行 有点小钱 你问这个干什么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直播呀 其他主播呢 还有观众呢 这降邪是黑黑地笑了两声之后 看来你不是万劫大陆的人 新来的吧 王天是不知可否 这降邪是继续说的 万劫大陆 是万劫大陆 这里本来就是一片大陆 这片大陆上生活着很多人 后来天地大便 打开了诸天万劫 无数的种族 无数的生灵 进入了万劫大陆 同时大陆不断地自我扩张 最终是变成了眼前这个 东南西北没有尽头的大陆 再后来 来的人多了 无数的宗门家族 势力 种族 开始在大陆当中出现 彼此争抖 这王天是没插嘴 努力地 从这降邪口中获得了更多的 关于这片大陆的人质 降邪是忽然间笑道 你听得这么认真 也不反驳 看来你是真的心定了 心定 你这么有钱 难道不怕被抢吗 这王天是不为所动 依然问道 我觉得 你还是先回到我之前的问题吧 哈哈哈哈 降邪是哈哈大笑道 你在苦心疏海吧 而且距离苦心还不远 距离归心山也不远 对不对 这王天是心头一惊 不过脸上却是一片平静 古井无波 看不出任何的端倪 演技不错 不过你骗不了我 直播开启后 只有方圆万里以内的人 才能够看到直播 也就是说 你我的距离 在一万公里之内 这降邪是笑得很邪恶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今天的夜色还不错 吃点什么 降邪是转过身来 掀开这刀帽 王天终于看到了他的脸 这根本就是一个骷髅 这心头呢 微微发寒 他发现啊 这樊上的世界 已经彻底打破了 他对于鬼神的观念 至少在樊中的时候 他就没见过鬼怪 不过王天依然是没有恐惧 逃走的意思 他很清楚 这个时候跑了就是心虚 很容易招来麻烦 眼前这个降邪 绝对是一个大麻烦 能够在苦心疏海内 活得这么轻松 王天想想都头皮发麻 于是王天说道 随意 这降邪是把头骨拿下来 然后是拿出了一块手帕 轻轻的这么擦拭着 笑道 这随意就不好办了 还好 我这里有些不错的东西 今天我的宠窝出去打猎了 弄到了一条不错的青铜王蛇 和一只红云猎鸟 今晚就吃他们吧 这说完 降邪一回手 这石碑吞了一声 倒塌了 他直接在石碑上放下了一口大锅 从虚空中 撒出了一只大鸟 回条蛇 这王天看到这两个家伙 心头是一震 这个 正是他之前的水潭里看到的那两个 倒霉鬼 可是呢 那两个家伙不是被巨兽吃了吗 当天 宠物打猎 那个恐怖的大家伙竟然是降邪的宠物 这王天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 他是越发的肯定 眼前这个家伙是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存在 不过 王天依然是没有表现出恐惧之色 这反而激发了他骨子里头的倔强 这虽然说敌人很恐怖 但是恐怖绝对是解决不了问题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于是王天十分光棍的 一摔棒的糟糕去 看着降邪 熟练的 把这个蛇给扒笔 鸟 扒了毛 这降邪是看了王天眼 然后笑道 喝酒吗 如果说是好酒的话 我就喝 不是好酒 不喝 我这儿 还真有点好酒 这降邪是呵呵一笑 两个人是再次陷入了沉默之中 火光点燃 反射在两个人的身上 这降邪的白骨头看起来十分瘆人 王天则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烧烤之上 以及那不断升温的火焰上 十分钟之后 肉熟了 这降邪是封给了王天一大会儿 然后是拿出了一壶酒 两个人是一人一杯之后就没了 这王天也不太客气 反正直播间之内呢 是绝对的安全 不会受到任何的迫害 所以说一昂头 干 结果下一刻 他就厚了厚了 只见这降邪笑呵呵的看着他说道 我这酒可是好酒 你喝的太快了 快又如何 王天问问脸色就变了 这降邪是黑黑的笑道 这里是安全区不佳 我给你喝的也真是好酒 不过这酒 就是太好 你消瘦得起吗 这王天只感觉降邪的窟窿面容 越来越正硬 体内仿佛是有一团火在疯狂的燃烧 他快要压制不住了 今天直播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这降邪说完 关闭了折磨劲 这王天是哇的一声低吼 睁开双眼 只感觉这体内热浪风滚 他这真元开始暴走了 那酒的确是好酒 是超级大补酒 但是这酒对于一个刚刚开启苦海的人来说 绝对是剧毒 如果说不能消化掉这些药力 不死也得被废掉 好酸气 王天是低吼了一声 这压住了自身的力量波动 他知道 一旦说他暴露出来 力量波动 对方肯定会找过来 到时候他就麻烦了 妈的 在凡中凡下的时候装闭惯了 这天下低吾的名头在那边是力气 在这儿简直就是自杀力气 汤僧瘦啊 该死 我也偏风连夜雨 有东西过来了 王天是苦笑中听到外头 传来沙沙的脚步声 这随后就听到一声巨吼 整个山洞都在晃动 这王天是 往外看去 只见一棵塔树轰然间倒塌 挡在了门口 然后把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同时 体内力量越来越狂暴 这再不想办法的话 他是真的要扛不住了 无奈之下干脆两眼一闭 这甭管说外面的情况了 兄弟 吞天魔宫在体内运转 将体内力量强行的吸收转化 重新灌入苦海之中 这通的一声 一道命悬出现了 金色的泉水喷洒而出 这王天的身体 跟着是被强化了一番 体内的力量冲击 也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但是这还不够 王天是发出一声低吼 吞天魔宫运转到极致 这种情况 他在赵飞翔的世界 感受过不止一次 所以说并不惊慌 他知道怎样避免 暴走之后的弊端 也明白 这如何解决根基不稳的弊端 所以说 虽然情况紧急 但他的心呢 依然平静 这同时还在分心 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 而这大地震文残缺的一点 就这名字 怎么刀都让他有点不太放心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视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劫直播之大都好 由喜马来FM 独家出品 第200集 而就在这时 王天是依稀中 听到了一声怒吼 大地震文 该死呀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然后他就听到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妈的 怎么这还有一个鬼 大地震文 这个好 这怪物的怒吼声响起 这当当当的铁链子一般的声音 跟着响起 还有 白骨滚动的声音 这声音很破碎 听不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体内的吞天武功 飞快的运转 力量不断被炼化 他的实力是跟着突飞猛进 一个命犬越喷越高 最后哗啦一声 一座神桥冲出苦海 架在空中 这神桥是不断的往上延伸 搭在彼岸上 彼岸花开 当这王天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眼前是多了一双 瞎上的大眼睛 贼兮兮的 鬼鬼的 有点二 不像是好鸟 我去吧 什么玩意 王天是下意识的问道 你才是玩意 你全家都是玩意 太二真人是怒骂的 王天是两眼一翻说的 你怎么在这 这太二真人是一仰头 一副先锋倒骨的表情 废话 我如果不在这 你现在就是一堆枯骨 小的 你这胆是真大呀 啊 苦心树海里的直播间 你也敢见 这王天是眉头一条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这太二真人 忽然间是竖起了一根手指 这王 让王天进尸 然后 撅着个屁股 爬到这个洞口 小心翼翼的看着外头 这王天是跟着凑了过来 可惜这洞口太小 太二真人躲在那 王天只能是跟在后面 怎么了 王天是问道 一声温响 接着一股臭味迎面来 这王天的脸顿时就绿了 这事 太二真人说话了 咳咳 没事 就是想放屁 我把头探出来探烤气 省得被臭到 这王天脸上是一片的乌黑 啪 抬腿就是一脚骂道 滚你二的吧 这砰的一声 太二真人 是被踢成了滚地葫芦 出了洞穴 这王天是跟着跑出去 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鲜空气 骂道 你他娘吃了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臭啊 这太二真人也不生气 拍了拍屁股 黑黑笑道 嘿嘿嘿 当然是好东西了 你也别来信 就要倒也我吃的东西 如果说告诉你名字 那拉出来的事 你都得当宝贝 这王天是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他 太二真人黑笑了一声 你还不信呢 哎 你可知道 悟到古茶树的叶子 知道 前一阵走开了一青铜宝像 里面就有三片 三片 一片就价值一百万的万级币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这一百万的万级币 你知道是多少吗 我告诉你啊 哎 你小子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这太二真人 牛逼吹得正爽了 忽然间看到王天拿出了一杯子 然后拿了一片闪烁着大道纹里的叶子 扔了进去 随便泡了泡之后吧 就开喝了 王天是淡淡的扫脸 太二真人之后 误到古茶树的叶子呀 有问题吗 啊 这太二真人尖叫道 王天也不理他 默默的喝了起来 这太二真人是赶紧冲过来 一把抢过 把这杯子高高举起 对着太阳照着 通过这个水晶杯看着里面 误到古茶树的叶子尖叫道 你个卖家玩意儿 你就这么喝了 废话 不喝留着擦屁股 王天一把抢回来 继续喝 这太二真人是被王天吸引的都不轻了 抓着王天的脖子使劲的摇晃 露赤道 你个败家玩意儿 这个是误到古茶树的叶子 全天下也没有多少 啊 一片就价值连场 拿出去买可就发了 卖 能卖多少 一百万的万节比 别逗了 用一百万 直接在商城就买好了 低于这一百万的万节比 岂不是赔一本买卖 这太二真人是一百脑门 把这王天呢 安在了地上 顺手抢过来水杯 苦口婆心的说道 我说你这孩子咋这么无知呢 今儿道爷我心情好 啊 给你好好的普及一下这个世界常识 就得说话先吧 太二真人呢 把这水杯往嘴里一倒 结果空空如也 等会儿 叶子呢 茶水呢 这太二真人是教导 王天是挥了挥手说的 这儿呢 有问题吗 你不会是想骗我的 悟到古茶珠的叶子吧 这太二真人老脸一红 干笑两声 哪能啊 我可是好人 天大的好人 否则以我的实力 早就把你吊起来 扒光了衣服 抽打着屁股 逼你交出一切了 然而我什么都没做 还坐在这和你聊天呢 上哪找我这么好的人去 要不是我 你昨天晚上就交代的事了 知道吗 这王天是哼哼量事 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清楚 不过王天是十分确定 他这口袋里东西都被搜光了 要不是系统空间有这绝对的安全 现在肯定光屁股 王天是摸了摸口袋说的 我记得我口袋里 有几个万劫币来的呀 万劫币 你口袋里万劫币不可能 我这根本就没看到 这泰尔真人下意识的叫道 然后果断的闭嘴 仰头看着天空 这一本正经的说道 今儿这天气不错 我觉得咱们应该早点出去才是 这苦心树海 可不是一个好待着地方 王天是咧咧嘴 尼玛 眼前这个死老头 简直太不要脸了 明明都露了线了 还能这么装 奈何 王天现在打不过他 而且对这呢 人生地不熟的 没有这老家伙出去 还真能走 王天是惊吓的问道 出去 你知道怎么出去 废话 当然 我是谁 我可是天下敌人 不过出去可以 这带路费 你总得付点吧 泰尔真人是贼兮兮的 看着王天 就那眼神傻子都能看出来 只是要钱来了 王天是一脸真诚的 看着泰尔真人说道 这是必须的 你是个好人 我知道我是好人 带路费呢 不是说了吗 你是个好人 一张好人卡 胜过千金万马 我屈你大爷的 狗屁的好人卡 这好人卡能当饭吃吗 没钱我就不走了 爱咋咋地 不过 这话说回来啊 你为这的家伙盯着 小心点啊 这泰尔真人是黑黑笑道 王天是十分干脆了 在地上一坐 算了 本打算你带我出去之后 开开宝行看看有啥东西 对边分了 既然你不想当好人 就算了 我自己留着吧 说什么呢 时间不等人 赶紧起来 我们就赶路了 泰尔真人是突然间出现的 王天的身后 一把叫王天滴溜起来 然后着大不流星的往前冲 这王天只看着地图 一脸乌黑的说道 是了 这个地方是苦心虎 苦心虎 那就苦心虎吧 做了 这泰尔真人哈哈一笑 踢溜着王天一路狂奔而去 王天是眉头皱解 最后猛人间是意识到什么 出口在苦心虎 哎哟 没看出来呀 还挺聪明的嘛 啊 这很多人进入苦心虎 瞬间就被困死了 就是因为傻 这一味的往远了走 以为过了大山就出去了 他们也不想想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跨过大山 啊呸 来的时候就在湖里头了 啊 这出去的方法 当然也是在湖里头 这王天是一拍脑门 猛人间就意识到了问题的 关键所在 这论坛里头的帖子 去掉那个进集在这的 其余三个人 都是见到了苦心湖里头的 黄金宝箱 怎么看到的 难道他们来了 苦心树海 第一件事 猛的扎猛的进去游泳 不可能 从答案就出来了 他们是从湖底进来的 所以说才看到黄金宝箱 而王天也是从湖里头 出来的问题 也就解释清楚了 这湖里头有怪物 你能行吗 泰尔镇人是黑黑笑着 别人不行 但是我想 做了 一会你闭嘴 那怪物 好后呢 这怪物后面的家伙 在烦人呢 被他发现了 咱们两个正要在这 亡命天涯了 降邪那么厉害啊 王天是惊讶的问道 降邪 他这么自称的 这泰尔镇人是问道 难道他不叫降邪 算是吧 也没大错 爹妈的名字 一人一个字呗 这 王天是听得一头雾水 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这说话间 两个人已经是来到了 苦心湖前 这苦心湖 依然是平静的 如同是一面静子 仿佛是什么都没有一般 不过 王天还是在湖的边上 看到了一些旁大的脚印 还有一些倒地的树木 在远处 还看到了青铜蛇 这泰尔镇人 把这王天放下 落在湖边上 拿出了一张舌头套 扔给王天 套头上 王天是一言照着 套在头上 这对着湖面照了照 翻了一个白眼 你逗我呢 就脑袋上套一舌头 就能蒙混过关 傻子都能看出来好吧 我是有问题的 好不然 我胳膊头还在呢 我说行就行 闭嘴 别说话 我说啥你都知道 点头 知道吧 这泰尔镇人说道 王天是无奈的 点点头 谁让说现在这个环境呢 他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 这泰尔镇人 郑重的 说道 我们先试试 记住了 我说什么都点头 明白吗 蒙天是点头 这泰尔镇人满意的笑了笑 聪明 咱们再试试啊 你是个傻叉 你妈的你才是傻叉呢 刚说你聪明就犯错 不是傻叉是傻 别不承认啊 我要开始了 别插嘴 别多说 闭嘴 点头 这说完 泰尔镇人就不搭理王天了 这拿出了一整套 漆黑的灵符 念念有词 这王天是看到灵符之上 出现了一道 红色的光门闪烁起来 被泰尔镇人 轻圈的 放在了湖水当中 下一个 这湖面是以灵符为中心 出现了一圈圈的波纹 这波纹是越来越远 直到湖中心 而就在这时 湖水开始震动了 就要这青色的湖水 颜色开始加深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这仿佛是有 旁人大物呢 即将出来似的 这蹬的一声巨响 一个巨大的怪物头 从湖里头伸了出来 这王天是第一次 仔细的正面观察 这怪物 这是一巨大的蜥蜴头 但是从侧面来看吧 有点像鱼头 嘴很大 刘牙很长 一双眼睛冷漠中 带着一次疑惑 这脑袋下面是长长的脖子 脖子上的东西呢 这王天是一看 我顿时头皮发麻了 不是鳞片 而是密密麻麻的 深蓝色的怪物 就这些怪物 挂满了这怪物的全身 弓溜溜的仿佛是人 没头发 没眼睛 由于都是正面 趴在怪物的身上 所以说也看不到正脸 这仿佛是感受到了 王天的目光一般 一头怪物 忽然间是转过身来 这明明没有眼睛 却仿佛看到了王天似的 这王天是心头一颤 就在这时 一道深影 挡在了王天面前 这泰尔真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戴上了一张人皮面具 手里头拿着一把青铜剑 对这怪物挥舞了一下说道 这怪物是听着泰尔真人 手里头的青铜剑 转了一个声 缓缓的沉入水中 没了动静 这泰尔真人 连忙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低声说道 行了 赶紧走 那江西反应过来的话 就麻烦了 这么大的动静 他都反应不过来 晚上才是他的天下 白天不是睡觉 那就是在直播间里头 看坟头 走吧 这泰尔真人说完 接着 拉着王天跳入水里 此时的王天 可不是刚来时候的王天了 全身真缘激荡 浑海当中 这神力滚滚 无需氧气 可以轻松游动 泰尔真人在前道 王天则是在后道 一见以后 神也没有发出声响 垂直下见 这前一百米 没有任何的异样 偶尔呢 王天还能看到一条鱼有过 显然 这湖里并不是死水一滩 但是到了百米之后 王天这头皮 就开始发麻了 这百米深处 全是那种无眼的怪物 几乎游一会儿 就能看到一只 这越深吧 密度越大 到了后面 竟然全是这种怪物 王天是有些疑惑了 啊 他来的时候 直接在几十米深的地方 怎么走的时候 要浅这么深吗 而且看着泰尔真人的样子 这就要冲到最底部去了呀 可惜 王天此时此刻不敢发事 也就没问 这泰尔真人也不回头 闲了不知道有多深 王天是见到前面 有金色的光芒在闪烁 心头一动 猛人间是想到了什么 拉里巴泰尔真人 泰尔真人是指着指下方 然后游了下去 这王天的心跳是根治也加速了 这老家伙 分明就是奔着黄金宝箱来的 可这黄金宝箱 能这么轻松的拿到吗 他表示深深的怀疑呀 王天如果说 他对黄金宝箱不敢行去 那绝对是骗人的 玩过几次游戏的 他很清楚 先人一步的重要性 这一步领先 步步领先 实力无敌才是这个世界 称王称法的根本 妈的 来都来了 没这老家伙也出不去了 他娘的富贵险中秋 逼了 王天是在心中嘀咕着 同时警惕的看了眼 泰尔真人 这老家伙和他套近伙 肯定不会是平白无故的 其中必然是有猫腻 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奔着钱来的 王天是咧咧嘴 心中有了算计 两人距离黄金宝箱越来越近 渐渐的 王天看到了 这黄金宝箱四周吧 竟然还有一些兵器碎片 惨亏铠甲 也就是说 来过这儿的 打着宝箱主意的人 绝对是不止他们两个 天尔真人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 然后是带着王天慢慢的靠了过去 叮 发现黄金宝箱是否开启 开启需要一千万的万级笔 这王天是刚要有所动作 猛人间发现这情况不对劲啊 回头看去 只见原本一脸茫然的怪物们 这突然间转过身来 就这么盯着天王 还有泰尔真人 王天是疑惑的看醒了泰尔真人 这泰尔真人瘫了瘫勺 表示不清楚啊 王天是马上私信给了泰尔真人 什么情况 你样的不是表示没事吗 还有现在怎么办 王天知道 肯定是这宝箱的问题 现在这两条路 一条是开了宝箱立刻跑 第二条路 宝箱的安全区已经开启 我们可以安全的离开这儿 废话 第二条 宝箱这东西以后有的是机会 但是命只有一条 他可不想死在这儿 这泰尔真人才说道 你傻呀 这可是黄金宝箱 万姐直播平台开了这么久 整个云路地区黄金宝箱 也才出现六个 这是第七个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你确定你要舍弃啊 这王天是依然不为所动的说道 舍了 命更重要 这别人开了好东西 解锁了商场 我们一样可以买 没必要说在这上面拼命吧 你是猪啊 你还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人 我告诉你啊 这开宝箱得到的东西 的确可以解锁商城的 对应等级的物品 但是那是一个月之后的事 系统规定 宝箱开了物品之后 对应等级的商城物品 会得一个月之后开放 这一个月可以发生太多的变故了 人家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跟着商城走 一辈子没出现 万一被人盯上来的话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这王天是没想到 好呢 系统还有这么一条坑爹的规定 这脑子里头飞快地运转着 圈横着利弊 随后就问道 那宝箱出东西的几率有多大 这王天是当初开了这个 这么多宝箱 毛都没有 他被系统都坑怕了 泰尔真人是两眼一番说的 你到我呢 这可是黄金宝箱 别说是黄金了 就算是青铜宝箱 这出东西的概率也是百分之一百 而且最差都是三星一片 这天下宝贝何其之多 系统没那么扣门 前六个黄金宝箱 开出来四个三星三品的东西 两个三星四品的宝贝 你说几率大不大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 由太阳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之波之大头 哟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01集 这泰尔真是骂道 你是猪啊你啊 你真是个弟弟道德的新人 那这开宝箱得的东西 的确是可以解锁 商城的对应等级的物品 但那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 你知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这泰尔真真 两眼一番 你逗我呢 这可是黄金宝箱 别说是黄金了 就算是青铜宝箱 能出东西的概率 也是100% 而且最差的都是三星一片 这天下宝贝何其多 系统没那么扣门 前六个黄金宝箱 开出来四个三星三品的东西 两个三星四品的宝贝 你说几率大不大 你也别说 黄金这回是心动了 他本来呢 来凡上就晚 如果说再不奋起直追的话 就很难说追上最前面的人的脚步 来到凡上这么久 他也很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 弱肉强势 十分简单但也十分的残酷 那个出口距离事有多远呢 黄金是问的 头上一千米说 很贱 不过这些小崽子呢 很烦人 得杀过去才行 还有 一旦动手的话 那大家伙肯定会反应过来 我们必须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逃出去 否则被拖住了 将那混蛋回过神来 乐儿就大了 这泰尔真是说的 王涛是点了点头 明白了 还觉得 降邪既然在这儿 为什么不开宝箱啊 废话 一千万的万级别 你倒是一千万铜板啊 不是谁都有钱开得起 黄金宝箱的 说到这儿 这泰尔真人就不说话了 这王涛是猛然间意识到 凡上远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 穷 那降邪的实力绝对是牛逼 但是这家伙 也是个悲催活 自己没钱呢 也就算了 还蹲在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没人来看他的直播 没人打赏 他哪里的钱 没钱 开个屁的宝箱啊 这当真是 守着宝箱也打不开 还有一批人 天天的盯着他的宝箱 这要是换了一般人 估计早就疯了 这同事 王涛也明白 这泰尔真人的算盘了 之前王涛随手就一千万抢走一个白银宝箱 这种行为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王涛绝对是一个有钱的拙 这伙靠近他 多半也是奔着钱来的 至于说为什么不杀人抢劫或者逼迫他什么 王涛还不太清楚这里面的规则和猫腻 只能是往后看了 行了 甭废话了 一会儿开了宝箱 你开路 王涛只说道 没问题 你出险 我出力 东西是不是要对半分呢 这泰尔真人眼睛贼亮的问道 果然 这货露出了狐狸一把 对半分没问题 但是东西归我 最多 给你等值的钱 如果同意的话 立刻开宝箱 如果不同意 上也别说了 宝箱不要了 这王涛只想说提升势力 至于钱 他不在意 一周的期限马上就到了 这估计他每周的钱又得搭翻倍 他还真不缺钱 钱都可以扔 但是东西必须得要 这泰尔真人拍了一巴掌说道 行 就这么定了 准备了 开 这王涛收了黄金宝箱的瞬间 泰尔真人拿出了一个小木魂 对着前方一扔 打喝了一声 宝贝开路 这咚的一声巨响 王涛是恶然的看到 就一台巨大的机甲出现在空中 这机甲三头六臂 五把刀一面盾 一出来大杀四方 王涛是蒙逼了 这货不是道士吗 怎么弄了个这么玩意儿出来 不过 此时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跟着泰尔真人屁股后面赶紧冲吧 那机甲是十分的威猛 反应速度也极快 而那些光屁股的怪物显然是没回过事儿来 瞬间被机甲乱刀劈死了 是来之 两人一机甲冲出去一百多米 然而这好戏到此结束了 所有的怪物同时发出了一声怒吼 密密麻麻的压了下来 这机甲明显还是挡不住了 任凭他杀多少 都有更多的扑下来 这咔嚓 机甲那条胳膊被一只怪物 硬生事的撕了下来 这泰尔真人一甩袖我的一条鞭子耍飞出 啪啪啪一顿的乱抽我 二十多只怪物 砰砰砰的被抽的粉身碎裹 这几乎是同时 王天身后 一只怪物冲了我来 王天是眉毛扬起怒吼了一声 你真当我是软狮子呀 说话前 王天是猛然间转身 针缘运转 一拳轰出 这拳头上不是气劲 而是一道黑色的漩涡 王天的拳头 砸在这怪物的拳头上 怪物的拳头轰得一声炸碎 这碎绕 全部是被漩涡所吞噬 王天是第二拳跟上 啪 这怪物凶膛坍塌 接着是全身扭曲 竟然被漩涡强行吸收了 王天是明显感觉到 自身的力量提升了一点 还以为这东西是有多厉害的 原来只是恶心点而已 既然如此的话 一个都别想跑 这王天是哈哈大笑中 冲了上去 这双手展开 神力澎湃 打开大盒 全打四方 这抓一头怪物 用力一丝刺拉一声 一分为二 迎头一卷 一只怪物 头颅扎随 回身一对他 一只怪物被抽飞出去 小嘞 别打上瘾了 这些怪物还没觉醒呢 实力弱着呢 赶紧走 觉醒了 这最弱的 也是有道工的实力 凶寒得要死 泰尔真人是私信道 王天一听话 这才恍人大悟 感情这些怪物没觉醒啊 难怪这么弱 不过王天并没有逃走的意思 你说好不容易的遇到养疗了 是吧 不吞白不吞 这到手的粮食不吃 难道扔一边浪费呀 于是 王天不但是没有收手 反而攻击了更加的狂猛 凶悍 这同时啊 王天发现 他在战斗杀戮的时候 体内的血液竟然是在加速流动 而且这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 他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猛然间 这脑海中是闪过了一道神通秘诀 王天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大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啊 血神体竟然还有这种天赋神通 看我大杀死瘋 这王天怒吼中 然后就化成了一道黑色的虚眼 窜了出去 这速度快如闪电 一只怪物是看准了王天迎面铺上去 爪子探出抓 结果 这红色的影子就宛如虚幻样 竟然是从他的爪子上抓了出去 这几乎是从事 他这爪子搜一下干扁了 水波一荡化为粉尘 这红色的影子在他身体一穿而过 原本威武雄壮的怪物 立刻呢化为干尸 最后化为废灰 那死的不能再死了 同时呢 王天是发出了一声长啸 心中是狂喜不宜 这血神体的天赋沉通 就是化身为血神子 血神子 无形无相 无视一切的肉身物力伤害 不过 对这正大光明的法术伤害 抵抗力并不强 但是 这血神子的速度 快得可怕 再加上那恐怖的吞噬天赋 让他可以瞬间吞噬掉 任何被他接触到的人的一切 包括血液 功力 血肉 等等 这血神体本身就够恐怖的了 再加上吞天魔宫的恐怖的吞噬能力 这二者结合之处 所过之处 已经不仅仅是血液 功力 血肉 这么简单 而是把敌人强行的一切都给吸走 包括生命本源 然后这些力量呢 会在吞天魔宫的辅助帮助之下 转化为力量 提升自己的势力 这二者 这二者相辅相承 强悍的一刀糊涂 这血神子是变化无常 来续无踪 自身就是强大的攻伐武器 这甭管说前面有多少怪物 阻挡 一穿而过 这留下来的就是一地的肥灰 这跟在后面的泰尔真人呢 看着眼前这恐怖的一幕 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 赶紧是换上了机甲 这挥舞着鞭子 跟着王天 嗷嗷叫着往前冲 这事儿 两个人的身份 已经是不知不觉的互换了 王天虽然知道 泰尔真人这家伙不简单 但是他现在 没时间再去试探他的身前 他要做的就是吞吞吞 提升实力最要紧 这王天的血眼呢 一路的杀过去 体内的真源也是越来越多 这同时 拿出误到古刹处的树叶 扔入口中 这寒着 脑海中不断的推演着 吞天魔宫 血神体的种种 实力再次飙上 然后这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王天本来已经是达到了 彼岸境界啊 这随时可以查出 刀工秘境 结果这时候 他这苦海竟然震动起来 啪啦一声 然后是又喷出了一个命悬 卧槽 这怎么回事 王天这心头大惊啊 他之前虽然开过三个命悬 但那时候是误打误撞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开的 这虽然说是有些经验吧 却不多 然而这还没完 这扑扑扑的呀 一道道命悬是接二连三的出现 这血泽拳水越来越多 最后 竟然是出现了九口命悬 这命悬之水来自于苦海之下 苦海相当于是命悬之根源 这命悬多的好处是可以提供更多的真源 坏处是太多的话 会对苦海造成负担 这苦海是脉轮的根基 也是一个修饰的根基 一旦说负担太大崩溃了的话 基本上等于散工了 好在 这九口命悬并没有达到摧毁苦海的长度 反倒是能够反补苦海 形成良性的循环 这着实让王天松了一口气 暗自庆兴不已 九口命悬异出 王天的速度更快了 吞噬的力量也更加恐怖 来去纵横 这不知道是有多少怪物 死在他手上 这正当王天爽哀哀哀的事 一声怒吼从远处传来 接着 一个无比庞大的身影 在远处出现了 小仔 你快走 泰尔真是吼道 王天一点头 转身就跑 这泰尔真人是紧随其后 王天开路 这些怪物根本就挡不住两人的脚步 来多少都是送菜的 千米的距离 扎着直至 可惜 王天根本就没看出来 这有什么不同 防护板 这有一道空间裂法 打开的 王天爽哀哀哀 小心点啊 这就坏了 这些小崽子要苏醒了 泰尔真人说完 不再看王天 右手是绽放出了金色的光芒 这光芒中仿佛是有七彩云霞闪烁 对着虚空 按了下去 这虚空竟然开始凹陷了 隐约中 王天真的是看到了空间裂法 这同时 王天感觉到 泰尔真人体内 澎湃的真远 浑厚的长度 让人震惊啊 这个家伙 只怕是比那个 云露黄渡的直视 还有厉害 可是卫山老庄孙子呀 这么厉害还偷袭 真他妈不要脸 王天爽心里嘀咕了一事之后 冲了出去 这高速移动之下 宛如是一个红色的旋风 将泰尔真人包裹在里面 这外面冲上来的怪物 凡是碰到这红色旋风的 瞬间被吸干 化为废灰 就在这时 以声声的咆哮从远处传来 接着 一道道绿色的波纹扩散开来 这原本只知道扑极的小怪物们 同时钉在远顶 接着 发出一声声的嘀吼 胸口是亮起了一道道的绿光 原本正宁的面容 竟然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王天爽看到了一张张人脸 这些怪物竟然变成了一个个活人 只不过 眼睛呆滞 看不出任何的身材 有男 有女 同时这些家伙全部都是没穿衣服 王天爽扫恋这些女人 再想想他们之前的形象 顿时 大到胃口 啥想法没了 别看了 这些家伙本来就是活人 进了苦心树海 被打怪窝 奴役了 才变成了那种玩意儿 相信啊 他们虽然没什么意识了 但是一些基础神通还是会用的 泰尔真人是分身的 别说话了 你快开门吧 王天爽看到 那巨兽越来越近 心头也是有些法处 血神体的确是可怕 但是 这相对于实力不如他的人来说 碰上实力差不多的 想要赢的话 费点劲 碰到说远远高于自身的 这根本就吸不动对方的真元 血气 强行冲进去吸 没准被对方强横的血气 给冲散了 而面对那巨兽 王天现在是毫无办法 泰尔真人 哼哼两声 五个呼吸 然后几乎是同时 那些小怪物完成了蜕变 男女形象全部显露 接着随着他们一声怒吼 湖底震动 王天是低头看去啊 只见一道道的宝光 从湖底飞了上来 这竟然是无数的法宝 我是啊 王天是心头大骂呀 等他看仔细了之后才发现 竟然全部都是剑 这些剑的品质都不怎么样 但是绝对是满足三星一品的发宝层色了 千件万件启发的长江 这王天想想都头皮发麻 小怪物们真远运转 对着王天一指 无数的剑光撕破了湖水 破空而来 这王天是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全世界 小队 能抗住吗 三席 泰尔真人也是有点毛了 这么多飞剑 绝对是个麻烦 这王天是不经反省的效果 没事 这是一份大礼 王天是狂小钟 突然间是挺了下来 不再跑了 这双手飞速的捏着硬卷 吞天魔宫和血神体的特性 相互融合 一个血红色的漩涡 出现在王天面前 这漩涡外面是红色的红云 来吧 看看我这实力大胜之后的心神通 无数的飞剑飞来 然后射进王天的红云之中 结果这些飞剑的速度立刻是降低了下来 光彩暗淡 泰尔真人见词是惊叫道 诬险 你误了这些飞剑的灵相 然后是大骂道 败家爷这可都是钱啊 误了还有什么用啊 谁告诉你没用了 这个是多不 王天是哈哈一笑 漩涡扩大 被误的飞剑被吞入了漩涡之中 这漩涡转动如同是一个超级大漠盘 就这嘎嘎翁翁中 做的飞剑全部粉碎 里面的灵性天地元气 各种天才地宝的特殊属性 全部是被抽了出来 然后呢 融入了王天体内吞噬 那王天这正吞的爽呢 那爽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体内大量的元气堆积 实力眼看着要更上一层楼了 不过王天这次是没有选择晋级 而是把这些力量压了下来 他现在晋级太快 需要点时间消化一下 大晋级的晋级 不能太挤 这轰隆一声 身后一声巨响 泰尔真人的声音传来 大大 糟了 卧槽 他家伙来了 泰尔 我就知道 是你这个混蛋 用米药弥翻了我的宠物 现在想走 哪里走 这几乎是同时 降劫的声音响起来 这湖水突然间凝固 化为一只大手 就宛如是天地轻浮一般压了下来 这湖水被禁锢了 王天和泰尔真人的身形同时僵在原地 王天竟然是有种动弹不得的感觉 又是这张 给我 这泰尔真人是一张嘴 吐出一珠子 下一刻 他四周的水哗啦一声分开 禁锢解除 王八蛋 果然是你偷了我的分水处 降劫的声音怒吼着传来 大手加速拍下 至于说王天 直接是被笼罩在其中 逃都没地方逃 小子 管不了你了 你自求多福吧你 这泰尔真人说完 跳进了那道门户之中 王天是大骂里是没意气的家伙 可 就知道靠不住你 给我破 王天终于是拿出了压将底的功夫 行自密 好了 本集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之不知大头好 哟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02集 这天下速度之极致 无视阵法的超级神动 身心一晃 这搜的一下 就消失在降血和巨兽的眼皮的底下 然后钻进了即将关闭的大门之中 该死的混蛋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两个 否则我非拔了 你们屁不可 这降起来怒吼 从身后传来 王天心中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逃出了一劫 这还有一个 抓住 几乎是同时 一声大咳传来 这王天是猛人间抬头 只见三个身穿着黄金色长袍 这肩板是纯金护肩的两男女女 从天而降 这三人呈三才阵士 彼此连接化为一道 光网落下 这正要捉拿王天 王天一眼就看到 护肩上的独特标志 白云之上一座山 山如皇冠 威严无比 那是云路皇族的标记 该死 这些家伙竟然守在外头没走 王天心头大骂的同时 发现太二真人 根本就不在附近 这再联想到之前云路皇族几个人的话 那老家伙多半是 撒头跑路了 既然如此 王天是更不想多停留了 虽然说接触的时间的短 不过太二真人 明显是个老狐狸 这家伙的实力肯定是很强 却选择跑路 这多半是发现了什么危险 云路皇族 肯定是在附近有高手驻扎的 不能等 速战速决 王天也是不打算和云路皇族 这些霸道的家伙讲理了 没实力 就是没道理 真理永远是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不炮就是死 想通了这些 王天是摇身一变化为血身子 形自密开起 这天上的三人呢 还没看清楚什么东西 扑扑扑的三声轻响 这三人是彼此对望 惊恐的看到 对方饱满的皮肤瞬间干扁 然后在风中化为飞灰 这到死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操 竟然是道宫秘境的高手 连吃三个真他妈撑啊 王天是在办公中显现 第一声骂了一句 就要跑路 而就在这时 一声娇恶从天上传来 赶杀我云路皇族的人 找死 王天是抬头看去 只见一名女子骑着一头 蓝色的如同水晶一般的大鸟 飞来 看那模样 颇有几分凤凰的架势啊 而这蓝鸟的背上 站着一名身穿着蓝色战甲的女子 这战甲的边缘是金色的 十分的滑眉 这一点倒是和王天的袍子很般配 这女子是扎着马尾 显得十分的精感 腰上 跨着长枪 这手里头拎着皮边 隔着千米一边的抽来 这虚空都是被抽的 啪啪作响 这鞭子味道 王天已经感觉到了 上面的凌厉之气 去你大爷的 你们张嘴鼻嘴 要杀人就可以了 啊 杀你们两个鸟人 就这般模样 狗屁的云露皇族 啊呸 王天是大骂了一事 这身体 瞬间化为虚影 形似密开解 这避开鞭子的抽击 然后 瞬间出现在女子的面前 这凌空一拳挥出 这女子眼中是闪过了一抹 惊讶之色 却是浑然不惧啊 腰上的长剑 当地是飞出 就宛如是一条蓝色的蛟笼 腾空而起 撞向了王天的拳头 这王天只感觉一股 巨力传来 这拳头 咔了一旋 竟然是被震裂了 好在血神体恢复力惊人 骨头裂开之后 眨眼间愈合 这女子剑子 嘴角一条说道 你还真说对了 在这云露大帝 我云露皇族人的命 还真是就比你值钱 今日杀你 为我云露皇族子弟陪葬 这王天是心头有火气 眼中胸光闪闪 再次加速 然后呢 出现在女子的身后 身体扭曲 这肉身是化为了一把血红字的刀 瞬间是杀上去 女子是猛人间转身 大和里是灼 女子右臂上 闪烁着蓝色的光芒 一只蓝色的小鸟 包裹着女子的右臂 一掌拍来 这蓝色小鸟 张开这嘴就灼了过来 璀璨的神光之中 王天是感受到了恐怖的杀戒 然而王天已经是开弓了 开弓他就没有回头剑 只能是拼 杀 王天是把全身的真元运转 在体内储存大量的元气 跟着爆发了 就九口命犬 喷出了一道道血红色的光芒 王天所画的血色刀刃 同时绽放出了一道道血光 而这血光中 仿佛是有无数的冤魂在咆哮 这一幕 看那女子也是心惊不已啊 下一刻 这刀光和蓝鸟撞击在一起 王天是半空中显化真身 捂着血肉模糊 可以看到骨头的右臂 亮枪前行了两步 只在站稳身体 而身后的女子胳膊上的蓝鸟 则扑的一声 化为飞灰 这女子是脸色略显苍白 不过还是挂起了一抹笑容 不错的神通 竟然是能够正面破我的 云路飞院 可惜 你的实力太弱了 依然是困在轮海彬岸井 若是同样踏入道工 我的确不辱你 不过你没有机会了 今天你必死无疑 你以为你只是没了一只鸟吧 论玩鸟 女人虽然比男人擅长 手抓口咬的 的确厉害 不过你是忘了一点 最终爽的还是男人 王天是撇了撇嘴 一脸完卫的转过头来笑道 这女子文言俏脸为红 然后眼中是怒火生疼 正要说些什么 女子是突然低头 看见她的右臂 这右臂根部扑的一声 鲜血喷刺而出 整条手臂掉了下来 这女子是惊呼声之中 捂着右臂差点再倒 王天见词 眼中是闪过了一抹异色 它是刚刚用的神通 其实就是血神子的一种 运用法门而已 这血神体本来就是魔宫 阴毒无比 这所化的血神子附带着血沙 十分的阴损 再加上吞添魔宫的 这二者的力量呢 入体所引发的疼痛 可不是肉身上的疼痛 而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疼 一般人绝对是扛不住 但是眼前的女子竟然扛住了 不过 王天可是没打算再和对方 废话 这血沙发作了 王天是本着趁你病 要你命的原则 再次冲了上去 这已经是白骨淋淋的右臂 在短暂的聊天之后 已经开始生长血绕 不耽误攻击 王天是再次化为血神刀光 一闪即使 你想杀我 滚 这女子是突然抬起头来 拿出了一张灵符 对着王天砸了过来 下一个 这灵符是化作了 无穷的雷霆风暴 迎面轰了过去 就这狂暴的雷霆 轰击在王天的身上 王天是哇的一声 抖飞了回去 一口鲜血喷出去老远 雷霆 本来就是天地吃羊吃钢的属性 破灭血碎 而王天的血神体 刚好是魔秀 血弓被克制了 再加上 这雷霆的确可怕 威敌不小 王天顿时吃了一个大亏 杀了他 这女子伤得也不轻 下令说道 下一个 下方一百多的人眼 冲天而去 人眼晃动一个大阵礼城 阵法中 一道道金色光芒 光线 贯穿虚空 秘如织补 就宛如是天罗地网一般 这竟然是要将王天 一网给兜住 王天见字 这哈哈一笑道 臭娘们 就凭你们也想困住我 今日杀你 我当时要看看 他们挡不挡得住 还有多少灵符 这形字密发动 王天是窜出 如同是虚幻一般的 在大阵中来去自如 这大阵根本就困不住了 再次杀向女子 女子是冷恒里 说一挥手 这手中呢 赫人是多了一打的灵符 王天见字是几码刹车 大门也是我日 你敢过来 我就炸死你 女子是凶狠的说道 王天是灵机一动 立刻打开了系统商场 在这法宝一栏中 找到了攻击灵符 不过 让王天郁闷的是 这灵符只开了三星二笔 更好的还没开出来 不过王天看到 女子手中立上灵符 貌似只是三星一笔 而之前呢 用的雷霆符 也只是三星二笔 也就是说 刚刚的威力巨大的灵符 也不过是三星二笔 想到这儿 王天是笑了 既然够勇 太客气什么 女子自然不知道 王天在干什么 见王天怕了 冷笑着说道 怎么 怕了 你不是很凶吗 来人 给我困住他 长老马上就到 到时候 我让他灰飞烟灭 这大人再次追上来 就把王天困住 几乎是同时啊 远处传来一声怒吼 谁敢上我云露 黄祖之人 滚滚雷音宛如是天法 就这金色的光芒 脆散 神为滚滚 这压的人 有些喘不过气来 王天是心头震惊 这力量 他也拥有过 来的绝对是 画龙秘境的恐怖高手 画龙和伦海中间 还有道宫 和四级秘境 两个大境界 这差距之大 宛如是天和地 王天虽然同其厉害 但是面对这样的人 还没狂猛 无知到可以对抗的地步 这对方的速度极快 王天是估算了一下 他就算说施展着形子米 也未必能够甩开对方 想跑来不及了 那就只有一战 隔着打不过了 朕脑海中是无数的念头 一闪而过 小赞 现在投降 我给你留一个劝势 这女子是忽然开口 王天文言是灵机一动 笑道 谢了 谢什么 女子是一愣神 最后猛然间是意识到了什么 灵符下一刻就要出手 结果他是震惊的看到 王天双手展开 这手里头 赫然是抓了一把把的灵符 这些符他都认识 分明就是三星二品的五星神雷符 五种属性的神雷 威力极大 割杀道宫秘境以下的一切修饰 重伤道宫秘境高手 这最恐怖的是 五种属性的灵符同时施展 五星皈依之下 割杀道宫秘境的高手 不过 这真正让他惊恐和想骂娘的事 这混蛋手里头 竟然是抓了两大把的灵符 加在一起 足足是两百张 这要是砸过来 绝对是毁天灭地一般的威力 这更让他震撼的是 这些灵符上都是有个特点 右上角有一个商字 证明这些灵符都是从系统商场购买的 而系统商城对于灵符的售价却是 三星一品的一万万级笔一张 这三星二品的十万万级笔一张 也就是说 这家伙手里头的那根本不是两百张灵符 而是足足两千万的万级笔啊 这两千万的万级笔是什么概念 云露黄族能够拿出的 但是就算是他 想申请这么大一笔资金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两千万的万级笔打包扔出去 能让人抢破了脑袋 这女子是狐疑的看着王天 脑子里头不断的猜测着王天的身份 究竟是什么人 才能有这么大的一笔财富 啊 这随随便便的 买了这些没多的用处的灵符 看着那些个灵符 女子就心疼 那可是万戒币啊 两千万的万戒币啊 这混蛋就为了抓他 砸了两千万的万戒币 这简直就是超级无敌败家子 如果说可能的话 他是真想咬死这个败家老爷们 这没等女子回过神来 王天已经出手了 形自米发动冲向女子 这同时一挥手 一道轮盘飞向了身后 这轮盘是一拖手化为三轮气光 其中一轮化为大并盘 寒光四射犀利极大 而那些布阵的云露黄族的修士 惊呼中被轮盘给吸了过去 这几乎是同时 火轰轮盘发出了呼呼的风雷之声 这千万多的火焰暴尸而出 这如同是庞陀大雨 火光冲天 瞬间把这些弟子笼罩其中 实力弱点的当场被点燃 烧成灰烬 这实力强点的也是极其狼狈 这些弟子都是伦海经弟子 实力嘛参差不起 一时间是被打得手忙脚乱 死伤不少 这女子见子刚咬怒马出事 却见王天体内涌出了五道 五彩的云烟 将全身覆盖住 然后化为一道流光冲了过来 去死 这女子知道王天的算法 这是要抓她 让自家长老投鼠计息的打算 于是女子也拼了 一挥手 手中的几十张灵符全部都飞出 这影面化为满天的光影 轰向了王天 王天见子也是吓了一跳 不过现在已经是没退路了 哎 必须得抓住这女子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太医五彦罗 全力张开的同时 王天是拿出了一打的领符扔住 同时使用 这一道道护盾 出现在王天面前 有青木盾 厚土盾 离火盾 寒冰盾 一层层的盾牌护住了王天 任凭外力灵符 轰厉 爆炸 一层层粉碎 却根本是奈何不了王天分毫 再加上 太医五彦罗的护体 王天是直接冲进了 爆炸的光影当中 一穿而过 这出现了女子的上方 大手张开 轰然间拍下 这女子腰上的场景 是再次飞出 化为了蓝色光龙 这王天题外的 太医五彦罗飞出 然后化为一个五色大王 这一把 将女子的蓝色光龙 给网住 这收缩剑 光龙破灭 化为了一把青色长剑 被王天抓在手中 这收入系统空间之中 而这女子则是 瓦了一身 吐出了一口鲜血 却是气机引动之下 上张了 蓝黄 快跑 这女子是没想到 王天还有这么多的后手 最强的兵器都被收了 这王天的神通的 他也见识过 绝对挡不住 这危机关头 他只能是指望 坐下的坐戒了 然而这大鸟 是刚一展开尺盘 就听到扑的一声 一颗硕大的鸟头 飞上空中 鸟尸体 当上化为了废灰 然后被王天给吞了 这女子是 刚要弄骂一声 一百刀树灵符 派来啪一声 这化为 满天各种属性的锁链 将它锁在空中 王天是伸手抓紧女子 住手 你敢 这声音越来越近 王天甚至感觉到 身后的恐怖危压和杀气 这同时呢 被王天的日月五星轮困住的 那些弟子 一个个也发出了怒吼 企图说过来支援 结果 被日月五星轮压制了 王天 现在是按照自己聪明 提前的 把这些家伙困住了 否则关键时刻爆发一下 这很可能坏了他的好事啊 王天这不管身后的危机 一把提起来的女子 猛然间转身 就这一达子攻击灵符 在手 高高举起 打贺了一声 老孙仔 给我站着 否则大家一起死 随着王天的化身落下 灵符全部被点亮 就一团金光插那间 停在了不远处 金光散去 化为了一名须发揭摆的老者 这老者是全身金甲 眼中凶光闪烁 怒火冲天 然后呢 狠狠地盯着王天说道 放开他 我给你个逃生的机会 王天这别了别嘴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我云露皇族的人 说话算话 从不出而犯而 这王天是接了一声 可惜啊 你们的保证在我这儿 还不如狗屁好闻 不废话了 人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想让他活命 给我滚远一点 靠得太近了 我一紧张的话 碰 你敢 老者是怒吼道 这声音如炸雷 震得王天耳朵是嗡嗡作响 你压得给我闭嘴 说话小点声 你耳背是不是 我可不耳背 再敢乱嚷嚷心不邪 我卸了这女人 另外一条壳背啊 这王天说完 拿起那把蓝色长剑 就打在女子的左臂上 老人记得 头发都竖起来了 最终愣是一个屁没干方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听听 有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直播之大头好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03集 这王天是不管他身后的围结 一把提起这女子 猛人间转身 一打子攻击领符在手 高高举起来 大喝了一声 老孙子 给我站着啊 否则大家一起去死 随着王天的话声响起 领符全部点亮 就一团金光刹那间 停在了不远处 这金光散去 化为了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这老者全身金甲 眼中是胸光闪闪的 怒火冲天呢 狠狠地盯着王天说道 放开他 我给你个逃生的机会 王天是撇了撇嘴说道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你 啊 我云露皇族的人 说话算话 从不说而反而 去死吧你 王天是切了一声 你们的保证在我这 狗屁都不弱 甭废话 人我不会交给你的 想着他活命 可以 给我滚远一点 靠得太近了的话 我一紧张的话 砰 敢 老者是怒吼了一声 这声音如同是炸雷似的 真的王天耳朵是嗡嗡直响 你压得给我闭嘴 说话小点声 你耳背 我可不耳背 啊 再敢乱嚷嚷的话 信不信 我卸了这女人 另外一条胳膊呀 这王天说完 拿起来那把蓝色长剑 然后 打在这女子的左臂上 这老人 记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最终 愣是一个屁没干放 这王天耳朵眼中 闪过另一个笑意 从对方的眼神中 不能看出来 这女子的地位 肯定是不低 否则 对方一个长老 不可能这么在意 她的生死 既然说她这身份不低 很值钱 那就好办了 王天是绕过 女子的小蛮腰 压在她小腹上 你看什么 这老者和女子 同时惊呼道 王天是撇了撇嘴 那么紧张干什么 这女子虽然有几分姿色 但是爷我还看不上眼 收了她的真缘 省得给我惹麻烦 当然 你赶紧给我滚远一点 同时让你们的人都给我滚 以后也别来烦我 我心情好了 自然会放她离开 否则呢 我不介意 你们云露皇族 再加点什么子嗣啥的 话说回来啊 这女人仔细看着长的 还不算是太丑 你敢 老者和女子是悲愤交加 这云露皇族崛起以后 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对他们 王天是不以为然的笑了笑 敢不敢你可以试试看 我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你们让我不好光 我就让你们也不好光 撒点种子而已 没多难 小妖娃 好歹是练了二十几年的绝技 几个T的阅读量 熟度一百零八种姿势 各种套路精数无比 就差实战了 你们要是不想让我活 我就保证带着他一起走 到下面继续研究实战的问题 这老者是气得浑身直发抖 指着王天 愣是一个字说不出来 这女子同样是气得不轻 如果说眼神能够杀人的话 王天已经不知道死多少遍了 他长这么大 从来就没受到过如此的侮辱 王天是不管他的反应 吞天魔攻运转 瞬间抽空了女子体内的身援 然后是打了一道道封印进去 封掉他的一切力量 免得一会儿给他惹麻烦 而女子也知道反抗没用 只是对面的老者打了一个颜色 这老者是顺着女子的目光 看着王天手里头的灵符 瞳孔放大了一百倍 他也认出来了 这王天手里头的灵符 根本就不是个人制作的 而是系统商城的物品 而他之前呢 看到王天大把大把的扔着灵符 这前后扔出去 也是有两三百张了 那么多的灵符 若是换成万劫壁的话呢 想到这儿 老者捂着胸口 那心疼 王天可不知道 对面老者在搞什么鬼 他就纳了闷了 这老家伙 无缘无故的捂着心口干什么 不过王天一懒得去管 而是说道 老家伙 我走了 别跟着我 否则不介意 送你一份大礼 这说完 王天一把把女子扛在肩膀上 转身就跑 老者见子 下意识的就要追 结果是立刻听到了 身后一声声惨叫出来 猛然间回头 只见日月五星轮的第三个轮子 突然间动了 这也放出了无尽的极光 然后配合着那些火焰 瞬间 将云露皇族剩下的弟子 全部都化为回解 他这才明白 王天口中的大礼是什么 记得 两眼之泛白 不过他是真的不敢追了 杀云露皇族这么多弟子 这么多年都没发生过的事 这已经是得罪死云露皇族了 千古大恨 不死不休的局面 对方敢杀这么些人 那么之前说的那些话 也很可能会成真 这不会是单纯的威胁 他不得不考虑的后果 想到这儿 老者是一挥手 打一声 抽向了日月五星轮 这日月五星轮是趴了一声 被抽飞到了空中 一把金色大刀落下 然后将这日月五星轮摧毁 泄愤 结果 一个轮子 一根手指 王天渐渐的声音传来 这老者是两眼一翻 收回了金色大刀 头也不回来走了 今儿得吃亏吃 打了 被骂了 自己人被杀了 还被抓走了一个自家重要人物 还不能追 他妈想想就憋气呀 他现在是一点都不想再看到 那个混账小子 砰的一声 某个山洞之中 王天是一把把女子扔到地上 你干什么 这女子是紧张的盯着王天 他可没忘 这混蛋说过什么 王天是瞥了她一眼 懒洋洋的松了松裤腰带 吓得女子连码是往后退了好几步 叫道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敢碰我 天下随大 绝对没有你容身之地的 王天是咧咧咧咧说的 瞧你这话说的 说的好像 现在我有了容身之地似的 不废话了 说点正事 我这人呢 怕死 十分的怕死 非常的怕死 这女子是眼睛一亮 你先让我原谅你啊 原谅个屁 王天是粗鲁的打断了女子的话 然后说道 我这人怕死 所以呢 做事 不喜欢留下后患 发个事给我听听吧 发誓 你不会发私信告诉任何人 你我的行踪 同时发誓 在任何时候 不准对我有害人之心 还不准备主动逃跑 翻事 听话着做 否则呢 天出地面 你做梦 我恨不得吃你肉 恨你血 这样啊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呗 反正你要坑我的 我藏哪 你一个私心过绝 他们就知道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觉得吧 咱们俩 有个小结晶 应该是能安全不少 要不咱试试 这王天说完又要脱裤子 你 你混蛋 你别乱来啊 女子是惊恐的看着王天 这王天是一脸苦逼的说道 瞧你那样 说的好像我愿意似的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有女人的女人 我呢 还想为她守身如玉的呢 但是如今没办法 这生死滚斗 不得不做出点取舍 我相信她会理解我的 行了 甭说废话 你是自己拖呢 还是我帮你拖 你 这女子是面无血色 看着王天真的是开始 宽衣解带了都 都快光膀子了 这终于女子是扛不住了 别拖了 我发誓 我发誓还不行吗 哎 这才怪嘛 否则你不情我不愿的啪啪啪 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折磨呀 王天是黑黑笑道 这女子是凶狠的瞪了往前一眼 什么叫你不情我不愿 她是有多么丑啊 但是眼前这个混蛋 不止一次这么说了 而且对她一点都没有 怜香惜玉的意思 出招就是啥招 这断桃医的手臂 越想越气 甚至对于自己的容貌 也是有点没有了信心了 可真一想到自己那无数的追求着 她真又有信心了 脑子里头胡思乱想着 嘴上说道 我恨你是开不了的 我可以发誓 但是我只能发誓 在你放我离开之前 我不会做任何坑害你的事 也不会泄露你的行踪 但是如果我离开了 我一定要你的命 王天是无所谓的说的 行 只要你能活到那一天 好吧 无所谓 这眼下 云露黄族在追杀王天 王天呢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应付之前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她的护身符 但是她用不着这个女人的时候 也就是云露黄族的末日了 王天自然不在意这个女人说离开之后的事 女子是深吸了口气 举起了一只手说道 我上官明镜 对系统发誓 在我彻底逃脱之前 不会泄露 泄露 天王 天王是马上说道 不会泄露 天王的行踪 不会主动逃跑 并且不会做任何害她的事 如为此事也 不得好死 这下你满意了吧 这上官明镜是十分不爽的 看着王天 王天是拍了拍巴掌 再加一句 如果说有一句谎话 全家上下 不得好死 这上官明镜是瞪了王天一眼 冷笑着说道 你以为 我会改名字忽悠你啊 放心 我上官家的人 还没有那么无耻 这说完了 上官明镜是补充了一句 下一刻 系统的声音响起 气 王天顿时松了一口气 否则这女人不停地传递坐标出去 她还真是有点 实不下咽 坐立不安 而为了安全起见的 王天一把提起了上官明镜 出了山洞 随便选了一个方向 形字密开起 画为一头雪光瞬间远去 在这大山里 又找到了一处山洞 捉了下来 将上官明镜扔到里边 用绳子捆好 封闭了洞口 然后 布下了大地震文意见的残片之后 确定上官明镜跑不掉 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王天这次开始琢磨着 接下来的这个去处 现在是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个是返回地球 躲几天 但是这样一来 上官明镜就得扔在这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巴扯 是直接落进陷阱里 群殴致死 杀了上官明镜回去 那就更傻岔了 回来之后 他依然是要面对云露皇族的怒火 没了护身符的话 那这风险系数更大 如此一来 回地球肯定是不行了 第二条路就是想办法提升势力 了解这个世界 然后尽快崛起 这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吗 任何的阴谋手段 在没有绝对势力的支撑之下 都会显得不靠谱 这就算说人质在手 王天也不放心 想到实力 王天这撇链系统空间里 那个黄金宝箱 心头是一热 眼下这东西 就是他提升实力的希望 低头 看着那脖子上的幸运石 可惜 幸运石一片灰暗 显然他的运气还没来 这通过说和这个 泰尔真人的交流 他已经知道 黄金宝箱的珍贵之处 整个云路也才出现了七个 而且必然是出好东西 这如此一来的话 不选个运气最好的时候 开简直是太浪费了 罢了 再等等吧 王天是心中嘀咕着 这于是打开了直播界面 这看看附近 有没有人直播节目 如果说有高手做直播 他也可以去交一下 提升一下实力 同时 王天把那个被他摘下来的 一段时间的隐式称号 重新的挂下来 名字立刻隐藏 然后王天是打开了系统称称 在这法宝之中 找了一件隐秘 披风 披在身上 这如此一来 只要是不被人打碎了 隐秘 披风 基本上 不用担心被人认出来 最后呢 王天这才打开了系统直播去 这结果让王天惊讶的是啊 竟然还真有直播 而且人数还不少 足足为二十多个直播频道开启 诗词 歌赋 琴棋 书画 厨艺 茶艺 机关术 练技 阵法 练弹 等等都有 不过王天还是第一时间 翻到了这个 功法直播区 然而让王天不爽的是 这功法直播区 只有一个黄梅大师讲五道 至于说交受功法神通的 一个没有 算了 进去看看先吧 王天是弹了口气 点击尽弱 下一刻 王天发现 他是出现在了一个大雄宝殿之中 自己坐在铺团上 四周还有许多人盘腿坐着 一个个儿 一脸认真的听讲 那乖的跟三号学生似的 抬头看去 上方坐着一面光头和尚 这眉毛的确是黄色的 表情平静祥和 倒是有这高僧的法 黄梅大师似乎是没注意到 王天的到来 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在那继续的讲 前面说的神通 现在说说功法 众所周知 万劫大陆原本是有本土居民的 这 本土居民本身对于五道 有着极深的研究 以武入道 肉身强横 神通不小 五道 也是万劫大陆之前的主流 但是随着万劫直播平台的出现 诸天万劫无数的种族 进入万劫大陆 也给这边大陆带来了不同的文明 那些异族的修炼方法 我就不说了 就说说人族的修炼法门 这人族呢 按照品性分为 摩 邪 按照信仰分为 佛 导 如 末 等百甲 千甲 但是真正能够做大的 也只有佛道如三甲 其余的诸子百甲 无法和这三甲并列 按照修炼体系分 又可以分之为 麦伦 子斧 肉身 科技 四大类别 今天 咱们就说说这个麦伦 子斧 肉身 三者 至于科技修外物 不修本尊 虽然科技已经开始改造肉身 但是 终究是不如一 不说也罢 麦伦 修的是轮海 渡的是枯海 架神教过彼岸 探索长生不死之道 子斧 修的是自身 体内丹田孕育丹田 自成一脉 纳如诸田万岛 化为猿鹰神台 超脱而去 肉身 不修麦伦 不修子斧 只修一体 肉身 以力破乾坤 以肉身分天地 可惜啊 这纯肉身的修炼者 如今已然是不多了 相对于其他二者的修炼法门 肉身修炼并没有多的好处 相反 修炼更加的困难 条件更加的苛刻 成就也不见得有什么优势 所以说 现在人足主修的就是自服和脉轮 这两大体系 至于说优劣 却是不好区分 毕竟功法好坏也是看谁修炼的 这法宝的好坏 神通的好坏 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只能说 各有前求吧 但是 不能一起修炼吧 就在这时一人问道 黄梅大师是和和笑道 这一起修炼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以心而用 成绩有限 更何况 这世界修炼体系 可不是这三大雷 一些旁之小雷 更是无穷无尽 坦多脚不烂 还是专一点的好 王天是听到这心头有些触动 不过 更多的局势 不以为然 他现在修的吞天魔弓 就是脉轮的修炼方法 而血神体 则是子服的体质 这附带的神通也算是 子服一脉了 但是二者在一起 并没有黄梅大师所说的那些弊端 反而是相辅相成 使得王天在各方面 都是有所精进了 王天是没想过 他这一身实力是怎么来的 降邪的好久 大量系统的担忧 再加上 吞了无数怪物的本源 以及几个道公敬强者的本源 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这如果说是扔给别人的话 谁能有这么豪气的开局模式啊 王天是下意识问道 后面的事 那么现在的强者是脉轮一脉的多 还是子服一脉的多呀 好了 本集不讲闭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直播之大头 有 喜马来FM独家出品 第204集 这红梅大师是摇头说的 这个 贫僧也不敢做定论 这天下太大了 贫僧也不过是困在这 异域之地的 井底之法 岂敢论天下英雄啊 不过云禄最强大的势力 这便是云禄皇族 上官家 而上官家的现任家主 上官捕获了 这上官捕获 乃是仙台境的高手 这具体是仙台低级层 贫僧也不清楚 不过 据说上官家第一要年 上官童 在一个月之前 已经是踏入了画龙一境 这在同龄人之中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了 官其子知其父 这虎父无犬子 虎子必有虎父 上官不惑的势力 只会比想象中的 还要可怕 那如此说来 这云禄当中 上官家都是一家独大了 王天是问道 这位导游 你应该是刚来云禄的吧 否则不会有如此的问题 这云禄当中 虽然上官家的势力最强 确实没有人 能够与之争锋 那是云禄三宗当中的 另外两宗 太乙宗和布道寺 这太乙宗是 自负一脉的宗门 门内中人 以炼器炼丹炼器为主 手段繁多 号称是万法皈依的第一宗 这太乙宗的宗主 木道人 早就达到了 物虚合道的境界 而布道寺修的 同样是脉轮一脉 也是我佛门一脉 这布道寺主是 无为大事 乃是仙台秘境的勾手 只是从不外出 不闻事实 虽说声名不鲜 比不上木道人 和上官不惑二人 这三人的势力 数强数弱 没人说得清楚 三人也没有交过手 所以啊 这云禄没有一件 独大之说 黄梅道人是说道 王天是点了点头 表示 明白了 这心中却是震惊不已啊 这本以为樊上有些高手 也就是画龙秘境到头了 没想到 这竟然还有仙台境的 麦伦境有 伦海 道宫 四级秘境 画龙秘境 仙台秘境 五大境界 最终破碎虚空 成仙成神 而子府一脉则是 炼精化剂 引其入体 炼其化神 炼神返虚 物虚合道五大境界 这实力基本上 彼此应对 持平状态 也就是说 木道人的实力 是顶级的存在 而王天 现在也不过是 轮海经大圆满 后面路 长着呢 不行 不能被他们这么 拉开这么大的距离啊 必须得想办法 破这个局才行 我还就真不信了 我会被他们压住的 动弹不疼 王天是心中 寻思着对色 同时问道 那黄梅大师 感恩上官明镜 在上官家 是什么地位啊 上官明镜 这黄梅大师是一愣 这回 不用黄梅大师回答了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 这位导游 这终于是说到正点上了 看来 你也是为了上官姑娘来的吧 瞧你这话说的 上官姑娘 美若天仙 出身不凡 这水里 更是我背中翘楚 暧昧之心 人皆有志 这别人有心 也是应该的 就是 这王天一听 这玩意儿怎么不对劲了 他只问了一句 这怎么回答的人 集体就歪了楼了 这是啊 啊 这王天是刚要再问一次 却听黄梅大师说的 这上官姑娘 那是上官不惑的女儿 也是上官家的掌上明珠 不过 听闻上官姑娘似乎是遭遇了歹人的暗算 被人劫持了 这如今上官家出资十万的万节笔悬赏 只要有人能够救回上官姑娘 不仅可以拿到十万万节笔的赏金 还能得到上官家的一个人情 就这块一出 全场哗然 什么 上官姑娘被人劫持了 该死的 这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 竟敢对上官姑娘下手 莫要让我撞见了 否则 我非得批了他不可 实在是可恶 但是 你这消息 可否属实 红梅大师是点头说的 这绝对属实 云露皇族的一位长老和贫僧 交情不错 就在不久之前 才离开贫僧这 贫僧再次一说呢 也就是帮忙 穿一个口信而已 如果贫僧没猜错的话 现在他们已经在论坛区域 悬赏板块 挂起悬赏了 这城门口 应该也会有 这块一出 立刻有人离开了直播间 显然是去看公告 这王天则是听得 这心惊肉跳啊 这本以为说 防备这云露皇族就行了 现在看来 云露皇族 这是要发动天下人对付他呀 不过 王天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个世界上的险 并非是无用 只要是用对了地方 还是有大用的 坚如此 王天是笑了 悬赏 你大爷的 小爷就让你们明白 什么才叫做悬赏 这区区的十万的万件笔 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 啊呸 这随后 黄梅大师见人少了 也就主动的关闭了直播间 准备休息了 然后吧 王天是饿了 在这观看直播的观众 竟然是纷纷掏出了一个万件笔 进行打赏 这王天是一脸懵逼的 看着黄梅大师 再看看这些人 不知做啥 大发药犯花子吗 王天是下意识的扫射了众人眼 微微摇头 当大家打赏完笔 也就纷纷离开了直播间 王天是没走 就在那坐着 等着大家都走了 黄梅大师是不解的 看着王天说的 这位导游 品僧今日的直播到此结束了 为何还不走啊 可是没有万件笔打赏 也罢 没有就算了 去吧 王天是摇撩头说的 大师 不是没闲 只是有些事情呢 不方便在人多的时候问而已 特意留闲 想问问大师 这黄梅大师是没法微微皱起来 显然 对于这种额外的内容 有些不太满意 王天是也不管的 直言说道 但是 这万劫大陆到底是有多少个 像云露这样的地狱啊 还有 云露皇族在整个万劫大陆 又能排名多少 这黄梅大师是定睛的 看着王天 然后笑道 看来施主 是新来万劫大陆的 否则必然不会有此理疑问 这万劫大陆 有多大 品僧 也没法回答 在这天地不断的扩大 每天都是有不同的种族 进入这片大陆 要么 掀起兴风血月 要么 融入进来 所以说有多少种族 多少人 多少高手之类的问题 谁都无法回答你 不过据贫僧所知 云露南方有南荒 北方有北渊 这西边有西末 东边有东华 云露是地处中间 而再往远了 贫僧也不曾去过 不过贫僧听闻啊 这无地之外呢 有一片混乱之地 那儿 居住着万族 混乱而没有秩序 是一个黑暗动荡的区域 过了这个区域 就是异族的底盘了 这就算是人族的 欲 也不仅仅都是人类 也是有妖族啊 鬼族啊 等等种族存在 这妖族本身就是一个广义词嘛 包含着天下所有 除了人类之外的生灵 这鬼族 更是包含了所有种族 死后 锁化之鬼魂 所以说 这五大鱼 也只是说人类聚集 并且呢 能够镇压其他的种族 相对强势的区域而已 并不能说 全是人族之地 但是 这五大鱼之外 哪里 如果说有人族存在的话 生活的 也不见得比凡人眼中的 猪狗牛羊好多少 我听说 这有的地狱甚至 抓人当生狗羊的卷羊 烹饪于锅中 阿弥陀佛 王先生听完了之后 这心头 微微有些发寒 虽然说 从东方摆那儿呢 得到了一些消息啊 但是 这真的得到了证实之后 心头还是微微有些发酸 这人族 竟然会被当作 猪狗牛羊来养着吃 这简直是害人听闻的 黄梅大师是继续说的 至于说 云露黄族 在五大狱的排名吗 前十是没问题的 这五大狱之所以称之为五大狱 就是因为有五个 极为强大的势力 可以镇压一狱之地 这不让其他的种族 豁蓝人族 给人族一个修养生息之地 这云露黄族内部 能在云露称之为黄族 在其他的地狱之中 自然也不是弱者 这种 贫僧奉劝你一句啊 人族内部的矛盾 果然是有致 但是 这切勿说 内斗 而损了人族之根本 如果人族内部 焚崩利心的就真的 离集体的 出局不远了 逐天万箭 上面还有什么 谁都不知道 这万族内 能不能达到 你我背后的世界 我们也不清楚 如果人族 没有足够的力量 这真的到了万族 进入我们背后世界 哪一天呢 黄梅大师是 他那个气 这脸上全是忧愁 王天却是听得 眉头紧锁 这黄梅大师的话 固然是有道理 但是 这并不是 王天喜欢的道理 云露黄族 或许是有功 但是 那不是用来 镇压他的道理 不过 王天是没有反驳 黄梅大师的意思 而是默默地 点了打赏 叮 神秘人打赏 黄梅大师 一百万万族笔 然后 王天消失了 这寺庙里 黄梅大师 则是一脸懵逼的 坐在那 老半天回过神了 然后 看着自己的存款 再看看四周 缓缓地起身 宣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没想到 最终还是沾染了因果 百万的万族笔啊 人情不小 绝不知道 该如何去换呢 嘴上这么说 这黄梅大师 依然是十分的 欣喜的 关闭了支部件 这王天又看了 看其他的支部件 结果 没有一个讲武的 都是一些其他的记忆 而对于这些 王天实在是 提不起来兴趣 点开了系统商场 王天翻了翻 也没看到自己 太敢兴趣的东西 下意识地点了一下竞拍 结果 盯 云路区域拍卖 即将开始 是否参加 区域竞拍 这有点意思啊 去看看 王天立刻点击参加 是实名参加 还是假名参加 实名 王天是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实名 虽然现在他要避免被人当成唐僧肉的纪律 但是信仰值同样重要 他必须得为日后做打算 如今反尚的势力远比当初反中的要复杂 这单纯的砸钱的话 很容易说引来杀身之祸 但是王天这个名号必须得拉出去 这是未来禁忌的基础 而且想要有信仰值 你得一步一步的先扬名才行 真名配着假容貌 这真容配着假名 这是他目前的行动计划 真名横行在直播间当中 假名则游走在万界大陆之上 这样一来 安全和名记都能赚到 欢迎您进入云路竞拍大厅 由于您是第一个进入云路竞拍大厅的 根据规则 您只能是在普通区域落作 随着您个人积分的提升 可以选择VIP座位 普通包厢 高级包厢 顶级包厢等 下一个 这王天眼前的景色变了 它是出现在一片大海之上 这海面上 漂浮着一片片寒冰做成的椅子 这每个椅子上都坐着一个人 只不过让王天惊讶的是 这儿的人大多数都遮挡了面容 这倒是让王天这个穿着斗篷进来 不露脸的家伙显得不那么起眼了 怪异了 前方 有一个巨大的冰山 这冰山上有什么这个角度 根本就看不到 但是一年一转 眼前的视角可以随意的移动 看到山上的一切 这倒是方便了不少 同时 王天是看到手里的多了一个发光的面板 这个面板上显示着房间之内的人数 以及 王天的基本个人资料 还有一会儿即将展示的物品信息等等 以及出价显示等 这正当王天百无聊赖的时候 一道钟声响截 所有的人是抬头看了过去 接着 这冰山上多了一道人眼 这人眼没有容貌 看不清楚无关 平静的来到了冰山最高处 发出了冷冰冰 没有任何情绪的声音 所有警派者请注意 警派现在开始 本期警派物品 只有一件 加高者得 只有一件 王天这心中略微有些不满 他还想多拍点好东西呢 结果这只有一件 这算个毛啊这个 不过 看其他人并没有多得的认动 显然 他们已经习惯了 今天参与警派的物品为 万象真结 上卷 万象卷 万象真结 为三星六品神通 万象卷 包含着幻术 变化之术 等多种神通 起拍价为一百万万结比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一百万万结比 现在是观察时间 这对方说完 在原地不动了 随后 隆隆巨响中 一本冰京做成的书卷 从冰山当中生起来 这上面呢 雕刻着色大袋 这万象真结 不过 可以看出来 这本书上有损坏的痕结 不过即便是损坏了 这还有着三星六品的评价 那么 如果说是全本的话 这品杰 只怕会更高 其价值 也一定是要远远高于 三星六品 但是呢 当大家看到这内容的时候 一个个儿 又开始犹豫了 万象真结 上卷 万象卷 内容为易容术 生灵变化术 以及幻术 三大类 其中生灵变化术 也破损了 基本上没用 能够用的也只有 艺术 还有这个幻术而已 这样一来 结价值就更加的低了 这一时间了 现场有些躁动 很多人都在议论纷纷的 这也太坑了吧 这万象真结 如此的残缺 剩下的部分 对于战斗有用的 也就只有幻术了 但是幻术很容易被人 能有些人克制啊 是啊 这易容术能干啥 谁没事 还隐形白鸣夺起来 要鸣就都还来不及 的确如此 不过这幻术评价 是三星六品 比现在主流的 三星二品神冬 功法高了 不知道多少倍 这如果说能拿出来的话 必然是有所作为 对付普通人 当然可以 但这不少人 都是带着功法来的 系统上升 只卖到三星三品 实际上 这拥有三星五品 功法的人 也不少吧 据说 那些大石家 甚至还拥有 顶级功法呢 我也听说了 这云露皇族 就是有一门 三星七品的功法 名叫云行卷 可你化万物 化为功法手段 极其厉害 无知 据我所知 那些大宗文 还有更加厉害的功法 三星九品的也有 不不 那些功法大多数 都是白色 没有足够的天分 这任何一个家族宗文 都不会随意拿出 最顶级的功法 这么算来 这三星六品 也是难得的 是啊 这甭管怎么说 三星六品的功法 值得任何人出手了 这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事 观察时间到 竟快开始 现在开始出现 我出 一万万结比 这VIP座位上 一个男子喊道 一万 不是每次加价 不能少一百万吗 王太是听了之后 愣了愣 我说两万万结比 这立刻有人跟着嚷嚷 啊 这王太是恍然大悟 不是说一百万万结比 而是一百万结比 这你嘛 这王太是没法整了 他是把自己的惯有思维 然后维持在了之前在反中反下的时候 动辄就是几百万 上百万 上千万 万结比 两万五 三万 就这两个人 仿佛是拉开了战火的熏幕似的 不断的有人加入到竞拍之中 三万一 四万 好了 本集表演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视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结直播之大图 由喜马拉雅FM独家出品 第205集 十分钟之后 这价格一路是涨到了十万的万结比 这竞拍的人数 再少了一下 十万的万结比 这长得是真猛啊 有儿是敌声说道 是啊 这上一次竞拍的东西 可是没这个价格 然而这话人踩落 就听一霸道的声音响起 十一万的万结比 这门功法 我云露黄足手了 这声音 王天是听起来有点耳熟 闻声看剧才发现 对方竟然是在包厢里 看不到面容 不过王天脑海中 已经是有了些许的印象 这八成是那个 企图救到上官明镜的云露黄足长老 是云露黄足的古虎长老 怎么又是他 这也太霸道直接了吧 啊 直接两出身份 这是以示压人呢 没办法 谁让这些云露黄足实力打呢 谁敢说 忤逆他们的意思呀 对不对 这就要看了 太义宗的人 让不让了 如果说让了 那就没得看了 是啊 这不刀寺的人 从来不参与这种金牌 果然 随着古虎长老的自爆家门 现场一片冷静 没有人再加价了 这古虎长老是 呵呵笑道 多谢诸位想让啊 即使大家心里头 也明白 这么一本残区的秘笈 价值并不大 十万万级币 已经是不少了 我们家赌出十一万的万级币 已经是亏本买卖了 这也不算是 以示压人吧 这众人是一连的苦币 很想说到啥 却愣什么人敢说什么 虽然说都是折了面状 但是因为恐惧 总怕说哪露出马脚 惹来麻烦 这正当大家苦嘻嘻 没人吭声 上面倒计时即将结束 定锤的时候 二十万万级币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忽然响起来 这声音不大 却是传遍了 整个竞派中心 字画一出 全场哗然了 这不少人是掏着耳朵 有些懵逼的望着对方 我 没听错吧 竟然还有人敢出家 疯了 真敢和古虎长老拼家 他难道不知道 云露皇族的厉害 这如果不是有天堂的背景 做后盾的话 那就一定是傻子 真的是不怕死呀 能够参加警牌的 肯定是在方圆万里之内 以这云露皇族的势力 完全可以把这一万里 地毯一样离一遍 跑得稍微慢点 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回是有大热闹看喽 嘿嘿 这古虎长老刚磕到完 就加价 这不是抽他脸吗 古虎长老管是大挪 阴沉着脸说道 你确定要出二十万万级币 参加警牌 本来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呢 我改变主意了 王天是说道 这众人文言同事 切了一声 娘的 还以为来了个硬茶呢 结果是个软柿子 一句话吓尿了 真他妈怂 这些人 我人间忘记 他们连喊一声的胆子都没有 这古虎长老的怒火 略微平息了一点 这都对了吗 真密集价格 不止二十万的万级币 出多了就收回去 这才是整理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呢 你奶着耳朵听到 爷我要收回钱了 王天是打断了 古虎长老的话 这儿 没等对方反应过来 来了一句 真密集在我看来 二十万的万级币 太埋没他了 这样 我出五十万的万级币收了 就算是对对工法的创作者 略表尊敬 王天的声音依然平淡 但是所说的话 如同是一枚重磅炸弹落了下下 这顿时炸的所有人都懵了 脑袋懵懵的 这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好了 卧槽 直接从二十万提到五十万万级别 这家伙是钱多烧得好吗 老刀部 我看他是纯心来恶心 古虎长老的 我看也是 这货肯定不是买东西的 这是来找茬的 古虎长老也是怒了 你耍我 瞧你这话说的 王天的声音略带几分歉意 声音也很低 这突然间是抬高了 然后带着无上的威严 反问道 公平净价 有钱者得知 我有钱 我买 你没钱滚蛋 你说我耍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爷耍你 你配吗 这不少人当场都喷了 卧槽 这猛了 太猛了 大新闻呢 这是要爆炸呀这是 那你想去吧 当着天下人那边 直面报骂云露黄族长老 这人究竟是谁呀 这么上忙 如果不死 未来话题大王 肯定是有他一个呀 听声音吧 挺陌生的 模样看不清楚 不知道是老人装嫩呢 还是根本就是一新人 这有可能是跨远来的高手 看不惯云露黄族的座位 这才出口 小争的 也是有可能 不过不管怎么样 干柴遇到烈火 那是啪啪啪的节奏 肯戏不 希望云露黄族 刺一把铁板才好 这众人是议论纷纷之中 古虎长老怒斥的商业传来 好大的担子 好狂妄的小子 既然如此的张狂 可敢自爆家门啊 王天是懒洋洋的说道 有何不敢 听好了 我就天王 至于说来自哪 你还不配知道 你们家族的组长 上官不获来了 还凑合 记住我的名字 我保证 这个名字会让你们终生难忘 放肆 家族名会也是你能够随便叫的 古虎长老是连连的怒吼 王天却是不耐烦的说道 这儿呢 也不能打架 是不是 你吼那么大声干屁呀 不是说云禄皇族是云禄低大皇族吗 横扫云禄 这无人能打 欺负其本地人类 跟欺负孙子似的 我今天到时候看一看 这云禄皇族 瓜地三指示的经营方式 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 我已经出价了 古虎长老 你还不出价啊 嗯 时间快到了 还是说啊 云禄皇族是个穷逼呀 这古虎长老刚要说什么 王天却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嘿 是爷们的话 钱上见功 嘴皮的利索真没用 尤其是你这种一把老骨头的家伙 若是换成是个女人的话 又或者年轻的美男子 嘴皮的厉害 舌头灵活 也能去青楼讨一个生活 不少人是听出这话里头的意思 当场喷了 这一段 那是真损呐 好一句套生活呀 闭嘴 都给老夫闭嘴 这古虎长老气的火冒三丈 吼叫连连 王天是打了一个响指说道 别吼了 我们都不聋 赶紧出价 如果说不出价的话 那只宝贝 我就收了 这古虎长老是看了看时间 果然没几秒了 连门是加价说道 我出六十万的万件笔 这说 古虎长老还想威胁两句 小子 你最好 我说一百万的万件笔 王天是再次打断了古虎长老的话 然后是掏了他耳朵 轻松惬意的说道 都跟你说了 是男人的话 钱上减本事 没钱滚蛋 喷那么多口水干什么 怪恶心人的 你小时候你妈妈没教你 懂文明讲礼貌 拉屎用下面 别用嘴嘛 这又有人是忍不住笑出来了 不过马上就忍了回去 只剩话被认出来 惹来麻烦 这古虎长老是气的 嘴都快歪歪了 砰砰的声音传来 闲是在拍桌子 然后说道 你 好 我出一百五十万万金笔 有本事 你就继续跟 这古虎长老这次是震怒了 直接喊了一个他认为 极高的价格 同时呢 很放心的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 阴阳怪气的说道 跟我争 我让你轻轻 哎呀 真是服了你了 一次就加这么点钱 你是娘们吗 有本事跟我学呀 一千万的万金笔 我错 这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从一百五十万 直接加到一千万万金笔 他疯了 就算有钱也不用这么浪费吧 这一千万的万金笔 如果运气好的话 能买到三星七品的工法了吧 这画虽如此 但是也得有人卖才行啊 为了金姐 什么不能卖啊 也是 不过现在各的家族 控制的很严 这严禁私底下工法 神通的买卖 这如果说被发现的话 就惨了 各的家族 宗门 的确是很厉害 但是有光明的地方 就有黑暗 这黑市一直存在 他们又能如何 是啊 他们也就镇压一下 明面上的事 这黑暗中 也是我心我素 但是 这黑市的价格 可就不是一千万万金笔了 那个 听你们这吹牛逼 吹着挺爽是吧 我就想问一问啊 你们谁 能拿得出一千万的万金笔啊 这种人是几体闭嘴 不吭声了 这嘴上说 一千万万金笔不多 但是 只有掏腰包的时候才明白 一千万的万金笔 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几乎是遥不可及 这一个个的盯着王天 这仿佛是想要看破了 斗篷的遮掩 看穿了王天一般 可惜 他们 这根本就看不到王天的容貌 这只能是在心中 嘀咕着王天这两个字 同时死死的记住了 能够拿出这么多钱的人 非富 击贵 这背后肯定是大如天 这人不能惹 这古虎长老一口茶水 全喷出去了 死死的盯着下方的 面板上的数字 一千万的万金笔 真的 在上面显示出来了 这说明对方不是虚张声势 还真是有这么多钱 这古虎长老是毛了 一千万的万金笔 不是一个小数字 他是倾家荡产 也拿不出这么多了呀 而家族给他的最大额度 也就这样了 再多就得贴闲 虽然说三星六品的武功绝对值这个价 甚至值更多 至少系统商城的价格就是吓人的 但是系统商城是系统商城 观众是观众 大家可是没这么多钱去系统商城消费 私底下的交易 这三星六品的公众也就到了头了 这一千万的万金笔太多了 除非说 他是把所有的价都砸进去 这还得用光了家族给他的所有额度 否则 这根本就没戏赢回去 这如果说呢 古虎长老只是代表自己 他现在肯定是不拍了 在他看来 他退错之后 对方花一千万万金笔 卖一个三星六品的公众 绝对是他被坑了 还是坑大发了 这也算是出了一口气 谁听说这事 也只能说他聪明 摆了对方一刀 但这现在不懂 他这被往前硬退着 这代替了整个的云露家族 这如果说他退了 没有人会夸他聪明 只会背后骂一句 云露皇族这个大穷逼 他可以救人 但是云露皇族绝对是不能丢这个人 想到这儿 这古虎长老 立刻给家主发了点私信 结果石身大海 等了一会儿也没反应 这眼看着时间是一秒秒的过去 三十秒的时间就要到头了 王天是开口说的 不是啊 你们云露皇族的人 都这么穷的吗 在我们村 随便一个孩子 都能拿出点钱来玩 怎么到你这儿 一千万拿得这么磨磨唧唧的 这古虎长老气得插着没凸鞋呀 一个村子 小孩 他只想骂娘 什么村这么牛逼啊 一千万万金币 大家族都拿着 干啥 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外门长老 哪来这么多的钱呢 这古虎长老是脸色阴沉如水 拖了这么久 家主还没回话 时间就要到了 终于是一咬牙说的 你会后悔的 不就是钱吗 我云露皇族有的事钱 我出一千二百万万金币 没吗 没吗 这这几天是说的 玩什么呢 跟这儿啊 王天是不屑的说的 你说你憋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 你最少会拿出两千万的万金币来的 结果 就这么点 这玩太没意思了 咱们要玩玩点币的 一次那么点 真的很无聊 你出一千二百万 那我就帮你凑个这儿 我出两千万的万金币 来吧 老猫咪 让我看一看 你们云露皇族的霸解 你不是说不差钱吗 轮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这全场哗然 大家以为这一千万 已经是差不多到头了 这一千两百万 已经是把价格推到了一个高点 就算家也只是几万 十万 最多百万的家 万万没想到啊 王天给凑了这儿了呀 我是你大爷的 这差着八百万的距离 他跟我说凑指 这他妈也叫凑指 我怎么感觉 我这文化知识不够用了 那你不行 我只是感觉 我的钱不够用 这天王到底什么来头 他有钱了吧 而此时此刻 这古虎长老 彻底的懵了都 两千万万金币 这如同是一座 大神一般的镇压下来 直接是压的 他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两千万呢 砸碎他这个骨头卖钱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他现在是真想给自己俩大嘴巴 这刚刚吐嘴快 说云露黄族不差钱 这刚刚爽了一下 结果把他自己套牢了 现在怎么办 这正当古虎长老 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条私信发来了 这正是云露黄族的当家人 家主上官捕获的私信 这看完了私信 古虎长老是松了一口钱 这同时呢 发出去了十几条私信 一时间 人群出动了 开始地毯式的搜索 王天是见古虎长老 迟迟的不出事 轻蔑的笑道 怎么不说话了 刚刚的霸气呢 小赖 我们云露黄族虽然有钱 但是不是晕的头 真密集可不值这个价 你想要 给你便是 两千万 买一个三星六品的神通工法 这古虎长老还没说完呢 就看到 王天是竖起了一根中指 对他晃了晃 真是个渣渣啊 我花钱可不是为了 买这本神通啊 我只是突一高兴而已 只要我高兴 区区两千万 还是扔得起的 倒是你们 诺大的一个家族 花点钱 维护圈 自家门面都舍不得 真是穷酸 你 这古虎长老是怒法冲冠 但是忧和奈何 而再上的其他拍客 则是一声不声的 在这看热闹 这同时给王天 暗中的古虎长 云露黄族祸害 云露大帝 那已经不是说 一天两天的事了 不少人都吃过亏 此时此刻 看到云露黄族 吃变 丢脸 自然是高兴 王天则是 不管大家在想什么 仰起头来 看着天空中的宝像 说道 记住了 我叫天王 这话看起来 是说给 古虎长老听的 实际上是 说给采上所有人听的 王天现在 急需要知名度 这也甭管说 好名坏名 先把名声扬出去 才有机会 得到更多的粉丝 甚至信仰 这第一步 已经做完了 王天是不再留恋 收了万象真结的同时 接到了系统的通知 由于您一次消费了 一千万万几笔 已经成为云露拍卖行贵宾 您将拥有一间高级贵宾室 欢迎您 下次光临 王天是撇了撇嘴 对此 他也真没多的兴趣 不过还是扫链着 高级贵宾室的作用 然后是消了 高级贵宾室 独立于所有的贵宾室 贵宾室之内自称天地 可以自行设定贵宾室的环境 贵宾室内提供顶级菜肴 国品 酒水 饮料 贵宾室的人 可以看到外面的人 但是未经贵宾室 嘉宾的允许 任何人 无法看到贵宾室内 贵宾宾的容貌 和任何信息 有了这个 以后就不用这个破斗篷了 穿这斗篷还真是不舒服啊 王天是笑了笑 打开论坛 悬赏板块 然而让王天愕然的是 这悬赏板块 竟然是一片飘红 被通缉的人 并不止王天一个 结果看着这红彤彤的悬赏 从上到下 足足两千多个 而且这还只是 云露区的悬赏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说的 万劫直播之大多好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06集 这群穷逼啊 十万的万劫比都能独霸第一了 他们到底是有多穷啊 王天是摇了摇头往下看去 这除了王天以外 其他人最高也才五万的万劫比 王天是简单的查看了一下之后 发现被悬赏的人 实力都不是特别厉害 这大多数吧 都是在画龙秘境一下 画龙秘境之上的一个没有 这弱小的还真是没有人权呢 王天是摇了头 点开他自己悬赏 悬赏很简单 一张照片配上价格 还有简单的原因 这原因也可以不写 反正只要有钱 让人能认出你悬赏的是谁就行了 再往下看 这王天脑门上顿时挂了一层的冷汗 这悬赏家门 有一百多万人回复 而这悬赏令才挂上了一个小时而已啊 我日啊 这十万的万劫比值得你们这么关注吗 王天这苦兮兮的继续往下看 这人是谁啊 云露皇族竟然悬赏十万的万劫比 不是啊 管他是谁呢 不过这家伙胆是真大 竟然敢等下云露皇族的千金大小姐 真猛啊 这管他猛不猛 上面说的很清楚 画龙的修士来了 他都要装上官明镜 当挡金牌 这人的实力肯定是不到画龙秘境 一个小菜鸟 价值十万的万劫比 这会儿我接了 这哪是修士啊 分明就是一个移动的钱袋子 哈哈哈哈 我也接了 白捡钱 不接白不捡 没错 接了 这后面几乎清一次是喊接了的 王天是只想骂娘 这些孙子推孙子了 同时感叹 弱小 果然没人权 这必须得强大起来就行 继续看呢 突然间 一条新回复刷先了出来 这王天一看活下了一条 再看署面 王天当场是骂娘了 够日的 新回复说道 拽 在下泰尔真人 多余的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上面人我认识 名字叫啥我也清楚 本人做生意 同走无机 一万的万劫比 买个价值十万万劫比的名字 不亏吧 本真人以信誉发誓 只买一件 或不穿二件 有情提示那些菜鸟 悬上令一旦接了 就可以从系统那购买卦象 只要被知道 被悬上人的名字和样貌 卦象 就能够把对方的大致方位 推算出来 没有名字 这天大地大 你们去哪找啊 同时本人发誓 本人真的认识这个人 真的知道 他的真名 如有撒谎 系统大人 把我批死吧 联系人 太耳真人 你妈蛋的 别让老子追上你 我否则非巴了你 皮不可 王天敌事骂道 这刚把玩 王天呢 这也接到了 太耳真人的私信 听吧 牛逼呀 这么快就被悬上了 这一下子 十万万节币的悬上 你再看看我 才一万的万节币 哎呀 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那个啥 你的名字呢 我帮你挂上去卖了 你买断吧 两万的万节币 买断 买断的话 我保证不对第三者说起 可以对系统发誓 这王天是两眼一番 直接回了一句 是你大爷 你看你 只要你有本事和我那批好 我告诉你 我大爷埋哪了 你随意 咱们 啊 跟我一起吧 那个 咱们先谈谈买断的事 友情提示一下啊 一群狼仔的 正疯狂的私脸 我想要你的名字呢 我卖他们 一万万节币一个 这太耳真人 黑黑笑道 王天还真是有些无奈了 这前一刻 他还琢磨着呢 弄成两个身份 一个隐藏在直播间里装逼 一个在外头 逍遥自在 结果是忘了 太耳真人这家伙了 酿了个蛋的 这怎么整啊 这家伙哥是见过 王天真名的 给你十万的万节币 名字 你也卖 但是卖之前 让他们发誓 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 并且只能一个人行事 另外 一次 你只能告诉一个人 最后你要告诉谁 对方的实力如何 必须先提前告诉我 我审核通过之后 才能告诉我 这王天是灵机一动 回答道 另一边的太耳真人 看到王天的消息 都懵了 这本以为 他开口挺黑的了 结果对方如此大方 着实出乎了 他的预料啊 赶紧回复道 黑吗 好记啊 我就喜欢和 这么爽快的人合作 哎 你这是要钓鱼吧 你之前用的那个工法 哎呦 我发现 我们未来的商机 前进无先啊 什么意思啊 王天是说的 你看啊 你那工法 根本就是魔工 吞了别人的一切 变成自己的 这种工法 一旦公布出去 那绝对是千夫所指 万人群殴的大场面 就算是你杀的 都是该杀的人 但是结果 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至于为啥 你懂的 所以嘛 以后想杀你的人 会越来越多 我这钱岂不是 赚不完了 泰尔真是 黑黑笑道 这王天是两眼一番 没想到 这货 竟然想了这么多 这家伙的脑子里 不会出了钱 还是钱吧 不过 王天还真是这么想的 借助这些的机会 引些鱼上钩 然后呢 选一个不错的战场 干掉他们 这一来是提升自己的势力 二来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 这三来呢 还能起居一场危机 简直就是一场 一举多得的好事嘛 王天是回复的 减事大买卖 你是不是该拿出点诚意来 哎呦 你在悬赏令下面说 名字你只买一个人 而且还发誓了 你确定 你能玩得起 发誓个屁 我发在实验室 我知道你的名字 然而我又没说 只买一个人 卖一个人什么意思 这买卖了 必须多卖 网天是咧咧咧嘴 这老混蛋 果然是无耻下流 这从头到尾 就没打算 做什么公平的卖卖 光想着坑一波 算一波了 这说话去 都看到 这玄成零下又刷新了 都是回复泰尔真人的 然后王天是再次无语了 我是你大爷的 泰尔真人 有本事你告诉我 你在哪 你个老不死的 云露皇族 风流亡 不是说你而死了吗 你怎么还活着 真是祸害一千年 不买那小子的地址了 你告诉我 你在哪 你欠我的钱 该还了吧 死骗子 骗我这么多钱 你还有点出来 够日的 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的 你发誓 你他妈发誓 就跟放屁一样 不可信 信你才有鬼了 我 这王天是马上 给泰尔真人回复的 你这买买算是 做不成了 你这信用 你确定 你能掉到鱼 放心 天下的傻子 骗不完 放心吧 我敢接你的活 就觉得没问题 这泰尔真人 是马上回复的 王天是左右思量了一下 这老家伙虽然是不靠谱 但是有一点靠谱 他很贪财 只要是有足够的利益 拥着他的话 就可以安心的合作 相反 如果说利益不够的话 这伙转手就能把你给卖了 想到这儿 王天是说的 行 合作嘛 没问题 一会我写些东西给你 你就给我照着上面内容发誓 这要成了 钱不是问题 跟着我混 保证你不抽钱花 就等你这句话呢 你写吧 我等着 这泰尔真是说的 这王天总觉得 这老家伙有些不靠谱 可是想想系统的牛逼之处 估计这老家伙发誓之后 也得捞了事实的 这才安心的写了一些内容 发了过去 内容 很简单 就是不允许他以任何的方式 出卖王天 坑的王天等等 这发誓成功之后 要求系统发完全的视频和试约 给王天 这没多久 王天收到了系统提供的试约和视频 看完之后 这得放心了 然后王天则是 果断转账 直接是给了泰尔真人 十万的万金币 收到了 小子 你真 那么有钱 行了 你说吧 你现在想要钓多大的鱼 提示一下 卦象那东西只能提供一千里的范围 而且卦象是可以破的 最简单的办法 你可以购买系统的紊乱卦象 批护自己 这样 对方就算不到你的位置了 不过这紊乱卦象呢 很贵 一千万金币一天 泰尔真人是问道 王天是想了想之后说道 先压压 我先小休息几天 我要钓鱼的事 再通知你 至于说这紊乱卦象 既然合作了 我当然相信你 这说完 王天赶紧买了 三十个紊乱卦象 放在身上 然后并且立刻用了两个 将他和上官明镜 一起遮掩的卦象 对于那个老家伙 王天是一百二十个不信任 看着他的悬赏 下面的回复 这一货骗子人 没十万 也受八万了 就这种老骗子 完全就没有这个信誉可言 小心一点 没他错 这家我喜欢 有人找上门来了 我先闪了 然后吧 对方就没了动静 不过 很快就传来那边的骂声 王天是摇了摇头 面对这个老家伙 他也是很有点小无奈的 而且王天始终觉得 对方这誓言可能不靠谱 这想要彻底的拴住对方 老老实实的 这必须得抓住 对方的小辫子才行 或者废掉他手里抓着的 王天的小辫 不过这事只能是 今后再处理了 这解决了泰尔真人的问题 王天是揉着脖子 在这论坛里面发了一个帖子 匿名提问 求问云露皇族高层的名单 只接受私密回复 一个名字 一百万截币 尚不封条 回复最快和最全者 将得到万截币奖励 这写完了之后 王天也是发了两个悬赏 悬赏上官不获 一个亿的万截币 这照片是王天在论坛里头找的 作为云露第一人 照片肯定不缺 理由很简单 看他不爽 悬赏 古虎长老 十万万截币 照片也是现找的 理由很简单 整个愁 做完了这两件事 王天就关闭了万截直播平台 他不确定 泰尔真人那老家伙是否靠谱 鬼知道他是不是 已经把王天的名字 卖了几千份了 先离开这再说 王天是退出了万截直播平台 这提起上官明镜 纵身而起 然后飞快的消失在丛林之中 这同时呢 山洞当中留下了一张感应符 这如果说有人进入的话 王天会第一时间知道情况 行了 甭装了 我进入万截直播平台 你也去了吧 王天是笑眯眯顿的 上官明镜是冷横了一事 什么都没说 你可以不承认 我也不管你去没去 现在发誓吧 加一点 在没有我的允许之下 不允许打开万截直播平台系统 即便说我允许了 也不准对任何人 用任何方法 透露关于我的信息 你这人还真是单笑如数啊 你就这么怕死吗 这上官明镜是不屑的说的 怕 当然是怕 大好河山的诸天万节 我还没走过呢 现在死了的话 太可惜了 这起讲法对我不管用 下次换点新鲜的 现在发誓吧 这王天是停在了原地 将上官明镜扔在地上 上官明镜是咬牙切实的说道 算你狠 然后乖乖的发现了事 这王天是笑道 嘴巴还挺硬的 还不是一样怕死 世界那么美好 死亡绝对不是好的归宿 这说完了 王天是带着上官明镜 再次的上路了 这逛了一圈论坛 他是对于附近的地形 基本上有了一定的了解 同时呢 也对云露有了一定的认知 再也不是两眼一抹黑了 王天知道 自己接下来该去哪 不过去之前 他有事情要做 这再次找了一个山洞 住进去 将这上官明镜扔在地上 拿出万象真结 然后迫不及待的点击修炼 下一刻 王天是眼前一花 这一袭中可以看到 一点光从远处飞来 这光点是越来越长 然后画为一条线 线是横移 画为面 这画面 再横移为一片空间 而空间则是扭曲 变成了一个人 此人没有面目 没有五官 但是下一个 这五官却是不断的变化 身形也是跟着变化 高 哎 胖手 男女老少一念之间 变化前人 万人 这随后是双手一挥 这画成了一只大鸟 腾空飞节 半空中 跳下 画为一只凶狠的圆 落在地面上 这圆地是一跺脚 大地 画为海水 而它却变成了一条 鱼熬游在海水之中 反正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 也不知道变化了 多少种的生物 最终所有的生物 同时出现的 亡天当中 这被无数种的生物 盯着 让亡天是有些 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随后 这些生物的身体 开始淡化 消失 却偏偏是留下了 一双双的眼睛 这眼睛 不断的融合 画为一双漆黑的毛子 而这毛子的瞳孔深处 仿佛只有星光闪烁 仔细看去 又好像本身 就是一片星空 但是 这真要往更深的层次去看 会发现 那些星空都是 一眉眉不同的眼睛 这轰隆一声巨响 眼睛消失了 王天是猛人心 睁开了双眼 这脑海中 涌现出了无数的感悟 随后 王天是一年一动 摇身一变 竟然是变成了 上官明庆的模样 这上官明庆的边上 看到这一摸 毛子里头 闪过一摸震惊之色 他不是说 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 变化之处 算不上什么大神通 就算是没有修炼神通的 普通人 也能修炼 缩古术之类的功夫 改变身高体型 甚至容貌 变化 他精力的是 王天这种变化之处 竟然无比的自然 自然到从内到外 全部都变了 这如果说 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如果 不是对自己 极其的熟悉 可以从一些小动作 和神态当中 看出破绽 这单从外貌上来看 他还真是分不出真假 不知道这神通 面对高级的 侦探神通的时候 又如何 这上官明庆 是心中嘀咕着 却没说出话来 王天 甭管说 上官明庆怎么想 他现在 已经是笑开了话了 没修炼之前 不知道修炼之后 他才狂喜的发现 这万象真结 竟然是三星九品的神通 而且也不是上卷 而是上卷残品 这真正的万象真结 包罗万象 各种神通 全部纳入其中 一人 可演化天地万法 那才是真正的 无敌神功了 而就因为 这功法 只是残片 所以说系统 给予了最低的评价 但是呢 他的威力 却没有跟着降低 而这万象真结 残片当中的 万象画形之术 可以做到神不贵 莫测的一步 一旦说变化 除非对方拥有 同品级的神通 并且远超于 王天的力量 才能看破 否则 这根本是没法 看破王天的变化 最重要的是 这万象画形术 不仅仅可以自己使用 还可以对别人施展 这施展之后呢 对方一周之内 保持变化模样 一周之后 如果说没有神通结续的话 就会变回原本的模样 这就解决了 王天一个大的麻烦 这万象画形觉 类似于 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不过 这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更加的高级一点 可以变化成神仙 这万象画形觉 只能是变化为反物 不过这个反物又不反 因为它可以变成天地万物 而不被识破 这从内到外 全部变化 甚至灵魂 都会蒙上一层 变化神通 遮掩前 这唯一的攻击神通呢 名为一梦千年 只要对方的灵魂之力 低于王天 王天就可以一面之间 将对方 拖入到梦境之中 制造无数的幻想 杀人 逼宫 必备神通 这就算说是实力 和天王相等 也能短暂的 给对方制造幻想 迷惑敌人 创造战机 如果说 对方的这个实力 高出王天 若是能趁其不备的话 也能起的一点点的效果 而这一点点的效果 如果运用的好的话 逃出生间 甚至反杀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说 这本秘籍 虽然是花了 王天两千万 但是 在王天看来 值这个价 就算再加两千万 他也买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银梦黄梁所著的 万姐直播之大土豪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07集 这修炼好了神通 王天看了看 脖子上的幸运史 这依然是一片灰暗 放弃了开宝箱的念头 然后是瞥了眼 一脸冰冷的上官明镜 王天是笑了笑 然后是拿出 一张银色的面具 扔了过去 说道 带着吧 一会带你进城去转一转 进城 上官明镜是恶然 他实在是想不通 这这家伙抓了他 惹翻了云路黄族 竟然还敢进城 他难道不知道 云路所有的城市 都有云路黄族的人吗 不过 这会儿 上官明镜是没说出来 他只是答应王天 绝对是不泄露行踪 不会主动的跑路 不会做危害王天的事 但是 可没说 这凡事都要为王天着想 这同时 上官明镜心头是冷笑不已 进了城 这凭借着上官家族的眼线 他不信 没人会发现 这如果说是他父亲出手 这王天 未必能够威胁了他 甚至反杀回去 也不是不可能 想得死 上官明镜是心情大好 听话的 带上了面具 这王天对于上官明镜的小心思 自然是心知肚明 但是 城 他是必须要进的 这相对于城内 城外 绝对更危险 这俗话说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人多虽然眼砸 但是凭借着问向画形之处 也不怕 认不出来 至于说上官明镜 那个面具可不是垃圾货色 而是系统商城出品的三星三品的法宝 无声面具 戴上之后 不仅是遮挡面容 还没法对无声面具主人以外的人说话 并且 没有主人的开锁 佩戴者是无法打开的 这当然了 实力强德的另算 不过眼下上官明镜被封了一身的行为 这自然是无力破解 王涛是孝道 是啊 进城 这说完 王涛是一把提起了上官明镜 九天十地屁摩索 卷起两人 然后化为一道黑光 消失在天空之中 这位上 作为云路最近苦心树海的城市 这的人路量一向是很大 这苦心树海虽然被称之为死地吧 但是 苦心树海外面却是有一种 物产丰富的苦心山 这苦心山之内的 各种天才地宝无数 更传闻 这苦心山里出现过万年要亡 于是 为了淘金的人越来越多 这位上 也是从一小城发展成了一座 旁人大物 而高百米的古城墙间 一人是仰头而立 此人是面容普通 谈不上多帅 但是自带着一股子邪气 一身黑色的长衫 然后脱险出了几分凌厉 这边上是站着一名 身穿着蓝色仆人装的女子 女子是戴着银色面具 一言不发 这样的主仆 在位上并不少见 城门之外出入的人更是不少 因此倒也是不闲眼 相信人见识短 就听到王天的感叹 上官明镜是失笑的 这王天呢 也不理他 静止的走向城门口 进城 上官明镜是冷笑了一事 他很清楚 眼前这个家伙呢 就是个心顶 手里头 肯定是没有什么钱 这没钱还想进城 简直是 然而 王天来到门口 还没等守门的士兵开口呢 一挥手 两枚精士飞了出去 这精士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闪烁着三色光彩 绚丽非常 上品灵士 我的天哪 用上品灵士做入门飞 这 这又是一土豪啊 这原本还想喝止两岁的士兵 立刻点头哈腰的说道 哎呀 这位呀 您里面请 王天是满意的点来点头 会做人呢 这是啥你的 这说完 王天是把一枚灵士扔给那士兵 这士兵顿时都懵逼了 灵士 作为万界大陆的通用货币 这无论说是科技机械文明 还是魔法斗气 又或者说是武道 脉轮磁腹等修炼体系 灵士都可以作为他们的能源基础 用于修炼 或者提供能量 这零食是分为极品 上 中 下 四个等级 这下品是有七种颜色 代表蕴含着七种属性的天地元气 元气 脖杂不纯 所以说 也是修饰间最低级的货币 这中品是有五种颜色 蕴含着五种属性的天地元气 这元气 同样是 脖杂不纯 好于下品 这上品是三种颜色 蕴含着三种属性的天地元气 这元气相对于纯净 产量不小 也是万界大陆最主要的硬货币 价值极高 一枚上品零食足够一个普通家庭 生活一年的生活费用 而极品零食只有一种颜色 至于说哪一种不一定 但是 甭管说是哪一种颜色 都只蕴含着一种对应属性的天地元气 天地元气 极其的 纯净 对于修炼和提供能量方面 那都是事半功倍 最佳的选择 这唯一可惜的是产量低 基本上供不应求 理论上 这上下两个品级之间的兑换价格 为100比1 但是 极品和上品零食的这个 兑换价格却高达1000比1 而且是有价无市 在这极品零食之上 就是万界比 万界比内部的能量 那是超越极品精神的 纯度 更是远远的超越 再加上这其中的品性能量 可以给任何属性的人 机器提供能量 所以说 万界比是真的有价无市 而想用精神换万界比 几乎是不可能 这些呢 就是王谦一路走来 在这个云落论坛之中 搜集到的一些基本资料 论坛里头是有很多类似的新手资料 提供给新人观看 王谦自然不会傻乎乎的不看 当一个冷头星 至于说 这零食怎么来的 上官明镜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只不 等王谦走进城门来 才猛着想起来什么 就这一抹自己口袋 俏脸 顿时一片冰霜 咆哮着说道 混蛋 你偷的钱 王谦是背对着上官明镜 挥了挥手说道 说什么呢 这是偷吗 这是抢 你这人我都下来了 啊 钱自然也是我的 别废话了 赶紧跟上 你身上可是我的禁锢灵 一百步之外 受苦的可是你 禁锢灵 三星一品 分为母子两种灵的 这子灵 离开母灵百米就会叮当作响 外人听不到声音 但是佩戴者将会受到灵魂的声波攻击 痛不欲生 价格十万万级币 当初上官明镜看到禁锢灵 以及上面的商字之后 直接是两眼这么一番 大骂离去败家子 十万万级币买这么个玩意儿 他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 王谦是好了 除了败家还是败家 而王谦则是嘀咕着 可惜了 三星三品没有类似的物品 要不然 买个更好的戴着 三星一品看着就掉价 这上官明镜当场有吐血的冲动 心头大麻 这家伙到底什么怪物 怎么这么有钱呢 这中间试验了几次 感受到那来自灵魂的痛苦之后 上官明镜几乎就成了王谦的小尾巴 王谦到哪 他到哪 绝对不分离 因此 这王谦话一出 上官明镜是赶紧小跑 这跟了上去 对此 王谦是满意的笑了 而进入卫城之后 王谦是有些懵了 这魏城的宏伟远不知外面城墙这么简单 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古代的城池 进来一看 王谦发现他错了 错的离谱 街道 不知道什么材料做成的 有金属质感 十分的坚固 街道两边是有路灯 照明的还是 王谦熟悉的电灯 只不过这电灯似乎是比他那个世界的更加高级 没灯罩 直接控制力团光在空中漂浮着 这街道两旁 商家淋漓 各种梦幻一般的广告牌 挂在外面 灯红酒里 霓虹之下 让人有种做梦的感觉 这的楼房呢 也不是十层八层一百层 而是直接高层路云 这究竟说有多高 反正王谦看不到 那底在哪 滴滴滴巴巴巴的喇叭声 不绝缘 却不是在路上跑的 而是在天上飞的 而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光影条幅飞过 上面写着 蜀山快递 卧槽 蜀山快递 蜀山在这是干快递的 王谦可记得 他手里都有几件法宝 都来自蜀山的 这上官明镜却是一言不法 显然 不想回答王谦的任何问题 哎 明镜 你看啊 你实力的被我疯了 身上又有金骨灵 你说我跑快点 你能追上吗 王谦是笑眯眯的问道 无耻 多谢夸奖 未来我会在这条路上 会有更高的成就的 那么 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别忘记 你可不能撒谎 这上官明镜是新义的 两眼之翻板 咬牙切实的解释道 蜀山在大陆 是一等一的大势力 他们呢 做出产的法宝 在万界大陆十分畅销 同时 蜀山也开了一家快递公司 支持吴大鱼快递送的 这些人有病吧 万界直播平台 应该是可以直接秒送吧 谁傻乎乎的 还花钱雇用他们送东西啊 那是你无知 你应该是还没过新手保护器吧 新人保护器为期三天 三天一过 你就会发现 万界直播平台 这个吸血鬼 是多么的无情了 每个月任何人都要上交一个万界币的维护费 私信 一条一个万界币 传递物品 按照系统商城的价格 手续千分之一的手续费 开启私人房间 一天一万的万界币 装修领算 观看直播 上交一个万界币观看费 开启直播 上交当场所有达赏10%的场地管理费 最低 不得低于100万界币 如果说达赏不够 只能自己出钱垫付 而类似这样的收费方式 拨了去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 现在你还觉得 没人会花钱雇用他们吗 这上官明镜是问道 王天是哑然心道 卧槽 这么黑 这本以为樊中樊下的手系统够黑的了 黑的够可以了 这现在敢来和樊上比起来 樊中樊下 那简直就是天堂了 难怪是被称之为新手村 王天是拍了拍上官明镜的肩膀说道 你也别说 我开始同情你们 一群穷鬼生活的吸血鬼的地方上 你们能迁就这么久 也真心不容易 对了 这没钱了会怎么办 总资产低于10个万级笔 三天之内无法补给 自动出局 不过 可以选择是留在万级大陆 还是滚回自己的小世界去 这还有点人性话 想必很多人选择留下来吧 呸 傻子才会选择留下来 没有了万界直播平台的庇护 没有高手庇护的话 在这的地位还不如一条狗 而且随时可能死去 上官明镜说到这补充礼句 不过 傻子还是很多的 这王天的摇头说道 他们可不傻 见识过波澜壮阔的世界 谁还想回自己的小兵娃去啊 留下来就还有机会 走了 我得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就在这时 一声隆隆的轰鸣声传来 这王天是抬头看去啊 只见一艘小型飞行器从前而过 这后背上 一个巨大的阔音喇叭不停的喊着 后外 后外 太义圣宗 圣女 叶灵新子 将于明天上午事件 讲辞府之道 直播房间号尾 云路5935号 王天是闻言微微一愣 灵夜仙子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 好像是在哪听过 可惜 这翻遍了记忆也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子夫知道 太被讲 太义宗为了培养他还真是下了本钱 可惜 这一次怕是又吃亏了 这上官名就是冷笑道 王天是眉头一皱 你知道这个灵夜仙子 只知道这个女人突然间出现 然后呢 就被太义宗的长老看上 带回了太义宗 没多久就成了圣女 也不知道有些什么本事 不过 有传说 他用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手段 这上官名就是说的 这一会儿你也信 上官名就是沉默了 显然他也不信 这太义宗能够和云露皇族并别 又怎么可能是废渣蠢货 如果说灵夜仙子没有过人之处 不可能说有今日的地位 行了 甭说了 人家广告都打出来了 咱找一个地方去落脚 明儿看看去 王天说话前 稳着前面一家酒店走下了 这家酒店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 和边上的高楼大厦比起来 这家酒店只有三层 看起来不为矮小 但是古色古香 倒是显得很另类 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去 这时候上官名就是开口了 为什么 这家店的地理位置不错呀 而且很特别呀 王天是继续前行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就不要进去 相反 你随意 王天是回头盯着上官名净说道 你这话都是说得我有点犹豫不决了 这儿很危险吗 可是有危险的话 你干嘛提醒我 这不符合你的性格和立场 上官名净是切了一事 废话 因为我也不想死 王天问言 不仅是没害怕 反而是更加好奇了 站在那家店门口 看着这个古色古香的三层的木质小楼 这小楼是华夏的风格 红色的柱子琉璃瓦 飞檐上挂着灯笼 不过刚刚距离远 现在近了 仔细看看之后 王天发现 这一家店所有的东西都颇为陈旧 就连那大红色的牌匾也十分的旧了 牌匾上写了四个大字 八方举隔 八方举隔 跟我说说这家店的故事 我有点好奇 王天是问道 上官名净是摇头说道 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这家店有什么故事 似乎那也是一个忌讳 整个未成的人都知道 八方举隔不能处人 进去的人有去无回 同时呢 关于八方举隔的故事 也不能说 听过这故事的人 都会遭遇不祥的事情 甚至祸及家人 十分恐怖 我也只是知道 这是一个不能去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 不知道 这王天是听完之后 更加好奇了 不过 他虽然好奇 还没煞叉到以为 别人进去送死 自己进去没事的地步 怂了怂肩膀说道 行 既然这么邪门 那就算了 走吧 去其他家看一看 这王天对于未成 不太熟 这正打算说 随便选一个方向 出发 就在这时 一张张 满青色长毛的大脸 出现在王天面前 一口的獠牙老长了 还有点发黄 这大嘴微微张开 王天是比拎了一下 自己的身体 和对方大嘴 貌似 刚好是勾一口的 不是吧 城内打结 这治安也太差了吧 必须得差评啊 王天是下意识的说道 出头 你看仔细了 再说话 这身后的上官明镜 鄙夷的说道 王天文言呢 这仔细打令的是 面前这个家伙 这家伙 青毛 四条腿 长牙 好大的嘴 这个头如同是两头 大象似的 脸长的跟狮子似的 这脑袋上还有一群呆毛 光看这嘴部吧 有点凶 再看那呆毛 又有点蠢萌的感觉 见王天看了半天 也没明白自己意思呀 巨少是给了王天一个 你很二逼 你很土包子的眼神 然后是人力而己 指了指肚皮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 出租车 你 王天是差点有老血喷出去啊 指着巨少说道 你爷爷的逗我呢 肚皮上写字 你爷爷还趴在我面前 你他妈以为我是吐蜂鼠 还能看到你肚皮上的字啊 这巨少是再次无语了 这肚皮下有个皮带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纸 在上面随便画了几下之后 多了一行字 城内是达三个下品精识 绕成一圈 五十个下品精识 明码标件 同色无期 这王天是回头看着上官明镜 然后呢 对着巨少竖起了一根拇指 虽然说小爷年轻 但是你用铜来形容 有点过分了 不过 对于他的描述还是很正确的 看在你这么上道的份上 爷我就雇佣你了 你也别说要绕多少圈了 爷我最近要在城内溜达 就问你 包天多少钱 这上官明镜是一听啊 咬牙切齿的 敌过立决 王天也没听清楚 而且这句事原本是 眯成了一条富二的呆萌小眼睛 在听到包天这两个字之后 耍一下 瞪得溜远 然后大嘴一脸舌头吐出来了 我去嘛 我操 我他妈还以为你是猫科动物 现在看来认错了 不好意思啊 你是犬科的呀 这上官明镜是柔柔眉心 撞过车去 他是怎么觉得 跟眼前这个家伙这么丢人呢 为了不继续丢人 只好是清事说的 这是青狮 猫科怪兽 是青毛狮子一族的后裔 血脉不准 实力也不怎么样 不过速度坏 性情温和 而且历史上 青狮救人的事情不少 所以 青狮在万级大陆之中 是人类认可的朋友 他们在人类城市之中呢 做一些立足能及的事 赚钱养活自己 哦 还有 这些家伙是有智商的 可不是你说那些狗啊 猫能比的 他们除了不会说话之外 其余的和人差不多 哦 王家这恍然大悟 难怪连个司机都没有 感情人家是智能的合法公民呢 你明白呢 好了 本期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问解直播之大头 哟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 208集 这王家是恍然大悟了 明白了 难怪连个司机都没有 那感情人家是智能的 合法公民呢 而就在这时 青狮 一屁股坐在地上 然后是拿出了一张纸 一支笔在那儿哗啦啦歇 这王天是好奇的 凑过去 看了眼 傻子 这狮子 在座加紧乘处法 上面写着一圈多少钱 多少时间 一天多少时间 除以一圈的时间 结果乘以一圈的钱 这狮子吧 坐在那儿 那一脸认真的表情 王天都看不下去了 三位数以内的乘处法 这家伙坐在那儿 咬着笔杆子 把算了三分钟 笔杆子都咬坏了 也没出结果 你子 上官明镜是看了眼之后 这俏脸微微发红 这王天是撞了上官明镜一眼 传音说道 不是 猫妹问一下 这就是你说的和智商人一样 看来你们上官家族的人 智商挺感人的呀 这上官明镜顿时为之气节呀 王天是不等他反击 走过去 碰了摸这大狮子爪子 说道 那个 对啊 清师兄 咱就算了 行不行 别为难自己 好吧 我给你一块几品零食 最近这天呢 你就给我当专属的出租车 行不行 这青毛狮子一听话 几品零食 蹭一下 窜起来 结果这一跳 比王天高两倍还多 明显是不对等 这青毛狮子是赶紧趴下来 伸出舌头 兴奋的喘着粗气 大卫点头 这如果不是知道 人类不喜欢被他舔 估计直接一舌头上来 帮王天洗澡 洗衣服了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行了 那开工吧 咱们这第一站 给我找本城最好的酒店 记住 我要最好的酒店 这王天是跳上了 青石的后背 叫道 上官明镜是跟着爬了上去 这如今实力全被疯了 有点真缘就被王天洗走了 全身无力 也只能是用爬的 这青石是连连点头 然后拿出了一张纸 刷刷刷的写了几个字 贴在后脑勺上 这王天定睛一看乐了 竟然是抓紧作文 记好安全带 以王天的实力 自然是不能掉下来 不过还是听话赵左了 这本以为 会被上官明镜鄙视一把 结果让他惊讶的是 身后的目光 竟然带着几分惊讶 并没有鄙视的意思 上官明镜 也是跟着记好安全带 这青石这才一纵而起 双翼张胎 呼呼的风声响起 瞬间冲上云霄 哎呀我去 不用飞这么高吧 王天还真是吓了一跳 这青石竟然是笔直 往上飞的 未成最好的酒店 那是云霄天宫 云霄天宫就在云层之上 你说他要不要这么飞啊 这上官明镜解释的 王天是尴尬的拿到头 原来如此 不是这云霄天宫这么牛逼的吗 不会是你们家开的吧 不是 我们家族虽然在云霄是顶级大家族 但是在云霄 还是有些顶级高手存在 他们呢 不开宗立派 也不拉帮结伙 过着悠闲的逍遥生活 或者 维会一方的魔道行径 这些人的实力非常可怕 来去无纵 再加上没有牵挂 没有任何的势力愿意招着他们 同样的 他们 也不会去招着顶级势力 二者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 然后是达成了某种的平衡 云霄天宫背后就是一名强带的人物 自称云霄尊者 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也不清楚 不过 这云霄天宫的管事 是一名大脑 仙台经济的高手 王天是惊讶的 哇 一个打工的都是打的 牛逼啊 不过这话说回来 不是说他们都是 闲女野和逍遥自在吗 这怎么还经上伤了 不经上哪来的钱 没钱 哪来的各种丹药 功法 这没有丹药功法什么的 怎么换万金币啊 没有万金币 如何禁忌 更何况 这真要是也是了的话 谁知道他们 没人知道 哪来的信仰 这上官明镜 一连串的问题扔过来 王天顿时哑口无言了 说话间 轻尸发出了一声嘀吼 这王天是闻声看剧啊 只见前方一端云雾之上 一座天宫出现的眼前 金色的房顶 红色的柱子 霓虹披挂 锐起千桥 这正前方是一个 白玉一般的大门 大门 一共是有十八根通天巨柱 一边九根 中间是台阶 台阶上 每个台阶是有一名女子 然后呢 这些女子统一穿着火红的长卷 一脸的文雅 淡然 王天只看一眼 啪一声 大了个响指 说道 这都是极品呢 想想王天就明白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女子 或许是修炼的关系 又或者说是 这个世界 本身天地元气充足 本土人的皮肤呢 更加细腻 白皙 身材 也云串很多 容貌更是天生带着几分灵性 这尤其是修炼有成的女子啊 本身就可以潜移默化的美化皮肤 这比美颜相机厉害多了 所以说 这个世界的女子容貌 普遍是要高于地区的平均水准 更何况 这云霄天空既然是一等一的酒店 或者说是风月之地 那这自然就是千挑万选之下的结果 这出现这么多的美女 也不奇怪 越是靠近 王天就越是 忍不住赞叹 这些女子随便拉一个回地球 那都能当世界名模了都 如果说只凭颜值的话 那也是世界级的超级巨星 哎呀 这果然呢 一百遮百愁 皮肤好可以让女人的颜值 凭空提升几个等级 这王天是心里头感叹 眼睛呢 却是不停地在众女身上来回的扫尸着 一点也不遮掩 色配 边上的上官明镜是冷横的事 这都 王天是头也不回的 直接个暴力甩过去 这疼的上官明镜是凤目圆凳 咬牙切齿 却无可奈何 王天是说的 哎呀 这个女人呢 就是善度 还是男人好 懂得欣赏美 另外你长的时候也比较自卑 好不好 至少能跟着爷后面混一个侍女当一个 也算是不错 这上官明镜是凶狠的 白了王天一眼 确实不敢吭声了 王天那一下是真疼 王天是一件上官明镜老实了 这眼中上过一抹笑意 上官明镜不漂亮吗 那肯定就是假的 无论说是出身地位 生活的环境 还是基因遗传 那他注定是要比眼前的这个很多女子 好得多 再加上一身的修为 大小姐的气质 以及杀法果断的英气 这任何一项都超越前方的女子 综合之后那更是天地之别 但是王天更清楚 这女人虽然说被他的神通 使约法宝压制了 但是骨子里不安分的庄 所以王天时不时的呢 得找一理由敲打他一下 省得他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还把自己当成大小姐什么的 这寝师拍打着翅膀落了下去 王天是刚要下车 听得呼 一阵的风声传来 这接着轰的一声 里头更加巨大的这个巨兽 落在了王天前方不远处 那巨兽通体翠绿 这眼大如脸盆 没有双翼 却可以平空飞行 双眼凶悍 这仿佛是要责任儿事一般 这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这巨兽一落下来 原本是眼观比比观心的 女子雕像们突然间活了过来 给撒开大声嘴就靠了过去 王公子来了 王公子里面讲 王公子几日不见 您是越来越帅了 实力也是越来越高强了 王公子啊 就这一群女子蜂拥而上 七嘴八字的讨好着 王天这得看清楚 绿毛怪兽上还真有一个人 只不过那巨兽的毛太长了 把他遮掩了起来 而那人是使劲往起一窜 站在巨兽上 王天是伸出手指笔亮了一下 放在自己胸口 然后又往下移动到大腿根的位置 咧咧嘴说道 唉 这本以为他们都是白色 现在看来 妈都是瞎子呀 这边上 上官明竟是为王天的画都乐了 你可别小看了这性外歹子 他虽然其貌不扬 不学无朔 但是至少 从来不会抓人当人质 王天这回事就是一暴力 上官明竟是捂着头 咬牙切齿的说道 说不过别人就动手 你算什么君子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了 我就是一小人 地地道道的小人 所以说 别惹我 还让不让人说实话了 错 我这人就喜欢听真话 你瞅 咚一下 我说的是真话 你干嘛打我 假话 你凭什么说我说的是假话 凭权道 你 我去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 不过 咚 哎呦一声 这最终上官明竟老实下来了 不跟王天争了 免得说脑袋受罪 不过呢 这上官明竟是 眼睛一转 冷笑着说道 你别服服气 就算说你比他帅 你一样 是被冷落的下场 王姬告诉你了 青狮虽然受人欢迎 但是青狮本身呢 这并不是什么高脚手 最说他的地位很低 在位上 这是最低级的出租车 而坐近 往往决定别人看你的眼光 你的地位 这王天还没说话呢 原本眯着眼睛 有些木讷的青狮 搭了这脑袋 万看王天了 王天见此事 没头挑了挑 拍了拍青狮这大脑袋说道 瞧你这怂样 别人看不起你 你就这得行啊 不是说你祖先挺牛逼的吗 拿出点气魄来啊 哎呦 我的天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认出来了 青狮啊 哈哈 青毛盛尸的后代 哎呦 出租车啊 哎呀 最差的出租车 这种垃圾玩意儿 怎么能停在云霄天空的门口 哎 你们就没人管管吧 就在这时 一个嘲讽的声音出来 万公子要是觉得暗眼 我们把他赶走就是了 暗眼 挺暗眼的 不过第一次看到这玩意儿 停在云霄天空的门口 还真是稀罕 这得多厚的脸皮啊 啊 做这玩意儿 会来云霄天空啊 这王天是猛然回头 只有几个女人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 啊 王天是问道 众女士集体低头 低头干什么 我还没骂你们呢 这就羞愧了 你是不是瞎呀 我这么大个人站在这 你看不到啊 哪个少年 再次想起来 王天是低头看去 下面竟然站着一个人 此人身高不足一米四 这身穿着金铝 鱼衣 这倒是有几分神气啊 光太深情了 像个小孩子 不过 这脸上的却全是褶子 暴露的他真是年龄 此人正是毕律 据售上的万公子 王天是身手摸了摸 对方的头说道 这谁家小孩子 赶紧领回家 汪公子一把把王天手打开了 怒道 你说谁是小孩子啊 你以为你很高吗 我矮啊 就是因为太矮了 所以说我爹妈都嫌弃我 天天骂我是三级残废 你不知道 我从小饱受同龄人的歧视 那日子生不如死 活着自信都没了 可是正当我准备上调自杀的时候 一回头 卧槽 没吗 刚好看到了你 看到我怎么了 看到你 我就看到了希望啊 你这么挫的还没死 我死啥呀 我好歹比你高啊 放肆 这万公子是大怒 这身后的巨手吼起来 发出声怒吼 这王天还没开声呢 这确实一声怒吼 在王天身后传来 确实这青狮 猛然间是站起来 对这巨手咆哮了 一声 这总是一副怕怕的样子啊 这眯着的眼睛 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 怒目而视 青色的棕毛迎风飘舞 竟然颇有几分气势 放肆 一头青狮 也敢在云霄天宫门口 对王公子撒野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一名女子是上前怒斥道 哎呀慢着 王公子是一挥手挡住的女子 随后 一冷的笑道 这头青狮 看起来挺嚣张的嘛 怎么 这是要挑战我的绿烟兽吗 行 我同意了 绿烟兽 灭了他 今儿晚上吃红烧青狮头 这绿烟兽是发出一声咆哮 一跺脚 这大地都跟着震动起来 而这青狮明显是有些畏惧了 身体都在颤抖 不过 依然是没有退去 而是顶着绿烟兽的压力 仰着头 一副汉不畏死的表情 绿烟兽 三星二品的妖兽 神力嘛 相当于道宫秘境的高手 而你的青狮只是三星一品的妖兽 实力相当于轮海境 实力差距有多大 不用说了吧 这上官明竟是忽然开口 提醒着王天 王天是咧咧咧嘴说的 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还提醒我 提醒你 你想多了 我是觉得这青狮的品行难得 竟然还有如此的血性 我提醒你一下 是因为你帮他说话 给了自尊重和认可 他才恨不畏死的帮你出头 这算是有情有义的妖兽了 当然了 你只是一个小人 如果说不想惹神万家 这个麻烦的话 可以不管 只要他死了 你赔个不是 那万山估计 也不会拿你怎么样 得动一下 我好心提醒你 你干嘛打我 没什么 我这人胆小 打不过厉害的 欺负弱的就好了 你是真不准备 灌着青狮了 上官明竟是鄙夷的 看着往前 这王天却看着 万山估明竟 上官明竟是敌尸骂道 笑人 懦夫 这万山高事件 王天不肯说 只当是王天怕了 一挥手说道 上吧 绿烟兽 至于说 这云霄天宫的侍女们 则是 冷眼旁观 这根本就没有插手的意思 绿烟兽即将出手的瞬间 王天这开口 慢着 刘烟兽 对着王天这声嘀吼 这虽然是云霄天宫 但终究是魏城的一部分 这魏城是人族的城市 甭管说王天实力如何 是否有钱 一头妖兽呢 也不敢随便的杀人 那后果 他承受不起 万山高是冷笑着说的 怎么 你还想替他出头 王天是背着手 迈着官老爷的八字布 来到这情诗面前 看着万山高说道 那个小琢子 你确定要用你的 头上那一团绿毛 跟我的情诗打呀 这万山高是勃然大怒啊 小琢子矮在那儿的忌讳 头顶上一团绿毛 是男人都忍不了 这万山高是刚要骂人 瞎意识的抬头看去 顿时火了 绿烟兽竟然站在他身后 由于块头太大 一身绿毛还真就在他脑袋上 这顿时感觉溜悠的 那些侍女文言 敏着嘴儿没吭声 但是换了谁都知道 肯定是在偷笑呢 这万山高是更怒了 咬牙切实的 指着王天说道 这里是伪诚 杀人犯法 不过你最好别出场 否则后果自负 至于说现在的话 轻尸触犯有啊 刚刚的举动 也是挑衅我 绿烟兽的举动 根据规计 杀了他也不为过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就问你打 还是不打 打 可以 王天是打了一个响指说道 大合意 但是他们打 咱们俩也不能跟看着吧 魏城禁止私人泄斗 一名侍女是冷冷的 对着王天说道 王天去看都不看的 继续说道 咱们两个读量吧 如何 读 万山高是眼睛一亮 来了兴致了 随后笑道 你想怎么个读法 绿烟兽和我的青狮打一场 生死有名 富贵在天 事后不得找对方的麻烦 读法很简单 你的绿烟兽赢了 就算我输 我的青狮赢了 就算我赢 如何 这世界上还真有傻子呀 这万山高笑的 左手都快合不上了 在他看来 绿烟兽从各方面来讲 都可以碾压情实 这二指的笔事 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悬念 这是送上班来的赢局呀 那些侍女也是跟着脚 一流三分的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之间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姐直播之大图好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08集 哎呀 这世界上还真是有傻子呀 万山高是笑的 嘴都快合不上了 在他看来 绿烟兽从各方面来讲 都可以碾压情实 这二指的笔事 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悬念 这是送上门来的赢局呀 同时 那些侍女也跟着笑了 议论纷纷的 而一些路过的 也好奇的凑过来 这一打听话 来龙去脉 一个个看着王天这件事 这也充满了 对于傻子的怜悯 上官明镜也是敌事说的 你疯了 这上官明镜的 这么一说 王天却是不回话 笑呵呵的看着万山高 哎 孩子 这傻不傻的话 比过就知道 不过这赌注的嘛 一万上比零食 这万山高 立刻是高尸叫道 然后仰起头的 环顾四周 这颇有几分装逼的意思 四周的看客也很给力 纷纷蹭的 这一万上比零食 这万公子真是下了血本了 是啊 这一万上比零食 可不是小数目 就怕对面的傻小子 没这么多钱跟他躲 真不会是万节的公子 有钱啊 那些侍女 看着万山高的眼神 更加亮了 这万山高 仰头望着王天说道 小子 一万上比零食 你玩不玩 要是这点钱都没有 那也太没意思了 听到这话 王天是没说话呢 这青师却是拱了拱王天 拿出了一张纸给王天 上面写着 我打不过的别赌 这上官明镜字说道 你还真是人啥钱多呀 这王天有没有钱 他太清楚了 他就是被钱生生的杂数的 现在他还清楚的记得 王天扔出了一打子一打子 灵服的场景 跟那天女散花似的 这想想都替王天心疼 这王天呢 也是不搭理这个 上官明镜 派来派青师大头说道 小子兄 你为我出头 我当然是得帮你占场子了 输赢不重要 不就是钱吗 这话一出 全场哗然 只不过王天是没给他们震惊的机会啊 一回少说道 灵时没意思 咱玩点有意思的 我这有三件法宝 都是三星三品的法宝 我全押了 就这一下 蛤蟆集体炸了锅了哟 三星三品的法宝 三件还全押 这家伙是真傻呀 这个白痴 这难道他以为一头出租车轻尸 能打得过呀 人家的坐骑 绿岩手 这不斗逼呢吗 白痴 斗逼 那他们都是夸的 我看这人 根本就是没脑子嘛 这万山高一听喝 顿时狂笑起来 虽然说这个世界啊 真正的强者用的是三星 七八九品的法宝 但是 大多数人用的 都还停留在三星第二品上 这三星三品也算是主流法宝了 重点是 这个品级的法宝 非常非常容易脱手 脱手就是万戒币 这万戒币可是比零食值钱多了 于是万山高想都不想 立刻叫道 赌了 这如果说没有法宝输给对方 那就赔万戒币 万戒币不够 那就赔零食 如何 为了防止这个 王天反悔 特意提 必须得让系统做公正 王天是一口答应了 然后两个人同时请系统认证 一切做完了 万山高是往后退了 最说的 别的事 给我撕碎了这个家伙 绿烟兽是发出一声怒吼 声音震天 这围观的看客呢 吓得纷纷后退 不敢上前来 王天却是不以为然的 撇零烟 绿烟兽 来到青石面前 然后是在青石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这青石是一点古怪的 看着王天 眼睛瞪得更大 一点不可思议 这众人就不明白了 王天在搞什么鬼 见王天迟迟不离开 有些不耐烦了 哎 你小子 你还躲不躲了 就什么 磨叽什么呢 这是 万山高是跟着张张道 你小子让开 赶紧比试 完事了 也有还得去乐呵呢 这王天是撇脸 万山高 好 乐呵 希望你还有钱乐呵 这说完了 王天是后退了几波 顺手 将这上官明镜 拉到了身边 上官明镜是好奇的问道 你究竟在搞什么鬼 王天是背着手 一脸高深莫测的说道 我传授给青师一门绝世神通 这门神通可以镇压一切的对手 绝世神通 这么短的时间 就青师那种智商 能学会什么 真没见过你这么弱智的 上官明镜是嘲讽道 这东 绿颜兽一看王天让开了 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 他是三星二品掉手 对方不过是三星一品的出租车 也配挑战他 平时遇到了都得装孙子 现在竟然如此的叫嚣 早就忍无可忍了 嗷一声 绿颜兽冲着上去 这青师是被对方的气势 压得连连后退 绝对的实力察觉 让他冲出来拼一把的力气都没有 完了 这青师要死了 开始就代表着结束 真是讽刺呀 这万山高是老神在在的说道 边上侍女纷纷点头 羡慕不已 这万山高是听着这些话 更是飘飘然了 然而呢 就在大家一位青师 即将被斩杀的时候 青师突然间动了 一抬这爪子 手里头赫然间是有一布袋 布袋 这有啥用啊 这个疑问 刚在众人脑海之中闪过 却见这青师呢 密封的小眼睛里 闪过一抹坏坏的笑容 然后 伸爪的进布袋之中 等着这绿烟兽扑下来的瞬间 一仰爪子 啪啪啪啪 这漫天的烟花绽放了 绿烟兽之间迎面 来了一个巨大的冰锥射来 怒吼了一时 一爪子将这冰锥拍碎 结果震撼的发现啊 这冰锥的力量竟然堪比他的实力 然而下一个 绿烟兽嗷无力事 夹紧了尾巴 转身就跑 而他的身后 漫天的冰锥无数的雷霆 这滚滚的黑风卷着烈焰 呼啸而来 那傻子都知道 这谁上谁次呀 对吧 这绿烟兽是想跑 可是怎么跑得过神通法处 才跑了两步就被追上 就一排的冰锥撞在身上 绿烟兽是被撞的 头晕目眩 皮毛挂血 这轰隆轰隆的 雷霆轰在身上 瞬间绿毛变黑毛 然后变土毛 这呼喇一下 黑风烈焰一转而过 所有的人都看不到绿烟兽的影子了 这事实上 这时候大家已经是不看绿烟兽了 而是一脸懵逼的看这青狮 这青狮也懵逼了 高高扬起的爪子都忘记放下来了 万山高傻眼了 他在脑海中推演过 无数次的二者争斗的画面 却是没有一幅是这样的 不对呀 正常的战斗过程不应该这样啊 对方这分明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呀 哪来这么多灵符 灵符不要钱的呀 这万山高只想骂娘 那些侍女 也傻眼了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自然明白 灵符这种东西的珍贵程度 能够把三星二品要手打得狼狈逃跑的灵符 最差也得是三星二品 而这样的灵符市场上的价格可不低呀 一把扔出了这么多张 绝对是土豪 给宠物这么多灵符的 绝对是大土豪 给一个不认识的出租车 这么多灵符的 绝对是败家子 而败家子绝对是比大土豪 还要受欢迎 跟着这种人不愁钱吗 于是 所有的侍女 将各种崇拜的目光 从万山高的身上 转移到了王天的身上 就那火辣辣的眼神 仿佛是在告诉王天 房间已经开好 随时恭候一样 这上官明镜也是一脸懵逼了 不过 他早就见识过王天的灵符海战术 他是最先恢复过来的 第一声骂道 你这是个败家子 哪有这么花钱的 上官明镜是捂着头 一脸的忧远和无奈 还有几分愤怒的 看着王天 王天是说的 记住了 作为仆人 永远不要质疑主人的权威 不就是钱吗 爷 我不缺钱 就在这事 灵符的威力结束了 绿烟兽 这终于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只不过此时此刻的绿烟兽 那已经是外交理难了 散发着肉香 王天是拍了拍手说的 小朋友 看来你说了 众人只在集体的回过神里 一脸看怪物似的看着王天 这万山高是长嘴 最终啥也没说 暗处 一个须迷大争给了王天说的 大人 这里面是六件三星三品的法宝 您说好 三件是输给您的 剩下三件 给您赔罪的 您玩 再下告辞了 这说完 万山高腾空而起 仨腿跑了 王天是挑了挑眉头 这看着手里面的空间袋 以及里面法宝 再看看上官明镜说头 这几个意思啊 这就松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上官明镜也是疑惑的看着王天 能拿万戒币不当钱的人 他可不行 对方毫无来头 这种人必然是有大背景 王天看着上官明镜 再看看其他人那种敬畏的表情 恍然大悟 啊 明白了 感情大家都误会了 不过王天也懒得解释 这种误会 他并不介意 于是笑道 对 热闹结束了 是不是给我让人录啊 这原本围的水泄不通的四周 立刻散开了 王天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刚要往前走 只听这呼呼的风声响起 眼前一花 只见原本站在外头的红衣侍女 全部归位 一个个恭敬的对他行礼 高尸喊道 欢迎公子光脸 王天是玩味的笑了笑说道 呀 你们这变脸速度 还真是让我措手不及了呀 这众女士略想尴尬 王天却这哈哈大笑中往前走 一边走 一边说道 不过呢 本大人大人不计小人过 这就不为难你们了 说会儿去 王天是扔出了三个脊皮凝食 给其中一个红衣女子 这女子是唯一一个没有跑去吹捧万山高的 一直站在圆地儿的人 然后说道 帮我照顾好我的出租车朋友 是是 公子请放心 李女子先是一愣事 随后则是狂喜 等王天走远了 这才想起来自我介绍 公子 我叫永柳 王天是挥了挥手表示 听到了 而人已经是跨过大门 走进楼阁当中去了 这王天一走 或现场立刻是炸了锅楼 那些侍女是感叹 永留的好运 同时后悔自己狗眼看人低了 而那些抗抗 则是靠起王天的身份 这一轮纷纷 甚至有人还把刚刚的事 拍成视频 把他论坛里 不过这种事 显然是没法引来 太多人的关注 恨恨就沉了 因为现在论坛里 都在讨论这一件事 这究竟是哪个疯子呀 竟然发布宣伤令 要是上官捕火 真是疯了 出一个亿的完结比 悬赏上官捕火的人头 难道他就不知道 上官捕火乃是云露第一高手 谁敢杀他呀 这话可别说的太死 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一个亿的完结比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已经是足够 让任何人动心了 就算是同一级别的 木道人 也会动心吧 这会不会是有人 在针对云露皇族啊 别乱说 乱说 我可没乱说 对方悬赏上官捕火的时候 还悬赏了云露皇族的 鼓呼长老 这两个悬赏灵 同时出现 其中 如果说没有什么猫点 我才不信呢 等着看热闹吧 这都是匿名悬赏 不一定是一个人 就是 也许是巧合吧 哎呀 希望是巧合哟 不过我觉得这事 恐怕是不简单 一个画龙秘境的修饰 十万万金别 这架杆还真不算高 我看他有人接任务了 这鼓呼 估计要夜不能魅露 还真有这疯子接任务啊 他就怕云露皇族的怒火吗 王毕 只要做得干净 谁知道是鼓呼做的 就是 与此同时 云露 云露山中金顶大殿之中 一张桌子是 四分而练 一名面容威严无比的男子 拍而起 怒道 谁能告诉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骑兵长老 这事 我们是真不清楚 这悬赏令吧 是突然间出现的 一人是低头小心翼的说道 长老 古虎长老 也被悬赏了 不过 古虎长老还没回来 或许他回来了 就能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那就赶紧让他给我滚回来 是 那属下立刻退下去了 而大长老是坐在椅子上 脸上 阴沉似水 一直坐在边上 一动不动的二长老 说道 大哥 你太激动了 这一我看 这件事 很有可能是木岛人做的 一个亿的万戒笔啊 这个不是随便哪个家族 就能拿出来的 而且 这一个亿的万戒笔 多半也只是烟雾的 大长老是叹息着说道 如今家族闭关 族中无人能够对抗木岛人 但如果是出手试探我们 也不是可能 如果他真是他做的 也是个大麻烦 传令下去 让家族成员最近 给我收敛一点 一切 等家族出关再说 好 我这去办 二长老是离开了 而正当天下人 议论纷纷的时候 某人是急匆匆的 离开了卫城 一路狂奔 这如同是逃命式的 逃向了云路山 死人吧 正是这古虎长老 这古虎长老跑得飞快 脑门上全是狼汗 脑海中全是悬赏令的内容 这心头是忐忑不安 不断的咒骂着 一定是那个天王 只有他才转了彩力 悬赏杀我 酿了个蛋蛋 甚至家族的宣伤量 有可能是他干的 这个混蛋究竟是什么人 正当这古虎长老胡思乱想的时候 前方突然多了一个人 死人是一身的黑衣 这脸上 带着黑铁的鬼脸面具 忧督面具 系统杀手 股长老是惊呼了一声 这没有绝对把握 没有人回来 这转式就往回跑 回到位上还有生机 至于说抵抗的话 赶来杀他的 谁都不知道他的实力如何 没有绝对的把握 没人回来 最主要的是 能够得到系统奖励 忧督面具的人 那都是连续拿下了 十个悬赏的杀手 这就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这古虎长老对自己 没信心哪 人 那杀手并没有出手 而是站在原地 默默的打开了一个按钮 这几乎是同时 王天是一愣 随后笑了笑 没有继续的 往这云霄天宫里走 而是随意的 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 干什么 上官明竟是问道 看信 看一场大信 王天是笑的 随后闭上眼睛 开启了万解直播平台 定 您的悬赏令 已经被九龙接收 即将开始自杀 按照您的隐藏条款 您将可以看到 刺杀现场的情景 是否观看 看 下一刻 王天眼前的情景 出现了变化 这竟然出现在了空中 这刚好可以看到 下方一名黑衣 鬼脸面具杀手 而远处 古虎长老正在惊慌失措的 往卫城的方向逃窜 而就在这时 那杀手九龙 微微的抬头 看了眼天空 这仿佛是在和王天对视似的 然后抬头这么一挂 售 好快呀 王天是心头惊呼着那速度 绝对是超越了王天施展 形自秘的速度 这古虎长老的速度 虽然不慢 但是和九龙比起来 那就慢太多了 九龙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王天是依稀看到 九龙的身体 仿佛是拉长了一般 就宛如是一条奔腾的黑色蛟龙 这古虎长老感受到身后的危机 越来越近 心头是恐惧啊 猛然间回头怒吼了一声 我跟你拼了 这古虎长老是一张嘴 吐出一大墨盘 墨盘是凌空变化成了一座 房子大小 灯头扎向九龙 这同时 古虎长老又矣化为天蓝色 并且越来越蓝 一只蓝色的鸟的图案 出现在他的手臂上 蓝鸟抬头双翼展开 然后是做出了即将战斥飞翔的姿态 王天是对这门神动 十分的熟悉 这个正是上官明镜 当初对抗他的那一招 云露飞鸢 是不过 这古虎长老施展这一招的时候 力量波动的更加强大 而且 这飞鸢的形态更加的生动 飞鸢的个头也是大了很多 不像上官明镜施展这招的时候 放出来的飞鸢 只是一个模糊的蓝眼 看得出是鸟 但是纹里却看不到 好了 本集不讲门闭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去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做主的 万解之波之大都好 由 喜马拉雅F 独家出品 第200 一世纪 这天空中 九龙是见到这大磨盘砸了 也不躲避 而是抬起来右手 双目一片乌黑 这全身的磨气升等 一拳红热 吼龙一身 龙笑九天 一条黑龙是被他一拳红热 黑龙须眼贯穿于长空 然后撞击在这大磨盘之上 吼 徒手打发宝 王天是惊讶的说的 这蹬了一下 黑龙撞击在大磨盘之上 这大磨盘只是挡了一下 就咔嚓一声 碎裂在空中 而这黑龙是跟着破碎 王天是瞳孔放大的叫道 好恐怖的力量 那磨盘应该是有三星死品 或者五品了吧 竟然是被他给徒手打碎了 这一家伙究竟是什么等级的高手啊 画龙之上 难道是心抬镜的高手 可是这样的高手 为了十万万几笔出手 这也太丢价了吧 就这大磨盘粉碎 古虎长老是大吼了一声 云路飞渊 抬手叫放住 而九龙是凌空一个转身 一脚扫了过来 就一条黑龙虚眼 出现在九龙的身上 同样是一个转身 一尾巴抽了过去 神龙百尾 这古虎长老是咆哮着 打出了云路飞渊 结果 这云路飞渊所画的鸟还没飞下来呢 就被龙尾霸道的扫中 当场化为了飞灰 这古虎长老是连叫 都没有来得及叫出声 蹚的一声 被尾巴当场抽住 身体在空中就炸碎了 漫天的血绸散落在天上 而就在这时 一到金光从这碎肘当中窜出 刚要逃窜 却见九龙随手这么一拍 噗的一声 话为飞灰 这几乎是同时 王天是收到了系统的通知 定 九龙完成悬赏任务 成功击杀古虎长老 赏金 一发放 王天是点了点头 然后关闭了这个 现场直播 他是摸了摸下巴 打开论坛 这搜索着 麦伦修士的灵魂 藏在那 很快 找到了一个相关的帖子 这 众所周知 麦伦修神 修的是体 灵魂和肉体融合在一体 达到灵肉合一的境界 这灵肉 更加的稳固 对于杜结有极大的好处 但是麦伦修士 拥有弊端 一旦肉身死亡 灵魂也是跟着覆灭 而子腐修士不同 子腐修士 有元神 肉身粉碎 元神如果逃出生天 就有第二次机会 不过 子腐修士的灵魂分离 对于心魔之类的 天洁抵抗能力 这远不如 灵魂合一的 麦伦修士 各有千秋 不过 随着诸多文明的不断融合 无论说是麦伦还是子腐 又或者说是 如道的浩然争气 科技的能量运用等等 这都在彼此的融合 而且融合的速度 越来越快 一人修两种 三种的事 也越来越多 不过其中耗费的心血 也越来越多 很多人 坦多脚不拦 最终是平庸地走向死亡 这条路 真的走不通吗 当然不是 万节直播平台的出现 给人了一种 希望 弥补自身的不足 这要是有钱 在系统的辅助之下 各种担药 辅助物品的帮助之下 修炼速度将会大大提升 这多而不经 将成为过去式 但是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未来将是钱的天下 这帖子是一很老的帖子 算算时间来说的话 大概是万节直播平台 刚刚出现时候的帖子 也就是内测时候的帖子 也当时被不少人喷 后来就沉了 但是从古虎长老的死 肉身当中跑出原神来看 这古虎长老肯定是双修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帖子所预测的 已经是成真了 而黄梅大师的讲座 却说这样做是错的 理论上的确是错了 但是那得看是针对什么人 穷人 双修多修 他绝对是自找自落 这没法 但是有闲人的话 这多修就没问题了 各种功法 互不支下 只会说越来越强大 而这个世界上的 肯定是有钱人 野心大的人 也一定有 这多修的人 自然不会少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么万戒币的价值 王天想到这儿 笑了 这万戒币呢 在繁盛的价值 只怕是比繁中繁下更高 修炼万戒币 晋级要万戒币 买工法也万戒币 这每个月还得交税 到处都要万戒币 而在这儿的话 这作用就更大了 作用越大 就越有价值 那么 他钱财的威力 也就越大 我懂了 我懂了 这只要是实力 够大 实力就是一条狗啊 有钱才是王道 只要是有钱 九龙那样的高手 一抓一大把 王天是笑眯眯的 关掉了万戒直播平台 而他心中已经是有了一个 大概的计划 完美的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呢 还需要一些保证 他需要等引到了之后再实施 你得笑什么 上官明竟是好奇的问道 王天是摇了摇头说的 遇到开心的事了 当然是要小了 走 去看看这云霄天宫 到底是有多牛 跨过了999个台阶 王天呢 穿过这黄金大门 眼前顿时一亮 云载飞舞 宫殿成群 自下而上 宛如是一座宫殿山似的 这宫殿飞在空中 还真是壮观呢 王天是感叹道 这些宫殿 都是科技和神通的双重作用结果 这下方有反重力平衡装置 同时有阵法吸收天地元气 换为能量 供给给这些装置使用 虽然说万级直播平台 只开启了半年左右 但是文明的融合速度 远远的超过了世人的想象 现在只要是有能力的人 已经是找不出几个纯粹的 单一修炼者了 这所有的功法 文明 彼此融合 造就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这么说的话 那修炼单一的人 都是穷贵了 差不多吧 没钱的话 没有万级直播平台的辅助 多修就等于找死 而对于新人 修炼单一的体系是最好的选择 实力上去了 赚到钱了 才有资格修炼更多的体系 这修炼的体系越多 说明对方又有钱 王天是挠了挠头说的 科技这东西 也能用来修炼的 科技 你可以理解为外力机关术 不依靠自身的力量 将机关设置成 自己吸收能量 自行运转的法宝而已 以前的科技 吸收能量过于单一 现在的科技 已经是走上全新的道路了 这不仅是可以创造 各种强大的机器 而且可以利用科学技术 改造入身 甚至强行提升势力 不过玩科技和炼技 炼单阵法差不多 都是烧钱的行当 没钱 根本就玩不起 相反 这修炼一道 虽然说入门苛刻 但是只要入门的话 就能延年一手 时间长了 客户修炼 总是有出头知识嘛 但是科技不行 没钱 什么都做不了 那你 这个意思是科技落寞 上官明镜是要头说的 吴大玉的西域 就是科技作为最强力量的世界 有机会 你去看了就知道 这王天是瞥了上官明镜一眼 然后摸了摸他头 没发烧啊 你什么意思 没事 就是你话多了 有点怪 王天说完是往前走 上官明镜是骂了一句 跟了上去 这云霄天宫是分为上 中 下 三重天 这外面 是夏云天 中间是布云间 上面是天宫 而进入夏云天的入场飞 就是一千上瓶零石 而布云京呢 则是则需要一块极品零食 作为入场飞 天宫只受万戒笔 入场飞 十枚万戒笔 这个价格 对于大多数的修饰来说 已经是天价了 重点是 在这个万戒笔金贵的世界 大家宁可花更多的零食 也不愿意花万戒笔 在这种娱乐销钱上 就好像是极品零食一般 虽然极品零食等于一千上品零食 但是 大家宁可拿出更多的上品零食 也不愿意 花一块极品零食 有些东西有价 却不一定有事 这王天既然来了 当然是要好的嘛 直接是扔过去了 二十枚万戒笔 立刻要侍女恭敬的 把她带到天宫大殿 这位公子 请问怎么称呼啊 一名穿着蓝色衣服的侍女上前 恭敬的问道 而王天是打量这侍女 果然姿色 比下方的红色侍女更高 而且其身上 纯阴气息 清纯无比 应该还是个处子之神 王天是说的 啊 在下姓黄 单名一个商字 这女子是一愣 随后笑道 原来是黄公子 小女子叶洛 也就是您在天宫这段时间的 伴随侍女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便是 无论说你有什么要求 叶洛 利索能及的地方 都将为您做好 王天是咧咧嘴 看着叶洛 那一脸纯净的模样 脑子是不禁有点想歪了 不过马上是把那些念嘴抛掉了 啊 先给我找一个最好的客房住吧 哎 重点是安静啊 我不喜欢别人打扰 这天刚三十六星殿当中 目前只有天险殿 暂时无人居住 险 我还真就是一险人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天险殿吧 王天是说的 这叶洛是箭头 带着王天腾空而起 往这天险殿飞去 一路上 王天是低头看绝 只见这下方宫殿林立 每一座宫殿的都是各不相同 但是无一例外 每一座宫殿都显得格外的漂亮 这同时 不断的有飞行易受走过 更是有珍贵的花草树末 垫坠其中 这颇有几分闲气 这要是放在地球的话 当真是天宫了 这如此庞大的天宫 竟然只是一域之地 这一域之内的一座酒店 这事件究竟是有多大呀 这究竟还有多少壮阔之事 这一把还真是好奇啊 王天是在心中感慨着 这次来反赏 他算是开了眼睛 见了世面了 胡思乱想之中 王天已经是来到了天闲殿前 这大殿呢 并不是一座房子 而是一座宫殿院落 分为前后中三个大殿 这中间有鲜水 湖泊点缀 不是假山假水 而是真正的山峰 这还有各种的真气一勺 在里面飞腾跳跃 这他妈哪是一房间哪 这分明就是一县城嘛 王天是在此感慨 说道 他发现 自从来了反赏之后 他这感慨是越来越多了 黄公子 这是您的房间牌 只有吃死牌 才能进入天线店 夜落就在店外等候 你有吩咐 只要对这牌子输送法力 就可以联系上夜落 这夜落是恭敬的说道 只要是接过这个天线牌 这牌子 是一件三星一品的法宝 没有太多功能 只有一个繁琐的身份 识别法人和通讯法人而已 这虽然说是价格不低吧 但是拿出去 却也没什么用了 这纵然如此 也间接的证明了 这云霄天空的彩礼 绝对的财大其促 黄公子 您门口右边的传送法阵 您可以用天线牌 启动传送阵 传送阵可以帮您传送到 您想去的地方 分别是餐厅 读法 风月间 山水源四处 当然了 您也可以选择 骑程坐骑 飞过去 我们为您提供了 三星三品 到三星六品之间的 各种的坐骑要兽 而且夜落呢 指着一棵松树下面的 预制的传送阵说道 黄天是咧咧咧嘴 啊 这难怪了 难怪他一来就被万山高 避失了 万山高那孙子的三星三品的 绿燕烧 在人家云霄天宫 那都是最为低等的货色 而王天的出租车轻尸呢 连最低级都比不上 这确定 夜落 没有其他要盯住的 王天是带着上官明镜 走进了这个天仙殿之中 前殿是会客的 这中间呢 是关键的 娱乐的 后殿是入住的 王天是静止来到 这中殿的观景台 躺在太师椅上 望着天空嘀咕着 这才一枚万节币 还真是便宜啊 便宜 一枚万节币 可以兑换一百个七品金石 你还觉得便宜啊 便宜 太便宜了 王天是懒洋洋的说道 这对于别人来说 万节币难得 但是 对于王天来说 万节币还真不是一事 身杀前洞 得咚一下 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 入夜 24点 王天是缓缓的睁开了双眼 然后瞥了一眼 躺在床上睡得正香的 上官明镜 默默的打开了万节直播平台 定 恭喜您 成功尽急翻上 来到万节大陆 翻上 您将在接下来的每周 获得四亿万节币 消费光之后 第二周将获得翻倍万节币 提醒您 您目前拥有1.8457兆万节币 同时 您的万节币上限 提升为四兆 每周就给这么点万节币 这狗干什么的 大方要犯的 王天狄是骂的 这身上揣着近两兆的钱 他还真有点看不起 这三四亿万节币了 而骂过之后吧 王天是眉毛一条 他发现 他是真他妈有钱 在这个一个万节币 都能掰开用的世界 他这资产绝对可以横扫 所有的人 最重要的是 如果说给他时间的话 他是在帆上 蹲个十年二十年的 那岂不是每周 都能拿到四兆的万节币 到时每天一兆砸出钱 这估计 这帆上能被砸翻了天 王天忽然发现 只要给他时间 他真的可以用钱砸翻这个世界 而想到这 王天是瞇着眼睛 坏笑了一声 默默的 大开了系统商城 而让王天惊讶的是 系统商城的丹药 竟然开到了三星四扁 元气丹 三星四扁 吞幅之后增加一年的功力 售价十万万节币一枚 物性丹 三星四扁 吞幅之后 短暂提升大量物性 持续一个小时 售价一百万万节币一枚 破戒胆 三星四扁 功力领悟都足够的情况下 可以破除画龙逆境 以及画龙逆境之下 恋神反须境界 以及恋神反须以下 所有的瓶颈 售价一千万万节币一枚 真他妈黑啊 十万的万节币 只够换一年的功力 这系统真是够无耻的 王天是苦笑了一声 然后顺手买了十万美元 七十二枚物性丹 十枚破戒丹 这一下 一共是花出去了 一百零一亿 八千二百万万节币 就看着呢 如同流水一样 花出去的钱 王天真的是有点心疼了 同时他也是意识到 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上的人 也许并不像 他想象中的那么穷 多修 单药肯定离不开 客药不是一个省钱的活 能够多修客药的 绝对有钱 而且很有钱 只不过这个世界 到处都要用到钱 最说这个世界的人 也是一个 逼个口门 这才造成的 这世界的万节币 显得更加的金贵 另外 零食的存在 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选择 能用零食解决的问题 自然 用不上万节币了吗 想在这儿 王天是默默地打开了论坛板块 这之前王天悬上的问题 已经是有人回复了 打开一看火 王天吓了一跳 有人给了他一份详细的名单 上到上官不惑 下到上官家的 每一个旁支血脉的小楼 足足十亿八千万人 这如此的一个名单 着实让王天有些意外了 同时呢 王天也是狠狠地心疼了一下 这么唱的一串名字 按照他之前给的标价 他怕是要大出血啊 一个名字一百万节别 那十亿八千万人 这要多少钱 看着后面 那些长长的账单 王天是苦笑的 看来下次 得给这些按实力收费了 统一收费 太贵了 王天是在看的 名单提供者的名字 脸都黑了 赫然是泰尔真人 好了 本集部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视频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节之不知大头 由喜马来FM 独家出品 第211集 这孙才真是无钱不赚 王天是低声骂了一句 这支付了一千多亿的 万节逼过去 不过这钱 他不能白处 所以王天是立刻在帖子上 标注了 太尔真人 第一个抢大成功 提供了十亿八千万 云露皇族的名单 别上到上官不惑 下到一个奴仆的孩子 非常的选 感谢大家支持 以上是支付截图 系统认证 同搜无期 再下天网 以后会长期的收购 各种消息 谢谢大家 随时提供消息 这件 不是问题 这刘湾联 王天是有扫链论坛 被顶在第一位的帖子 贺恩是古虎长老 被刺杀的事 我听这封楼最新的消息说 昨儿晚上 被挂上悬上榜的 那个云露皇族的长老 古虎长老 被人击杀在返回云露山的路上 这究竟是何人出手 暂且不提 相信大家一定很好解 那悬赏令究竟是什么人发的 而根据我们全方位的调查 这悬赏令 很可能是来自一个叫天王的人 此人 曾经在竞派中心和古虎长老 发生矛盾 这古虎长老甚至扬言要杀的 最后呢 古虎长老就被挂成了悬赏令 死于杀手之手 这些绝对不是巧合 这上官不货 同样被人宣伤 一个亿的万金币 这价格不低了 但是对于上官不货而言 就低了 相信 没有人说会为了 一亿的万金币 招着上官不货 对吧 比较 那根拥有着三星的 九品法宝 镇压气运的大家伙呀 大家族 没有一定的底蕴碰不到 王天是撇了撇嘴 这分析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不过王天就是要这个意思 这正当王天打算往下看的时候 帖子又一次更新了 最新消息 就在刚刚 一个搜集云露皇族 全体人员的帖子 被泰尔真人拿下 本以为只是个小大小脑 骗人的帖子 但对方竟然真的支付了 等额的价钱 这泰尔真人竟然提供了 云露皇族 上下十亿八千万人的全部信邪 这得到的报酬 高达一千多亿万级别 由系统截图为证 这更加重爆的消息是 对方终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正是那个 自称为天王的男人 他还声称呢 以后还会收购其他的消息 以下时间见 就这条消息一出货啊 王天指尖这帖子下面 回复突然间暴增 之前吧 半天也没有一百 现在哼 咱是先 上千条留言呢 而且这数量还在暴脏 王天是一拉到底 卧槽 一千多亿万件币 就他们买几个名字 不是 这天王究竟什么来头 这么有钱 甭管什么来头吧 能够拿出一千多亿挥霍的人 绝对来头不小 这怕是来自于外遇的大势力 云露皇族的孤狐长老 这回装逼装大了 将整个云露皇族 给装进去了 真疯狂 这天王究竟要干什么呀 这是啊 刚花线弄死了孤狐长老 然后就收获了云露皇族 上下十亿八千万人的消息 他不会是要全宣赏了吧 应该是不至于 宣赏界面 每天的更新量也就几百个 从这万节直播平台 开启宣赏界面以来 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死在宣赏上的也没多少人 但是如果 他真的出大家前来的话 那这云露皇族的日子 不好过了 得 别开玩笑了 那可是十亿八千万人 一人一个万节币 那就是十亿的八千万万节币 这买个名字而已 都出一百万节币 那买他命什么的 多少钱的之类呀 对不对 这背后的价格 可是天价了 我觉得也不至于 不过云露皇族 肯定是有麻烦了 就是了 不知道 这云露皇族会怎么应对 王天退出来 看着自己帖子 果然下面炸了锅了 这帖子回复的速度 是另外一个帖子的十几倍 每秒上万的留言 一路狂爽 从下面直线暴剧花冲出来 最终是占领第一的帖子 看这里面内容 确实有些不同了 这有一部分是讨论 来龙去脉的 胡思乱想的 这还有一部分 确实 天王 在下杀手ID 宁允 仙台一冲天 这如果说要杀人的话 我可以帮你 价格公道 童走无期 天王 在下杀手ID 五冲天 杀普通的仆人 嫁弩 一个万节币一人头 杀庞弃血脉 十个万节币 一个人头 拥有实力的 这每一个等级的实力 价格翻倍 绝对市场最低价 求派发任务 王天是咧咧嘴 本以为这世界上 感动云露皇族的人 不多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世界还真是 有钱就是爹 钱到尾谁都敢杀 而正当王天 看得热闹的 看得爽的 一条新的帖子出现了 天王 在下上官云飞 那是云露皇族 内门三成老 我觉得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明日未成 云霄天宫 旭日阁 在下作动 还请赏脸一见 就这帖子一出啊 现场一片哗然 不是云露皇族 这是伪了 不是啊 云露皇族 这是要干什么 上官云飞 这是怕了吗 估计 云露皇族 也是为这些价 砸懵逼了 现在脑袋 还是晕乎乎的 搞不清楚 自己面对的敌人 是什么人吧 这是要摸地儿来了 如果说天王来头大 就握手言和 如果说来头小的话 这八只 就是一场鸿门宴了 不知道王天 敢不敢去 换路 我是不去 不去 就说明来头不大 迎接他的 就是扑天盖地的水沙 是啊 这如果说 真有来头的话 又怎么可能不去呢 这众人议论纷纷的事 王天是又扔进去了 一个重磅炸弹 不去 两个字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说什么都有 天王怕了 看这语气不像啊 是不怕不去 还是怕了不去啊 鬼知道 然而让大家 不共闹咪的事 云禄皇族那边的 上官云飞 没绘画 这反倒是被称之为 云禄皇族 低妖孽的 上官童绘画了 天王兄 在下即将在苏州 举办一场 天下英节大会 邀请云禄 英节会聚一次 谈天说地 谈武论道 说风云 论秦奇说话 在此 特邀天王熏光灵 上官同事说道 这王天是有了点兴趣 他现在急需要融入这个世界 然后呢 扬名立万 所以说这种聚会 对他来说 还是有些用处的 当然单纯的杂琴还行 这具体怎么杂琴的利益最大化 王天也得考虑一下 而且呢 那样杂出来的江山 未必是稳固 至于安全 这再有一天 尹就到了 尹的实力在樊上 应该也是很厉害的才对 所以说 有他的保护 再接上他接下来的 这个行动计划 必然是可以做到万无一事的 想到这儿 王天是回了一个字 好 这观看帖子的观众们 顿时炸了锅里 天王竟然接受邀请了 这天王拒绝了上官飞远 却答应了上官捅 这几个意思啊 能几个意思 说明他根本就不派云露皇族 拒绝上官飞远 估计是干的不爽吧 这答应上官捅 八十岁的云露英姐 不得感兴趣 有可能 反正天王咋想的 我不管 我只想知道 云露皇族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天王不给上官飞远面子 他们竟然就这么忍了 鼓掌老死了 他们也忍了 这可不像我们认识的云露皇族啊 鬼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 等着看戏就行了 云露英节大会 下个月召开 很快就到 这论坛里头是吵翻了天了 王天来这也来 来了一封私信 赫然是泰尔真人的 土豪 你真他妈有钱呢 我说过 签不是问题 明天开始可以给我钓鱼了 先从道宫秘境的开始 放心 保证帮你办好 泰尔真是立刻回答道 而王天是关了这个万界直播平台 拿出元气单开始嘎嘎嘎嘎的事 元气单进入体内 化为纯净的天地元气 结果 还没等王天运转 吞天魔攻吸收这些力量 血神体竟然有了反应 这所有的元气还没散开 就被血神体吸收一空 竟然还敢抢神 结糊是吧 你喜欢吃 我就让你吃个够 王天是二话不说 这大巴大巴的元气单塞进嘴里头 天地元气在体内瞬间爆炸 这滚滚元气扩散开来的同时 王天的肉身散发着盈盈的血光 整个人就宛如是一尊血液雕琢的艺术品 这血色闪烁中 天地元气涌进了经脉之中 结果 一边运转 一边是被王天的血神体所吸收 这吸收的速度越来越快 王天只感觉 他的血神体似乎是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血液越来越粘稠 而这细胞越来越活跃 最重要的是 他的丹田中不断震荡 吞天魔攻的魔气在里面 化为烟雾 不停的翻等 这仿佛是内部即将孕育出什么东西来是的 王天见此是眉头一皱 不再吞天药了 而是压制血神体的力量 运转吞天魔攻 瞬间 将这些天地元气吸收一共 这同时呢 将之前吞了的那些能量也放了出来 融入自身 同时将破解蛋扔到了口中 蹚了一声 王天是突破到了轮海径 踏入了刀工一径 就在这时 王天是猛然间睁开了双眼 他人看到胸口的幸运石变成了红色 终于是来了 王天是心头狂喜呀 马上拿出这黄金宝箱 深吸了一口气开 叮 恭喜您 获得三星六品的血神经上卷 啊嘞 只有一本三星六品的血神经 王天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这幸运石如此的旺盛 竟然只开了这么一本秘籍 这正当王天不爽的时候 叮 恭喜您 您的宝箱内一箱双宝 我就说嘛 元气到达巅峰的时候 怎么可能只得到一个三星六品的功法 王天是撇了撇嘴 这赶紧点击查看第二份宝窝 叮 恭喜您 获得特殊物品 补天经残业 补天经残业 王天就写蒙了 这是个啥呀 点击查看 补天经残业 天地秘宝 加上其他任何的秘籍残业 可以从系统上升兑换完整的秘籍 天地秘宝兑换完整秘籍 卧槽 这个好啊 王天是眼神正良 不过王天是没急着使用 而是连码的打开了论坛 搜索着天地秘宝的消息 天地秘宝 万解直播平台之内的特殊物品 这些物品不能在系统商城购买 只能从宝箱当中得到 天地秘宝没有品级 功效也十分特殊 没有固定的功能 它们的能力有可能很积累 也可能很逆天 已知出现的天地秘宝 为云露皇族的不灭符 具体功效如何 无人知晓 原来如此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王天是和和笑道 随后仔细地搜寻一下 自己身上的所有的神通功法 吞天魔宫 血神经 万象真解 行私密 两门功法 两门神通 这除了说行私密 其余的那都是残缺不全的玩意 但它手中吧 只有一张补天液的残卷 所以说它必须得利益最大化 吞天魔宫 王天只有上卷 而这魔宫似乎是有上中下三卷 凑齐全套品级不低 但是具体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来说的话 不好说 血神经和王天的血神体十分斑肥 这根本就是量身定做的功法 但是补全了的血神经 能够达到什么层次 同样是未知的 万象真解 是一门大杂毁 王天得到的只是一部分的残业神通部分 这完整版的万象真解 系统评价是三星九品 但是 它绝对不仅仅是一门神通大杂毁 这必然是有功法在其中 如果说不劝了 就等于拥有了一门三星九品的功法 但是王天很喜欢吞天魔宫的吞噬能力 以及血神经的吞噬能力 以及身外化身的血神子能力 放弃这两门神通 大家真是有些舍不得 罢了 灵异最大化 先提升实力最为重要 至于说其他的 多抢些宝箱 不愁不全他们 想到这 王天是默默的选择利用补天精三叶 还有 万象真解 兑换完整版的万象真解 定 恭喜您对我完成版三星九品的万象真解 万象真解 三星九品 分为万象卷和真解卷 万象卷千变万化随心所欲 容纳所有功法为义录 取长不短 举其糟粕 举其精华 融合的功法越多 所以演化出的功法越强 真解卷 分解一切神通法门 一眼看破 其本源 可以模拟所有建国的神通功法 理解足够透彻 甚至可以自行推演 超越原本功法的极限力量 这难怪评价是三星九品 果然牛逼啊 王天是看着万象真解的这个简介 心头狂笑不一样 这如此的功法 那绝对是逆天级别的 同时 他之前的担忧全部都没有了 吞天魔攻血神经都有用了 全部的纳入万象真解之中就行 爽 王天是大笑起来 直接点击修炼 下一刻 王天脑海中是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 白茫茫的天空和大地 一片四季 而就在这时 脚下奔的一时 一抹嫩芽出现了 这随后 嫩芽是茁壮成长 幼苗 大树 参天大树 这大树上出现鸟巢 飞出了一只只鸟雀 鸟雀展翅 化与凤凰 而这大树出现 天空出现 天地万物都出现了 这就是一个世界 王天的心中 升起了一丝鸣雾 万象真解 理解万象 化身万物 自称一剑 这轰隆一时 所有的画面破碎 王天是猛然间睁开了双眼 看着时间 竟然只过去了一秒 时间 空间 天地万物 无不是演绎刻画 当真是厉害呀 可惜了 王天是摇了头 这万象真解 虽然说厉害 但是真正厉害的是 融入无数的功法 神通之后的万象真解 他手中的万象真解 虽然也不弱于一般的 三星九品功法 却还不算是出荣 王天是意念一动 将这个吞天魔宫 血神经 形字蜜 都融了进去 这丹蹄之内 隆隆作响 一团黑雾缩小 最终化为了一个 漆黑色的罐子 漂浮在空中 同时 血色烟雾生腾 变化凝结 化为了一滴血 漂浮在这罐子边上 我虽然是开了轮海 但是在子府的修炼道路上 并没有走多远 所以丹田之内 才会空空入眼 看来我也该找个时间 将子府一起修炼了 想到这 王天是再次的盘队做好 拿出丹药准备服用 但是转念一想问道 白戏狗 返回我所在的世界 需要怎么做 丁 非战斗状态 一万万级笔 往来一次 第二次 价格翻倍 我去你娘了个蛋 他真他妈黑啊 王天是低声骂了一句 马上问道 能带人过来吗 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王天发现 这个世界很多人 都是一个家族过来的 王天可不相信 一个家族的人 都能够得到 万解直播系统 可以购买 未免传送门 打开之后 任何人 可以通过传送门 进入万解大陆 但是 不具备万解直播平台 和主播的资格 任何人都可以介绍 这王天是恍然大悟 难怪云路皇族 一个大家族 都跑进来 称王称霸了 感情人家是把 所有力量都搬进来的 不过王天转念一下 这模式 他也真搬不了 这就算说 把整个地球搬进来 最多 也就是多了一些炮灰而已 没有实力 没有势力跟进 没有绝对力量守护之前 弱小的人进来 那就是送死的 好了 本集不讲闻闭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直播之大图好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12集 这樊上呢 相对于樊中樊下 那种白看直播 捞好处的模式 这简直是困难太多了 身上没钱 回家都回不去 这随时可能被人杀了 又或者说被人抓了 关起来当奴隶什么的 这个世界可是 没什么杀人犯法的法律 只要不在城内杀人 根本就没人管 想到这儿 王天转断了 立刻接自家人过来的念头 拿出来这元气的 瓦瓦大瓦的 往嘴里塞 同时 运转着万象真解 而这一次 他的肉身吸收元气的速度 更快了 这个 就是血神经的特点 不断的强化血神体 将肉身化为最强大的 法宝兵器 破灭一切 同时呢 活化全身的细胞 血液 这最终达到滴血重生 甚至 自身化为血海鸣合 鸣合不哭 永生不死的境界 不过王天现在可是做不到这一点 眼下 也就是恢复速度加快而已 这一晚上 王天是吞了整整一万颗的元气蛋 功力暴涨一万年 这体内乳白色的万象真远 已经是将子腹充满 真气如浪如云 变换莫测 就一颗破解丹下去 丹铁之内轰隆一声雷鸣 白色云雾反腾 然后 化为力道白气冲入经脉 然后是在经脉中不断的膨胀 最后吞的一声 这冲破了王天周身所有的毛孔 几乎是同时 王天是感觉到这全身一阵的冰凉 通透的感觉出来十分的舒爽 他知道 这是打通了毛孔 全身与天地元气达到共通的结果 这直接突破炼精化气的层次 达到了引气入体的阶段 这子腹炼精化气 主要是人体很难一步到位 沟通天地 所以说这沟通天地之前 先链铁 将体内置精化为气 固本培圆 然后打好沟通天地的基础 同时这也是一个熟悉天地元气的初始阶段 不过王天不动 他的轮还一开 体内是有大量的元气可以跳动 再加上血神体 剑奏片风 十分适合吸收天地元气 达到引气入体的层次 因此呢 王天是直接跨过了第一阶段的链铁化气 这达到了引气入体的层次 同时 脉轮当中道音响起 这心脏更是仿佛有神音传出 似乎是有神体 在低声的朗诵经文什么的 可惜呢 王天是听不清楚那经文的内容 但是 王天的词符当中却出现了变化 这白色的雾气之中 朦朦胧胧中仿佛是出现了一片金色的海洋 这海洋之中 有神桥 神桥沟通着一座神体天宫 漂浮在九霄之上 这 王天是有些懵了 这样的景象他从来就没见过 似乎是子俯和麦伦相互联动 产生了变异的效果 这还没等王天反应过来呢 王天只感觉 体内的吞天魔宫所化的魔罐 和血神经所化的血液 突然间爆炸了 然后呢 这画上了黑色烟雾 和血红色的烟雾消失在白色雾气之中 这几乎是同时 丹田之内的金色海洋 响起了海啸一般的声音 这哗啦啦的水声如此的真实 而原本的海洋变得真实起来 九口命犬一座神桥 沟通着天空中的心脏天空 这一线 都是真实呈现在王天的丹田之中 而王天是在看轮海 结果里面空空如也 这 王天先是疑惑 最后 恍然大悟 他是把吞天魔宫和血神经 融入到了万象真结之中 而万象真结本身就是 子府修炼功法 而他又拥有 容纳天地之间一切功法的特性 这自然的是把吞天魔宫给吸收了 并且重新的推演 然后演化出了这种 子府纳伦海的奇特功法 王天虽然不知道 这么做的结果好坏吧 但是 他是有种大胆的猜想 他现在的轮海被清空了 那是不是可以意味着 他可以重新的修炼轮海呢 如果说可以重修 是不是可以叠加呢 这越想 王天越激动 赶紧打开了系统商城 挑选了一下功法 然后购买了三星三品的 道经骑士仪 不会别的 就因为这本密集的介绍是 最好的轮海经修炼功法 这王天 不用担心修炼速度的问题 自然是求稳妥扎实 而这道经骑士仪 就成了他的首选 点击修炼 这熟悉的感觉再次出现 大道天音响起 无数的经文在脑海中闪过 最终 汇聚在轮海之中 这轮海之内是咕噜一声 原本空荡荡的轮海之内 这竟然是出现了一滴 金色的液体 随后这液体不断的放大 轮海的雏形出现 紧接着啪的一声 一口金色泉眼出现 这喷出了金色的泉水 第一口命泉出现了 王天见自顿是狂喜啊 果然如此 这王天这大把单要关进去 命泉一口一口的出现 这九口命泉出现之后 通的一声 一座神桥在空中出现 神桥冲天跨向彼岸 这不用说王天吞服 破鸡蛋 顺利冲破一切阻碍 道音响起 神底松经 道宫秘境 而正当王天 这想试试往前冲的时候 他这悲催的发现 这道经史业的内容消失了 后面修炼的功法 他根本就没有 这道经 毕竟不是吞天魔宫 吞天魔宫 王天虽然没有后面的功法 但是 吞天魔宫 疯狂吞噬的属性 可以用力量 强行的破除障碍 这才是吞天魔宫的 可怕的地方 这纵然没有太多的神通可以使用 纵然 有这种小孩伍到刀的无力感 但是 吞天魔宫 恐怖的吞噬能力 这就足以的应付大多数的麻烦了 但是道经不同 道经厚重 沉稳 扎实 这没有后面的功法就没法修炼 换来的则是 更加稳固的轮海经 更加深厚的潜力 而仔细揣摩着 道经产生的轮海 和子府之内的轮海 最终 王天得出结论 道经所产生的轮海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以子府中的轮海为依托 这子府中的轮海 越强大 道经轮海 就会跟着提升潜力 到时候 这功法 就会视如破竹的突飞猛进 并且是无比的稳过 这不会说存在 几处不牢固的情况 直到追上子府沧海的境界为止 这王天是尝试着 将道经 融入到万象真结之中 这结果让王天惊讶的是 融合之后的结果 也是道经 轮海 独立在外 王天想要弄着 无限轮海的路 彻底封死了 原来如此啊 本以为可以 无限制的修炼下去 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 不过这样 也好 我等于是比别人 多了一口轮海 真缘更加的深厚 这同级当中 单纯的比真缘 估计没有人 可以和我对抗了吧 这虽然说是 试验了一部分 失败了一部分 但是王天一人赚大了 心满意足的 睁开了双眼 就看到 上官明星坐在床边 照着眉头 看着王天 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 行了 很好 那走吧 该干活了 王天是伸了一个懒腰 说道 去哪啊 钓鱼 钓鱼 上官明正是一脸的疑惑 可惜 王天是没打算说给他解释 他已经是迫不及待地 要试试自己的心神通了 这离开了云霄天宫 坐上出租车 轻视 飞到城外 同时 王天是给泰尔真人 发了点私信 准备钓鱼了 紊乱挂象已经撤掉 先来一条 道工大圆满境界的 好嘞 等着 这泰尔真人 马上回复道 呼啦一声 青狮是落在地上 恭敬的趴在一边 而王天是拍了拍 青狮的大头 表现不错 张嘴 这青狮张嘴 一颗丹药 飞进青狮的嘴里头 而青狮是眯着的小眼睛 突然间正的老大 然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竟然人模人样的 打起了座 你给他 出了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 这青狮还算是顺利 已经达到了 三星一品的 瓶颈 巅峰 差一步就可以踏入 三星二品 可惜血脉不太穿 凭借他自己的努力 没有千年努力 估计没血 我帮他一下 帮 这个怎么帮啊 等一下 破解单 你不是给他 用了破解单吧 上官明镜是惊叫的 这嗓门吸大 震得往前耳朵 嗡嗡作响 赶紧是把这丫头呢 给推开 激动个屁 不就是一个破解单吗 吓死我了都 不是 你这好歹也是 云露黄族的二小姐 至于吗 至于吗 你知不知道 破解单多少钱 一千万万解病一颗 你就这么给你都轻视 百家子 这上官明镜是捂着心口 这回想起他 当初训练到平静的时候 上官不惑顶着 三大长老的压力 才给他弄了一颗破解单 就这其中的种种艰辛 侥幸 再看看 现在啥也不懂的 轻视和一脸无所谓的王天 他都想骂娘了 更想一口咬死 这个超级百家子 王天是直接给了 上官明镜一个暴力 不就是一千万的万劫币吗 又没多少钱 你至于吗 行了 一边待着 这么点钱就让你这样 你们云露皇族很穷吗 这上官明镜呢 是捂着头 十分无语的看着王天说的 你 你有钱 也不是这么花了吧 这王天是无所谓的说的 不这么花 怎么花 难道留着下子啊 抱歉 爷花钱 从来是不考虑这个问题 上官明镜是说的 酿了个蛋 瓦结了都 而就在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一道阴风上的王天的身后传来 这几乎是同时 一声阴森森的笑声传来 这天王竟然只是 伦脉精的小菜鸟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这钱我收了 说话先 一个面部惨白 手里头提着一根 哭丧棒的男子 出现在王天身后 这哭丧棒是灯头砸下 一时间鬼哭狼嚎 阴风震震 哭丧棒 然后是砸在王天的后脑上 成了 这男子是狂笑 笑什么呢跟着 拿个笑棒子 装什么黑白无常啊 王天轻挑的声音传来 这男子顿时愣在了圆地 怎么可能 下一刻 眼前的红光一闪 王天是消失在他面前 扑的一声 从男子身后穿住 这男子几乎是同时失去了意识 但是上官明镜去看得清楚 这男子是被王天一刷而过 皮肉 直接干扁 化为非会 但是诡异的是吧 血液还留在远地 依然是保持着人形 而那些血液不断的扭曲着 颜色越来越淡 这最后这化为了一道 红色的影子 嗖一声 融入王天体内 消失不见了 上官明镜是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王天 他十分的肯定 这绝对是魔宫 可是如此的诡异 他根本就没见过 闻所未闻啊 看来是选对了 道工警 不知一提 王天是摇摇头 这再次的 给泰尔真人发信息 来一条大点的 四条秘境或者 练气化神境的 哈嘞 泰尔真人马上回答 王天是坐在圆地 等了一会儿 一个时辰之后 蚁人出现在王天面前 你就是王天 这来者 身材魁梧 背后一把金环大刀 这龙头呢 就是刀头 刀末出窍 却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显然这法宝不错 王天是眯着眼 估摸着 这法宝最起码是 三星四品的宝贝 顿时效的 我就是王天 这位阁下有问题吗 没有 给你个机会啊 一百万的万劫币 买回你的命 一百万啊 这倒是一个公道的价格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当然答应了 拿一百万的万劫币来 我给你留一个漂亮的全尸 你耍我 对方是大弄一坐脚 这背后的金色大刀 非常公众 而无一声 龙吟之中 这大刀是化为了千丈大小 轰的一声劈下来 炼气化身的子腹修饰 王天是眉毛一条 瞬间消失的原地 同时呢 将上官明听带走了 这轰隆一声 大刀落地大地粉碎 一条万丈沟壳 被硬生事的劈了出来 然而这还没办呢 对方是屈指这么一弹 大刀横扫而出 追向了王天 这是百丈刀卷 凶蛮强好 讲究一力破实惠 破他 只有一个办法 这上官明 竟是忽然开口说的 然而 还没等他说完呢 王天是把他扔在了地上 又被扬起笑的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正面打死他 这上官明 竟是白了王天一眼 嘲讽着说的 他擅长力 你擅长速度 绝对的速度 就能碾压他 何必如此呢 然而这话 猜出号 上官明镜的声音 就变成了惊叫了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 云渡飞渊 没错 王天的右臂上 出现一只蓝色的鸟 这鸟不是十分的清晰啊 却比上官明镜 施展的要清晰许多 这蓝鸟是眼睛睁开 一道蓝光射出 展开双眼 发出一声污名 这呼的一声飞了出去 脱离了王天手臂的瞬间 这蓝鸟瞬间是化为千丈大小 一点也不比 这金色大刀小 这鸟与金刀在空中 撞在一起 只听这光灯女声 金刀竟然是被蓝鸟一头撞的 弹开了 怎么可能 他的真元怎么会这么雄厚 这上官明镜是张大的小嘴 眼中全是震惊之色呀 他能够看出来 王天的力量来自于道工 他呢 也是道工秘境的高手 但是王天的真元爆发量 比他强大了十倍还多 这才能把云路飞渊 释然到如此的巨大 这威力如此的恐怖 甚至越急挣扎 就看着天空中的王天 上官明镜是想到了 他哥哥上官童 他竟然是在王天的身上 看到了 云路皇族第一妖孽的影子 这上官明镜是震惊 对面的金刀杀手 同样是震惊无比 他本身就是四级秘境的高手 一手金刀 那更是三星四品的 宝贝 法器 同级当中少有几手 这如今呢 杀一个传说中是脉轮 实际上是道工性的菜鸟 竟然失败了 这没等金刀杀手回过程来 蓝鸟是一个反扑杀了过来 而这金刀杀手是木然间惊醒 一跺脚 吐出了一个蓝色的珠子 这珠子是凌空变大 护着他全身 轰隆一声 这蓝鸟和珠子撞在一起 蓝鸟 当掌扎碎 就这珠子之上 七彩光芒流转之后 消失不见了 一次性的护体法宝 流离七彩桌 黑底党 四级秘境修饰全力一击 价格十万的万节币 你这买卖 无论如何都亏了 这金刀杀手也是怒了 今天不杀你 在这亏大了 是你逼我的 金刀杀手是一点没心 这双眼刷一下 变成了血红色 这全身的气息暴涨 血暴之术 实战之后 自身实力提升一倍 持续时间一小时 一小时之后 全身无力 任人宰割 他这是拼命了 这上官明 竟是再次爆出了 金刀杀手的老底 这金刀杀手郁闷的 有种想要吐血的冲动 这怎么他用什么招数 对方都能治到他底下 这心头是怒气的 怒骂着说道 上官明镜 你大妈疯了 我可是来救你的 错了 你只是一条鱼而已 救我 还是先活下来再说吧 这上官明镜是冷笑的 对于杀手 他向来是没有好感的 金刀杀手是冷笑的一时 臭女人 这握紧了刀柄 向着前方 老神在在的王天 就劈了过去 王天是笑的 这一招有点意思啊 不过 太慢了 好了 本集报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犹太岳为您播讲的来自 倪梦黄梁所著的 万劫直播之大头 呦 喜马来FM 独家出品 第213集 这来不及思索 金刀杀手是横扫着密刀 准备把这两道蓄眼全斩了 而这两道蓄眼的速度 突然间加快 这金刀杀手的瞳孔 无限的放大 他发现 他最快的出刀速度 竟然是追不上血眼的移动速度 什么鬼东西 这金刀杀手咆哮着 这太 吐出喉咙 下一刻 这皮肤干瘪下去 然后一道血眼 在他身体上一穿而过 这随后皮肤骨骼 全部的化为飞毁 一团新的血眼 出现在圆地 这王天是一灰勺 两道血眼融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这心道 这血神经果然诡异啊 被融合了吞天母宫的特性之后 不仅可以吸走对方的血液 功力 将对方化为血神子 还能抽走对方的体质本源 力量本源 融入到我的体内 这些力量本源是他们修炼功法的结晶 万象真结 可以轻易地 把他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提升万象真结的力量 而万象真结的力量越强大 血神子就越强大 如今的血神子绝对超越了单纯的 三星六片血神经创作的血神子 你这究竟是什么神通啊 这上官明镜实在是忍不住好奇心了 问道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经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经 我怎么没听过 这上官明镜出身明门 建国的功法自然极多 可惜翻遍了记忆 也没有这门神通 王天是咧咧咧嘴 摇头说的 哎呀 真是一个单纯的傻子呀 你骗我 这上官明镜是恍然大悟 结果呢 换来的却是一个暴力 捂着头 疼去了 这王天是正准备多吊几头鱼 这忽然间收到太尔珍的一条死线 对吧 赶紧闪 有大能往你那个方向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这几乎是同时 轻尸一声低吼猛的站起来 这全身金色的毛发更长了 背后的双翼大了一圈 这气息也是强得了数倍 显然 这是成功的突破了三星一片 达到了三星二片 而这轻尸感受着体内磅礴的力量 一仰头张开大嘴 正要喊一嗓子 咚一下 闭嘴 闭嘴 回云霄天空 这王天是拉上上官明镜 跳上轻尸的后背 这轻尸耍 同空而起 往着云霄天空的方向飞 这王天才没走多久 一团绿色的烟雾呼一下出现 随后 一名身穿着黄色盗牌的男子 出现了刚刚战场上 这男子是面容阴沉 气息阴沉 显然不识善蕾 对着四周这么一抓 一团血气入手 这瞇了瞇眼睛 低声说道 果然是血神经的气息 而且气息无比的纯正 真是起了怪了 明和老祖的工法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难道有人从系统商城里头 将那本血神经简化板给买出来了 还是说 有人开宝箱开出来了 哼 有意思 这说完 黄袍到人消失的原件 而王天呢 重新紊乱了卦象 回到了云霄天空之中 依然是入住天闲阁 只不过这次 王天是直接把这个青石带进来了 本来呢 依照着云霄天空的规矩 这种出租车牌的青石 是不允许进城的 但是在王天交了一个万戒笔之后 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 进入天闲阁 王天是让青石看着山关明镜 而他自己 则是回到房间之中闭关去了 这吸了一个隐气入体的修饰 和一个四级秘境的修饰 两人的元气虽然不算多 但是两个人的修炼感悟 以及一部分的记忆和本命本源 都被他吸来了 这些东西呢 这消化起来需要一点时间 而这些东西 也是王天真正欠缺的 两个人的元气被王天直接吸收 记忆重新整合 这或许说是吞天魔宫和血神经 自身等级不高的缘故 吞噬的记忆都是破碎的 而且百不存疑 真正有用的那更是万不存疑 所以说 万象真解真正能够吸收的 关于功法的部分并不多 但也算是了上于物吧 生命本源也就是体质的根源 包括各种体质血脉天赋等 这白无常不是人 而是一个鬼修 鬼体是灵魂的变种 灵魂强大到时候可以给王天当一个补片 而这金刀杀手修炼的是舞蹈和脉轮 这舞蹈是万劫道路本身就有的修炼功法 强横体魄为主 而他修的脉轮功法也是主修体魄 所以说肉身强大 也能小小的提升一下王天肉身的强度 一个周天过后 王天是把脸一切吸收干净 扫链子府 这子府当中已经是多了两尊血神子 端坐在轮海之上 如同是两个守护神似的 睁开眼 看看时间 这刚好是灵夜仙子讲到的时间 王天立刻打开了万节直播平台 输入这灵夜仙子的房间号进入 而此时此刻 灵夜仙子是端坐在一处云霞之上 这面前呢 则是万里云海 云海之上 漂浮着一把把的云椅 不断的 有人进入房间 坐在椅子上 这人数是越来越多 很快突破了三千人 看到这一摸 灵夜仙子是满意的笑了笑 灵夜 这是你入门以来的第一场直播 切记 不要紧张 正常发挥就是 想你所误 说你所想 便是了 这真有问题的话 一切 有为师帮你解决 一条私信飞了 这灵夜仙子看完之后 深吸了一口气 自信的笑了 不过 这灵夜仙子 还是低估了太义宗在云露的明界 这距离讲道开始 前三分钟 人数突然间开始暴增 这瞬间是突破了一万人 向这两万人进发 这看得灵夜仙子 砰砰乱跳啊 别人不清楚 他很清楚 人生第一场讲道直播 能够破万的人 不多 这万界大陆的人 可不是谁都能买得账的 不过当他听到下面的议论时 这俏脸顿时有些不好看了 这就是灵夜仙子 应该是了吧 怎么还戴着面纱呢 看不清长什么样啊 不过这身材 似乎不错 要是没点钱 能得到太义宗那么重视吗 我听说 他似乎是用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 见不得人的手段 他能用什么手段呢 一个女人没背景 没势力 却被太义宗如此的热捧 甚至被木道人 说为秦传弟子 你说他能用什么手段 嘿 不要脸 我长得如此毕业羞花的 也只能凭借实力来打拼 他却如此的不要脸 这是丢尽了我们女人的脸 这会儿 这一名怎么看吧 跟美都搭不上边 身材肥胖 一脸麻子 皮肤还有些乌黑的女子 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喷着痛苦心子 说道 这边上一男子 是赶紧换了一个座位 让开了 不过 另外一名男子却是 羡美的说道 师姐说的是 师姐虽然修炼了 无相丑功 丑化了一杯 但是依然美得 让人窒息啊 尤其是那灵野仙子 能够比的 小川子 说得好 回头我去帮你 跟师父美颜几句 谢谢师姐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么个丑人 都能信一万多人来观看 你师姐我觉得吧 我应该找一个时间 开场直播讲道啊 这四周的人 集体的换位置 受不了了 而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 这灵野仙子 是看着时间 差不多了 于是倾可历史说道 这位 而就在这时 一声系统提示音 将所有人的声音 压了下去 定 凡间第一副 天王 降临本职不间 就这声音一响 全场人懵了都 不少人掏着耳朵 问什么情况 啥情况 这丑女是摔了 小川的一脚 刚刚性子说啥 小川的是指着头顶 说呀 上面有字 凡间第一副 天王将临本职不间 逗呢 吹牛的吧 这丑女是骂道 不是你是不是傻呀 这他妈系统说的 你觉得系统会吹牛啊 闲的 一人是时代看不下去了 这丑女是一愣 最后怒吼 你他妈敢骂我傻 你信不信 老娘今天晚上 睡着你 这叫我错了 这对方吓得 赶紧换地方 这 这小川子则是一头冷汗 脑门上 全是黑线的拉了这个 丑女 樊上的规矩 直播间里打架 可是要被重罚的 你没个一百个万级币 甭想出去 而且第二次打架 价格翻倍 打架次数越多 罚款越多 而这丑女 前后都打了三次了 花的还是他的钱 他心疼啊 他呀 就类似于丑女 这样的人不少 给打死不信 系统说的是真的 因为在这之前呢 他们可是没听说过 什么凡金第一副 最多是听说云露第一副 富豪是吗 这眼下是什么情况 大家脑袋上全是问号 而灵夜仙子的手 则是明显一抖 猛然间抬头看去嘀咕着 就财神 是你吗 结果 这天空中落下一人 这一身蓝色长发 带着金色纹粒 长发低水 面容俊朗 这根本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 这灵夜仙子是眉头紧皱 同时叹息着 也是了 九财神的财富 在凡中固然不少 但是 换算成凡上的万级笔 也没多少了 就算翻倍 也不可能压住那些名门大族 成为凡金第一副 凡金第一副 应该是包含了凡上 凡中凡下所有了吧 天王 这些家伙究竟是从哪儿猫出来的 不会是新人吧 这王天的飘然落下 看着下面一群人 张得了嘴巴 仰头望着天的神像 唯唯一笑 哈哈 看来我还是挺帅的啊 男女通杀嘛 呸 不少人当场就呸上了 这王天却是不以为意 呵呵一笑 大家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呢 天王 他就是天王 那个话里一千多亿 买云路皇族名单的冤的头 冤你大个头噩屁 人家一千多亿都咋过去 云路皇族都软了 没见到刚刚吧 那悬赏令都撤了 是啊 把云路皇族都怕了 谁敢说咋儿冤的头 这是真有钱的超级大土猴啊 春金香钻的超级无敌大土鳖吧 这要是能跟他打上边 以后什么都不守了 都请请吧 云路皇族那也不是那么容易吃鳖的桌 等这云路营节大会结束之后再看吧 没准 大会过后 这云路皇族摸清他底细 就对他下手了 是啊 这王天这听着下面议论时 轻轻的 敲打着椅子的扶手 笑道 听你们说 我怎么就这么不爱听呢 什么叫摸清了我的底细之后啊 如果说他们这种的尿性的话 大可直接放马过来便是 这 都是来看节目的 消停会吧 灵业仙子 不好意思啊 在下抢戏了 这灵业仙子是抿嘴一笑 天王兄客气了 自从您出现的云路以来 一直都是话题人物 想必是那池中金铃 迟早要晃轮去的 倒是灵业 沾了天王的光了 灵业仙子倒是会说话 在下听得舒服 听 凡间第一副天王 打赏灵业仙子 一百万万金币 这县长瞬间可就炸了锅了 卧槽什么玩意儿 几个意思啊 小船子 给老娘滚过来 刚才系统又说啥了 老娘似乎又欢听了 我好像也欢听了 我操 一百万的万金币 这家伙竟然用来打赏 我日啊 那再有五十万 岂不是要天降宝箱了 是是是 还差五十万 就可以天降宝箱了 喊人呢兄弟们 对对对 赶紧的 论坛喊人 这王头看着下面人 乱七八糟 七乱八掌的这个场面 微微摇头嘀咕着 这樊上究竟是有多穷啊 多少年门打赏了 一个宝箱而已 值得怎么这么激动啊 不过这场面 也让王天有点心头发热 还记得啊 这当初第一次打赏 宝箱的时候 樊下那帮人 第一次见到宝箱 那似乎也是这样 于是王天放弃了 补齐那一百五十万 出宝箱的念头 而是默默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无数人行动起来 各种截图 录像 全部是扔到了论坛去 这随后论坛可就 马上就跟着炸了锅了 什么 你们没开玩笑吧 有人打赏一百万 你们确定没眼瞎 确定打赏的不是夏丙零食 去你大爷的 你家系统认零食吗 也是啊 有图有视频未找 好久说没见过宝箱了 速度了 来点 大家集资 五十万凑出来 那就是宝箱了 苏大脸 已经十万人了 大家一人五个万级币 就得开宝箱 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卧槽 我去看看 这日米大爷 谁说的十万人了 我这阴体一看只有八万多元 这不凑着眼呢吗 不过 也快十万了 这论坛之内 一圈混乱 卫城内的人几乎大部分都扔下手中的火 开始进入直播间 这天空中 不少妖兽出租车突然间刹车 行了 别飞了 我要去看直播 就跟这停吧 这是乘客的要求 那还有更猛的 出租车飞着飞热吧 就消失了 然后这么一两个乘客 嗷嗷叫唤着从天上掉下来 这一刻 整个卫城都跟着热闹起来 没闲的都想去混一个宝箱 碰碰运气 有钱的呢 也想看一看 这究竟哪个运的头啊 还去打赏主播混宝箱 难道他不知道 这野外落寂的宝箱 出好东西的概率最高吗 直播间的宝箱 出东西的概率低吗 这更有钱的 有钱的 也好极了 这么就没人打赏了 竟然有人一口气 打赏了一百万的万级别 这都能够在野外 开一个白银宝箱了 这家伙是不是脑子 进水了呀 就这一群人拿着 蜂拥而至啊 灵业仙子啥了 他知道 烦上这万件比金贵 只是没想到 一个宝箱竟然引来 这么多的观众 这眼下的观众 已经是突破了三十万人 而且还在增长之中 而就在这时 灵业仙子收到点私信 灵业 好机会啊 这次讲道 如果说能讲好 对你来说好处极大 讲道课不仅仅是传道 如果说能够引起大道和明 天地会反馈给你无尽的好处 就算说没有大道和明 只要观众认可你 也会短暂的凝聚信仰之力 这些信仰之力 可以从系统这兑换修炼 加速辅助时间 也可以在系统上乘 购买物品的时候消耗用 总之呢 把握住现在了 这木道人士说道 灵业仙子这才明白 这讲道的好处 只是没想到好处竟然如此之多 难怪这么多人愿意讲道了 甚至不是主播的人 也会在某处选择开山立派 讲道传经 于是灵业仙子马上回复道 明白了师父 放心吧 这此时此刻呢 王天也是遇到了麻烦 他这正准备 再买点元气单 结果发现坏了 出问题了 定 信仰值不足 如果强行购买 需要双倍的价格 是否继续购买 我 王天这才想起来 这烦上的商城呢 需要购买出这个物品和信仰值的 他这信仰值一共也没多少 具体有多少 之前也没看出来 这稀里糊涂的买东西 结果全部是给败光了 信仰 信仰信仰信仰 看来我真是得加快了速度了 必须得尽快的再翻上打拼出自己地盘 这最起码也得有一批信徒才行 王天是摸索着下 我思索了一会儿笑了 他是有主意了 既然这一次的直播来的人这么多 人气这么旺 那他如果不趁机搞点什么 岂不是愧对了这场面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视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目黄凉所著的 万姐直播之大头号 有 喜马来FM 独家出品 第214集 何况说 如今那场面盒 他搞起来的 这就算说是灵业仙子 搭的台子 可是谁也没说 一定要他唱主流大戏吗 而就在这时 丁 打赏累积到150万万级别 天降宝箱 这王天的台图看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青铜宝箱 从天而降 随后啪一声 炸碎 无数的小宝箱落下来 而这场面依然是 无比的熟悉 只不过 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了 这顺手 结果属于自己的青铜宝箱 随手打开 定 恭喜您 获得三星三品功法 无畏震惊 无畏震惊 化勇气为力量 战役越高 战力越强 最高可提升一倍战力 还不错 王天是顺手修炼了 然后融入了万象真结之中 自身战斗力又提升了一截 这同时下面观众啊 也沸腾了 开抖了 开抖了 三星二品的宝贝 一百万件别 我赚了一百倍呀 一千万件别 秒杀你 三星二品的宝贝 王天就听着下面的浑湖声 这很快就发现 这些人开出来的东西 似乎是没有一个人 超过三星三品的 不过他们似乎是很满足 这王天是打开论坛的 搜索了一下 才明白 这青铜宝箱最高只能是开出三星 三品的宝贝 白银宝箱 最高可以开出三星六品的宝贝 这黄金宝箱最高可以开出三星九品的宝贝 不过他们的下签都是三星一品 也就是说 这就算是和黄金宝箱也有可能是因为手黑 开一件三星一品的扎着出来 而樊上的打赏规则是 一百五十万开出青铜宝箱 一千万开出白银宝箱 一亿五千万开出黄金宝箱 而王天是扫链这个房间内的人数 已经是标称到五十万了 这同时扫链房间 他发现不少人都看着他呢 这些眼睛有的是浩洁 有的是不怀好医 这还有的吧 极其复杂 看不出敦你 不过 更多的 这则是贪婪 果然呐 这钱多容易招惹是非 还非常容易招狼 不过我可不是糖僧肉 想吃我 你们行吗 这王天心头冷笑之后 起声说道 没想到这么热闹啊 看大家都挺开心的 在下 给大家再助助兴 啥意思 这不少人是看见了王天 心中猜到了什么 就不敢去确认 王天是摇摇头说道 你们这些家伙 想什么就说出来吧 看你们那德行 真是够操担的 钱呗 爆香 一切 哎 这就对了 想喊的就喊出来 虽然说不一定管用 但是万一有用的 天王 你到底打胜不打胜 比较胃口啊 就是啊 我这小心脏 砰砰掉着了 千万别说逗魔啊 就是就是 天王 你就给个痛快吧 王天的哈哈一笑道 好 那就给大家 来一个痛快的 叮 凡间第一副 天王 打赏夜灵仙子 一千五百万万机闭 白银宝箱降临 这轰隆一声 全场炸锅了 沸腾了 这无数人的座位上 直接跳起来 疯狂的欢呼 卧槽 白银宝箱 小船子 你给我死过来 师姐 别喊了 你没做吗 那为什么掐我自己不当 师姐 你掐的是我 哎呀 他等死了 大姐 天王 不会是凡间第一副 卧槽 之前 还以为是他是个土别 有钱没地方花的傻子 现在看来 人家真的是好啊 是 这好戟必须冲天 论好戟 整个云路 我只服天王 这个 必须服 一挥手 一千五百万的万件比 咋子跌了 人家一高兴 随手就是 一千五百万 万件比 打赏 我只想问一句 如果说他不高兴 怎么办 我说 一千五百万的万件比 的悬赏 会挂出去吧 不用一千五百万 十万 基本上就能买 画龙 灭镜一下 所有人的人头了 这一千五百万 那足够将一个小 宗族 给灭族了 热不起 热不起 这个念头 同时在不少 必要用心的人心中 一闪而过 这除非说有把握 一击必杀往天 否则呢 被天王这逃出去的话 真面对的就是 无穷无尽的 金元追杀呀 真面对一千五百万 甚至 这一个亿五千万的 追杀金 估计 整个云路 甚至万界大陆 都会暴斗 谁扛得住那样的疯狂啊 除非是一域之地的霸主 例如 云路皇族那样的 大家族 拥有顶级高手 和顶级发宝 这才能震得住场子 可是如果说 对方出的钱更多呢 想在这儿 不少人是打了一个冷战 尤其是云路皇族的人 更是浑身直哆嗦 默默的念着 这家族里的人 千万别乱来呀 这一幕 落在这灵夜仙子的脸庄 他是艰难的 咽咽干唾沫 同时收到了一条 来自木道人的私信 自然有钱 千万别和他为敌 今日之台 你可能是要唱配角了 但是 你得到的好处 依然是极多 这些打赏不提 人气 便也跟着他 睡掌唇狗 这灵夜仙子是苦笑了一事 本以为 他今天将打破云路地区 第一次讲到 参与人数最多的记录 现在看来 他只是表面上 疯狂了 今天的主角 已经是悄然唤人了 看着下面的观众 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天上的人身上 他想和他整 拿什么争啊 不过灵夜仙子也不嫉妒 默默的 回了木道人一条消息 是 弟子明白 此人潜力无穷 金钱无数 如果说 能成为朋友的话 远比成为敌人 得的好处更多 这木道人是欣慰的笑了 你明白就好 灵夜仙子是心头苦笑 这个道理 他比多数人都懂 否则也不会成为 坊中第一个金结 坊上的人 和土豪当朋友 好处太大了 于是灵夜仙子 也没急着说压住场面 开始讲道 而是默默的坐在那 看着热闹 看着网天 把这现场的气氛 彻底的引燃 而当白银宝箱 从天而降的时候 这现场的气氛 终于是达到了巅峰 三星无品的宝贝 我发了我 我走 空的 我也是空的 一万的完结币 十万 天王我爱你 三星六品工法 吞天魔宫 中卷 这喊话的 赫然是小川子 而这丑女师姐 一听一把 把这小川子 抓过来说道 真的是三星六品 小川子是兴奋的 连点点头 不过马上苦兮兮的说道 是 不过可惜了 只有中卷 这想要修炼的话 还得上卷才行 那的确是可惜了 不过我看好你啊 这丑女师姐 倒是没有抢夺的意思 反而是抱着小川子 跟着一起兴奋 三星六品的工法 就算说修炼不了 拿出去卖钱 也能卖不少吧 这王天是一听 眉眉一挑 这朋友 您的吞天魔宫的中卷 卖不买啊 这小川子一愣神 随后抬头看去 发现 是王天跟自己说话 这顿时咽来咽脱迷 紧张起来 丑女师姐是一巴掌 把这小川子 攀到了一边 卖 单人卖了 价格公道 你一刻买 王天是指着 吞天魔宫中卷说的 你想买多少 这小川子呢 拉拉拉丑女 世家 买多少 这丑女是眼中的一转 我们呢 也不黑你 系统商城里头的 三星六品工法 还没解锁呢 不过 这三星三品的工法 已经是卖到 一千万万结币了 那个 这位朋友 你这么说 就没有意思了 三星六品工法 在万界大陆 并不罕见 最多就是 有些工法 还没有出现过而已 三星六品的工法 在黑市当中的价格 也不过 是百万万结币而已 再多 根本就没有人买 你这一张嘴 就要千万 未免是太过了吧 而就在这时 这灵夜仙子 是该口说的 摆明了 她是在帮王天看价 而这丑女是有点欲色了 这要说什么 忽然间一人阴阳怪气的说道 灵夜仙子 啊 话 可不能这么说 工法这东西 价格上下浮动很大 这对于说有需要的人 价值连长 对于不需要的人 一文不值 既然天王兄 需要这工法 那么他的价值 自然就上来了 这位道友 要一千万的万结币 也不算是多吧 更何况 对于天王来说 一千万的万结币 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真没有必要 再讲价了 王天这撇脸 说话的人 此人很瘦 颧骨很高 翘着二郎腿 一脸挑衅的贱眼 而灵夜仙子 是冷横里说 笑 我当时谁在说话呢 原来是云露皇族的 头号狗腿子 李家大公子 李文德 怎么 云露皇族 已经是不打算挑事了 你还想和天王 比划比划 哎 话 可不能这么说 我这人呢 一向是天生一副 侠义心肠 这还轮得到你们 帮我出头 这李文德话 还没说完呢 一个大嗓门 当场把他声音压下去了 然后劈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嘛 这李德文顿时蒙逼了 盯着丑女怒道 你这臭婆娘 别不知好歹 本公子可是帮你说话呢 说你麻了个蛋呢 你当老娘是傻子嘛 你去捧 云露皇族的臭脚 也就算了 你要挑衅天王 让老娘的尸体 夹在中间当炮灰 呸 收起你这狗心思来 老娘是喜欢钱 但是这种被人利用 赚钱的勾当 我可不干 最后忘记告诉你了 老娘就喜欢天王这吊点 你他妈黑的 我去你妈了个蛋的 这臭女裤 一甩脖子 一甩这袖子的站起来 一脚踩在椅子上 八几十度的 一顿的喷口水 就这李文德 当场被骂的都傻了 指着丑女说道 你个丑女人 你别不识好歹 我丑你大爷呀 信不信老娘 出来把你皮把下来 李家 李家算个什么东西 老娘还真不怕 这丑女嗷嗷叫唤着 李文德还要说什么 边上管家 猛人间是想起了什么 拉住这李文德 在李文德耳边 急声说了两句 这李文德 把一张脸逼得通红 干瘦的脸上 有点鼓起来了 显然憋了一股的劲 不过最终还是没敢发现 这眼中是闪过力抹 忌惮之色 刚咳了一声之后 我 我是斯文人 不跟你这野蛮的女人 妈接 听吧 你别不说话啊 人家开了价了 你买还是不买 还是说这一千万 对你来说 也是个不小的负担 你舍不得买 那前面扔这么多钱 也就是为了扬名而已 对不对 这丑女是骂的 你个狗东西 我的东西 我还没说价呢 你叫个屁啊 听吧 系统卖一千万的万级币 我跟师弟商量了一下 这黑是一百万 也能买到三星六品的工法 不过那些工法都是垃圾货色 这工法你要 肯定是好东西 另外 这物以稀为贵 这工法 卖你五百万的万级币 不贵吧 李文德是文言两眼一番气的 你是不是傻呀 你样的再嗲嗲一句 信不信 老娘现在抽你啊 这抽女当场是拖鞋呀 就边上刚坐下几个观众 纳着反应快的捂着鼻子闪了 反应慢的 当场两眼翻白 口吐白门 一刀 救命 这李文德是立刻闭嘴 不吭声了 王娇进子是笑了 这倒不是因为李文德 而是觉得 这丑女虽然丑 但是这个人还是 蛮有意思的 这至少不招人讨厌 还挺小儿喜欢的 王娇这一笑 立刻把所有人的目望 对心怪 王娇是懒洋洋的 邪靠在一辈上说道 美女 行了 甭搭咧那只猴子了 这是你我之间的生意啊 她一个外人 叫上天也只是一只猴子而已 先说说你这价格吧 有点不合理 这丑女的确是愣住了 小川子挠在头 不知道说啥好 灵夜仙子是微微皱眉 什么意思 天王觉得贵了 这五百万的确是有点小贵 你看以前我就没听说过这门工坊 这天王又需要人家是要五百万的万级别 也不算是黑吧 还算是公道 那这肯定是公道了 难道天王还有砍价 这砍价未免是太掉价了 他刚刚这土豪形象立刻就崩了 崩个屁 人这家家 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平常要被人黑啊 这议论纷飞 这说啥都有 不过明显 仇女有点不高兴了 他这心里面也是有点七上八下 要贵了 可是他觉得这很公道啊 难道这天王不是土豪 于是 王天在他心里头的地位开始悄然下降 这王天是因大家议论 也不插嘴 慢慢的品质插 又猎又猎的 等大家讨论完了 安静下来了 这得说到 这个价格的确不合理 你可是我的粉丝 怎么能张嘴就说 五百万的万奇比呢 人家是你的粉丝 难道白送你啊 呸 臭不要脸 这李文德是骂到声音不小 打势是听得清清楚楚 丝毫不去王天的 和王天对望眼 这拿起茶杯来 也学着王天的模样 哎 悠嘴悠嘴的喝起了茶 这丑女是斜瞪了王天眼 李文德是扭过头 这不看丑女 王天也不生气 继续的说道 我呢就给你凑个纸 一千万的万奇比 买你的功法 如何 这李文德一口茶水 喷出去老远啊 目瞪口呆的看着王天 华操 真的出一千万 公子 这天王好重的心机啊 小心点 婆人是敌事说道 而这李文德是阴晴不定的说道 知道了 我嘲讽的时候 他如果扔出一千万的万奇比 可以说是被我激将的 坑的 花了大头钱 那种花钱撑脸面的行为 只会被当人当作是傻叉冤的头 不会有任何正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对方是他的粉丝 所以说给双倍的价格 这不仅仅是保住了面子 还大大的涨了面子 果然 如同是李文德所说 下面观众原本只是看热闹 但是呢 当王天扔出一千万的时候 顿时一个玩 张在了嘴巴 我的天 竟然真的给了一千万 就因为丑女士的粉丝 当他粉丝 要不要这么幸福啊 要不 我也粉他试试 这丑女士听到这儿 顿时笑开了花呢 天王 你真野门 我不仅粉你 我要当你信徒 这王天是撇恋自己的信徒列表 果然多了一个新名字 十六件 这王天只感觉一股气生腾起来 差点把胃力插水喷出来 不是说丑女太丑 而是这名字杀伤力大了点 王天是随后笑道 嘿嘿 那个十六件傻 你可是我的第一个信徒 作为讲理 你这秘籍呢 我两千万的万级笔买了 啊 这之前观众们 这是惊讶福利好 现在则是羡慕嫉妒恨 外加嫉妒的渴望 听吧 我也是你秦诚的信徒啊 这小川子是跟着教导 没办法 这秘籍是他卖出去的 茧儿也归他 他才是得到大好处的人 只不过呢 人有点笨 才回过事了 不过这嗓门却是无比大 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是有多兴奋似的 王天是看了也名单 果然多了一个小川子 王天是笑道 很好 前途无量 再加五百万的万级笔 就一人养天都喷了血了 跟个喷犬似的 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恨 我怎么就没开出来天王需要的东西 他妈一夜暴富 哎呀 一边说着一边抽自己嘴 这也是疯了 好了 本集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直播之大图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15集 哎呀我劝呢 羡慕啊 真是羡慕啊 真是一幸运的小子 天王 我分你 我也分你 我跟你混了 就这现场类似的声音 此起彼伏 王天是挥了挥手 是以大家冷静一下 然后是温和的说道 大家别激动 我这人不缺钱 但是好的信徒呢 还真缺 甭说别的 就作为我的信徒的话 只要你有我看得上的东西 系统上整什么价格 我就什么价格收 跟着我混 我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幸福 另外 我准备成立一个信徒基金会 基金会我每个月 注资一个亿的万解笔 只要你是我的信徒 一点信仰值 兑换一枚万解笔 尚不封顶 就现场这回是炸了锅了 大家都知道 信仰值重要 但是大多数人确实用不上 因为信仰值这东西吧 这必须得和这个万解笔一起使用 才能在系统那发挥作用 一大批人 这系统的各种费用交起来 那都费劲 还谈什么消费啊 但是王天却给了他们一个 快速赚钱的途径 信仰值换取万解笔 还是等价兑换 这什么概念 信仰值金贵 但是这信仰值是可以再生的 只要前程模外的王天 每个人每天能产生一些信仰值 这些信仰值 根据信成前程的程度 产生的也是有多有少 这越是前程 产生的信仰值就越多 自己可以生产的信仰值 这相对于不可生产的万解笔 信仰值 自然是连加太多了 这不少人都动心了 眼红了 之前只含粉的 当然就 现场就变成了信徒 王天过去没有那么大的魅力 让他们信 但是万解笔有啊 没有人说跟钱过不去 这王天看着字节 原本空空荡荡的信仰值扫 瞬间暴涨了十万 并且还在飞速的提升之中 这王天顿时笑了 点击散财自定义功能 设定为 对方每提供一点信仰值 发给对方 一枚万解笔 下一个 王天的钱就少了十万的万解笔 而得到钱的信徒们 当场笑翻了天了 这真的是有钱 我提供了十点信仰值 得到了十美 真的是万解笔 脱贫了都 再也不用担心 没钱被提出去了 我才提供了一点 不行 我得努力了 天王 你就是我的天 这现场是一片的欢呼 上瓷器笔伏 而在这些人的带动之下 不断的有人路人转粉 粉转信徒 而王天的信仰值 结结盘升 很快突破了千万 而信托的人数 也达到了恐怖的十万之中 这么一会儿就一千万的信仰值 平均一人提供了一百点 这些家伙还真是够疯狂的呀 王天的信头感叹 对同时他也明白 今天一下涨了这么多的信仰值 纯粹是因为前面几千万 砸出来的效果 这过了一阵子的激情之后 增长很快就会暂时慢下来 然后呢 稳定住 直到说下一次信徒暴增的时候 再次暴涨 这纵然如此 王天估摸着 未来的信仰值也会多得吓人 而这方面的花销也绝对不小 看来钱这么花还是有点快了 不过未来我会缺钱吗 王天这咧咧嘴 这玩意儿还真不绝 而此时此刻 李文德已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好了 因为无论说什么都没用 至少在这个直播间 天王的大事一乘 没有人能够搬到的 而就在这事 王天是又开口了 注意 今天在这的高手应该是不少 我就借灵业仙子的宝地 打一个小广告 还请仙子不要介意 这灵业仙子心头苦笑不已 这根本就是成了你的主场了 好吗 不过灵业仙子这表面上 依然是柔和的孝道 今天灵业能够见识天王兄的崛起 也是一份荣幸 天王兄 尽管打广告好了 多谢 然后王天是这者众人 点点头说道 在下一个人来云路 本以为云路是安全的好地方 但是很明显 危机还是有的 所以说我打算招聘一个保镖 甭管说你们修的是什么 我只要最强者 天王 这最强者可不好招啊 众所周知 整个云路最强的三日之中 就只有木岛人和上官不惑 这剩下的布道寺主持 这根本是不露面啊 灵业仙子也是说道 天王兄 家是身为太宗的宗主 也不可能出来给你当保镖的 这一眼啊 王天是探了探手说道 一千万的万劫比一周 管吃和玩乐 然后 但是啊 必须听话 一千万万劫 一周还 这不少人是尖叫起来 不是买断了这啊 而是一千万的万劫比一周 那个 天王 仙台一冲天的可以吗 脉轮境界 伦海道宫四级 画龙一境 以及仙台五大境界 这其中伦海 又分为苦海 命权神桥彼岸 道宫是又分为心脏脾肺肾 五大神脏 四级有四层小境界 画龙是有九辩 九层境界 而这仙台是最为神秘 据说 这仙台是沟通人和仙的通道 走得极远 然后 越接近于仙的层子 这仙台二重天是被称之为大党 可以开宗立派 称为一方的圣主 这仙台三重天的 就是王者之境界 可以镇压一方 走到哪都是强者的待遇 这再往上据说 还有圣人 这可惜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见过 圣人实力的高手 就算说是上官不活 也不过是王者境的高手而已 而这紫府境就相对来说 简单得多了 炼精化气 引气入体 炼气化神 炼神返虚 物虚合道 这前四个境界和脉轮的境界对应 最后的物虚合道 同样是一个虚无的登天之境 这有人说这个境界的人 已经是可以称之为地仙了 也有人说 那是神仙 但是真正的评价却是 一切没有破碎虚空而去的境界 都还是人 不是心 这个 物虚合道 同样不知道有多少个境界 这称呼呢 也和脉轮相同 合道三重天的王者 目前也是支撑起了 吴大玉的顶级高手 木道人就是一尊子府王者 这因此 仙台一重天的高手 已经是不弱了 这种人下意识地看过去 只见一名男子站在远处 这背着一把破碎的长刀 一点大胡子 原来是大能星空刀手 胡天啊 这有人是认出了男子的身份 立刻他叫了起来 原来是胡天 哎 不对呀 他不是仙台二重天吗 这怎么自称仙台一重天呢 我听说他前一阵子 去挑战了一次上官不惑 企图说在逆境中生活 突破仙台二重天 这结果呢 被上官不惑硬伤身的 从这仙台二重天 打落成了仙台一重天 就连他的成名法宝 星空战道都碎了 我还听说 他的实力会继续的倒退 最终可能会跌落仙台境啊 那他这境界的水分就很多了呀 他的本命法宝都碎了 虽然是兄脉轮的高手 不像自负修士 那么注重法宝 但他这实力便是大损了 是啊 这样的实力 王天估计是不会要吧 一周一千万的万劫币 最起码 也得请一尊实打实的 仙台二重天的大能吧 就是 就这些人的话 也没有谁 说避讳谁 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王天却是一点也不介意 依然是挺直了几两 这微微的仰着头 也连冷酷和挂傲的看着前方 和王天对视 浑然不觉 王天是微微这么一只眼睛 说道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 我的实力很不稳定 虽然是仙台一重天的境界 但是随时可能跌落下去 能治吗 系统能治 不过很贵 没有一个亿的万劫币 根本没系 一周一千万的万劫币不多 但是也不少了 我出这个价钱 可不是画着玩的 我买的是中心 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 我肯定是不要你 就这话一出 众人是集体恶然 什么意思 这是同意了 这不少仙台一重天 河道一重天的高手 同时愣住了 紧跟着员教导 听话 在下务须河道一重天 实力自问也很稳定 绝对忠诚 听话 我也想 这马上有人跟着教导 王天是马上伸手 小夏压了压 主委 我要你们给我当保镖 赚外快 我不介意 但是你们要想清楚了 我未来可能面对的敌人是 上官不惑呀 就这话一出 那些人立刻围了 上官不惑 那早就是仙台三重天的 顶级高手 他们根本就没有勇气 面对上官不惑 这王天事件 没人吭声了 再次的 看一下 胡天说道 忠诚 包括随时为我战死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能再次对上官不惑 可能这结果不是重伤 而是死 我之前敢战他 日后就敢战他 我只要力量 只要你能让我痊愈 并且给我足够的钱 我可以帮你杀死任何的人 这胡天眼中是 雄光闪闪 显然 他和上官不惑之间的 并不是简单的挑战 这突破哪这么简单呢 天王兄 胡天的伤可不是一般的伤 据我所知 他可能活不过两个月 灵涅仙子是忽然开口说道 这王天是看下胡天 胡天也不隐瞒 大方的说道 如果不是为了活命的话 我是不会给你当暴标的 多少钱都不行 好 我这钱呢 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也不是说 谁想赚就能赚的 这样 两千万万戒币一周 先抬二重天 何到二重天以上的来 这王天突然是朗生加价 现场中人集体的 倒出了一口良心啊 好嘛 两千万万戒币一周 这什么价格 那一个月就是八千万的万戒币的工资了 绝对是高的离谱 这许多人都动心了 可惜呢 这 看了看自己的实力只能是放弃 而真正拥有这个 心态二重天实力的人 则是无动于衷 没有出手的意思 显然这些钱还没有打动他们 三千万的万戒币一周 王天是再次加价 那些实力不足的人顿时垂胸顿足 后悔自己不努力 你说这么好的发家致富的机会 竟然错过了 而那些先抬二重天的高手 依然是没人吭声 不过 这王天是发现 一些人的眼中已经是闪烁起了动人的光彩 不过呢 好吧 既然大家没兴趣赚这笔钱 那就算了 胡天 恭喜你过关了 王天是突然间拍板 这转折之快让所有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那些准备再等等 再拖拖 等价格再高一点 再出手的仙台二重天的高手 傻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脸上全是问号 这什么情况 剧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这竟然毫无征兆的就不加价了 你压的倒是给个提示啊 可惜 这王天根本是看都不看他们 而是安静的看着胡天 胡天是苦笑着说的 如果不是为了活命的话 我真的不愿意当你的护卫 如果说不是没有更好的人选 这三千万万金比一周的工资 我也不能给你 这三千万 不是 不是一千万吗 这胡天是恶人 全上的观众恶人 那些仙台二重天的高手 也跟着蒙蔽了什么情况 这天王是傻叉吗 啊 这个时候竟然给胡天涨价了 钱多少的呀 所以说嘛 便宜你了 我涨上去的价格 又岂能降下来 怎么样 成不成一句话 如果成了 自己站过来好 这胡天是复杂的 看着王天 然后拱手行李说道 大安不严险 随后 这来到王天的身后 安静的站好 好好干 干得好 还有奖金 杀人 也有钱拿 这如果说干不好的话 我会朝你犹豫的 这听到说还有奖金 杀人还有钱拿 那些仙台二重天的高手 顿时茬的回行了 这次亏大了 而就在这时 一人是托人间开口说道 田皇兄 在下一见无神 仙台二重天 愿意给你当护卫 王天是别了对方一眼 抱歉 我只招一人 现在名额满了 如果说他的实力还在的话 我也不跟你争 但是如今的胡天啊 赔不上你 也保护不了你 这胡天文言是叹息着说道 田皇兄 多谢你的厚爱 如果说你现在反悔的话 也没事 王天是挥了挥手 示意他别说话 而是笑呵呵的看着一见无神 我这人做了决定了 就不喜欢说回来 刚刚的机会给了所有人 很公平 但是你没抓住 所以说这个机会呢 注定不是你的 好了 甭说了 我觉得这胡天还不错 这一见无神问言 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然后 这直勾勾的呢 就盯着王天说道 田皇兄 你让他保护你 估计都出不了这未成 王天是感受到了 这一见无神眼中的恐怖 阴散 脸色也跟着沉下来 这几乎是同时 又一人跳出来 却是一道姑 容貌轻力脱索 可惜是一光头 这道姑是跟着说道 天皇兄 在下妙心安妙心事态 我觉得 你刚刚定起来的太快了 大家都没反应啊 我觉得呢 你有必要重新选一下护卫 否则就凭胡天的话 这真心是没法保护你平安的 去苏州城参加云露英节大会 再紧跟着 一个扛着狼牙棒的壮汗叫道 妙心事态说的对 刚刚我们是没反应过来 田皇兄 你还是得斟酌一下吧 这随后 又有一长胡子老者 竹子拐杖 和和一笑 田皇小友啊 这事关你个人的安危 还是选一个 实力足够的人 当你的护卫好了 现在的胡天 还不够格啊 这之前就看着 王天不爽的李文德 是跟着交道 田皇 我觉得你还是考虑考虑 未成虽然安全 但是出了未成 在这山林中 有不少妖魔鬼怪的 这王天是瞥了眼 李文德 以及其他四人 默默的 给几个人在账本上加了一笔 而灵夜仙子见子 没头跟着皱下来 这四个人 已经不是在谈了 而是在威胁王天 咪了咪了 冷笑着 七位 这是我太一宗的这部剑 你们这么说话的话 未明是太露骨了吧 灵夜仙子 您这话说的贫尼 我就不爱听了 这 的确是太乙宗的直播间 我们呢 不说什么 不过从头到尾 也没见你们做直播呀 只是看到天王兄 在这打广告拉人气 那么既然你们不直播 我们说点实话 啊 这还不行吗 就是 灵夜仙子 这天王在你们太乙宗的台子上上戏 可是不给你们面子呀 只要是换了我土龙上的直播间 早把他踢出去了 这狼牙帮壮寒教导 众人们眼瞥嘴 谁不希望自己的直播间 人气旺盛了 谁不希望 有一个大土豪的直播间里头 这么砸闲 哪怕这打广告也好 这古今往来 哪个人第一次直播的时候 会引来如此多的观众 仅此一例 就从这一点上来看啊 这太乙宗都赚大了 土龙山的人如果说碰到这样的土豪 这估计就直接跪舔 还踢 鬼才信呢 谁说 是我太乙宗打台子 天王唱戏了 就在这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股磅礴的喜压 从这九天之上落下 这气势 如同是一座大山一般 这蹬的一顺 压在土龙山壮汉 和妙心事态的山上 这壮汉和妙心事态闷哼的事 这扑腾跪在地上动弹不得 而两个人身面无血色 同时惊叫道 木头人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姐直播之大图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16集 两位 天王乃是我太乙宗的贵客 今日特来给我弟子 灵夜捧场 只是没想到大家如此的热情而已 怎么就成了我们大胎子 他长戏了 这话说回来 天王前后达上了 一千多万的万姐比 如果说你们也能达上这么多 我太乙宗 还真不介意 给大家搭台唱唱戏 这说话间 一名老者是走到 灵夜仙子的身边 这人是留着山羊虎 一头白发 一身宽松的灰布袍子 这单手呢 背在身后 笔句 背脊 宛如是一个轻松一样 全身散发着一股子 道的韵味 不怒自威 而这王天是评价着说 先锋道虎说的也不外乎如此了吧 这穆道人先生 这着实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一把 尤其是一箭无神 还有这个妙心师太 狼牙棒壮汉 以及拐棍老者 四人更是不敢吭声了 王天见此事 有所思起来 他这些天是没少看这个论坛 看资料 无论说是脉轮修士 还是子俯修士 这前面的四重境界 虽然说也是小境界 但是小境界之间的差距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但是说一旦达到第五个境界 也就是脉轮的仙台景 子俯的河道境界 这每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 都是天和地 神和人 人和蝼蚁之间的差距 这天地鸿沟 号称不可跨越的距离 虽然说沐道人 这只比一剑无神 他们高了一个层次 但是这一个层次呢 可就让沐道人轻松的 就拍死了 一剑无神等人 而这也是为什么 这仙台三重天 河道三重天 可以称之为王者 这称之为圣主的根本原因 就要这一重天的差距 不仅仅是实力的差距 修炼起来 也是天前鸿沟 无数人是卡在这个门槛上 跨不过去 王天这边是走了神了 这现场的观众呢 确实没法走神 沐道人书上 一句话扔着 没人敢反驳 一剑无神 妙心师太等人 也都老老实实的退下了 这只不过是彼此眼中的 都是有寒光闪烁 对于王天的不满更甚 你说本来这到手的下 飞了也就算了 如今又丢了大人 这口气不能忍 这四人是彼此对视 都是看到了对方的心思 唯唯点头 也是达成了某种的默契 不再说话 安静的站在一边站着 但是私下里头 私信却是不断 而此时此刻 王天正走神 并没有看到这一波 不过 这并不妨碍 他接下来的小计划 王天是几事 对着沐道人说的 沐道人说的是嘛 太宗和在下的确是 有些渊源 坚如此 送佛送到心 听 凡间第一副天网 搭乘灵夜仙子 一亿五千万万级笔 这原本因为妙心失态 一见无神等人这么一闹 这闹得有点安静下来的观众们 再次跳下来 一亿五千万 小船子 师姐 你没听错 就是一亿五千万 千真万句 你瞅我耳朵干什么呀 啥你想哪了 我问啥你都知道 你是不是偷学了偷心术啊 卧槽 今天天王一口气扔出来多少钱了 一百万 一千五百万 现在又是一亿五千万 还有购买小船的秘笈 两千百万 还有支付给 虎天的三千万万级笔 我的天哪 真他妈好啊 这不会是大土豪 豪气冲天哪 这如此土豪 不愤一下 对不起自己 万一有好东西 和他做生意的话 那绝对是大转特转 愤了 王天看自己 这刷刷刷 网上窜的粉丝说 以及跟着水涨传告的信徒说 这心里都乐开了话了 虽然今天砸了快两个亿 但是他想说 太他妈之了 你看在这帆中的时候 砸进去价 可不止这些 可是没这么好的效果 果然呢 这穷山勾勾里钱 才是钱呢 之前不懂帆上的玩法 现在明白了 这帆上虽然说 是有各大势力存在 但是也正是因为势力多了 彼此对抗 这里反而是没有形成 绝对的垄断势力 这更多的是人身自由身 而这些自由人 就是可以争取到的对象 同事 想在坟上玩得开 光有钱的确不行 还得有势力 而一个人想要解决霸道这里 几乎是不太可能 这儿 可是能杀人的 人家钱没有你多 可以背后下黑手 杀人解决问题 钱能用来买命 近乎于无敌 但是如果对方先下手为强的话 这钱没花出去就被杀了 那也是白打呀 这同样 有钱才能经营更加庞大的势力 这有钱才能更快的提升势力 走向更强的路 二者相辅相长 这哪一个都不能落下 王天是越想越通透 对于说自己未来的路呢 也有了终于明确的认知 而此时此刻 木道人和木陵仙子 是被王天这下砸得有些懵了都 好在说 真木道人是见过风浪的 马上恢复过来 但是灵业仙子却是明显有点脑子 转不过弯来了 这 突然间多了一亿五千万的万级比 这如今呢 直接是得到了一亿五千万的 凡上的万级比 灵业仙子是感觉这喉咙微微有些发干 而木道人则是有点无奈的笑了 这别人不清楚 王天那句话的意思 他清楚 什么叫做送佛送到西亚 这句话是说给灵业的 也是说给木道人的 两人本来是没关系 全因为这次打赏有了关系 这木道人为了提升太乙宗的地位 太高灵业仙子 将王天拉过去当了贵宾 这实际上就是拉关系 趁着王天如今这如日中天的火 给灵业仙子烧一下 借势而为 这顺带着呢 帮王天平了一见无神等人 看起来更像是他帮了王天 王天欠他人情 这实际上 却是两个人互相的所需而已 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一个搭台一个造势 再到互相拉拢 形成一个大事 仅此而已 但是王天的话 以及这随手的 一亿五千万的万级笔打赏 却是把木道人给拖下了水 王天这一亿五千万万级笔的打赏 绝对是能够把 叶灵仙子砸火 礼尚往来 这木道人是不是也该送他 送到西亚 这木道人心头感叹了一声之后 一回手 一到金光 射醒了王天 王天是一把揭在手中 赫然是一枚 向着金边的御令牌 这令牌上写了一个简单的墓字 背面 刻着太乙宗三个字 这胡天见词 立刻是第一声说道 天王 这个是太乙宗的宗主令 此令在手 就等于说您受到太乙宗主当人的庇护 任何人找你麻烦 都要做好面对太乙宗 怒火的准备 这王天虽然说是猜了一个大概吧 不过 从这胡天口中确认了 更加开心了 对着木道人拱了拱手 木道人 多谢了 天王小兄弟 值得拥有自灵牌 灵液未来的路 还长着呢 希望天王小兄弟 日后能够多多帮扶才是 理应如此 木道人是点头 然后是朗生说道 在此 本宗主对外宣布 天王乃是本宗的归客 任何人如果找他的麻烦 就等于和太乙宗 对敌 后果自负 这木道人扔令牌的时候 这不少人都看到了 只是没多想 这如今木道人 说出这么一句话呢 所有人都震动了 谁不知道 这天王和云露皇族不对付啊 就算说中间有了小插圈 但是人家 云露皇族二小姐 还在往前手上呢 不放了上官明镜 这个梁子不可能接过去 这接不过去呢 云露皇族必然是来找天王的麻烦 那太乙宗 又不会坐视不理 那岂不是说 想到两个超级大宗门要对上了 这一时间 人心惶惶的同时呢 这充满了某种兴奋 尤其是那些夹在中间的宗门 家族仿佛是看到了崛起的希望 就在这时 真一人是忽然间起事冷横了一时 木尊 天王可爱靠着我云露皇族的公主呢 这件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力挺她 岂不是要和我云露皇族作对 又或者 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是你一事布置的 怎么 这太乙宗也不甘寂寞 想在这云露第一的规冠了吗 这王山文言顿时乐了 他只是想弄点靠山 给自己增加点筹码而已 没想到啊 竟然是弄成了这样的局面 而这木道人的脸色却是冷了下来 看着那人说道 上官权 上官捕获就是这么教育您的 什么时候 轮到你来指责我了 这通一下 木道人的气势爆发 这就算说在直播间不能杀人 合成那恐怖的气息 还是压得对方亮枪后退 扑腾一时坐在椅子上 动弹不得 木尊 还请息怒 家地不懂礼数 说话顶撞了您 在下向您道歉了 这事 一人是连满起身赔礼 此人是一脸的忠厚 穿着黄金长袍 这手里头捏着一串珠子 给人一种人处无害的感觉 木道人是挥了挥手 上官行 带他离开吧 今天我不想杀人 是 这就告辞 上官行是赶紧拉着上官权 推出了什么劲 然后是一路跑出了围城 狼狈而去 而这木道人将脸走了 这才平息了怒火 对着王天拱了弓手说道 天王小遥 老夫有一事相求 不知小遥能否答应 这王天一听 心道来了 果然老家伙都是老狐狸 不是省油的灯 我这刚占了一点便宜 他立刻就要逃回去 是吧 这心中虽然是不大情愿 不过 这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王天也没法拒绝 木尊请想 我太医总和云露皇族 虽然很少走动 但是毕竟都是这云露大地上的人 彼此相对来说还是有些关系的 尤其是上官明经 那孩子和我有些渊源 不如卖我几分薄面 将他放了 如何呀 这王天是两眼一翻 他就知道是这个请求 王天是苦笑着说道 宗主 你这真是让我有点为难哪 我这实力并不算强大 保镖也是一半吊子 这要是没了上官明经 做挡线牌 还真是有点担心哪 木道人是仰起头来 一脸自信的说道 这一点天王小遥尽管放心 老夫是有些薄面的 我说他们不会再一次 是找你麻烦 就绝对不会 有人再去找你麻烦 若有 我会亲自杀上云露山 帮你讨回公道 不死不休 这当着天下人的面 木道人如此保证 王天也是没什么好说的 这木道人在云露 那是顶了天的存在 又亲自做担保 如果说王天还不信的话 那就不是谈不拢的问题了 而是直接抽木道人脸 这到时候惹的可不就是 云露荒作了 连木道人一起得罪死了 这重点是 木道人的确是表现出了诚意 于是王天点头说道 既然宗主都如此说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明日我就放了上官明讲 至于说日后的事 得罪说吧 笑又果然痛快 木道人是大笑道 这王天也是笑了 虽然说是丢了护身符吧 不过 王天今天觉得是大逢手 十几万的前程信徒 千万信仰值 并且正式扬明天下 还解决了云露荒族的麻烦 又多了木道人给他站台 太宗当后盾 这王天终于是从之前的漩涡当中 跳出来了 可以轻松的过日子了 而王天这边的事解决 木道人也退下了 而这两个人谈完了 下面人才猛人间意识到什么 这天王有钱 太宗有势力和实力 这两个人联合起来 云露荒族的地位 还真就不保了 不过很快 大军又把这事给放下了 因为他们手里头 还有宝箱没开呢 我是啊 这黄金宝箱竟然是空的 你大爷 空的 哇操 这些东西搞什么 竟然都是空的 我开了一万万级别 我开了三千 就听着下面淒厉的这个惨叫声 王天是眉头紧锁 低头看去 果然 几十万人的直播间 几十万个黄金宝箱 连一间道具都没开出来 最多的就是十万万级别 这其余的不是空的 就是万级别 王天是两眼一翻 心头一骂 你骂 这系统还真是个抠门货呀 啊 这直播间里头的宝箱出产率 也太低了吧 而且两箱对比 青铜宝箱出道具的概率最高 然后是白银宝箱 最后就是黄金宝箱 这青铜宝箱一次输了上千件的东西 不过 这些道具 大多数都没什么用 有用的也是因为品级的关系 不值钱 而这白银宝箱开出的东西呢 目前是万界大陆的主流 能够得到三星四五六品的工法 法宝 单有 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甚至可以实力大增 但是 这几十万白银宝箱 却只是开出来 十来线的道具而已 这除了说王天收走的这个吞天木工中间 其余的东西都是些辅助性的道具 要么是提升真源的 要么提升魅力的等等 这些东西 王天还真是有点看不上 而黄金宝箱呢 直接是一件没出 妈的 系统这孙子是针对我 还是针对所有人呢 王天心头骂了一句 不过转念一想也就明白了 打赏主播的宝箱出产率 不可能太高 至少不能高过野外的天降宝箱 这虽然说直播间的宝箱要开启 要比野外的贵百分之五十吧 但这数量却多了几十万倍 甚至几千万倍 这么算来如果出产率太高的话 谁还会去讲读野外的宝箱啊 这都蹲着直播间赵宝箱 得了 还扯什么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对吧 是你大爷的呀 想到这儿 王天也就释然了 这最重要的是 反正他要收获 管其他人怎么样呢 关他啥事 这唯一让王天不爽的是啊 直播间的宝箱出产不影响 系统商城解锁 也就是说 这虽然直播间里开出了三星六品的工房 但是 系统商城依然是不会开放 三星六品的工房 这必须得野外的宝箱才管用 你大爷的 这是逼着大家去想野外的宝箱啊 王天心中大骂的同事 也是有点警觉了 系统这么做 摆明了是要制造矛盾吗 他究竟是要干啥呀这是啊 而此时此刻呢 灵业仙子是见大家安静了下来 哭笑了一事 这灯台呢 开始讲道 只不过此时此刻 他也没心情讲了 因为下面人根本就没心情听 都在讨论着今天发生的事 以及今后的影响 这唯一让 灵业仙子有动力讲下去的 大概 也就是VIP座位上 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王天 灵业仙子讲的子府修炼法 由于他本身也不过是 第三大境界 炼气化神境界 最说他能够讲的 也只是子府前三大境界的感悟而已 这对于很多的高处来说 没多少意义 但是对于王天来说 却刚好够用 这子府修炼的就是一口元气 元气不息生命不止 这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长生不死的 但是仙人尚有天人武帅呢 何况说是人 万年之后 依然挡不住天地大事 天人武帅降临 元气自然溃散 生命终结 好在 现在有了万界直播平台 可以购买生命 也算是解决了这个危机了 炼精化气 引气入体 炼气化神三个步骤 这其实也就是养神的过程 然后呢 将自身的精华炼成气 纳入丹田之中 温氧化丹 最后 引气入体 融入到这氧气之中 化为自己的真源 冲撞丹田 将这丹田变得更大 容纳更多的天地元气 随后 将这天地元气凝聚 压缩 单破神出 也就是子府修士口中的元神了 而有了元神 就等于是有了第二条命 同时对于体内的真源运转 更加容易 如必直实 这可以轻易地爆发出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而子府的最终目的 就是在丹田之中创造子府天体 自成天体 容纳天地万道 万道皈依 常商 不过 那都是遥远以后的事了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不过 那都是以后遥远的事了 而听着灵业仙子讲的最基础的东西 王天是根据自己修炼 这一集呢 对于自身几套功法的感悟和系统 塞给他的各种知识 这一一的印证 这着实受益匪险 而随着灵业仙子讲完道 天王也是退出了万界直播平台 这几乎是同时 王天收到来自上官家族的私信 天王 既然莫道人 来做中间人 那我们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销 到此为止 这署名是上官飞云 王天是无所谓的呢 回复着 可以 自己呢 来卫生领人吧 不过那个李文德 我看他不爽 你看是我宣赏他呢 还是你们自己解决 然后 王天是顺手点了一下 对方付款 这事 上官飞云是看着眼前这个 付款的私信 脸上 一片的乌黑 哎呀 妈蛋的 狗批的人间第一符 这也太他妈扣门了 一个万级别 还我来付款 这看完之后 上官飞云是恶然 最后是低声骂道 这个白痴竟然还假条件 那个李文德也是个白痴 这个事儿去招着这个家伙 真是自作孽 来人 传令下去 以后李就和我们云露黄族 没什么关系了 如果李家家主有问题 让他去问他的宝贝儿子好了 赖蛤蟆像是天鹅肉 也不照着镜子 还给我们添麻烦 真是该死 是 一名弟子是退下 然后呢 上官飞云是说道 玉京 你去卫城 接二手机回来 是 三长老 一名身穿着金甲的男子出列 领命而去 而当这上官飞云的命令 传到李家的时候 李家家主 李国泰杀了 然后 怒气冲冲的给这个李文德私信 你立刻给我滚回来 这李文德还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的 急匆匆的赶回去 随后 这李家发出了 鬼哭狼嚎的三娇声 这王天并不知道 李家人 这命运如何 他正犯愁呢 如何把眼前这个女人赶走 不走 凭什么你来抓我 我就来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 本消息就不走了 这上官明竟坐在床上 一副赖皮样 这王天是挑了挑眉头 转身 关门 同时说着 不是 怎么着 明白了 这是不带一孩子 没脸见江东父老了 是吧 行 来吧 脱吧 干活 你敢 这上官明竟是毛了 跳起来叫道 这王天是一边脱着上衣 一边说道 有啥不敢的 人我都抓了 还怕生个娃呀 我敢保证 你家老头要是知道 怀了我的孩子 那保证乐得跟猴似的 你才说好 你全家都说好 混蛋 你给我等着 这上官明镜呢 是见王天中真个儿的了 也慌了神了 赶紧跑 这王天是站在门口 对着上官明镜是挥了挥手说道 啊 我等着 哎 啥时候想好为我生猴子了 告诉我一事啊 再来啊 呸 这上官明镜那碗 然后消失在天空之后 王天是摇了条 翻身上床 这琢磨着接下来的计划 上官明镜不得打的什么心思啊 王天绝对是很清楚 不是说看上他了 而是打算再探一探他的底细 而这样的女人自然不能留 来了这么久 还没吃过这个世界上的美食呢 现在总算是可以放松一下了 不去尝尝 岂不是可惜了 想到这儿 王天立刻跳下了床 吹了一口声 这呼啦一声啊 风声响起 这琴尸是从天而降 然后温顺的跟大猫似的 就趴在王天的边上 王天这跳上去 拍了拍琴尸的头 你说总叫你琴尸琴尸的 也不知道你叫啥 这琴尸立刻写了一行字 然后高高的举起给王天看 青面上 王天是嘴角抽动 这脑门上全是黑线呢 然后意味深长的 就拍着青尸的大头说道 我给你个人类的名字 听不听 以后你就叫杨志好了 谢谢主人 青尸马上又继续上白纸 你就不会说话啊 这王天是纳闷了 好歹也是三星二品的药兽了 这相当于说隐气入体的 自腹修饰 道工秘境的脉轮修饰 这怎么还这么错呀 王先生 这青尸体内 有一丝胜受血脉 胜受血脉给予他们 天生强悍的体质 同时 也是他们紧急路上的 一道枷锁 他们肉身强横 这血脉固化 修炼起来十分的困难 这其他的生物 炼花喉舌很容易 但是青尸这种 胜受的后遗 却很难做到 这事 一落着走落过来 微笑着解释 王天是在恍然大悟 然后是拍了拍青尸的大头 说道 行了 就这么定了 你的大名 青尸 外号 青面兽 小号 苗苗 苗苗 走 带我上餐厅去转一转 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 这青尸是低口了一会儿 双齿一阵 腾空而起 将着远方飞 而叶落则是脚踏着祥云 紧随其后 王天是撇了一下他 这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之色 虽然说 他和这叶落呢 有过移民之缘 但是总觉得身后的叶落 有点不一样 可是哪不一样 他又说不清楚 至于说 叶落的实力 王天 倒是不惊讶 如今他也是明白了云霄天宫的侍女等级 赤城黄绿青蓝紫 七个等级 赤色最低 蓝色最高 这紫色都代表管理层 而门口的这个红色侍女 最低也是有麦伦镜 大圆满的实力 这普遍是道宫镜 那么身穿蓝色衣服的叶落 拥有更高等级的实力 也没什么奇怪的 腾云驾雾 跟上一只出租车的速度 这个并不奇怪 这青蝕也是没来过云霄天宫 不过这家伙竟然是熟门熟路的飞行 王天是有些纳闷了 底头看见顿时乐了 就这青蝕爪子里 赫然是捏了一张透明的玻璃板 这玻璃板上有地图 有路线 还有一个青蝕头像在移动 然后 更是有一条红色的指引线 引着青蝕前进 好家伙呀 原来还自带导航的呀 这王天是苦笑的 看着四周古色古墙的场景 他总会下意识的 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仙霞世界 这总会忘记 这个世界的大融合 导航这种东西 十分好用 在这也就不奇怪了 这身后的夜落呢 安静的跟着王天 一双杏木古井无波 仿佛什么都没看到 又好像什么都看到了 很快 王天的视线之内 出现了一座悬空山 这山上 不断地有各种飞行 一手落下去 王天身材看到了 一艘小型飞船 就这里面人的穿着 也不是说古代的长山 而是颇有科技感的 机械外骨骼装甲 一路小姐 这云路有很多人玩科技吗 有的 虽然说很多东西 都可以用炼器解决 但是炼器对于菜料的要求 太过苛刻 而且还需要炼器师出手 才行吧 造价昂贵 相反 科技产品 可以用来代替 材料制作 虽然质量不如炼器的好 但是并不当个使用 物美价廉不爽 还能量产 所以市面上 大多数用的娱乐的东西 都是科技产品居多 就好像喵喵手里头的导航仪 就是纯科技物品 这样的物品 如果说让炼器师来做 价格 至少得翻一百倍才行 当然了 性能上 也是要远远超过 这种简单的导航仪 这事王千表示理解 这和地球上的手工艺品 和机器加工的 工品的 关系差不多 这炼器就是纯手工工艺品 做出来很讲究 耐用 性能好 这科技产品呢 则是大规模的机器制造 数量上去了 效率上去了 但是这质量 必然是大胆折扣 而轻师是转了一个弯 飞向山顶 落了下去 王天是看着外面不少打转的飞行器 腰兽 纳门的问道 他们这干什么呢 云霄天空的餐厅 乃是未成有名的美食城 不仅仅是对内部开放 还对外部开放 人一多 停车位就是一个问题了 他们迟迟不落下去 是在等停车位呢 这没有停车位 我们是不被接待的 不过 你有天前阁的令牌 有VIP待遇 有专属的停车位 自然就不用等了 叶罗氏解释道 这王天是在此无语 还有停车位 这么一说 不过仔细看着自家的轻师 这家伙貌似比地区的出租车还大直 而这些人气的腰兽 多大的都有 有的跟小山似的 占地自然更大 这些孙子 弄这么大致的腰兽 当作戒 活该也没地方落 活该废一天 王天是嘴上大骂着 这心里头就在琢磨着 自己是不是也该弄一只 更威猛的作戒来 这胡思乱想的时候 情势已经是落了下去 这所事餐厅 实际上不是说传统意义的餐厅 这儿呢 都是露天建筑 飞泉 流浦 鸟语花香点 这许多地方都是有餐桌 坐下来 就可以在桌子上点餐了 随后 会有送餐人员把顾客点的食物送到面前 看着美景吃着美食 这就是云霄天空的餐厅 不过 这只是外卫餐厅 真正高达上的餐厅 就是山顶上的金顶餐厅 这些金顶餐厅 同样是露天建筑 一共有18个高达百米的浴室柱子 柱子上顶着一厨房 上面有厨师 而这些厨师都是顶级大厨 随时接受顾客的点餐 而这个价格自然是极其昂贵的 结算都是以极品零食作为结算 不接受其他零食 哪怕是等额度的都不收 就听这夜落的介绍 那王天肯定是不能在外头瞎转悠了 他是来吃美食的 自然是直奔金顶而去 到了这金顶 王天才明白 这儿为什么叫金顶 那整个大底都铺着黄金 18根玉石柱子 这每一个 得需要20个人合抱才行 而这四周漂浮着的椅子 所有材料 似乎也不一般 竟然可以随着心意改变柔软度 也就算了 还可以提供各种的按摩 看电影 听音乐 等等服务 这当然了 这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金顶四周站的一圈 蓝衣侍女 黄先生 这些侍女 可以提供任何的服务 他们都是处子之身 而且他们一生 也只能为一个人服务 如果选了他们任何一个人 您可以选择是否带走 如果不带走 他将留在云霄天宫 永世不能和其他的任何异性 发生关系 直到死去 你要是不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是有点想法 但是你这么一说 我若是碰了他们 而不带走 那岂不是害了他们 我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吃人的 您能这么想 已经十分难得了 但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 只是玩具 带走或者留下 都不会有任何的负担 如果他们落在这些人手中 命运才是真的凄凉 反倒直跟了 您这样的人 才是一生的姓氏 这王天是笑眯眯的看着夜落 那如果说我选择你的话 你可愿意 这夜落是脸色微变 随后笑道 小女子只是迎宾侍女 配不上您 我说配得上 就配得上 来 过来坐 这王天是说话先 拍来拍边上的座位 而这夜落的身体 明显是有些抗拒 不过最终还是坐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一名蓝衣侍女 被名男子选中 给同样的包在怀里 这对方的反应 却十分自然 俏脸上挂满了笑容 这一举一动之眼 都是透露这一股子 自然而熟练的感觉 搁这 这一群处子 怎么可能如此熟练的 应付男人 很明显 他们都是被培训过的 但是王天怀里头的夜落 王天眼中文卫的笑容 更浓了 夜落 你们身材都这么好 这是怎么报事的 王天是撇脸 夜落的小蛮腰 倒是没动的 但是那眼神却仿佛 是充满魔力似的 这夜落是看的 全身紧绷 仿佛被这个混蛋 侵犯了似的 最终是扛不住 敌事说的 先生 我想起来了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件 特别的礼物 还没有送过来呢 我去催催 这说完 夜落 慌慌张张的跑了 而看着夜落的背影 王天是眯了眯眼睛 什么都没说 这拿起来菜骨 看了起来 爷也算是吃遍了 凡中凡下的人了 不知道这凡上 还能有什么新鲜花样 这王天心中嘀咕的同时 目光是落在菜骨上 然后插眼了 白鸟燕 汇聚天下一百种珍贵飞芹 在他们即将修炼有成 即将化形之前 将其杀死 取肉烹饪 名字挺好听 怎么行为这么恶心呢 修炼有成就有了自主意识 这和吃人有啥区别 不要 换 红烧狮子头 这个名字熟悉点一番 王天是刚有这个念头 一看后面的卸上花 脸刷一下就黑了 红烧狮子头 取化形之后的妖狮之头 以文火武火 各顿七七四十九天 辅助 这辅助你大爷 这樊上的牲口们 难得天天吃这些东西 王天是敌声骂了一句 他终究不是樊上的本土人 在王天看来 这吃一些没有通灵性的生物 这没啥 可是这些妖兽已经通灵 拥有不弱于人的智慧 这再吃他们就觉得怪怪的了 龙鱼宴 鲤月龙门 画龙失败之后 半龙半鱼 为龙鱼 取其肉 以白种做法烹饪之后 留下头和身体框架 保证其不死 撒上各种佐料 浸泡七七四十九天 入味 其间龙鱼必须是活的 才能保证味道纯正 口感香甜 活鱼上桌 以刀片指 食指 给刺了 阿姨 龙鱼手里的菜谱 当场别撕碎了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这他妈哪是吃饭的 分明就是行行吧 龙鱼是提神骂了一句 直接把这菜谱扔了 挑战椅子 王山西去了 这菜他是吃不下去了 你说本来是出来寻开心的 现在不仅不开心 这反而是憋了一肚子的问题 这心情不顺畅 只想说打两个人 接下罚 这王天不是什么圣母表 吃生灵啥的也没啥 吃有灵质的生灵也无所谓 就好像他吞活人都不会 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一样 但是那是针对敌人 而面对一些跟自己 完全没关系的人 你让他随手抓过来 这扔锅里头炖着是 哪做不到 这回头看着金井上吃的 欢声笑语的人 王天是摇了头 他发现 和这些家伙比起来 他还真算是一个好人了 先生 您这是去哪儿啊 这时候夜落回来了 没有一丝一毫之嫌的慌张 这反倒是眼神身处 有了某种的气盘 王天是若有所思的 点了点头 这没再去碰夜落 没事 对了夜落 你们这儿的菜 都是用妖兽肉做的吗 妖兽就练时间长 天地元气 自入肉身 瘦肉当中的自然而然的 蕴含着天地元气 相当于行走的草药 而妖兽的血肉 不仅仅滋补 更重要的是 口感极佳 是一等一的食材 实力越是强大的妖兽 其血肉越发的珍贵 我们云霄天宫只提过 最好的给顾客 所以说我们的菜 都是以妖兽血肉 为基础碰饪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这么说来 我还真是吃不惯 行了 你自己待着吧 我准备去卫城 其他地方转一转 这瘦碗 王天是招呼了一声轻视 呼拉一声 飞天而去 而夜落是看着 天王的背影 眼中闪过了一抹 落寞之色 而此时此刻呢 远方一朵白云紫之上 一名女子一身的 白色长卷 安静地站在上面 这眼中闪过了 莫疑惑之色 这家伙看来 真的看出了什么 真是个混蛋 竟然趁机占我便宜 尊者 我迟早有你好看 尊者 此人真的是天王吗 这身后的侍女 提示问道 而白衣尊者 是摇头说的 不知道 看不破 再再接近一点才行 你退下吧 好了 本集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键是令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简式播出大头号 由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18集 这王天是打了一喷蹄 低声骂道 谁骂我呢 好 骂我的 全家没鸡鸡 这随后 这拍了拍青狮大头 明明 带我去 卫城比较有意思的 小吃仙 这青狮呢 嗷了一声 算是回应了 一个转身 一头扎了下去 就这呼呼的狂风 迎面而来 这颇有 闻云霄飞车 或者飞机坠机的感觉 不过说 以王天的势力来说 自然是不会怕 反而被这大风一吹 心里头的烦闷 消失了大半 而这青狮在宫中 一个急转 在这高楼大厦之间 来回的传缩着 王天终于是看到了 魏城真正的景象 这并不像是说 云霄天宫这么繁华 这繁盛的背后呢 也是有穷困 这青狮带着王天 去的就是 魏城的一个小吃鸡 就这条街上 并没有太高的上的东西 这大老院看过去 烟熏火燎的 还冒着黑烟呢 那就跟着了火似的 与此同时 这四个人 在这个 某处秘密会合了 师太 如何 找到胡天的位置了 只要是天王和胡天会合 不管他易容成什么样子 都逃不出我们的手势 这妙心师太阴沉的说道 师太 这事 必须得 缜密行事 一旦说被太语宗得知的话 怎么谁都被想活过明天 放心吧 这一次有人帮我们挡着太语宗 太语宗的耳末都被引走了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了天王 有人 那就是 闭嘴 别乱猜 我们干我们的就是了 记住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事后呢 自然是有好处拿 好好好 这壮汉是兴奋的点头 果然如此 这件事 没这么容易接过去 我就知道 到了地方 王天顿时乐了 这儿竟然是小吃一条街 各种的什么烧口摊 小吃摊 摆满了些道 从头到尾这吆喝之声 不绝缘 这同时王天也看到了 烦上世界的普通人 这儿竟然是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 而这些普通人 依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上班 下班 种地 做生意等等 这似乎和九田之上 那些飞来飞去的修饰 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过呢 他们用的东西 很多都离不开机器 法宝的影子 同时 这儿也不仅仅是有人在吃 还有妖狮在吃 王天就看到了不少的青石手 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商务 那当真是鱼龙混杂 热闹非凡 但是王天就喜欢这条条 一头钻进去 老板 这是啥 章鱼爪 不是跟你吹 这个是妖狮章鱼 这皮肉 嫩着呢 王天是瞥了眼 这哪是妖狮啊 一点元气都没有的 这个血肉 肯定是普通的章鱼 不过王天也不介意 直接扔过去了 一枚下饼顶食 买了一大串 这咬了一口之后 剩下的 全部是扔给了青石 这青石也不客气 大嘴一扔 蹲了 还甜甜嘴唇 破为享受的样子 虽然说只是普通人的手艺 不过这味道还行 比不上樊中的大厨 比樊下强了不少 这果然是水长船高啊 都是樊人 但是各方面的水平 的确是强过地球不少 王天是嘀咕着 带着青石一路扫荡过去 甭管说吃过没吃过 见过没见过的 只要是能吃的 一二 来一份尝一口 这剩下的都是青石的 这青石进巷子的时候 那是昂首阔步 那出来的时候 肚子都快拖到地上了 三不一包嗝 那回去的路上 青石是明显飞的 没这么快了 这东摇西晃了 显然撑一够枪 回到了天闲阁 王天和叶洛 大量招呼进去了 如烟 天空中星辰闪烁 但是却找不到 一颗熟悉的星星 这一轮月亮升起 个头却是无比的巨大 就躺在这房间上看 月亮 打入一座房屋 银色的月光被披在上头 十分的漂亮 不过王天却 有些想家了 王天这苦消息来 他都是想回地球 不过算算时间 回去也不能待几天 他还得赶路 前往苏州厂 参加云路应接会呢 而且这系统也是一坑 一个月只能回去一次 你说这现在回去了 把一个月之内 是别想回去了 而且下次回去 价格翻倍 算了 我这身上的破事 一落荒 眼下还不适合 接他们上来 一切等我这弄妥当了 再说吧 摇了摇头 王天看看时间 马上就新的一天了 而就在这时 王天是收到来自 胡天的短信 主人 我到围城了 去哪找你啊 在外面随便找 一地方住下来 明天出城 给你个亿 先把病炒了 我估摸着出城之后吧 这乐会大一点 多谢主人 主人放心 不管是谁 属下一定护你周全 赢你这块就放心了 钱说好了 这说完 王天是给胡天 打了一个亿过去 这胡天是看到 到手的闲 眼中是闪过一抹 激动之色 他本来以为死定了 却哪能想到啊 会遇到天王上的奇葩 他当然知道 王天不是傻子 而且很聪明 他全身上下 能够被王天看上的 也就只有忠诚了 救命之恩 一丝相报 这说完 王天是打开了系统上场 治病去了 定 三天时间到 您的随从已经就位 是否召唤 哇 终于来了 召唤 银 召唤 东方白 爽 两道光芒闪过 这王天面前多了两个人 一人身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裙 这俏脸上挂着几分担忧 这更多的则是兴奋 是东方白 而另外一人 却换了模样 一身黑色的盔甲 面无表情 这暮光落在王天身上时 闪过一抹 惊讶之色 随后 归于平淡 见过主人 东方白是说道 而王天是点了点头 然后问着银 银 你到底什么势力 这银却是一言不发 仿佛木耳似的 王天是两眼一翻的说道 别装了 我知道你有自我意识 也会说话 别这么高冷行不行 回答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势力啊 比你强 我去你 这扑瘦一声 东方白是当场笑了 王天是瞪脸 东方白 笑什么笑 问你一问题啊 你认识灵叶仙子吗 灵叶仙子 你见过他了 啊 见过 省了他一笔钱 怎么 有问题啊 没有 他就是在我的资助之下 经济饭中的 也是他邀请我 进入帆上旅行的 我之前跟你说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他 啊 王天这才想起来这件事 不止他一个人说过 算死你才能八方都提过 可惜这时间久了 王天是早就把这茬给忘了 难怪我会觉得 他的名字是熟呢 你也趁机提升一下实力吧 这樊上随时可能死人的 明天可能是不太平 这说完了 王天扔给东方白一个布袋 这东方白是恶然 这是什么 口粮 没事多吃一点 有好处 王天说完准备回房了 这东方白是打黑干户 我顿时惊呆了 这里面竟然全是云气蛋 堆了一堆 也不知道究竟是有什么 谢谢 甭客气 我这宠物 也是这个 王天是指了 这不远处 这嘎嘎嘎嘎吃的正爽的青狮 连东方白是仔细一看货 翘脸都黑了 果然 这青狮吃的正是云气蛋 这他妈哪是狗粮啊 这分明是狗粮啊 这个 他也不知道是该乐呀 还是该哭 王天虽然是花钱请了这个胡天吧 但是他明白一道理 自己培养起来的用着才放心 这胡天是个例外 算是卖身给他了 以后再想买这个层次的高手 得碰运气才行 毕竟 实力上去了 门儿愿意为了钱 将自由卖给别人 这东方白不可能被盘王天 用着放心 而青狮呢 虽然说是最弱的要手 但是潜力还是有的 最重要的是 这青狮的确是有情有义 这点他最看重了 所以说 他是真准备培养一下情势 有着万界直播平台在手 他还真不丑 这狮子实力上不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天一亮 王天整装待发 不过 王天才出了这云霄天空的门口 就见到一人 贼眉书眼的这么溜达着 一身破旧道袍 手里头 举着一高高的帆布 上面写着 天下敌神算子 就这么样还算神算子呢 扯淡哪 狗啊 王天是撇了撇嘴 正准备走呢 而那道人立刻凑上来 一本正经的说道 哎哎哎 这位兄台 请留步 我这看你印堂发黑呀 黑你大爷 黑你大爷 臭小子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给你送信来的 这王天是一听指着道人别的 就要喊出来 嘘 别喊 否则后果自负啊 就这话一出 王天就喊了 泰尔真人 你呀是泰尔真人 就这话一出啊 王天只感觉四周的空气 明显是凝固了 这云霄天空那些侍女 同时转身 看向道人 而天空中 一飞一过的路人 集体刹车 转身 这目光是齐爽爽的 看向泰尔真人 然后这所有人一声大贺呀 泰尔真人 你样的还敢来为啥 骗老子的宝贝给我还回来 泰尔真人 你个王八的 你还敢回来是吧 欠我的钱 该还了吧 泰尔真人在这 大家快来啊 关城门 堵城门 就这乱七八糟的声音 刺起彼伏 王天都懵了 他虽然说知道 泰尔真人被悬赏 这也是有不少人呢 在骂他 可是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这么伤口 名字才爆出去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而且这天上一走一过的 全是他的宅主 要么是被他骗的苦主 这显然不是巧合 而是这家伙的罪行覆盖面 太广了 这随便一个人都被他坑过 而随着这些人大吼 云霄天空当中 跟着想起来 一连串的长啸 泰尔真人 你给我站床 泰尔真人在哪呢 我扒了他皮我 你我去 王天是对泰尔真人 叹了叹手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老家伙 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这么天怒人员的 这泰尔真是两眼一分 你绝对是故意的 你这是报复 真没有 皇上 今天的交易结束 鸡鱼胡萝 伯木产 龙青鱼 那些东西 尽快帮我处理 这泰尔真人说完 撒腿就跑 王天是两眼一番 这祸脸皮还真是吼我 这时候还能倒打一盘呢 好的 这混蛋还算是流泪余地了 这个 没喊出他的身面 只喊皇上 不过下一刻 这王天就感觉 这背脊发了凉了 坏的 那些人的目光 全部是落在了 他的身上 原来就是 你在帮泰尔真人消脏 小贼 你还我的宝贝 不是 那老骗子的话 你们也写 我根本不知道 他在说什么 宁可信计 又不可信计我 抓住他再说 一人是打后了一事 扑了下来 这其他人是 跟着往下扑 王天见 则是大骂了一事 不是你们这些傻串 能不能长得点脑子呀 他就是 DTR真人消脏的 我作证 就得惹声 一个女生想起 这王天是回头看去 只见一名女子呢 站在这云霞之上 脚的正欢 翘脸通红 十分的兴奋 王天是指认女子骂道 死八婆 老子跟你没仇吧 你这么黑我 对我云霄天空的侍女 动手动脚 他就没仇 车大了 都要上 抓活的 这女子是一挥手 云霄天空的侍女们 这呼啦一声 就杀掉了 还有一群侍卫 嗷嗷叫着跑出来 这王天顿时无语了 现在这千夫所指了 只路为马了都 说啥没用了 好吧 好在说 王天 实力大增 这一身的功法 神通 都是加速的 形字密开起 一溜烟就跑了 这追他人人去了 至于说东方白 那就早就被他收了 否则以东方白的速度 肯定是跑不成 不过这泰尔真人 先跑的 眼看着就要没眼了 这正当王天纳闷 怎么这老家伙 找出来 毒打一顿的手 就看到 泰尔真人又跑了回来 你怎么回来了 他把那边人更多 这些孙子竟然在论坛里的喊话 被包围了 你 别抓我了 你们这宝贝 都卖给这个皇上 你要抓抓他 抓他 我抓你大爷 这王天是大骂了一事 追上去 啪就是一脚啊 奈何 这泰尔真人速度 同样极快 一下就甩下了王天 同时呢 这手中多了一个罗盘 王天这一看 猛人之间就意识到什么 那罗盘似乎是可以瞬间移动 只不过方位 没法自己确定而已 随机乱传送的 不过此时此刻 最好的方法就是逃跑 黑了我 还想逃跑 你给我站住吧你 这王天是追上去 一把抓住 泰尔真人的衣服 几乎是同时 罗盘转动 这王的一声 王天和泰尔真人呢 这同时消失在原地了 这两人虽然说消失 但是这整个位城都暴动了 无数人马杀出场 这地毯似的搜查下来 这位城呢 从这南方三万里冒出的 山峰 风的一声 一道黄光在天空中一闪 这随后 两个人是在这天上掉了下来 天峰你个王八蛋 你抓着我干什么 这人一拨 罗盘就更加不靠谱了 这他妈是哪啊 我去你大爷的 你这回可是坑苦了我了 还想一走了之呢 之前小爷我实力不够 其实我他妈让你看看 王天是大吼了一声 一脚砰一声 踹在这泰尔真人胸口 而这泰尔真人呢 一个凌空翻开 赶紧叫道 不是 等一下 我有话说 王天是停手说的 你要说啥 别激动吧 咱们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之前都是误会 我误会你大爷 要不是你 我能跟云露皇族的人对上 这上次从苦心疏坏跑出来 你他妈跑得点快啊 让我去帮你天后 那谁知道你能跑出来啊 要知道你能跑出来 我肯定等你 这王天是正要说什么 特尔真人 猛然间是想起了什么 卧槽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别一惊一乍的 怎么了 天王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什么情况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听哪个 好消息 知道我干嘛去找你吗 我收到消息 有人要伏击你 他们找不到你 但是找到胡天 而且他们知道 你肯定会去苏州厂 嘴说就在南方三万里蹲着呢 坏消息呢 因为你这一嗓子 我把那破楼盘随便传送 刚好 把咱俩扔人进到埋伏圈里头了 这王天是脸顿时就黑了 掰掰手腕说道 你这是不是故意的你老实交代 故意个屁 这埋伏你的是一见无神 妙心师太 翰天锤 吹震海 拜命老人 真就心 这四个家伙 这泰尔真人还没说完呢 就听见三声大叫 从色州传来 还真是踏破铁血 吴秘书 这得来全部费功夫 天王 你果然是学了万象真结的变化之术 要不是这道人喊出了你的名字 我们还不知道你就是天王 这一见无神是背负着长剑 然后 孔小忠走来 而这妙心师太是皮笑肉不笑的 天王 好久不见呢 好了 本集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倪孟黄梁所著的 万姐直播之大头好 由喜马来FM 独家出品 第219集 天王 你之前在直播间里头可是狂得很 不知道现在你还狂得起来吗 这垂震还是拍着手里头的 狼牙棒 阴阳怪气的说的 而这一见无神是笑的 狂 这儿可不是直播间 这儿也没目到人给他上交 他敢狂吗 就是 他敢狂吗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就可以欺负我一个算卦的呀 这太是真人突然跳出来 指着王谦跟着是大马 这王谦是眼皮一抬 就要出手 这太是真人呢 对他挤挤挨挤 这王谦是到嘴边的画 咽了回去 骂道 你个死道士 等会儿弄死你 这太是真人仿佛是害怕了似的 往后退去 来到这一见无神的边上 大侠 救命啊 这混蛋要杀我 一见无神现在的心情非常好 拍了拍这个太是真人的金板 放心 我一会儿让他给你跪地磕头 好不好 多谢大侠 这太是真人感激替灵连连道谢 而一见无神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眼眸深处呢 闪过了一抹森寒的杀机 显然 对太尔真人也是动了杀机了 一见无神 别记万声事 先杀了天王再说 这妙心事态是传音说道 一见无神是微微点头 表示明白 常见 缓缓地出窍 一步一步地走向王天说道 天王 在直播间里的事 就跟你说过 你花钱雇佣胡天 是个错误的选择 你雇佣他 根本就走不出未成 出来 就是个死 王天是眉头紧皱 微微后退 你敢动我 我已经是私信给木道人了 我若是死了 你们谁都别想活着 天王 你果然是个菜鸟 你难道不知道禁狱的存在吗 禁狱之内 就算是系统的思线 也发不出去 虽然我们不清楚 为什么会提供这种东西 但是不得不说 这的确是个好东西 禁狱 王天还真没有听说过 垂针还是说的 真是无知 这禁狱 就是从系统意外宝箱中开出来的 出产率虽然不高 但是 不得不说 你运气不错 我们这手里头有一个 在这 所有的系统工党都会被禁锢 你想利用系统传递消息 真是个笑话 今天 你死定了 哎呀妈 大侠子 他太厉害了 如此手段 当真是神一般的人物 我对你的崇拜 犹如是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呀 这台人真人 不知道啥时候 跑到这个 垂针海的边上 一顿的吹捧 而垂针海是眯着眼笑道 你这家伙嘴巴倒挺甜 甜什么甜 我看是贫 妙心师太是阴冷的说道 这太厉害真人 马上过去拍着马屁 师太这话说的简直太对了 慧眼如炬 您的智慧宛如是天上的明灯 就听着太厉害真人 这种谄媚的吹捧 妙心师太脸上有了一次笑容 结果 太厉害真人说了一会儿之后 就不说了 怎么不说了 这条真人 贼没舒远的看着妙心太事 你确定 要我继续说 有劈就放 这妙心师太是绷着脸儿熏斥 那我就说了啊 三个月前我在妙心山 看到一光头女人光着屁股 和一个大肚子和尚 盘长大仗 我的个天哪 那姿势 那声音 混账 闭嘴 真妙心是带着猛人间意识到什么 怒吼 而王天却是吹了一个口哨 笑道 别停啊 继续 正听得爽呢 别听得胡说 他是太压真人 真妙心真人是叫道 一见无神和垂涎海文言 这脸顿时黑了 垂涎海是怒骂道 太压真人 他真是 糟糕 我的真缘在流逝 我的也是 这一见无神是惊叫道 而妙心是带猛人间意识到什么 三缘天神鹿 太压真人 你个王八蛋 又来 上一次就对你用过了 谁让你不长记性啊 你傻 还怪我咯 我我上次你用剩下的法力跑了 这一次 你再跑不看 啊 锦欲 真是个好东西啊 这王天是看到这够明白了 这太压真人拍马屁的时候 竟然是给三人下毒 这家伙还真是够损的 而这会儿 太压真人推到王天的边上说道 我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靠你了 他们的真缘还没有完全泄掉 所以 甚至真缘还在杀了他们 否则没了真缘 我们都得完蛋 一见无神是怒吼了一事 常见出窍 一见自说 就一道银白色的长虹 划破了长空 杀下往天 而这阵锥天的狼牙棒 舞动起来 地动山摇 大地之力 化为一道道土黄色的光芒 升腾而起 注入他的体内 而这狼牙棒是瞬间化为千张大小 如同是山月一般的轰然间砸下 目标 赫然就是泰尔真人 而这妙心是在拿出了一个波鱼 对着天王这么一扔 大鹤里是 这波鱼呢 射出这道金光落在王天的身上 这王天只感觉 全身的真缘都是在 运转不上了 这行动都费劲 眼看着两件法宝 从天而降 王天是大货了一事 形字密开起 这同时呢 化身为血神子 瞬间是摆脱了波鱼的光线 而下一刻 这漫天的飞剑突然间消失 变成了一把 漂浮在空中 不动了 狼牙棒是跟着停在空中 缩毁原来也大小 而这波鱼上的光芒小散 漂浮在空中 不动了 王天是恶然的 看着眼前这一摸 什么情况 没啥 真缘泄光了 自然就成了渣渣了 这关键时刻 还得靠本真人 你小子果然不太行啊 这太尔真人说完 背着手 躲着布 来到一剑无神面前 此时此刻 这一剑无神身上的气势玄武 软啪啪的 躺在空中 怒目云瞪 却是一点力气没有 这如果不是身上的衣服法宝 脱着他 早就掉下去了 其他两个人也差不多 王天是走过去 看着 如同死于一般 瞪大脸珠的 盯着两人的三人 问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你说呢 泰尔真人是反问 王天是摸了摸下 随后笑了 这泰尔真人也笑了 十几分钟之后 王天说道 你真是主播 儒家包换的主播 职业的 我跟你说 本主播的名气大人 这真开直播的话 保证观众无数 千二八百万的观众 跟玩似的 真的 不过我这次是输了大力了 你也不能光看着 是不是 也得输点力 你想要做什么 不用你做什么 随便打成个千八百亿的 就行了 滚 王天抬腿就是一脚 你大爷的 我可是给你捞好处了 还打上我的主意了 我跟你说 爱干不干 不干拉倒 那么瞧你那德行吧 给人家漂亮妹子 一一一的让 到我这就不行了 这套真是抱怨道 你要是变成女的 还是漂亮那种 我可以考虑一下 只要钱够 变性什么的 不是问题 这泰尔珍是一本正经的说道 王天抬腿看着那张橘子皮 晒干了似的老脸 就想到说 他变成女人之后的模样 胃部一酸 差点突兀了 赶紧叫道 行了行了 你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吧 真要笑要发作了 赶紧的 这直播的事肯定不行了 距离未成有点远 我在这荒郊野岭的搞直播 鬼都看不到 先拍片吧 回头再搞一部打的 这泰尔真人黑黑一笑 拿出了最好的摄像机 开始拍摄 哎呀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在下泰尔真人 说实话啊 现在这社会 适逢日下呀 今天出门恰逢起会 遇到这么一组奇葩 大家看看 这三个人到底在干啥 他们到底在干啥 说实话 我是真的看不懂啊 这说啊 泰尔真人让开 这镜头当中出现了三个人 两男一女 正爆发了一场原始的战争 而这泰尔真人呢 不断的调整着拍摄的角度 一边是调整角度 一边不断重复着 他们到底在干啥 我咋看不懂呢 哎呀 果然是方外之人 真是啥都不懂了 然后泰尔真人是回到镜头前 无奈撂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说实话 我是真看不懂这些人了 你说他们究竟在干啥呢 别拍完了 泰尔真人关掉了摄像机 问道 行 你看我这段拍的 咋样 我决定了 这段视频 名字就叫 他们在干啥 怎么样 纯洁不 纯洁你大眼 你样的还能更无耻一点吗 王太是摆了他眼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家伙做事 真的是没下嫌 就这视频放出去的完呢 估计着整个云路都得爆炸了 泰尔真是趴打了一个响指 有道理 更无耻一点 这是A计划 得找时间 咱就聚拢一下人气 咱们来现场直播 咱这片子就叫 斗地主 知农民的逆袭 不过是大电影 到时候 弄一个千八百万人 凑在一起 大家一起看 一起嗨 绝对是爽歪歪啊 这王太是一点同情 看着一千五神 妙心时代 垂震海三人 他是估摸着 这要是真供应了 这仨人死的心都有 这泰尔真是 说了 看你这一脸闷骚眼 要不要 也加入战团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三代一 去你大爷的 我是琢磨着啊 这三个人实力不弱 留着也肯定是祸害 要不直接宰了 宰干嘛宰了 把他们修为废了 不就完了吗 你不是有那种 吞人的魔功吗 把他们吸了 最好能把他们 北原都吸掉 这点 除非他们花上 上亿的完结笔 找系统恢复本源 否则这辈子算是完了 不过 就有这穷眼 估计没吸 这泰尔真是说的 这王天是瞇瞇眼睛 他现在知道 胡天受的是什么伤了 这家伙 肯定是被这伤了本源了 否则 这疗伤费不会这么贵 也不会这么巧 刚好一个亿 同时呢 王天也是认可了这个 泰尔真人的想法 有时候杀人吧 这绝对不是 最狠的包袱 生不如死 才是最爽的 王天就立刻跑过去 将三人的本源 全部吞噬掉 而让王天意外的是 一剑无神 竟然是三星三品的剑神体制 这全身细胞如同剑壮 天生蕴含剑气 修炼剑类的 是什么 功法什么的 事半功倍不说 仙台境界之前 这几乎是一马平川 没有平静 还能抵抗外来一切攻击 这任何攻击 落在他的身体上 都会被剑气格挡 实力越强 防御越强 这任何元气 轰进他体内 都会被剑气 做催流 不过 比端也是很明显 剑气体内爆炸 多少也得受点伤害 而这妙心事态 是少见的一轮双海 沦海当中 又是一片金色海洋 而且是上下两层 真远 比一般人身后的一倍还多 而这个垂震海 则是五神体 这体质王天也有 不过吸收了之后 这也算是强化一下 三个体质的本源 被王天所吸收 王天的万象真解 将其全部打碎 吸收精华 去其糟粕 而王天的肉身 明显是变得更加强大了 这真远更加的神厚 本来就是两个脉轮 如今这脉轮里 都是有四个轮海 整体势力提升了一截 而他原本的血身体 就是极其强大的穿透性 如今有了健身体 这化身血身之后 速度更快 穿透力更强 同时呢 对于法术里的伤害抵抗 也大幅度提升 这总体来说 王天算是赚大了 握进了拳头 王天是满意的小了 只要是给他一路吞噬下去 他这势力 会越来越恐怖 至于说购买体质融合的行为 王天也想过 不过 最终他是放弃了 因为能够买到的这个体质 品级太低 对于现在他来说 效果实在是有限 有那个时间 还不如找些体质好的 挨吞了 来得快 这时候 泰尔真人凑过来说道 天王 这三人大战也没意思啊 你说再找点啥乐子呢 王天是摸了摸下巴说道 这人人吧玩过了 人瘦我还没看过 卧槽 你这牲头 这事都能想得出来 我服 泰尔真人竖起一根大拇指 叫道 然后没等王天说啥 这货已经是屁颠屁颠的跑了 干啥家 我去看看 附近有没有什么大象 野牛 犀牛之类的玩意儿 这泰尔真人的省领住院院传来 这王天脑门上全是黑线的 看着依然是在黑黑哈哈的三人 再联想到这接下来的画面 王天是嘀咕的 我的妈 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大号的尿不湿吧 否则这几个家伙 估计一年都得露屎 而就在这时 一到流光从远处飞来 这王天是寂寞远眺 直接胡天手里道 提着一个鼻青脸肿 跟猪头似的家伙 正在往这边砍呢 这王天是腾空而起教导 胡天 你这手里头拎着什么玩意儿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啊 主人 你没事吧 我在城外等你了 结果发现这家伙 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于是我就把他抓了 一顿暴打之下才知道 他们竟然是要在城外 想要伏击你 我寻思着 帮主人先解决了这些祸患 省得到时候遇到麻烦 可是主人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此时此刻 天王已经变回了天王的模样 这胡天自然掩认得出来 王天是看着胡天手里头的家伙 说道 这谁啊 我跟你无缘无仇的 你算计我干什么 天王 我是白米狐飞啊 这话说回来 这张嘴满嘴跑风了 一个字咬不准 这王天一看顿时乐了 说啥呢 胡天是尴尬挠的头 主人 此人是百名老人 陈旧心 就是那个在直播间里 想要顶替我的山羊胡子 据他所说 妙心事态一浅无神 吹阵海三人和他 准备联手的去对付你 哎 对了 主人 你看到他们了吗 这胡天是指了指身后 老脸微红着说道 看到了 人家正忙的 没好意思去打扰 胡天是抬眼望去 这老脸顿时一片痛红 啊 那个 那 咱就等等 等等等等 王天是敲了一下这个 百名老人的头 哎 就你们四个别嘴 应该是不敢来算计我才对 老实交代 背后是不是还有人 这百名老人是哼哼两声 啥也不说了 王天正要说什么 就听到一阵的牛丝 马叫和受好声传来 这随后就看到 泰尔真人手里头 拉着一根金色的绳子 绳子上拴着一头牛 一匹马 还有一根跟大象一样的 狼狗要手 这大老远的啊 就听见泰尔真人喊道 哎 没问题啊 大象是找不到了 不过这些家伙 也够他们乐呵乐呵的 主人 这是干什么 这胡天是不解的问道 啊 嘿嘿嘿 王天是黑黑一笑 你看 他们仨人玩的多单调啊 给他们找点乐的 啊 这胡天文言顿时无语了 这到底跟了个什么人呢 这太狠了 而这百命老人呢 这脸瞬间变得一片苍白 一丝血色都没剩下 低着头 闭着眼睛 仿佛他看不到天王 王天就看不到他似的 这泰尔真人过来了 拿出了一颗颗丹药 塞进这牛马狼兽的嘴里 然后黑黑笑道 你身后这老家伙是干啥的 王天是一个泰尔真人打了一个颜色 这泰尔真人 瞄动 立刻说道 算了 这甭管说他是干啥的 拉过来 让他们一起乐呵乐呵 骗我 这百命老人一听 吓了一跳 赶紧是叫道 管你要不要 赶紧去吧 这王天是抬手 把这百命老人扔过去 百命老人是叫道 我有秘密 秘密 你样的有秘密 我他妈还有鸡鸡呢 我这跟你过 不对 等会 你说的是秘密吧 这王天是骂了一句之后 意识到什么 把这百命老人给抓回来 这百命老人都快哭了 差点菊花不保 拼了命的点头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劫持播持大头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20集 就这百命老人都快哭了 差点菊花不保 拼了命的点头 肯说了 百命老人陈九心 那继续点头 然后 瞥了眼这一见无神 垂涎海 尿心事态悲惨的遭遇 以及这痛苦的叫声 点头点得更加的有力了 王天是拍了拍 陈九心的头 黑黑笑着 这就对了 来吧 说吧 这说了 一切都好说 这说的不好的话 那 做么去吧 这陈九心事说的 是云露皇族的人 勾搁我们的 云露皇族 他们 是幕后黑手 这王天是眉头一条 这眼中闪过一抹 灵力之色 他知道 这一件事 不会这么容易跌过去 只是没想到 这些家伙竟然 报复得如此之快啊 这些孙子 真以为爷 跟他们闹着玩呢 听吧 我觉得这件事 有些蹊跷 哦 怎么个蹊跷法 我在抓这个 老小子的时候 路上 看到了一具尸体 全身的金甲 上面 有长老团的标记 应该是云露皇族的人 而且地位不低 我特意在论坛里 搜索了一下 那人身份 是上官飞云的 秦传弟子 于景 长老的弟子 这个时候来卫城 还死在了卫城之外 这未免是太巧合了吧 看他的尸体 估计死了一晚上了 另外 我在附近 看到了这个 这说着 胡天手里的 多了一块破碎的蓝色的布 这上面 有金色纹粒 这王天是一看惊叫的 这是模仿 我衣服上的布 有人这是要搞事啊 想挑拔和云露皇族 之间的矛盾 互相厮杀 然后 好渔王得利 主人 具体怎么回事 不好说 不过这件事 肯定是投着古怪 有什么古怪的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这时候 泰尔真人是过来了 咱俩 你知道 王天是惊讶的 看着泰尔真人 本来不知道 不过现在知道了 什么意思 胡天是不解的问道 王天也是有点听不懂了 本来呢 我来找天王是来谈生意的 结果 就听到几个傻子 在这算计天王 而且还说什么 有人帮着他们 挡着泰尔宗 很明显的 这些家伙后面 是有大势力的知识 甭管说这势力 是干什么的 肯定不是好鸟 更何况 天王可是我的财神爷 万万不能有事 所以说 我就去找他了 那这跟于静的死 有什么关系啊 你急什么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进城找你的时候 看到上官家二小姐 被于静接触场了 而胡天却看到于静 死在了身外 还死了一晚上 那个人不是于静 王天和胡天同时叫道 天尔真人摊开了双手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很明显 有人冒充于静 拐走了上官明镜 甚至是绑走了 而你又被人袭击 而且我敢肯定 这一次的袭击 你绝对死不了 肯定是能死里逃生 这王天是低头看着陈九心 陈九心这苦兮兮的 不用嘴巴说话了 满嘴跑风 说不清楚 直接是用富裕说道 我们对你下手 主要是为了吓唬你 让你明白 胡天不行 从而选择我们 我们是奔着钱来的 不是奔着派命什么的 万劫币这东西 你不拿出来 我们想害命也不可能 况且 我们也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云路皇族的人再怎么保证 我们也不想惹上太乙宗的木头人 不过 云路皇族给的条件的确有人 让我们只需要围攻你 并且允许我们找一个机会 放你离开 你看 你看 我说的对吧 他们呢 都是云路皇族安排好的 你跑了 随便打听 这肯定是能打听到 他们是云路皇族 找来杀你的消息 那时候你会怎么想 而云路皇族的二小姐又失踪了 他们会怎么想 如果说我是幕后黑手 肯定会让云路皇族当中的人 跳出来 承认买同了陈九星等人 围攻你 因为看到你将上官明镜藏起来了 还杀了一定 愤怒之余的行为 而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云路高层也不会过度的怪罪的 那么你呢 到时候人政物上说的东西 都指向你 当真是白狗默别 而面对云路皇族的怒火 你会做一代逼吗 泰尔真是问道 王教士摇头说道 我会拦得解释 然后灭了云路皇族 你看 云路皇族太乙宗步道四 三方势力稳住了人族 五大狱的中原 云路 云路皇族如果对付你 这太乙目宗 目道人 必然会出手 这两大宗门对峙 再加上你的金钱供给 最终的结果 不管说谁输谁赢 都是两败俱伤 这到时候渔翁出来了 你当如何 你说了这么多 到底知不知道 是谁在背后搞我呀 废话 泰尔认人抬开双手 我要是知道 跟你废话这些干什么 我只是帮你分析局势而已 这眼前的局势已经是明确了 云路皇族不是黑手 但这个道理 你懂 他们可不懂 今天不管是你杀了这四个傻瓜 还是不杀 放了 最终的局面 这都是要面临云路皇族怒火 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找回上官明镜 只有他出面 才能解释清楚这一切 这上官明镜被谁抓走的我都不知道 我上那找他去啊 只能等他私信联系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些事的来东去脉 你不是都知道吗 你出面不行吗 我 泰尔真人 有点尴尬的干咳两声 主人 泰尔真人这家伙在云路 根本就没有人品可言 他说话和放屁差不多 没人会相信他 相反 他要是说真话 大家不仅不信 反而会说他撒谎 不仅帮不上忙 还会帮到吗 不过如果他真撒谎 没准大家还会考虑考虑 这种可能性 王天彻底的对泰尔真人的人品 表示无语了 妈这家伙究竟干了什么亏心事啊 这么坑吗 泰尔真是脸面说的 哎哎哎 话别这么说 没被我坑过的人 还是会信任我的 咱还是说上官明镜吧 私信这种东西呢 是 虽然说有偿提供 但是这坑爹的玩意儿 同样提供有偿屏蔽 只要买了道具 就能屏蔽一个人的私信功能 甚至钱足够 可以暂时封掉一个人的会员 自个儿 哎那这样 我怎么不知道 哎对了 信任你的人有多少 要是多的话 你作证也有戏 那你不知道的多了 至于说信任我的人嘛 这鬼知道有多少 不过肯定是有 得试试才知道 这泰尔真人极其不要脸的 理直气壮的回答道 仿佛说的是什么光荣的事似的 那胡天出去说 也肯定也不行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说的保镖 看来真有麻烦了 对吧 也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呢 眼下不是有四个家伙呢 他俩真人 指着妙心事态他们 这王天是苦笑的 他们值得个屁呀 他们只知道 云露红族的人 让他们来伏击我 就算对外人说 也会给我放一条生路 跑跑 对方有的是理由解释清楚 该现在放他们出去 当然是没用 但是如果时机把握的好的话 也能当最后一根 压倒骆驼的稻草 有道理 不过这些大活人 不好带走啊 主人 这事简单 只需要费了他们的法力 剩下的 我能处理 王天这眼睛一亮 指着妙心事态三人说道 那三个我处理过了 这胡天是拿出一张画卷 对着三个人扔过去 这画卷是扑展开 放出一道白光 将三人牛马狼兽 全部吸了进去 随后 就这空白的画卷上 多了一幅不堪入目的画面 这法宝不错呀 嘿嘿 王天是眼睛一亮 这要是看着谁家姑娘 一卷说出话 早带回家拿去 王天顿时邪恶了 随后 甭管说这陈酒 就是怎么鬼哭狼嚎的哀求 将陈酒心的这个 功力废了 抽光他的真远 吞掉他的本远之后 交给胡天 如法保持 这死 这边的事算是解决了 主人 接下来 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 这暂时没有任何别的线索 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那 如果云露黄族的人 杀了怎么办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一双 杀一双 云天是杀气腾腾的说 你疯了 对方摆明了是要挑起你和云露黄族的事 你还杀人 这不是把小火轩挑成大火苗吗 泰尔跟人是惊叫的 而王天是痴笑了一声 大火苗就大火苗吧 他们以为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了 又怎知道我的心思 游龙阁险遇到决堤放水的 你说是游还是不游 这王天的功法 需要太多的尸苦来堆积他的未来 但是 这平白无故的杀人 他又做不来 没什么比这送上门的好事更好的 泰尔真人是恶人 胡天的眼睛猛然间一亮 两人对望了一眼 这都是看到彼此眼中的震撼 他们听懂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大坑的局 但似乎对王天却是更加有利 他似乎也想着云露大乱 乱世出英雄嘛 他这叫趁势而起的节奏啊 这如果说是在平时 就算王天和云露皇都对上 小打小闹没事 但是如果要趁势而起 肯定是不行 太乙宗和布道寺绝对会初号阻止 没人愿意在别人家的地盘上分一杯羹 但是现在啊 如果幕后之人想看大喜 那就得牵制太义总和布道寺了 这样一来 战场上只剩下了王天和云露皇族 怎么折腾可就由不得人了 想着这儿 太二真人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扭鼻 霸气 威武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说吧 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这王天可不认为太二真人 是来送口心的 那样 完全可以私信解决 这刚赚了一千多亿的万金币 一个万金币的口心费不愿意出啊 不可能 事情很简单 我发现了一个白银宝箱 不过那儿已经是有凶兽盘据了 我一人搞不掉 找你合作一下 这赶走的凶兽开了宝箱 里面东西对半份 不去 别不去白银宝箱 这白银宝箱最多是能开出三星六品的东西 我对这个品级的东西 兴趣不得 不是 这可是野外宝箱 不仅仅是出商城的物品 还有特殊物品可以得到 这特殊物品可是没有等级限制 如果说得到好东西 那绝对是瞬间逆天的节奏 另外 只要你跟我合作 一切关于云露黄族的消息 算是负责 什么消息啊 先出来听听 许拉 那就得看你的消息有没有价值了 绝对是有价值 别看这上官家族凶 不过 他们也只是表面上凶而已 他们的家族上官不货 比官一个月了 到现在 一点动静没有 估计呢 他们自己都联系不上这个上官不货 所以说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三重天的上官不货来找你麻烦 一般的仙台二重天的高手 有胡天帮你 只要不被围殴 就没有危险 你确定 王天顿时眼睛亮了 当然确定了 你可是我的金拙 骗谁 也不能骗你啊 骗了你 我上那以后赚钱去啊 这王天是胡怡的看着台二真人 你确定你没骗我 当然 千真万确 如果说骗了你 天打五雷轰 台二真人刚说完 这蹬的一声 这雷霆是从天而降 台二真人是赶紧躲开 尴尬的笑了笑 那个啥 刚才那个是巧合 不是巧合 胡天是说的 那个方块脑袋说啥呢 本真人撒谎无数 但是刚刚没撒谎 凭什么批我 这泰二真人说道 凭本王 一声怒吼 从远处涮来 随后 一道青光滑过了上空 人味道 滚滚雷霆 已经是在天空中酝酿 我人 这么快就追来了 泰二真人看到那人 着实吓了一跳 赶紧叫道 是风铃网 赶紧走 那老家伙疯了他 这泰二真人说话 见死鸭腿就跑 废话 废话 这疯不疯的 关我什么事 我跟他又不熟 这呼隆一声 一道雷霆落下 这目标赫然是天王 这一道刀光响起 咔嚓 雷霆是为一刀劈的粉碎 而胡天是亮枪后队 惊呼着说道 不好 这风铃网 突破险台三重点了 主人 我当救他 快走 风铃网 你他妈疯了 你追杀泰尔真人 追杀他去 打我干什么 这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 都得死 风铃网是近了 这王天终于是看清楚了 他的面容 此时此刻 风铃网是少了几分 当初的 新风道国 霸气 这多了几分疯狂 双目赤红仿佛是有 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这说话间 风铃网 已经是带着滚滚雷霆 落了下来 所过之处 空气都为人了 王天是马里是疯子 转身就跑 而胡天是护在 王天的身后 王天呢 则是展开了行字密 一路狂奔追着 泰尔真人去了 这麻烦是泰尔真人 引来的 哪能让他跑了 自己背过呀 你别说 这泰尔真人的速度 的确是快 不过他的实力 似乎是并没有多强 这王天如今的实力 是道宫秘境 心脏神脏全开 虽然说只是 道宫最基础的秘境 但是王天的实力 不是说用道 境界能够衡量的 他每天吃饭吃的 全是元气单 有事没事 扔嘴里头零食 也是元气单 他这功力 早就是突破万年了 一身这元气 身后的可怕 就算是画龙 秘境的强者 单拼元气的话 不见得比他多多少 这之所以没有禁忌 是他自我压制的结果 因此 王天这全力奔腾的时候 身体化为一道 血红色的光芒 然后 拉着一条红色的尾羽 快得可怕 再加上尹 在暗中相处 这速度 让风铃王 只能是干瞪眼 在后面吃回 这泰尔真人 回头一看 吓了一跳啊 你吓得怎么这么快 废话 不快 岂不是被你当枪使了 王天说话 已经追上来 然后弯腰 低头脱鞋 哎哎哎 这臭小的 你干什么你 啪 王天是一鞋底子 就拍在泰尔真的脑袋上 疼得泰尔真人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这泰尔真是大骂道 臭小子 你疯了 王天是不管他 又一鞋底子过去 嘴上骂道 小河是吧 啊 白银宝箱是吧 啪 祸水东银是吧 啊 这啪一下 臭小子 你 你 听我解释 这次真的是小河 谁能想到 这老家伙 竟然找到我呀 泰尔真是嗷嗷笑道 然后回答他的确实 又一鞋底了 我告诉你啊 今儿你不给我说清楚了 老子把你厚脑勺 拍成屁股你信不信 王天是骂道 他现在 胳膊是刚进来 烦上手的菜鸟了 论实力 他能斩杀四级秘境的高手 这就算是画龙秘境 也可以试一试 这真要拼死的话 有仙台二重天的大手 还有一个 不知道身前的尹 做后盾 就算上官不过 找上门来 王天也不是很怕 更何况 一个泰尔真人 不过王天也没有 杀他历死啊 这泰尔真人 虽然有些事不地道 但的的确确是帮过他 不过一码是一码 今儿这事 必须得有一说法 更何况 他可不信 风铃王被戏成那副德行 是因为风铃公子的事 这肯定是有其中的猫腻 王天是单纯凭借自己的势力 肯定追不上泰尔真人 但是暗中呢 有引出手 辅助天王加速 那这可就另算了 对吧 刷 泰尔真人 被王天这一顿抽啊 投降了都 你个败家玩意儿 不就是想知道我 到底怎么得罪风铃王了吗 我说还不行吗 我可没逼着你说啊 你自己要说的 妈的 这都说我无耻 你他妈呀 更无耻啊 好了 本集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收听 由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倪孟黄梁所作的 万解直播之道图 由新白雷FM 独家出品 第221集 就是 啪 鞋鞋子 直接是呼在了 泰尔真人的后脑勺上 这泰尔真人 指着王天说道 算你狠 先跑着 甩开那老家伙再说 那老家伙是真疯啊 这花儿才落 风铃王的气息又近了 这天空中 乌云反滚 这仿佛是有雷龙在里面穿梭着 威力之大 这隔着千八百里的 这能够感受到上面的压迫力 这王天是点了点头 跟泰尔真人的 赶紧跑路 有尹帮助 王天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这奇怪的是 泰尔真人竟然能够跟上 只不过这家伙一边跑一边 踩眼泪 似乎是很伤心的样子 这王天是仔细一看 吼顿时乐了 感情这家伙不是自己跑的快 而是依靠着脚上那双鞋子 这鞋子是黑色的 有金色 上面绣着白云朵朵 这乍一看不太细眼 但是跑起来竟然脚下生云 速度飞快 不过这东西似乎是十分吃能量 泰尔真人手里头捏着上瓶零食 几乎会是一块一块的化为飞飞 也难怪这老财密骷髅 他是真心疼了呀 这跑了一天一夜 风凌王的气息终于是消失了 王天和泰尔真人呢 随便选了一个扇刀 就落了下来 这财落地 泰尔真人就大自行的 往地上一躺 叫了 哎呀妈 我累死本真人了 这该死的老咱们怎么办 刚刚狗屁膏要似的 我都打乱了天机挂响 他怎么还能找到我 这相对于泰尔真人 王天却是不累 这踢了一脚 泰尔真人问道 你到底干了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啊 把风凌王给惹疯了 哎呦 别装死狗 用发泡跑 那么多累啊 瞧你这话说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跑着不累 那是你年轻 我是老妈咔着眼 跑着累怎么了 更何况 我可不是累在腿上 而是累在心里 想想我那些可爱的灵石孩子 哎呦 心累啊 这泰尔真人 一脸感慨的说道 这泰尔真人是坐起来 这看着天上的星星说道 你确定想知道 为啥那老家伙追上我 废话 你们两个的奸情 我没兴趣啊 我就想知道 他为什么追杀你 去你大爷的 你们才有奸情呢 其实也没啥 就是这老家伙吧 在凌峰山上 发现了一朵 万年的九凤 索心脸 这估摸着 是留他突破用的 你给祸害了 哎 别打啥 那天呢 风和日丽 我这心情不错 想着那天被他追杀成狗 这不是琢磨着 找一个机会 报复回去吗 于是就去了凌峰山 结果 本真人就迷路了 那老混蛋在外头 布置了一百多个阵法 这也让本真人出不来 好歹我手里头 有点手段 关键时刻 破了阵法 跑了出去 然后稀里糊涂吧 就看到那段 可爱的脸花 你看 泰尔真人说到这 一笑 那么多阵法 我都迷路了 还能遇到他 显然是有缘的 这缘分道理 要是不做点啥 岂不是太对不起 天生的后爱了 于是我就打算 帮这九凤索性脸 帮个家 结果拔的时候 用力过猛 将一片画瓣扯了下来 就牵引了 其他的阵法 那老家伙就来了 你动了人家的宝贝 难怪他那么奴 泰尔真人是 摇头说的 不是这个原因 那 风铃王那时候 应该是他闭关突破 我这一扯 九凤索性脸 对 牵动了他的心神 得估摸着 差点就走火入魔 这就算说 没有走火入魔 也够像 你看看现在他 身上的磨气那么重 这眼睛红的 都快滴出血来了 胡天是点了点头 如果我是他 也会追着你不放 拉倒吧 我要是他 现在就找一个地方 好好的压制魔器去 恢复正常再说 但是你看看他现在模样 跟个疯狗似的 逮谁咬谁 追着我乱咬 死不撒狗 说实话 我是真不理解呀 这泰尔真人是说道 王天是若有所思的 看着泰尔真人 你确定 你只动了九凤索性脸 没干别的事 这泰尔真人 贪了贪手说道 亲自完全 这事还能有假 胡天是敌事说道 突然 九凤索性脸 乃是天敌质宝之一 三星九品的圣妖 能够生死人肉白骨 成熟的九凤索性脸 这每一片叶子 都能打碎一道花龙秘境的瓶颈 并将实力 稳定在该境界的巅峰状态 最为重要的是 这叶子提升的实力 并不会出现任何的逼断 是世间极其难得的好东西 另外 九凤索性脸的莲子 据说 可以打碎仙台境界的瓶颈 更是稀释之真 只是没想到 这封灵王手上 竟然会有如此的密钵 如果传出去 这恐怕 立刻会引起一张大动荡 兴奉血雨了 王天是点了点头 问着泰尔真人 你看到九凤索性脸的时候 他是成熟的 还是没成熟 应该是熟了 这九凤索性脸如果成熟了 叶子上面有凤凰图案 并且会聚集天地能量 化成一只小凤凰 落在叶子上 我当时就看到了小凤凰 所以才动了偷 哪的心思 这泰尔真人说道 王天之夜 不管泰尔真人是偷还是拿 他是意识到 那些关键的东西 这九凤索性脸已经成熟了 风凌王在仙台二重庭困了这么久 这没理由不用九凤索性脸提升实力吧 那九凤索性脸的莲子 可还在 在 这泰尔真人似乎也想到什么 马上回答道 这就奇怪了 按理来说 风凌王应该是借助九凤索性脸的莲子 一路突破才对 为什么守着宝藏却不用呢 除非 除非那九凤索性脸不是他的 他只是帮别人看守的 这王天是马上摇头说的 不可能 如今最强大的也就是上官不惑 木道人这些人 他们也不过是仙台三重庭而已 而风凌王本身就是仙台二重庭的高手 这随便吃一个莲子 就能和上官不惑一样 一较高下了 那如果说多吃两个 完全可以横扫云落 然后称王称大了 这怎么可能甘雨寂寞 在那蹲着 除非上官不惑 可不是仙台三重庭 这胡天是突然间说道 不是仙台三重庭 王天是带着七分的惊讶 然后十分的果然如此的神色说道 不是仙台三重庭 我去挑战他的时候 已经是有能力和仙台三重庭的高手一战了 这最起码打不过 就能安全跑道 但是面对上官不惑的时候 他只用了一根手指 就差点点碎了我的心态 破灭我的温原 这样的实力 你们觉得 是仙台三重庭的人 能够做得到的吗 胡天是问道 这王天是哑然 他对于樊上的力量体系呢 了解的不多 高手什么样的实力 也完全没概念 只好是看向了泰尔真人 这泰尔真人是说道 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你知道上官不惑的实力 王天是追问道 泰尔真人是说道 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 不缺仙台三重庭的高手 这仙台四重庭的地方 甚至 还有更厉害的高手存在 不过这些人也不知道为啥 从来都不出现在世间 仿佛实力一旦突破了仙台三重庭 就破碎虚空 飞升了似的 反正世界上 就再也发现不了他们的踪迹了 我查了很久 却一直一无所获 按照胡天所说 上官不惑的实力 肯定是超越了仙台三重庭 但是 他始终对外声称 他只是仙台三重庭的高手 这里面 你们不觉得有猫蜜吗 这按理来说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就是为了钱和名吗 有了这两条 才要资格尽棘更高的层次 否则单凭自己修炼破碎虚空 那得慢到什么程度去 这没什么比实力强大 有钱 更能赚取名气了 上官不惑反而是 反其道而行 我一直都觉得古怪 这王天也是一头鹿水 胡天是说的 这件事 估计只有上官家的高层 又或者说是 木道人 不倒死的沈僧 才可能知道 这封灵王说这九凤锁 心灵不突破 要么是不敢 要么 他只是一个 护花护草大杂的 上官不惑有实力 却不敢说 这便是有着某种担心 绝对不是故意的 隐藏实力 对了 胡天 你是什么时候 挑战的上官不惑啊 一个月前 泰尔真人说过 上官不惑 已经闭关一个月了 也就是说 你挑战他之后 他就闭关了 连上官家的人 都见不到上官不惑 你们说上官不惑 是真闭关 还是 泰尔真人和胡天 同时是到处里过两天 想到了某种可能 胡天是柔柔眉心说的 草丹楼 这个世界还真是草丹 泰尔真人 胡天 你们来凡上的时间不短了吧 就一无所知吗 泰尔真人是苦笑的 这万劫大陆本来就存在了 千万年亿万年 据我所知 这里曾经诞生过许多的文明 后来一亿的毁灭了 然后万劫直播平台出现 这里将作为樊上大陆使用 引来诸天万族 接着 这万劫大陆自己开始生长 越长越大 这大陆有多少的秘密 谁能探索得完 不说别的 我只问你 诸天世界那么多 凭什么万劫直播平台 偏偏选择这么一个地方 当万族汇聚之地 这个你就没想过吗 这里面肯定是有大秘密 甚至和万劫直播平台 有关系的大秘密 这王天是用力的抓着头皮 可惜 这手头上的资料太少了 越是分析 这脑袋里头的谜谈就越多 越混乱 他眼睛真认得 拍了拍王天的肩膀说的 行了 别瞎想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白银宝箱 这 王天是摆了他眼 他就知道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问道 你是在打 九凤索性联的主意吧 冰高 答罪了 不过封灵王已经是有所察觉 我一个人肯定是拿不到 思来想去 貌似也就只有你能和我合作了 其余的人 我信不过 王天是拱了拱手说的 都信你看得及我 主要是你人傻 钱多 好合作 泰尔真人是一本正经的说呀 王天是老脸一黑 把他拖出去 别打死就行 好嘞 这胡天是掰了掰手腕 走向泰尔真人 这泰尔真人跳下来 指着胡天叫了 你别乱来啊 本真人可是很厉害的 阿达 泰尔真人大叫了一声 撒头就跑 这结果刚迈开腿 王天是抬腿一脚 不吞一声 泰尔真人成了滚地葫芦 胡天是跳过去 一把将其抓住 然后拖到一边 咚咚咚的一顿的猛吹 而这泰尔真人是嗷嗷散叫着 十分钟之后 胡天是一脸古怪之色的 回来了 这身后是跟着一脸舒爽的泰尔真人 王天是看着胡天 这再看看泰尔真人说的 胡天 你究竟对他做了些什么 给他爽成这样 主人 你就别嘲讽我了 这家伙有古怪 无论说多大的力 都打不死 打不上 打不死 王天热热 这胡天是什么势力 仙台二重天 这走到哪都要被人 招呼一声王者的存在啊 这样的人 竟然是打不上泰尔真人 而这泰尔真人是老臣在在的说道 听吧 你真应该试试 这胡天垂尾的功夫 还真是不错 这胡天的老脸微微一红 眼中尽是疑惑之色 他十分确定 泰尔真人的实力 最多是画龙秘境 但是 这家伙的肉身 却是坚固的一特糊涂 无论说他用什么手段 用什么神通 就是没法伤得他一根汗毛 王天是歪歪脑袋说道 胡天 你确定他打不死 胡天是肯定得见他 打不死 这倒是有些古怪了 他的实力如何 画龙九重天 没入心态 而泰尔真人是一条眉毛 对吧 你最好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本真人 那是天理之间唯一的主角 不死不灭 你想欺负我老人家 差得远 这更何况 拼实力 你还未必拼得过本真人 这王天是没头一条 你个老小子 别装逼啊 否则我最有办法收拾你 说得我好啪啪哟 有本事你来啊 我等着呢 这他二真人 见嗖嗖的 扭动着屁股 王天是眼皮一条说道 行 这是你说的啊 别后悔 胡天 给我把它按在地上 这胡天虽然是不明白 王天要干什么 不过听话照做就是了 你以为你叫胡天就行了 啊 本真人 肉身不朽 万古长存 你能耐我 似胡天 轻点 脑袋插地上了 都快吃土了我 拔裤子 王天是教导 拔裤子 这他二真人 只感觉菊花是一紧 赶紧叫了 天王你到底要干啥 我跟你讲 我老人家可是守身如玉的 你别乱来啊 乱来 王天是哼哼的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 你个老家伙 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还想上房接瓦不上 敢骂我人傻钱多 好啊 今儿我就让你明白 傻人的凶残 胡天 把泰尔真人抓回来的什么 牛啊 马呀 狼兽啊 都放出来吧 他们的药效应该还没过去呢 准备看热闹 你大爷 这泰尔真人是一听 果然心头毛浪 但是他肉身不死 不代表菊花也长死了呀 没长死有洞 光凭一股气力 根本就封不住洞口啊 嗯 一声牛叫响起 这泰尔真人 果然是看到一头牛被放了出来 连这牛的个头都比一般的大 眼睛通孔无比 怎么看怎么眼熟 这个不是他从那一百多头牛里头精挑细选 准备给妙心师太他们爽的那头吗 就想到妙心师太 一见无神他们的悲惨下场 泰尔真是赶紧叫的 不行 天王 听听听 我佛老 我道歉行不行 我道歉 这还差不多 不让你知道我的手段 真拿我当傻子了 胡天 说手 王天是哼哼的 这泰尔真人 赶紧是离开了那头牛远一点 提紧了裤腰带 然后是一脸哀怨的看着王天说的 算你小子狠 结果 被王天这一瞪眼 立刻是仰头王天 一本正经的说的 今天的运气 还不错啊 这王天是懒得搭裂说这几个家伙 说的 泰尔 准备一下 赶紧出发 哎我真的是很好奇 这个九凤锁心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玩意儿 这就对了嘛 早就该说正事了 走着 路上 我慢慢跟你说 就一说到宝贝 泰尔真人 马上是来了精神了 这招呼了王天一声 往南方飞去了 这王天是一灰勺 无数的有样子 这飞出 散发着无彩的光芒 这噼里啪啦声中 重新组合 这包裹住了王天 搜的一声 飞上空中 追上泰尔真人 九天十地 一摩梭 这泰尔真人 倒是识货 一眼就认出了王天 所用法宝的名字 是 不过这玩意儿只有三星二品 没什么威力 跑路还行 白瞎这名字呢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游探月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问解直播这大套 有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 二百 二十二戏 你放屁 那是你不识货 这九天十地 闭魔索 在南狱 可是有了名的法宝 就你这九天十地 闭魔索 肯定是山间版的 真正的 那号称是 直上九霄 下鼻落 来去无形 这大可化为 万丈俱伦 小如真饼 都不能拖着 这天十真人 鄙视着王天说道 王天是早就被鄙视习惯了 这信息不对等 说错话 也正常 王天是岔开了话题 甭说废话了 赶紧赶路吧 这三人是走了 没一会儿 一到云霞市的 停空中出现 一到人影 凭空 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随后是笑道 这家伙果果然是天王 不过他似乎是有大麻烦了 这说完 云霞消失 上面人似乎也消失了 也不降临 这野外重新是归于平静 但是万姐直播平台当中 确实不平静了 这整个云露山脉 也不平静 什么 鱼静死了 上官飞云是双目赤红 这眼睛瞪得如同腾灵似的 咆哮着 三长 弟子亲眼所见 于静大师兄的遗体 已经带回来了 就在外头 这弟子还没说完 上官飞云已经是冲出去了 这推开围观的人 看着躺在地上 半边身子都没有了的余静 这顿时 老泪纵横扑倒在地上 吵 甭管说付出多大代价 我要凶手灭足 这上官飞云是七里的喊叫声 直上九霄 这四周的上官家弟子 纷纷是低头 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这云露皇族身位 云露第一大家族 自然是有自己的耳末 抡着消息的灵通程度 不会落于任何的势力 而随着上官飞云下令 云露皇族这个超级机器 开始运转了 整个云露 都是由云露皇族弟子 四处的探查消息的影子 这意思 这云露皇族没有任何的隐瞒 光明正大的查 这根本就不怕任何人知道 仿佛要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怒火似的 这所有的云露皇族的人 眼中都是燃烧着一团火心 这何为云露皇族 他们自诩为皇族 自然是认为自己尊贵无比 这其他人 都是他们统治之下的奴隶 自从云露皇族称霸以来 这云露皇族的人外出 这哪一个不是昂首挺胸 横着走的 什么时候被人杀过呀 而今天 于静的死让他们彻底的愤怒了 这是他们打云露皇族的耳光 这是践踏他们的荣耀 同时也让他们警觉了 这件事 必须得快刀斩乱麻的解决 不能拖着 甚至不能优柔垮断 这否则说一旦被人效仿 丢的不仅仅是云露皇族的脸面 还有族人的性命 他们是继续的杀其警号 向世人证明云露皇族的威严 不容侵犯 第二天天一亮 这一杂厚厚的卷宗 放在了长老会议室之中 这正面坐着的是一名面容威严 卧残眉的老者 也是上官家族的大长老 上官飞龙 这左手边坐着右长老 上官飞虎 上官恢复有着连毛的胡子 这乍一看跟土匪似的 而上官飞龙右手边的 则是三长老上官飞云 此时此刻 这上官飞云显得是有些正名 这情况基本上查明了 有人看到余景在城北 被人击杀 这还有人在附近找到的这件东西 而这会儿 上官飞虎扔出了一件衣服的碎片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件衣服虽然材质一般 但是设计的图案很特别 直到现在为止 大家见过的也只有天王身上那一件 上官飞云是阴沉着说的 这么说是天王出手了 尚不能确定 不过这件事可能脱不了干系 这上官飞云是猛的抬起头来震怒道 那还等什么 让他立刻马上滚过来 当民质问清楚便是 三弟 你平时的沉闻去哪了 这会儿不应该是我说的吗 上官飞云却是不搭理上官飞虎 继续说道 我先私信他 不用了 他回话了 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我让他拿出证据来 他说他那时候 一直在云霄天宫 但是云霄天宫入驻的 宾客名单之中 并没有天王的名字 他说他用的是皇上的名字 这个名字已经得到了证实 证实个屁 他没出现之前 我们云露皇族的人 可是有人死过 他出现之后 先是死了四名族中弟子 然后 又明镜被抓 古虎身死 这些事哪一个不是他干的 现在云霄死了 附近有他衣服的碎片 他敢说跟他没关系 上官飞云是吼道 三弟 这件事还没调查清楚呢 上官飞龙是说道 这还用调查吗 这件事摆明了 就是那个混蛋 耍了我们 他说放了明镜 这转眼就杀了玉京 然后又抓走了明镜 就是这么简单 德哥 我们云露皇族什么时候被人如此踩过 多久没死过人了 等他出现之后 我们死的人还不成吗 上官飞云是拍摇而起的教导 连上官飞虎也是说道 德哥 我早就说过 直接对他下手就行了 他虽然有钱 但是自身势力不怎么样 只要我们找准机会 雷霆手段紧出 他还是能用钱砸死我们不成 你就是太谨慎了 可是 木道人那边 上官飞龙是犹豫的 木道人也就是看上了他的钱 他死了 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木道人难道还会为了一个死人 和我们死拼呢 哪了 这话又说回来 天王活着对我们 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倒是对太乙宗有天大的好处 上次的直播你也看到了 因为天王的撒钱 一个灵业仙子的直播 竟然是吸引了几十万的观众 这还是因为大家都 并不知道有如此打赏的情况 现在天王名声在外了 只怕说 如果两方再配合一下 做好广告宣传 你觉得下次直播 会吸引多少人去观看 只怕就算是外遇的人 也会赶来看吧 这太乙宗影响越大 吸引过去的人越多 这吸收的信仰值也必然多 这信仰是有多重要 也不用我说了吧 他们会进入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 到时候 我们这云露第一的位子 应该让人了 而我们呢 就算和天王和好了又如何 这最多就是没有仇恨 但是不代表能走到一块去 留着他 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杀了他 百利无一害 这上官飞虎是连连点头说道 大哥 三弟说的有道理 上官飞龙还是有些犹豫 而就在这时 一名弟子是跑了进来 说道 启禀三位长老 弟子有罪 请求责罚 滚出去 有什么事 自己找刑堂领去 上官飞虎是训斥的 而这上官飞龙是瞪了 上官飞虎一眼 说吧 你有什么罪 要找我们 弟子 弟子看到了天王 杀在于静师兄的清醒 一怒之下 请人去杀他了 什么 上官飞龙 上官飞云 上官飞虎 这同时跳了下来 上官飞虎是马上问道 此话当真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事招来 这上官飞龙也是说道 你叫上官杰对吧 说 把你看到和做的都说出来 我保你无事 多谢大长老 上官杰是长长的出了一个劲 然后是组织了一下语言 长老 当日底子从卫城回来 路上感受到了能量波动 就去看了看 结果就看到 天王和胡天 联手攻击于静 不过弟子赶过去的事 这于静师兄 已经是被胡天 一刀斩断了半边身子 然后呢 被王天用灵符 炸碎了原神 身子盗销了 弟子也看到了 当时明镜师姐就在附近 不过似乎是被禁锢了 动弹不得 而他们杀了于静师兄 之后就走了 弟子当时胆怯 自问实力不济 没干上去 不过 心中有愧 越想越难受 又怕家族知道弟子 见死不久 责罚 所以说 就没敢上报 只是去找了一见无神 妙心师太等人 弟子知道他们对于天王不满 于是趁机唆使他们出手 去截杀天王 不过到了现在 弟子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弟子估计 他们也凶多吉少了 今日听闻几位长老 雷听震怒 弟子是心中有愧 不得不站出来 说来清楚 让长老们知道真相 替师兄报仇 这说到后面 上官杰是声雷俱下 这悔过之下呢 看那三个长老都是跟着微微点头 上官飞虎是说的 上官杰 你起来吧 这件事不怪你 你当时没出手是对的 如果出手了 也不过是被人杀人灭口而已 最终你能够站出来 指认真凶 神柴设计 借刀杀天王 这很不错 你有功没过 下去吧 等哪些天王 自然会赏你 上官杰是连忙磕头 然后退下了 得 事情已经清楚了 还等啥 只是省天给我们的机会 这就是上官杰遇到了这件事 换一个人去 这根本不可能安然无恙的 看完所有事 还活着回来 上官飞云是说的 而上官飞虎也是说的 这上官也是出了名的 擅长隐匿之道 他如果藏起来 我们要费些手脚才能发现他 也多亏他擅长此道 否则今天 也代不回如此重要的情报了 而上官飞龙是缓缓的起身 这眼神变得越来越凌厉 最后速声说道 天王一而再 再而三的杀我族人 这适可忍 殊不可忍 发布云露杀领 云露皇族 以及云露皇族下属家族 全体出动 但凡发现天王 杀不杀 杀 上官飞云 上官飞虎是跟着怒吼 这紧跟着 云露地区的论坛板块 就刷新一条新帖了 这血红的大字 仿佛是在流血似的 前面是标注两个星红的 四个大字 云露杀领 这结果公共聊天频道呢 先议论起来了 谁 这谁为云露杀领通点了 我的天哪 这云露皇族 竟然发布了云露杀领 我没记错的话 上一次发布云露杀领 是为了杀泰尔真人吧 是的 不过那家伙太鸡贼了 翻遍了云露 也没能找出来 这云露杀领 虽然号令 所有的云露联盟的人 出手击杀目标 但是时效 只有一个月 而且短时间之内 不能再用 上一次是泰野宗发布的 这一次 是云露皇族发布的 真是见了鬼了 他们难道不知道云露杀领的 珍贵程度吗 竟然这么乱用 泰尔真人 那个混蛋 真是一打不死的混蛋 我先看看 这一次是谁被通缉了 居然是天王 天王被通缉了 真的 我也看到了 这一次的追杀目标是天王 说是天王不按照规定 没放了上官明镜 反而是杀了前去 救上官明镜的于静 这于静可是上官飞云的弟子 要说上官飞云不止一次对外说 准备让于静破格入上官家 继承衣钵了 那可是上官飞云的命根子 于静死了 这难怪上官家族这么愤怒 耍了上官家 杀了于静 还抓走了上官明镜 算上之前的古虎长老和几个弟子的死 天王和上官家族之间的仇恨 已经是不可调和了 不过这件事我支持上官家族 我也支持 这云露皇族都试好了 不仅撤了他的悬赏 还主动邀请他去参加鹰结会 那这就是主动结交的意思了 他竟然还来这么一下子 这不地道了 我听说 天王当初差点被云露皇族 一个指使给杀了 救他的是泰尔真人 你们说 他会不会和泰尔真人有关系啊 我也听说过这个消息 泰尔那个混蛋 坑蒙拐骗了不知道多少人 聚集大量财富 你们说 这天王的财富 会不会 是从泰尔真人那儿弄来的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狼狈为奸 有可能 肯定是这样 要完谁能解释他的钱是怎么来的 仿风凭空跳出来一般 别跟我说是下面晋级上来的 下面的事件 我们也听说过 一万的兑换比例 这下面的首富上来也是穷贵 没想到 这天王竟然是这样的货色 呸 这泰尔真人骗了多少人不说 就算骗的 都是富贵人 这些人的东西拿出来一起卖了 能卖一千多一万件笔吗 很明显 二个没关系 被泼脏水 我们天王不背这个黑锅 至于说为什么会杀了玉镜 这其中 肯定是有阴影 否则这种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谁会做呀 傻子都不会好吗 楼上说的 有道理 然后这句话 瞬间就被刷沉了 对方在想发言的时候 发现他一出现就被刷沉 根本是没法冒泡 这是有人要黑天王啊 云霄天宫的这天罡殿之中 丑女十六姐拍着桌子大骂着 师姐 师父说了 让我们别插住这件事 这事背后很复杂 太容易惹火伤身 这十六姐狠狠的瞪了眼小穿子 放屁 那老家伙是不是老糊涂了 真图报 是不是他叫的 现在咱们的恩人有难了 他竟然想独善其身的 呸 回头我就扒光了他那几个老砸门 小船子我就问你 帮不帮忙 这小船子是看着凶神恶杀的十六姐 苦兮兮的说道 师姐 我肯定是想帮 但是 我也怕是师父啊 没事 出了事我顶着 帮我说 算了 举啥铁子 给我召集天网的粉丝一起刷 竟然要黑我们老大 这不能忍 十六姐是叫的 这随后呢 话音一转说道 先买尼米卡 不用证明法 否则这麻烦来了 的确淡疼 师姐 你没胆 砰一下 师姐 你替我鸡鸡干什么疼啊 我告诉你 我是没蛋 但是我不爽 会让你蛋挡 明白了吗 懂了 还不去干活 是 疼 这天网的粉丝 很快就被十六姐 组织起来 这开始反击 不过十六姐 还是小看了敌人强大 十几万的粉丝留言 砸进去 跟十六大海似的 瞬间沉了劲了 这水花都没能砸起来 师姐 怎么 小川子是问道 继续 老年跟蹬拼了 这十六姐是继续努力 小川子是跟上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这一切 都是被某人看得严厉了 十六姐他们 虽然是多 在匿名发帖子 而且沉得飞快 但是王天却是 一直注意着帖子里的内容 这些帖子 自然是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他虽然不知道 这是谁的帮他 但是看看信仰值就知道了 这时候 真没有信仰值 反而信仰值疯狂长 肯定是力挺他的那个 而让王天惊讶的是 这个人 竟然不是之前太看好的丑女 十六姐 和那个 有点弱小的小川子 不过让王天更加惊讶的是 这闹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他的信徒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加了一万多个 而且这些人的信仰值 除了少数人掉了 其余的人都在增长 只不过是没有十六姐 和小川子那么疯狂而已 不错 这虽然没有用 但是给他们记忆过 回去呢 好好犒赏一下他们 王天是心道 听吧 行啊 这都被云露杀令追杀了 还有人在努力帮你说话 你这粉丝够铁了呀 这片儿真的 那眼睛同样贼得很 自然是看到了那些帖子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收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姐直播吃大头 由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223集 听吧 行啊 都被云露追杀令追杀了 这些人还得努力的 帮你说话 你这粉丝够铁了呀 泰尔真人 这眼睛同样贼得很 自然是看到这些帖子 王天是点了点头 投桃报李嘛 我对他们大方 他们对我也很正常 回头再报回去就是了 你凑这么近干什么 屁股痒了 这泰尔真人黑黑笑道 没事没事 我就是看看 你慌不慌神 你晓得可以呀 被全云露的人追杀 还这么淡定 王天是两眼一番的说道 废话 有你这个万年老油条 在边上 像慌神就不用了 来话说回来 你当年是怎么躲了一个月 这泰尔真人一仰头 牛逼哄哄的说道 其实我根本就没躲 我就住在太义座 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说实话 那山上除了吃的清赖一点 其余的都不错 尤其是那丹药 还真不少 吓得睡牛逼啊 打好草稿 你看 爱信不信 好好休息吧 三天之后 我们就到凌凤山了 到时候 咱们就没这么自在了 泰尔真人说完 躺在大石头上开始睡觉 这就睡了 你不修炼了 王天是纳闷了 这老家伙是猪吗 吃饭睡觉 长失恋 泰尔真人是挥了挥手 这修炼 有个屁股 是吧 哪儿睡觉来的租他呢 大爷的 王天可是没有泰尔真人 那么错 盘头打坐 大把大把的试着元气丹 继续修炼 不过王天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他的功力达到万年之后 吃再多的元气丹 体内人气也不长了 这甚至出现了 反补天地的现象 这体内元气 从毛孔泄露出去 流入天底之间 最终消散一空 而王天是把这情况呢 说给了胡天听 胡天是笑道 主人 你这是达到瓶颈了 凡人不管势力有多强 这最多能活一万年 过了万年 就是天人武衰 纵然是那风化绝来的大地 河岛至尊 也得陨落 你已经是达到了万年的功力 再多 天地就不认可了 所以就给你散了 这是规则事然 也是对凡人的限制 所以说嘛 诗人才会哀叹 不成仙 终成恨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元气总量 也就这样了 王天有些不爽的说道 胡天是摇头 也不是 你现在所谓的万年功力 只是相当于 你现在的势力而言 就好比一杯水里头的一万杯 能喝一桶水里头的一万杯 相提并论吗 而你现在要做的事 将盛水的容器扩大 而不是往里面添水 不过你现在元气散掉 确实有些可惜 我这有一门炼体的功法 你可以试试 将这些元气炼入肉身 肉身会越来越强大 而且肉身修炼 因为不修命性 所以说没有限制 这唯一的缺点就是 修炼肉身 对元气的消耗极为恐怖 这大多数呢 都消耗不起 这王天是一听顿是来了精神了 别人缺远气 他可不缺呀 钱他有事 不够就花嘛 王天是马上问道 什么功法 五神经 这是万级大陆 土生土长的一门功法 系统平级 三星无品 这门功法只有一个用途 就是不断的强化肉身 让肉身不断突破自身的极限 进行蜕变 越来越适应武道修炼 这同时呢 肉身的防御 力量 速度 无感 精外任性 但是由于他变态一般的元气消耗 尤其是蜕变的时候 消耗是平时的前辈 万辈 这一旦说脱变的话 就是身死倒消的弊端了 所以说平级就掉下来了 这胡天是解释的 这王天是眼睛更亮了 不过还是问道 胡天 你修炼到什么程度了 五神经一共是有十二次蜕变 前三次是凡人蜕变成无者的过程 也是主机器 这后十二次蜕变 则是一一的对应三星九品的势力 三星九品的势力 这不是物品的等级吗 胡天是摇头说的 世界上修炼体系那么多 科技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体系 这如果说 都是用各自的体系来评价的话 会非常困难 所以说 系统是有系统的评级标准 就是星级品级标准 就好像是妖兽的势力一样 人们一般都是用星级品级来评价 只是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大家习惯了过去的等级方式 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还没改过来 这么说吧 炼精化气和脉轮精简 被系统评价为三星一品 隐气入体和倒宫颈 被系统评价为三星二品 炼气化神和四级秘境 被系统评价为三星二品 炼神反须和画龙秘境 被系统评价为三星四品 五须核导一二重点 和仙态一二重点 被系统评价为三星五品 三四重点 被系统评价为三星六品 而五六重点 被评价为三星七品 七八重点是三星八品 九重点三星九品 至于说还有没有更高的 没人知道了 也许九重点之后就是晋级了 怎么 这系统没说晋级的要求吗 说了 这第一条十亿万件笔 第二条 某两项技能大圆满 第三条 一个亿的信徒 这王天是有些懵逼了 一个亿的信徒 不是信仰值 两项技能大圆满 那岂不是说每个修士 不仅是要修炼功法到三星九品 还要修炼一个复制到三星九品 的确如此 虽说很多高手呢 都会去学一些其他的记忆 王天是理了理嘴 这脑袋里头忍不住的出现一幅画面 先锋道骨的木道人 扭动着腰肢 跳着钢管舞的画面 然后他是被恶心到了 你学的复制是什么 我学的是炼器 不过炼器这行当太少钱 各种材料归利要死 到现在也没多的进展 正准备换一个复制修呢 王天是打了一个哈欠 转身呢 走向自己打坐的扑团 会来会少说的 不用换了 既然跟了我 炼器的材料 我包了 你只需要提升能力就行了 等晋级了 继续给我当保镖 就此话一出 胡天是愣住了 随后不吞一声 不是 胡天 你这好歹也是一个爷们 这下跪抱腿就不用了 我一直觉得这活 更适合泰尔真人 主人 不是我 有人逼我更快 这胡天是苦笑的 王天是低头看去 脸顿是黑了 贺恩是刚刚在睡觉 打呼噜的泰尔真人 我你大爷的 你他妈不睡着了吗 还有 扫着 扫着 别扯了啊 这王天是有些无语啊 泰尔真人 抱着王天大腿 仰头看着王天 就那水汪汪的大眼睛 配上那张老脸 着实让王天恶心力吧 泰尔真人是说的 啥啥啥啥啥 我本来是睡着了的 可是在睡梦之中 我梦见了我多年不见的祖爷爷 他跟我说 他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你就是我成神的希望 你就是我 此处省略十万字 自己脑不拔 总之呢 我祖爷爷的意思 就是让我跟你混 我这人没啥优点 就是特别的孝顺 以后就跟你混了 你看 我这日后所需要 修炼用的材料 你也包了呗 滚了 你一样的 你要是有点人品 我还可以考虑 现在嘛 没门 这王天是企图推开泰尔真人 结果这家伙死死的抱着 就是不撒手啊 撒手 撒手 你再往下扯裤子 别怪我在你菊花里种大树啊 你就是种个大鹿 我也不撒手 天啊 我这次说的是真的 我以后跟你混了 我不收这么老的 真不收 不收 那我就不撒手了 我还就不信了 你这裤腰带就这么结实 我还扒不下来你的裤子 这摊真是嘀咕的说道 王天这一顿大脚丫子就过去了 奈何这家伙是不死之身 踹两脚 还能给你抛两个媚眼 恩恩哼哼的喊两句 用力 我提忙 这王天是瞬间被恶心到了 收你 也不是不行啊 上次你在我身上拿走那些东西呢 山东西 我再不记得了 这太二真人立刻是装糊涂 胡蝶 给我把他按住了 其实我非得种个大树在他菊花里不可 这胡蝶是正要动 太二真人突然间叫动 我想起来了 天啊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想不起来 你不能怪我 上次是我帮你看管财物 哪是哪 哎呀 你说哪我当然是想不起来了 对吧 给给给给 都在这呢 这说完了 太二真人拿出了十几个万节币 这些万节币是王天随身放的 这用来吸收这个里面能量 提升实力的 不过现在有了元气单 他也不费这劲了 收回了这些万节单 王天是说的 不对呀 我明明记得我兜里揣了一千多个亿的万节币 怎么就这么几个了 这太二真人一听 来了一番赶紧撒手 甩着袖子晃晃悠悠走了 哎 哪下 这太二真人 回了一句呼噜事 然后是倒在石头上睡觉了 三秒钟之后 太二真人坐下来 一本正经的看着王天 我刚刚是不是又梦游了 王天和胡天是对望了一眼 这同时扭过头去 低声骂了一句 无耻 第二天 蓄日动盛 三个太阳是你追我赶的 往高空爬 王天 太二真人 胡天 三人是再次上路了 听了 这云露皇族是真的准备动手了 你就不准备躲一躲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暴露了行踪 这到时候追杀你的人 会多如过江之行 杀都杀不过来 太二真人是教的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 他们杀我做什么 显得淡疼啊 为了利益啊 云露皇族和他们是守望相守的关系 你虽然说是有钱 但是人家是有势力和实力啊 这点你就比不了 你虽然是可以花钱悬赏 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力量 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了 人家那可是实打实的势力和势力 今天他们帮云露皇族 日后他们有难 云露皇族也会帮他们 这是利益事 有道理 不过既然是为了利益而来 那我杀他们 也就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了 这问题是 这里面有误会的因素啊 你杀他们 就真的没有那么一丁丁的愧疚感 别跟我这装守目标 他们要杀我了 我杀他们 还要愧疚啊 那我干脆伸着脖子 让他们杀算了 这泰尔真是干笑两声 这啥也没说 不过眼中的意思 却是对王调的回答 十分的满意 这胡调也是微微的松了个气 显然 他们都担心王调心思手软了 这与此同时 论坛区已经是彻底的被点燃了战火 这无数人想着云露皇族的云露杀令 从各个城市各个洞府各个宗门杀出 四处寻找王调的下落 并且不断的互通有误 在整个云露布下了一层层的天落地亡 这奈何 云露太大了 出来的人虽然多 但是王调一直在野外 他们也找不到王调的位置 而就在这事儿 有人是提议 这对方紊乱了天机寡象 而且他之前收购了万象真节 这万象真节里面有顶级的一种变化之处 它要是变化 一般人根本是没法认出他们 所以我觉得 大家有必要去请天机宗的天机镜影 只有天机镜 最能看破紊乱的天机 照顿了一丝线索 难 这天机宗虽然是以卖情报为主 但是天机镜 哪是他们镇宗之旁 更何况这天机宗在南狱 这一去一回 也是有不少日子 是啊 这私信不能跨狱 否则就简单了 就算能跨狱 请人家天机镜 只用私信没诚意 我真正犯愁的是 请天机镜的价格 据说那可是天价 而且天机宗只收万件笔 这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上官飞云是出现了 这个建议很好 本长老将亲自去趟南狱 请出天机镜 大家做好准备啊 一旦说有了结果 我等立刻围杀天王 好 上官飞云长老 围我 我们等你挑衅 天王 你要有麻烦了 对方去请天机镜了 上官飞云对你是真恨啊 上次沐岛人 他们悬伤我的时候 可是没这么卖名 这太尔真人感叹道 王天也是一直密集 关注着论坛的动静 这看着上官飞云 巨型天机镜 也是有些担心的问道 这天机镜什么来头 居然可以破解系统的屏蔽 天机镜 是这天机镜的谷主 天机老人 从命界带来的法宝 系统平纪为三星球片 据说是从仙界落下来的 能够看穿过去未来 破碎一切的虚空 然后拨挣天机等神奇的功效 不过这天机镜本身呢 没什么攻击力 这法宝最为恐怖的地方 就是几乎可以找到任何的人 这破掉的一切变化之术 天机紊乱之术的遮掩 所以呢 一旦他们真的请到了天机镜 你就散了 几乎是日夜不停地追杀 根本无处可藏 这王天是吓了一跳 说道 这么凶 就是这么凶 所以呢 你现在是有两条路 一 赶紧救出上官明镜 弄清楚这件事 这自然危机就解除了 不过这另外一条呢 就看一看 是哪块山清水秀 挖个盖 自己钻里面去 这样至少能死一个好地方 18年之后 又是一个贱人 这泰尔真人一本正经地说道 王天抬腿就又是一脚 骂道 去你大爷的 你才是一贱人 你全家都是贱人 这王天虽然知道 泰尔真人在胡扯 但是他说的天机镜的威力 肯定是真的 这件事 他必须得赏心才行 否则这日后的日子 还真是不好过 最主要的是 他不确定 尹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层次 而且也不确定 会出现什么层次的敌人 这如果说来上一个 心台八九重天的拐窝 尹又干不过人家 那天王真的就危险了 除非说跑回地球 永远不回来 至于说 回地球躲着 提升实力之后 再杀回来 想也别想 这系统十分的龌龊呀 一旦说回到地球 就会被 关闭 繁上的系统上升 同时被限制 没法提升任何势力 这更要命的是 离开繁上一个月之后 会被系统开始扣钱 同时 强制降低修为 这就它是返回繁上 也会被封禁又 作选一个月 每多出一个月 封禁时间翻倍 而且没有上前 这所以说 要跑回去的话 比呢 提升实力 反杀 几乎是不可能的 拖得越久 越知灰 这就算是王天 这种超级大徒豪 也跑不进 回地球 遵十年 再回来 这原来的敌人 恐怕是一个鼻根 可怕 而自己呢 要被封禁十年群县 没法提升实力 这十年 足够敌人杀 王天千遍了 万遍了 所以说 他现在这麻烦 必须得想办法 尽快解决 对吧 这个不是开玩笑 你真得想办法 这泰尔真人 第一次 认真地提醒道 王天是点头说道 我知道 看来一人是要走 第三条路在修了 哪条 泰尔真人是好奇地说道 王天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的仇人比我多 我把你交出去 估计能抵不少罪吧 你骂了个大爷的 行行行行 别一副要死的量子啊 其实第三条路 很简单 绝对的实力 杀出条血路就行了 他们现在 敢全云路的通缉我 这无外乎是欺负我 实力不足而已 这谁都想踩我一脚 然后去云路皇族那换好处 但是 如果说我的实力 强大到一般人 根本不敢动的时候 我的敌人 也就只剩下一个云路皇族 再开战 这路子谁手 哪还两说呢 甚至 只要我的实力足够强的 云路皇族也是乖乖给我当孙子 而那幕后黑社的一切计划 也就泡汤了 好了 本期部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视频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直播时大土豪 由 喜马拉雅FM 独家出品 第 二百 二十四集 行了 别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其实第三条路很简单 绝对的实力 杀出一条血路去就行了 他们现在敢全云路的通缉我 无外乎是欺负我实力不足 谁都想踩我一脚 然后去云路皇族那换好处 但是呢 如果说我的实力强大到 一般人不敢动的时候 我的敌人 也就剩下一个云路皇族了 这再开战的话 路子谁手还两说呢 甚至 只要我的实力足够强大 云路皇族 也得乖乖的给我当孙子 而这幕后黑社的一切计划 也就泡汤了 说得好 问题是 这怎么实现呢 先提升实力再说呗 九凤所信联 我要定了 带路 王天是说的 那 现在出发 不是这么大的太阳 这大热的天 胡天 准备种树 为了朋友 两肋插刀 走走走 不就是晒太阳吗 是啥大事实的 就看着一溜眼跑出去的 太阳真人 这胡天是敢踩刀 主人 他 这家伙 果然是比传说中还不要脸 啊 王天是点了点头说道 的确是挺不要脸的 你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吧 看你憋着我挺好奇的 我爸说了 主人 还会生气 你憋着 我更生气 说吧 涉你无罪 主人 你比他 还不要脸 你骂了个大爷的 王天是追上太阳真人 这敌事说了两句 而太阳真人 就仿佛是鬼叫似的 你确定 这玩的可有点大呀 这王天是十分肯定的说道 确定 已经肯定 留给我的时间可不多了 我需要尽快的提升实力 但是你也看到了 我的实力提升太快 我才来几天呢 就从零变成了道功力竞 但是 我需要更强的力量 所以只能是暂时放弃元气修炼 全力的提升肉身 五神经不错 但是五神经的修炼速度 也取决于自身的肉身强度和潜力 而提升肉身强度和潜力的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吞噬 我需要更多的食物 我知道 我是怕你说钓鱼钓多了 被鱼吃了 现在找你的鱼太多了 这万一碰到试人鱼 怎么办 泰尔真人是问道 这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记住了 仙台境界一下随便来 这仙台之上尽量不要引来 否则就得跑路了 我跑路不要紧 这耽误了九凤所先连的索学 可就不好了 你 那算你无事 行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前面有一个山谷 名叫托天谷 山谷里有一块巨石 如同是一个巨人 双手晴天 这山谷下面没有灵脉 也没有矿脉 算是荒野之地 附近没有人居住 算是一个很好的伏击地点 你跟着等着 我现在办法 对了 这胡天得借给我 他必须露面 否则大家都以为 胡天在你身边呢 这三星无品实力下的 根本不敢来找你妈的 只会引来大只的 好 胡天跟你去 记住啊 多给我引一下来 不怕人多 就怕人少 除了 那就算说 你拥有吞噬别人本源的能力 但这一次性能够吸收的 也应该是有极限才对 太多也没用吧 这反而会结下 太多的仇 胡天是摇头说道 我杀了他们的人就有仇 他们追杀我的时候 难道就不是仇啊 在我的眼里头 这就是大仇 我又没主动的出击 他们都找过来了 不杀 白不杀 今天我就要大黑沙戒 用血提醒那些混蛋 老的是不好惹的 另外 也是最主要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极限在哪 既然说要坑杀一次 当然是尽可能的多了 这泰尔真人士说了 我只是怕你被鱼群给淹死 你确定你能搞定 为了拖住三性无品的家伙 我和胡天肯定会 没办法尽快赶回来 所以说这儿 就只能是靠你自己了 放心吧 我心里又说 那好 随你 如果说你死了 我保证在你分头 撒放药 祭奠你在天之灵 去你大爷 你别被你仇人杀了 这才是正经的 泰尔真人士撇了撇嘴 就那些个傻子 呸 这说 泰尔真人招呼了王天一声 率先飞走了 而胡天是担忧的 看着王天说道 我心里都有说 王天是挥了挥手 打放着说道 而王天是点了点头 说了一句保重之后 又跟了上去 看着两个人离去的背影 王天是默默的说道 爷 对上胡天的话 你能赢吗 尹是敲然出现的 王天的身后 默默说了一句 能 王天顿时笑了 这虽然说尹 很少回答他的问题 甚至 从召唤出来到现在 都没说过什么话 但是这一次 他是真的高兴了 不仅仅是因为尹的实力 还有一点就是 他竟然主动搭理他了 这王天回头看着一脸冰冷 毫无表情的尹说道 怎么 全舍得搭理我了 这结果回答王天的事沉默 和一个毫无生气的眼神 这碰了一鼻子灰之后 王天也不生气 大不流行的走向 那个双手晴天的大石头 一边走一边说道 这好歹我也是你的主人 好歹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你至于这么冷吗 要知道 女人还是热情一点的好 这话说回来 堕天使不是魔吗 这不是说魔最妖艳 最擅长勾的人的吗 而你除了漂亮符合魔的标准之外 其余的完全不符合标准 王天是嘴嘴咕嘤的说着 可惜这尹 一句话也不说 这着实让他有些无奈了 王天是仰头看着那块巨石 别说 这石头还真像是一个人双手晴天的 而尹是仰头看着那巨石 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不过什么都没说 默默的站在王天的身后 王天是一个纵身 跳上那个巨人石像的头顶 盘坐下来 得拿出大把的丹药吃起来 同时运转着五神经 不断的催泪入身 而此时此刻 附近的霞州城的城区论坛 却是火楼 凶天秘闻 发现天王的踪迹 胡天不在他身边 这是傻他的最好机会 系统队长 消息100%的准确 如果说有误的话 双倍赔偿 只接受私信交易 先前后交解 这消息只卖十个人 并且不准转卖和告诉其他人 否则天大雷皮 段子绝寸 这条款不牵 别来 被证 价格100万截币 树面大风吹 真的假的呀 天王 那个被云露 杀令悬中的那个天王 这胡天不在天王身边 据说天王只有三星二一品的实力 还不如我的坐骑厉害 我也听说是这么回事 定神不知道是真是假 还有系统作证 假不了 去看看 傻串 你们还跟这吹牛逼呢 啊 爷我已经买了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哈哈 这一时间 无数的骂声 在不同的地方响起 这随后聊天的人没了 这泰尔真人 却是乐歪了嘴 数钱数的手授尖上 这边上的胡天看着泰尔真人的见眼 你卖了可不止十个人 我只发誓说消息是真的 又没发誓说啊 真的只卖十个人 泰尔真人是不屑的说的 那些傻子就不问问 他们可不傻 他们自然是看得出 我这实验中的漏洞 但是 面对巨大的诱惑 你觉得 他们有时间跟我扯皮吗 消息就在这 先一步知道 先去 就多一分成功的把握 跟我磨叽 磨叽的我都不搭理 聪明人都知道 时间才是一切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磨叽的也不管磨叽了 钱 我照样转 爽 这么一会儿 我赚了十万的万级币 嘿嘿嘿 果然跟着天王不瞅钱啊 这边上的胡天 眼珠的邓的流远 叫道 多少 十万 而且我卖的都是三性五病以下的渣渣 那些实力强大的 我就直接忽略了 泰尔真人笑得无比的渐渣 那就好 那个 你的这些钱 得分我们一半 没问题 这家是跟着天王这小子转的 分你们一半 正常 我这人就这点好 大方 真的 对朋友特别大方 回头 你帮我美颜两句 让他也包养我 怎么样 这胡调是赶紧的岔开的话题 那些人的钱不赚了 赚 必须赚 等天王完事了 离开了脱天谷 我就告诉他们 我也没骗他们 他之前是在那啊 去晚了没赶上 这就怪谁了 对不对 你翻白眼干什么 我这人做生意可是很诚信的 你吐什么吐啊 算了 不搭理你了 这赶紧赚钱是正道 控制点速度啊 这些人一窝疯的跑过去 天王肯定是受不了 这套人人说完 话人一转 拍了拍王天的肩膀说道 行了 别吐了 走 出城蹲着去 出城干什么 盯紧了呀 这么多扎扎出城 有些人肯定会猜疑的 如果说有高手跟了上去 拿着 好提醒天王提前跑路啊 你呀 个头不小 脑子怎么跟没有似的 这泰尔真人说话间 已经是往城外跑了 而胡天则是一脸的黑线 不过他必须得承认 这泰尔真人的脑子 的确有点快 而随着夜幕降临 王天是缓缓的睁开了双眼 这全身骨骼啪啪作响 虽然说只是修炼了一天一夜 但是 这王天的武神经在无数元气丹的 堆积之下 势如破竹的突破了四中间 这达到了炼精化气的层次 也就是三星一品 不过呢 这个三星一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三星一品 王天的肉身本来就极其的强悍 超越三星一品极多 但是 由于修炼的功法不同 所以说他的肉身呢 发展方向偏远 因属性 速度和攻击力 元气凝聚力方面极其可怕 但是肉身的防御能力 力量等属性却不高 这如今 武神经就弥补了这个 缺悍 他的肉身强度终于是追了上来 并且 这比一般的肉身武道强者更强 因为他的肉身几乎是没有任何缺陷 这缓缓的起身 全身如同是爆炒痘子似的 琵琶作响 这双目如去 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几乎是同时一声大喝 从身后传来 铁王 你的人头我拿了 一人是突然间出现在王天的身后 一掌拍来 就这一道道的神光绽放 凝聚在手掌之上 他这一招竟然是凝聚了全身的力量 于一点威力极大 然而这扑了一声 这眼前是红光一闪 那人只瞪大了双眼 惊叫道 什么鬼东西 他是清楚的看到 王天根本就没转身啊 那么是谁在攻击他 同时他是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有埋伏 下一刻 他是惊恐的看着自己的悬身 瞬间是干扁了下去 意识开始模糊 这头上灵光一闪 一道原神刚要冲出去 却是被这个血光一卷当场 化为了飞灰 而此时此刻呢 王天这才转过身来 这刚好是看到对方肉身 化作飞灰的场景 这同时 一道血神子从飞灰当中显现 而另外一道血神子 就站在他身后 这另外一个血神子 吸收了对方的本源 这明显是清晰了许多 力量也是比之前强大了几分 这血神经的血神子 可不会吞噬本源 装大自己 看来是吞天魔宫的功劳 万象真结果然不复厚望 这融合之后的功法呢 力还太多了 王天是心中感叹的同时 太刀看着天上 哎 来到来了 藏什么藏啊 天王 你修炼如此的魔光 天理难容 今日杀你 替天行道 这一人是从天而降 这全身气息暴涨 这四肢是散发着能量波动 这赫然 就是一名四肌秘境的强者 这远不是刚刚那个 隐气入体的偷袭者能够比的 废话真多 拿出本事来吧 王天是冲天而起 这身后两道血神子 同时化为血光 钻进了王天体内 消失不见 而对方见此 这眼中闪过一抹忌惮之色 这前面人怎么死的 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和不想 重蹈覆辙 这因此呢 对方是见王天冲来 立刻后退 这拉开距离的同时 手中多了一个圆盘 圆盘飞出 这半空中 突然间是化为一团猎羊 将这附近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 而猎羊呢 呼啸着 撞向王天的同时 此人是打出了一个个的印诀 这些印诀是印在猎羊之上 猎羊越来越大 这代表的火焰温度 越来越高 伤口之内 风云十里的植物 呼啦一声燃烧下来 而这附近的植物 那更是当场就气化了 大地上的沙石开始融化 由此可见啊 就这种猎羊的温度 是有多么的恐怖 这王天是也不多大 立刻的释放出了 太乙五颜罗 护着全身 然后是展开了形子蜜 化为道流光 避开刘阳的撞击 直接杀向对方 好快呀 这对方也是被吓了一跳啊 显然是没想到 王天的速度 竟然如此的恐怖 杀 这知道跑不掉了 对方也就不跑了 怒吼了一声 这头顶显现出了一轮红质 那是伦海异响 特殊地质 难怪这么强 这王天打叫了一声之后 眼中尽是欣喜之色 普通人的体质 对现在他来说 没什么用 这特殊体质 才是他的财 我那是烈日阳眼体 专门克制你 这种邪功 看我碰 这男的是 打吼声这种 全身燃烧起来烈焰 就宛如是烈焰战神一般 一拳打出 更是有火龙伴随 王天是哈哈一笑道 来得好 让我看看 这三星六品的吞天魔宫 威力如何 王天是买了 吞天魔宫的中卷 自然不会不裂 而又系统辅助 再加上 无数的丹药砸进去 再加上 他根本就不用修炼 吞天魔宫 只需要将其领悟 然后吃到 这融入到万象真结之中 就行了 而万象真结 那是三星九品的功法 这吞一个三星六品的功法 三十手道进来 轻松融入之后呢 这画为王天自身的实力 所以说 他修炼的速度 远远超越了 普通功法的修炼 直接就炼成了 王天的双手张开 不断的变换 一道道的鲜光 在手中凝聚着 最后 从白色变成了血红色 而这血红色的光芒 不断的在王天手上跳跃 就仿佛是一只活过来的精灵刀刃 而这刀刃是不断的撞击着 却始终逃不出王天的双手 而王天 依然是一道道的发掘打上去 这一道道鲜光 融入到了刀刃之中 这刀刃的威力越来越强 而跳动的速度更快 挣扎之力更强 这王天操控起来 也是越来越吃力 说得多 但是实际上 只是一念之间的事 这男子的火焰拳打到面前的瞬间 王天的手一松低刻 这男子早就看出了 王天这一招不简单 虽然说没有力量拨夺 但是其中的诡异之处 让他心中发毛 井中狂明 这眼见着红色刀刃消失 几乎是同时啊 他是把自己的法宝 雷阳盘给召唤了回来 护住全身 咔嚓一声 什么声音 这男子是惊叫的 一颗人头飞上天空 这炙热的烈氧 随之熄灭 几乎是同时 一道血光穿过男子的肉身 带走了男子全身的精华 这风是垂果 肉身消散 留下了一尊燃烧着 血色烈焰的血神紫 好了 本集分享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换就是听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梦黄梁所著的 万解直播之大头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225集 这几乎是同时 一道血光穿过的男子的肉身 带走了男子全身的精华 这风是吹过 肉身消散 只留下了一尊燃烧着 血色烈焰的血神紫 不会是特殊体质 烈日阳炎体 果然是大补 这王天运转万象真结 将体内的烈日炎阳 给炼化 融入自身 他是能够清晰的感觉到 他的肉身变得更加强大了 这同时 他对于火属性的力量 也是拥有了吉祥的掌控能力 自身的愈合能力 也是大幅度提升 这同时呢 他之前感觉修炼 有些困难的五神经 在王天吸收了烈日炎阳体之后 潜力大增 这又开始踪动了 王天是立刻运转五神经 果然 原本的瓶颈当场破碎 体内一道金光从丹田之内发出 贯穿了全部的经脉 然后是扩展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就那一瞬间啊 他仿佛是看到了 这些细胞挂上了金色的盔甲一般 这强度是大增 同时呢 烈日炎阳体的大日天轮 异响也是为王天继承 这王天终于是明白了 对方为什么能够放出 那么炙热的火焰 这根本就是太阳真火 而烈日炎阳体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恐怖绝伦的爆发力 这烈日炎阳体 修炼出来的烈日真源 具有极强大的爆炸属性 并且 可以做到在体内爆炸 压缩能量 然后一起轰出去 而这威力倍增的同时 并不会伤害自身 爽哎 嘿嘿嘿 这体质直接让我的战斗力 提升了一倍不止 爽 王天是心头狂喜 而随着五神经发威 王天一直运转的万象真解 这仿佛也是看到了 五神经这个小弟 又或者说 五神经表现出了它的价值 这引起了万象真解的注意 不用再 王天主动驱使 万象真解的力量 竟然是把五神经的力量 给吸收了 这同时呢 王天脑海中的五神经经文 被万象真解拉了出来 逐字逐句的拆解 分析 然后是融入到了 万象真解之中 这王天对于五神经的领悟 更上一层楼 他是终于明白 这五神经 为什么是被称之为 三星九品的功法了 因为五神经最后一变 将出现生死变 这一旦成功的话 肉身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恐怖 这具体怎样 王天也不清楚 不过他是很期待 这最重要的是啊 以后他吸收别人的体质 强化肉身 再也不用分开了 这分别修炼 吸收之后 直接可以强化肉身 增强肉身的各 各个方面的威力 这也让王天省去了 极大的麻烦 提速不少 不过这留给王天的时间 显然是并不多 王天这边大阵 三星三品高手的长江 被拨上后来的人 看到了 这下的立刻是杀了车了 不敢上前 这些人 大多数 都是三星二品的菜鸟 一个个 驻足官方的同时 大骂着太二真人 你个王八蛋 竟然真的一个消息多买了 而且买了这么多 这骂完之后 大家也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说真的只买了十个人 这十个人还不够他送菜的呢 但是眼看着这人是越来越多 他们这底气也是越来越足了 而就在这时 一人是冷恒了一事说的 消息多买 当真是无耻 不过这天王也太狂妄了 被我们包围了 竟然还不跑 这众人是闻声看剧 只见一个光头男子 这背负着一把大幅道 缓缓的走了出来 这边上呢 跟着一名脸上有着鸟雀纹身的美丽女子 这女子身材高挑 眼神却凶悍得如同是一只母狮子的时候 看人的时候 这仿佛是要扑过去 把人咬死似的 不过 这充满了野性的性格 却是让男人们更加的感兴趣 是毒蛇和急报 就在这时 有人是认出两人惊呼出事 什么 这众人文言吓了一跳连忙后腿 拉开距离 这刚刚看到女子眼神不鬼的家伙 直接是低头看着自己脚尖了 不敢抬头了 我没记错的话 这毒蛇和急报 虽然都是三星三品的势力 但是两人一旦进入狂热的状态 那能够生死 画龙三星四品的高手吧 是 前一段时间的那段首次画龙三重天高手的视频 就是毒蛇放出来的 不过那时候 他们不是在雄城的吗 这才几天呢 怎么跑到霞州城来了 这两兄妹来了 看来今天没咱们什么事了 未必 这消息正在扩散 鬼知道那家伙 是不是把消息卖给了三星无品的高手 这如果说卖了 就算说是毒蛇和急报 也必想吃毒蛇 这众人是议论纷纷的事 急报开口了 德哥 时间很紧 等敌人来了 就没我们的份了 先杀了他 拿了人头再说 妹妹说的对 那就杀吧 毒蛇说完是突然间的 飞了出去 这脖子无限的延长 人头是在空中扭矩 竟然画出了一条 蟒蛇的舌头 这大口张口 咬醒了王天 而这作作之快 出手之突然啊 就算王天是有所防备 还是被吓了一条 什么玩意儿 这王天是骂了一句 针缘运转 体内轰轰作响 这针机在体内爆炸 力量堆积 然后这凝聚在了右臂之上 一旋轰出 就这一声巨响 宛如龙霄一般 王天的手臂上 竟然出现了一条火龙 而这火龙咆哮的同时 烈焰的温度直线攀升 什么 这是烈日炎 炎阳铁的路 他怎么会这么神通啊 这不少人是惊叫起来 刚刚他吞了烈日炎阳铁 难道他还能吞噬 烈日炎阳铁的本源 继承罪方的一切 如果真的是这样团 那太恐怖了 一定是这样 他能够不断的吞噬 进化 提升自身的势力 大家小心啊 不用怕 我们人多 他再厉害 也只有一个人 更合谎 这毒蛇和急报 也不是白事 他先过了毒蛇和急报 这一关 再说 有人是安慰着大家说道 没错 毒蛇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这大家说话间 王天的拳头和毒蛇的头 撞在了一起 找死 你的脑袋还能有我的拳头硬不成 王天是怒口容 拳头加厉 这个炸 毒蛇是发出了一声古怪的叫声 然后嘴巴越张越大 他竟然不是来对撞的 而是要吞了王天的右臂 蛇吞天响 这是毒蛇最为恐怖的神童 什么 王天是震惊的发现 这对方竟然真的是一口 把他火力十足的拳头 给吞了进去 就看着劲在直时 吞了他六臂 却阴森森的和他对望的毒蛇 这王天是看到了挑衅的目光 你儿子想吞是吧 啊 给你吞个够 王天是怒吼了一声 这体内真圆翻滚 这胳膊上的火龙嗷吼一声冲出去 直接是在毒蛇的口中引爆了 呼 这毒蛇的身体被爆炸的冲击波 胀子膨胀起来 王天是大鹤里声 这操控着体内的元气 一口气 这打出去了三条火龙 这呼 爆炸声不断 这毒蛇的身体不断的膨胀 这仿佛是吞了一头大象似的 不过 这依然是没有被撑死的迹象 对方的眼神反而是充满了细血 这就是射屯天下 屯天下一切力量 雅坐在体内 有人是咽了口 唾沫迪舍说道 这幻儿财落 就听那几报 轻勉的说道 大哥 别玩了 速战速决 好 这毒蛇是终于说话了 最后 眼中是胸光暴涨 这王天只感觉一股危机感 迎面来 这对方眼神中的暴虐气息中 他仿佛是看到了石山血海 恐怖绝伦的杀机同时迸发 而这毒蛇膨胀起来的脖子 突然间收缩 你自己的火焰 好好尝尝味道吧 这毒蛇大吼中 无穷的烈焰化为了火焰光处 喷吐而出 这王天只感觉到是一股剧痛 一股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股强大无比的冲击力 撞在王天的身上 这王天是瞬间被火焰吞噬 这其他人只看到 王天是被火焰光处喷中 这如同是炮弹一般的炸飞出去 一路上 这撞碎了不知道多少眼神 最后蹚了一声 被这烈焰冲击撞进了小车之中 而火焰是继续的喷吐了一分钟 正在停下来 舌头扬起居高临下 这宛如帝王一般的 审视着前方烈焰烧的 不断地流淌着岩浆的洞穴 不屑地说道 虽然说你很有钱 但是没实力 钱也救不了你的命 死了吗 应该是死了吧 烈日燕阳体能够爆发出一倍的力量 而射吞天下 可以吞下自身实力五倍左右的力量 然后反喷回去 这天王虽然是不错 但是面对自身数量的力量 挡不住 烈日燕阳体 虽然是拥有极强的火炕能力 甚至对反火免疫 但是大家别忘了 毒蛇的名字 叫毒蛇 而不是蟒鹤 他的火焰 可不是单纯的喷回去 看地上岩浆吧 那可不是正常岩浆 该有的颜色 这众人是文言看去 果然地上的岩浆 并不是纯粹的红色 而是红中带着绿 这还有一道道毒烟 从岩浆当中生涛而起 显然 刚刚的火焰是毒火 这数倍抢过天王的力量 那就足够他摧毁的 烈日燕阳体的火炕能力 再加上剧毒 这绝对的势力压制 天王是有此无上了 本以为这一次可以捞雨大的 现在看来 便宜毒蛇 还有鸡豹呢 是啊 得 恭喜 看来这一次的奖励 我们拿定了 这鸡豹是来到毒蛇的身边 笑道 至于说天王这个 和他们无关的人的死亡 根本是引不起他 一丝一毫的怜悯和同情 这更多的是理所当然和欣喜 这似乎他们杀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野兔似的 毒蛇是笑道 太弱了 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啊 不过这家伙如果成长起来 也的确是个麻烦 不过心灾嘛 弱 你是在说我弱吗 山洞之内一个冷淡的声音响起 嗯 这毒蛇细长的眼睛 这慕然间是跳了起来 盯着黑洞洞的山洞之内 你的命还是真硬啊 居然还没死 不好意思啊 让你失望了 还差点火号 王天是从山洞里出来了 只不过他的右臂 没了 全部身下 还有残留的绿色火焰在燃烧 不过 很快火焰就熄灭了 还真是顽强 如果我是你 会选择在里面装死 拖延时间 至少也很容易 恢复一下伤势再说 这毒蛇细扬起头来 轻蔑的看着王天 王天是摇头说道 那是你的风格 不是我的 游戏才刚刚开始 再来吧 这毒蛇细切了一事 傲然说道 既然你想死 那我成全你 这说完 毒蛇的头是在此飞出 顾忌重事 再次咬向了王天 而王天看着飞来的舌头 宁笑着说道 您喜欢吞是吧 好啊 这一次 我让你再吞吞看 这说话 王天的左臂开始燃烧 这熊熊烈焰声等火龙咆哮 这天王疯了吧 刚刚这一招已经是被毒蛇破了 现在还有 这是前驴祭雄了吗 应该是这样 不过就算前驴举行 也应该有点脑子吧 至少也换一个战法吧 这估计是知道跑不掉 只能是贫子一战楼 得 小心的自暴拼命 急暴是叫道 而毒蛇是冷笑的 次暴 就凭他的实力 入了我的口中 就是我口中之物 自暴又如何 左手还能用 这给了你底气啊 很好 这一次我就吞了你的左手 这毒蛇是大口张开 直接咬向了这个 王天的左臂 而王天也是不闪不闭 直接一拳 轰进了毒蛇的口中 而毒蛇眼中是闪过一抹正宁之色 嘴巴不动 却是有声音传出 找死 是你找死 我你都敢吞 谁给你的勇气啊 这王天是大吼了一声 左臂上的火焰散去 摇身一变 然后这话 尾里是拳头大小的老鼠 搜一下 窜进了毒蛇口中 这毒蛇恶然 急暴恶然 这其他人也是一脸的懵逼 这是什么情况 知道打不过 直接自杀了吗 这是羊入虎口啊 天王太无知了 这毒蛇的口气能中 从来没有人 能活着出来 完了 他这是自觉坟墨啊 本以为能分一杯羹的 现在好了 天王 直接变成了人家的一抛屎了 咱们想分点功劳都不行 大家这哀声叹气之间 根本就没人看好王天 急暴更是大笑道 真是一个傻子 果然是人傻钱多呀 竟然自杀了 这急暴呢 笑了一会儿 却发现情况不对了 这毒蛇的头 没有飞回来 表情也开始急剧的变化 这刚才狂血呢 这一会儿 竟然是变得古怪起来 随后是变得震惊 然后是变得恐慌 什么东西 快给我出来 这毒蛇是不停的干欧 结果瓦里声 喷出了一口鲜血 这有人看得清楚 那里头 竟然是有内脏残渣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王天到底死没死呀 是啊 这天王到底死没死呀 这内脏残渣究竟是谁的 看毒蛇的表情 那都是他的 这急暴是一把 抓住毒蛇的身体 摇晃着举 这毒蛇的身躯 焦急的叫道 大哥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这毒蛇是发出一声 疯狂的怒喊 脸是因为剧痛 变得扭曲起来 这舌头缩毁 变成人头 然后哗的一声 就要磕血 结果什么也没磕出来 没有血 毒蛇没事 这众人是试探着问道 而急暴在脸上 上过一丝喜色 问道 大哥 怎么样 这毒蛇的脸 越来越扭曲 一把是推开了几包叫道 别靠近我 这家伙有古怪 我杀不死他 他在吞噬我 妹妹 我要死了 而这毒蛇杨天 发出了一声 淒厉的散叫声 这随后众人看到 他的肉身 开始冒着黑烟 这黑色的魔忌 生疼的同时 这毒蛇的肉身 也如同灰烬堆积而成的一般 这随着风开始消散 一点一点的消散 大家都是看到 这毒蛇眼中的正名 不甘 痛苦 以及深深的绝望 妹妹 跑 这毒蛇是最后拼尽全力的 喊了出来 几乎是同时 一刀血红色的身影 从他头顶窜出 半空中凝固 化被一人 正是王天 而44个 王天之前消失的右笔 已经是彻底的复原了 这同时体内 都是涌动着可怕的波动 这更加恐怖的是 大家竟然听到了 咚咚咚的心脏跳动之声 以及夹杂在其中的神指 宋经的声音 大刀天音 他的心脏神脏 竟然 开发到了这种地步 这天王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摇拈啊 有人是惊恐的叫道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的视频 由探阅为您播讲的来自 一毛黄梁所著的 万劫直播之大都好 由喜马拉雅F 独家出品 第226集 天王 昆尼在围城表现出的正阳光里面 原来都是假的是吧 如此很多的魔工业秀脸 简直天理难容 王调是不屑的扫了他们眼 一挥勺说道 废话真多 我也不跟你们掰扯这些没用的 我只知道 神要杀我就得付出死的代价 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狗屁的正道 狗屁的云露皇族 狗屁的天下世人 这天下 神杀我 我杀谁 神杀我 我灭杀人 神杀我 我灭神 佛杀我 我灭佛 今天来这的人 一个都比想走 杀 就在这时 一声淒厉的叫声传来 一道灰色的深眼 划破了虚空 这出现在 王调上方 五指是张开抽象了王调的面门 起报 你的特长 是速度吧 跟我比速度你行吗 王调是冷笑中消失的原地 小心 身后 一人是提醒着急报 提醒谁呢你 真而一个冷冷的声音在此人身后传来 而此人群身僵硬 缓缓地低头 这只见一只手动穿了他的胸膛 这手里头 赫然是捏着他的心脏 这然后是当着他的面 五指并拢 这砰的一声 仿佛这气球被捏爆里边 这鲜血蹦进了他一脸 这血很热 身体血很冷 然后他的意识是被黑暗和冰冷吞噬 而急报是猛然间转身 结果就看到 一团血红色的影子在他身后 这影子的面部凝视 恨人是毒蛇 哥 这急报是一愣 然后下一个 毒蛇是化为一头血光钻进他体内 这急报是惨叫声之中 身体迅速的干扁 化作肥灰 而一团血影从灰锦中钻着 这惨叫声戛然而止 我这也算是让你们团圆了 王天是敌事说到 随后补充了一句 可惜了一个野性十足的美女 要坏 就要给你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吧 大家别慌 他只有一个人 我们这么多人 不要怕他 一起上 有人是教导 然而他这号召力显然是不足 只见有人转身逃跑 一边跑一边骂 妈蛋的你伤你伤 老子不奉陪 跑 这就是一个陷阱 然而呢 让他们绝望的是 这东南西北各自出现了一段血红色的影子 这正是王天的血神子 同时 一杆杆大吉 从地上升起 这大吉是迎风招展 旗杆 是由不知名的兽骨制作而成 而最诡异的是这个旗面 竟然是由人骨拼错而成 看他大小 这多半是织骨 拼劲上 密密麻麻的织骨画作了一面大戟 无风自舞 而这冰寒彻骨的细节 让任何一个人 看了之后 都会毛骨悚然 这冷到了灵魂深处 灵魂都是跟着站立 永明白骨翻 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啊 天哪 这可是三星九品的阵法 怎么会在这出现呢 这果然是一个陷阱 天王根本就没打算 让我们活着离开 他只要杀了我们所有人 大家别跑 永明白骨翻 翻下无火人 现在大家没活路了 只要拼死一阵 天王不死 大家都得死 站 杀 这众人是面对着绝望 也是激发了最后的这个 斗志 纷纷转身 杀进天王 王天看着这眼前 一千多的三星二品 然后 三星三品的敌人 铺天盖地的杀来 这不仅是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是笑的 极其的正名开心 你们想让我死 我就让你们死 你们不会白死的 而你们的死 将成就我的辉煌 王天是睁开了双手 然后刷为一道 黑红色的血液 冲了上去 岂位大人 还不出手 更待何事 正在这时 一人是突然间大叫道 闭嘴 还轮不到你来命令我们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天而降 这磅礴的气息 当场把所有人的气息 都压了下去 这王天是心头一紧 抬头看去 只见十个人从天空中的一片云彩后面走出来 这赫然是十名三星四品的高手 其中一人背后是有神光闪烁 这几周大龙 仿佛是要活过来一般 竟然是一尊画龙九变 即将开通仙台的超级高手 而这是一尊三星四品巅峰的超级高手 这十人之中 有五个炼神反须竞技的高手 还有四个修着脉轮的画龙秘境的高手 这最后一人全身气息 无比的凝视 而这真缘呢 并不爱放 整个人就往这一站 就仿佛是一台战争机器一般 这种人王天在五神经当中见到过 这是修炼五神经达到第七遍的恐怖存在 这相对于说是 画龙秘境和炼神反须的修饰了 只不过他是一个纯粹的舞者 这十个人之中 以画龙巅峰高手为主 此人虽然年龄一大把 但是头发却依然是乌黑增凉 就跟打了特技似的 一身黑色的短打金装 颇有几分人老心不老的感觉 天王 今天本来是不打算为难你 奈何你修炼魔功 天敌不容 今日杀你也算是敌天行刀了 老者是仰起头的傲然说道 王天是撇了撇嘴 少跟我撤肚子 你们来这不就是来杀我的吗 别告诉我你们刚好是路过啊 居然要打直接要打 哪来这么多的废话 不过就凭你们想杀我 恐怕还不够 这王天是甩了甩手 这群神啪啪作响 同时一把一把胆药扔进嘴里 而真元在体内快速累积 最终轰隆一声 王天的第二神脏开启了 这继心脏神脏之后 肝脏神脏开启 融融响成之中 王天体内 如同是开闸放水似的 无穷的远激呼叫而出 瞬间填满了肝脏神脏 而在这万象真结 五神经部分的辅助之下 肝脏吸收了大量的远激 被强坏了一边又一边 这里面的神殿更是不断的壮大 王天的实力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着 他在提升实力 这赶紧的出手杀了他 免得斥则有变 黑衣老人显然并不是傻瓜 眼见着王天提升实力 这再也不废话 立刻下令 不过 这世人终究是三星四品的高手 每个人都是好面子 一拥而上也没什么 但是 当着这么多人面 这一拥而上 唯有一个三星二品的新人 这就有点丢大人了 这谁不好意思 干这个 有些偷偷摸摸的事 可以做 光明正大的时候 不能做 这不好意思取殴 同样 也不想说让别人抢了钱 于是这些人 干脆拼起了速度 而其中一名女子是 怒斥了一事 魔头 我来杀你 这女子速度极快 一刀绿光闪过 已经是到了王天面前 手起刀落就要杀人 这几乎是同时 王天感受到了尹的气息 尹是忍不住要出手了 王天是赶紧打合 李师退下 这同时呢 王天一拳轰了上去 火光冲天 毒气翻滚 赫然是毒舌的手段 这女子是冷笑了一事说道 毒舌虽然可以对抗 三星死品的修饰 但是 那些都是废物 更何况 你我之间可是不止 一瓶的差距 这王天却是不为所动 女子的刀锋落斜的瞬间 王天的一条腿 形字秘 急爆的速度神通 血神经的速度神通 血神体的速度加长 烈日炎阳体的爆发力 同时爆发 只听这 蹬的一声 王天消失的远点 而杀下来的女子 顿时 愣在远点 王天速度太快了 这快的说 连他都没有反应过来 身后 这女子 不会是老牌高手 这关键时刻 头也不回 手中的长枪 是蹬的一声 自行的飞行到身后 屁斩 这同时呢 女子是背后扑的一声 竟然是生长出了 无数的刀锋 这些刀锋锋利无比 如从刺猬似的 仍任何敌人都无从下手 继续地攻击他 然后 身后没人 这女子回身的时候 一脸都懵逼啊 这一连串的惨叫声 从远处传来 女子是闻声看去 顿时暴怒 只见说 一刀血光冲进了人群之中 而那血光呢 当真是王天所画 王天是根本就没打算 说和他硬品 而是冲进了那些三星二品 三品的观战人群当中 大开杀戒 这件王天如同是一道血色的利人 所过之处所有的修士 全部被斩杀 这吸到全身的惊气神 肉身化作肺灰 消散在空气中 这更加恐怖的是 每死一个人 就多出一道血红色的影子 然后是杀向另外一个方向 只要这种极快的倍增速度 扎而之间 现场就多了一百多个血红色的影子 并且还在飞速地地增 这数量是越来越多 杀戮是越来越快 一千多个围过来围杀 王天的倒霉鬼 几个呼吸之间 就被杀的只剩下了不足百人 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王天的势力跟着水涨船高 虽然说他没有再次突破境界 但是体内的元气 浓厚的程度啊 让人心惊肉跳啊 这终于是有人吓破了胆了 一头撞进了幽冥白骨帆的下面 结果 没事 就算没事 那人先是惊恐 随后则是狂喜 这随手一拍 幽冥白骨帆竟然粉碎了 不是真实的幽冥白骨帆 是幻象 那人是打叫着 结果一回头发现 其他人竟然都死了 同时一刀雪光转身而过 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家伙 究竟是什么块太阳 竟然可以融入这么多的元气 这女子是敌声骂道 绿流仙子 小心 此人 不仅仅是修了自幅和脉轮 还修了物体 他吸收的那些元气 都注入到周身之中 他的周身即将突破第五遍 达到第六遍了 这唯一的一个修炼武道的这个 男子 高声的呼喊道 五千山 此花当真 这绿流仙子是问道 千真万全 此人的魔攻实在可怕 我觉得 我没必要再等下去了 干脆 连手围堵杀了他再说 这黑衣老人是微微点头说的 千沙兄说的有道理 我们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这小的却是滑稽 分身无数 让人分不清楚 哪个是本尊 苏杜怀 就像是虎 花溜的泥球一般 一般人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大家一起出手 抓住他 功劳吗 就按照处理大小分配 如何 正当如此 一名光头大和尚跳出来 这手里头拎着一串佛珠 扔得上空 然后是宣了一句佛号 大喝了一声 魔头 看你往哪跑 万佛金光照 这佛中是绽放出了一道道佛光 佛光中 仿佛是有佛陀显化 同时这佛光呢 在空中编织成了一个金光照 空人落下 这竟然是要把所有的血神子 笼罩其中 而血神子是被佛光这么一照 顿时发出嘶嘶的声音 血眼变淡了一眼 这竟然还有血气离体 果然呢 佛光这种光明正大的神通 对于血神子这种阴系密法 最是克制 还好 我这血神子不是原本的血神子 在万象真解之下发生异变 如果说是原本的血神子 巨大实力差距之下 早就灰飞烟灭了 王天是心头感叹的东西 这召唤出了所有的血神子 血神子融入体内 而王天的实力再次暴涨 不过是受制于竞技的限制 提升依然有限 小子 这一次我看你往哪跑 一名剑修士预见而来 这半空中 驱使一点 一道剑光飞锁 这剑光是不断的分裂 最后这变成了漫天的剑气 剑气得空中组合 这形成力把绝大的飞剑 凌空刺来 身后 绿柳仙子的刀也到了 这头上五千沙从天而降 肉身闪烁着盈盈的光芒 这仿佛是万邪不寻似的 一拳轰手 势大力审 天地震动 威力不凡 这其他几个方向 都是有人各自的施展手段 杀了 而为了抢夺功劳 这谁都没有留守 出手就是杀着 不过最恐怖的还是黑衣老人 这老人竟然掏出了一个傻子 凌空一扔 六面骰子带着六种属性 金木水火土风 这六种力量同时爆发 这无数的神通铺亭盖底的压过来 挽住天法 着实恐怖 而王天是被夹在了中间 逃无可逃 危在旦夕啊 这王天躲拨 瞬间是被法宝神通淹没 然而谁也没看到 眼看着王天即将被杀死的瞬间 一顿黑色的羽衣 在王天的身后张开 把王天护在了里面 这隆隆隆的声音 不觉远 火光冲天 烟沉四季 死了吗 几个人的心中 闪过了这个念头 他的潜力 虽然是恐怖 但终究只是三星二品的势力 我们都是三星四品的势力 又是联手权力积 必死无疑 一名老道士是扶着自己的山羊胡子 笑呵呵的说 无为道长说他有道理 看来这一次 杀天王的功劳 归我们了 绿一仙子是呵呵笑的 而这无为道长说道 云露杀令还是第一次被完成 云露皇族必须准备一份大礼才行 我这份大礼如何呀 就在这时 泥道洪光突然间窜出 这速度极快 无为道长哪曾想 这么强大的攻击下 王天还能活着 一时大意被王天近身 这危急关头 无为道长身上的八卦仪 亮起了一道道的黄光 企图是挡住王天的攻击 然而 这王天的身体 忽然间是炸开了无数的血影窜出 从这四面八方呼啸而下 这些血影呢 和王天不一样 或许说单体实力不算强 但是诡异的魔道手段 外加上恐怖的速度 上千的血神子落下 那就算是三星四品的高手 也挡不住 救啊 无为道长是惊恐的打叫出声 可惜呀 这其他人刚要动 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天而降 这虽然说看不到敌人在哪 但是大家本能的选择自保 没有出手 这么一耽搁 无为道长顿时被一千多的血神子贯穿肉身 这全身的血绕皮脑 眨眼之间是被吸食一空 任凭他鼓荡法力 这结果全成了血神子的盘中三 眨眼之间 一尊三星四品的高手化为飞毁 这同时呢 一尊三星四品的血神子出现 这个就是血神经的可怕之处 既品越强 产生的血神子就越强 该死 他杀了无为道长 绿柳仙子是惊怒交加 朋友 你竟然敢帮汪天 你可知道 他可是整个云路的敌人 修的是魔宫 更是做人类的敌人 这恨一老者是仰头汪天 朗实说道 相对于汪天 他是更担心刚刚显露气息的存在 然而回答他的 却是一片宁静 仿佛对方根本是不存在似的 这王天可不惯的 带着漫天的血神子杀向最近的和尚 这和尚是惊怒交加呀 手中的辅助扔出来 佛还无量 不度邪魔 就凭你 也想渡我 佛都渡不了我 上 王天是大好众 这身上竟然是绽放出了一道道黄色的光芒 这赫人是无为道长的道家手段 好了 本集不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